第1028集 签订比斗契约 轩元明此时知晓了对方的意图也不再演戏 少年们 你们可有信心 此话询问的对象自然就是上千名参赛人员 而回答轩元明的只有那一双双炙热而又迫不及待的眼神 以及那咔咔作响的骨头摩擦之声 有呀 竟然玩得这么大 大点儿不好嘛 白送岛屿不香嘛 客气了客气了 关礼就算了 还带来这么大的好礼 哎哟 好热血呀 整得我都扇自己两个嘴巴才来 不同于观众们的乐观心态 此时的林墨不由眉头紧皱 无风不起浪 既然敢拿领土海域交换 那就说明他们有着绝对的自信 但这底气又在哪里 一时间 林墨皱着眉头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而作为大长老 轩元明自然知道对方的意图所在 当然 对方的条件 红样也令他心动不已 若是窝国手中拿下岛屿 都不需要太多 只要二十座 华国的水产产量就能翻上一番 加上那些矿材 以及那些只能在海岛之上 才能生长的特殊药材 完全就是一个丰富的资源宝地 说是百年开发权 但根据国际法的条约 占据百年 此地便是归属于所有者 所以开发权只是一个名头 所有权才是关键 当然 机会与风险是并存的 无尽海的航道价值几何已经不是用数字可以估量的 单单从如今已经开辟出来的几条新航道就可见一般 由于危险系数实在太高 探险队目前只是进入无尽海外延 面对的便是满地是宝的场面 即便丢失一条航道 对华国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的损失 短暂的思索之后 轩元明先是看了一眼观战席位上的其他长老 原本他还寻求一下众人的意见 结果 他们完全是被这一百海里的海域冲昏了头脑 所有人与其对视之时都是疯狂点头 当然 这也怪不得他们 海盗虽小 但那也是江土 而追求开疆阔土的荣耀 可是刻在华国骨子里的 而当下的世界格局 这样的机会根本就无迹可循 即便是他轩元明都逃不过去 再看看参赛者们自信满满 迫不及待的模样 轩元明这才下定决心 他开口问道 八番使者 你是认真的吗 听到这样的问题 八番尊者嘴角一勾 得逞了 那是道人 这是契约书 说着 身旁的同行之人便将一份丝绸编制的书卷递了过来 轩元前辈 真想如何 还没等轩元明回话 远处躺靠在屋檐上的中年男子突然开口道 没关系 他们要是赖账 我亲自去西京要回来 虽然他说话的声音不大 但却神奇地传到了窝国代表以及轩元明这边 至于他话语中的西京自然就是窝国的国都了 八番尊者先是忌惮地看了这男子一眼 而后才陪笑说道 一直等到双方接在书卷上签字 八番尊者也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嘴角的笑意尤为明显 若是能拿下一条航道 只需要一条 他们便能以此为鉴 开辟出属于他们的通道 到时候 即便是输个百十座岛屿 他们也能在第一时间赚回来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他们能拿下比赛的前提下 而他们正好也有这个底气 至于另一方面 斩层计划他们可是一直没有放弃过 华国从历史上就以其绝对的力量压制了邻国数百上千年 确实老话说得好 能打败猛虎的只有猛虎 而在二十多年前 南北境的大战将整个华国的实力达到了最低点 虽然当初多国联合 被那个男人所震慑 导致蝉食计划失败 但清皇不接的空档 依旧是华国的硬伤 这些也让各方邻国 已经呈现出了后来居上的局势 只要斩了他们这新生的一代 不出三十年 就是华国的灭亡之时 届时便是他们蝉食华国这头庞大的猛兽之时 到了这个时候 长老们点头同意 参赛选手迫不及待 观众热情十足 如此行事 即便是宣元明想要拒绝 也由不得他 好 既然如此 我废话就不多说了 其约已尽定 蝉国双方以岛屿为赌注 一对一比斗正式成立 到了这个时候 原本的演武场擂台战 也被搁置了下来 战堂见习教官的争夺 自然是要进行的 不过是在与蝉国比斗完了之后 等到华窩国双方签订了契约 其他的国家的观礼使者自然也是双眼炙热 如今 无尽之海之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伴随而来的便是各种各样的谣言 像是无尽海内 蕴藏着矿石奇宝 长生不老之药 起死回生药 绝世武学等等 虽然谣言显得有些离谱 但单单从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 无尽海中 确实蕴藏着巨量的珍贵资源 为此各国之间皆开始各自的计划 最初想要凭自己的本事 也打开一条新航道 这只是一方面 可要海量的人用命去填 当然 他们也不是没想过 尾随华国船只的方法 只是 无尽海迷雾连生 能见度基本都维持在十米之内 尝试了几次 除了损失数量船只 和成千上万的船员 一无所获之后 他们索性也就放弃了 于是乎 各国之间便纷纷开始垂涎于 华国手中的十几条 已经开发的航道 只是多次谈判无果 如今没想到 这倭国一方既然如此极致 凭借着五盟换届活动 以岛屿为赌注 这倒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教主导人 我们是不是也要参与集中啊 面对部下的疑问 身着华丽宝石长袍的老者轻轻地摇头 不着急 他们华国血藏的年轻一代这么多年 正好让我国那边试试水 先看情况而定吧 这一刻 在场的外国势力也都是这样的想法 老一辈的高手中 华国那尊大神不死 他们永远没有机会能占到便宜 如今看的就是年轻一辈的表现 要是实力不足 他们自然也不会手下留情 这一刻 他们的眼神中的那种期待之情 像极了二十多年前 像要蝉食华国时候的样子 而在轩元明这边 双方签完协议之后 便很快指定了相应的规则 比斗形式自然是单打独斗 一方上场迎战 另一方人员出战 轮流交替上场 一直到一方五人上场 或者认输为止 那么便开始吧 等轩元明说完之后 全场的氛围也被渲染到了顶边 相比于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鼻斗 观众们显然更愿意看到 华国的年轻高手们 揍趴这群岛国的野猴子 哎呀 比赛还没开始 我怎么就感觉热血沸腾的呢 嘿嘿 我也是 来来来 我们护山几巴掌 滚你压的 你头目是智障吧 此间议论纷纷 而在阎武擂台上 并没有任何的比斗前的铺垫 直接开门见山 窩国身着道服的武士会小年轻 缓缓上台 武士会 演员会三 经指教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林墨一方的人员瞬间安静了下来 带着审视的目光 众人暗自预算对手的实力 此人不弱 虽然身材矮小瘦弱 但其隐隐散发出来的刀势 已经出现争容 演员岁三 见华国一方选手久久不作声 一无人出面迎战 他便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怎么 无人敢上台吗 真没想到 你们竟然如此单小 既然你们怕了 不敢上台 那主动认输便可了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四周众人顿时一片喧哗 不少人都被他的话激怒了 紧挨着林墨身旁座椅上的少年 缓缓站起了身子 虽然已是冬季 但这名男子身上 也只穿着一件薄薄的青衫 儒雅之气萦绕周身 若非是出现在武蒙的幻界活动上 大多数人都会以为 此人就是一位学者 第1029集 卢墨擅出迎战 既然你们都在等对方高手 这些小喽喽 就让我来解决吧 说着 他便将手中的铁扇一收 而后文质彬彬地 走上了演舞台 有了第一个人的出场 所有人的目光 也都聚集了过去 武蒙长老袭上 宣元明突然朝着身旁问道 诸位 你觉得这一场谁怀疑 聂空明面带认真地表示道 看不出来 如今的后生啊 皆是深藏不露 不过吗 说到这里 他突然顿住了话语 眉头也渐渐皱了起来 我倒是担心 他们我国一方 既然他们敢提出这样的赌注 说明他们必定 有什么强大的底牌 听到这儿 一旁的玉树真人 与苦智大师 也是认同地点了点头 唯有苗疆古母握紧着小拳头 全神贯注地 为自己的人加油助威 而在演舞台上 双方已经准备就绪 余省 卢莫善 请 说着 他受持白折铁扇 他备手而立 那幅浓浓的书卷如生之气 哪有一点舞者的模样 而那野员 岁三 见对方这副模样 不屑地一笑 我还以为能遇到什么高手呢 原来就是一个娘娘腔啊 不过既然你这么喜欢背手 整会儿 我就将它斩下来 规则只是说 不能伤人性命而已 又不是说 不能断手断足 想到这里 野员岁三的脸上 不由地露出了兴奋之色 等到裁判一声 比斗开始之声响起 野员岁三没有任何废话 只见踏步上前 待双方接近之后 腰间武士刀瞬间挥出 拔刀斩 这是窝国武士最常用 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杀敌手段 场外 林墨见此一幕 淡淡摇头 相比于他当初遇到的念真奇异 这野员岁三的拔刀斩 不论是速度还是力量 都弱了不止一截 虽然不知道 这卢墨扇实力几何 但观其这云淡风轻的模样 便能知晓 对方这一击 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只是这一切 野员岁三浑然不知 见自己的刀锋 即将落到对方的尖头之上 他脸色狂喜之色 瞬间乍现 看来这一局是稳了 即便是他身后的同伴 也还是这样的想法 见此人反应如此迟钝 呆若木鸡的模样 这第一座岛屿 应该是要到手了 没想到华国竟然派出了 这么弱的对手 这倒是给了野员岁三 出风头的好机会 而就在血剑断壁的一幕 即将出现之时 卢墨扇突然后退了一步 至于那气势汹汹的武士刀 直接落空了 一击不中 野员岁三的身体 也因为失去重心 不由地往前一个猎切 等到他再次抬起头之时 看到的只是对方 从始至终都没有变化的笑脸 就这点实力 也敢在我们华国面前叫嚣吗 你可真勇 听到此话 野员岁三怒火飙升 你找死 伴随着一声怒吼 他双手握紧刀柄 打算将此人直接拦腰斩断 可还没等他转过刀锋 卢墨扇左手一托 闭合的白者铁扇 直接朝着对手的脸上击打过去 面对此招 野员岁三也是下意识地抬刀抵挡 然而令他震惊的是 那铁扇与自己的武士刀撞击之时 根本没有任何的停止 如同刀过水面一般 直接穿透而过 这是什么妖鼠 下一秒 他便感觉脸颊一疼 紧随而来的 便是一阵不由自主的疼飞之感 在众人的注视下 野员岁三重重地砸落在地 当然陪伴他的 还有十来颗沾着腥红血液的牙齿 胜负的转变 来的就是这么突然 尤其还是那一招 如同妖术一般的铁扇穿刀的画面 在众人的脑海之中 久久无法消散 至于裁判 上前检查了一下野员岁三的伤势 确认其已经昏迷 失去战斗力之后 他便直接宣布了结果 一时间 雷鸣般的欢呼之声 响彻了整个会场 牛逼啊 没想到这第一场 竟然赢得如此简单 害得我刚刚紧张的 大气都不敢喘呢 我也是余省的 我也是余省的 伴随着阵阵喝彩 演舞台上的卢墨扇 弹了弹衣服 这才慢慢悠悠地走了下来 那副轻松自得的模样 无疑是对窝国对手 最好的不屑 八番尊者听着这刺耳的欢呼声 加上刚刚对方获胜者那副嘴脸 他恨得是直接牙痒痒 现在你们就尽情地笑 尽情地庆祝吧 会有你们哭的时候 下一场是对方先派人上场 我们不用再试探了 直接派精英上场 等他说完 其余众人也是面色愤愤地点头同意 这个时候台上的裁判开口说道 请我划过一方人员 上台 话音落下 一道倩影直接站起了身子 背着和他身子差不多高的木盒 缓缓走上了烟舞台 只是当他经过林墨身旁之时 脚下步伐一变 随后便直接踩在了前者的脚背之上 林墨正全神灌注 回味刚刚卢莫善那快到极致的招式 被这么一踩自然也回过了神 只是这个时候对方已经走远了 看着那道玲珑背影 林墨也突然挠头苦笑 自己的注意力一直都集中在比斗之上 根本就没有看到竹叶青的身影 也难怪对方会这么生气 而等到竹叶青上台之后 许多势力也是纷纷议论 哟 没想到啊 百圣刀门今年也派人出来了 那是必然 张柏玲对他这弟子 可谓是同爱有加 即便这竹叶青扬言要刀成之日 将以师尊祭奠刀 哟 看来这刀王 也开始为弟子扑怒了 至于窝国一方 此时也没想到 对方上台的竟然是一位柔弱的小姑娘 一时间各大势力弟子纷纷请战 只是此时的八帆尊者 却并不兴致勃勃 公海之上 他可是亲身体会过此女的实力的 那柄长刀杀伤力极其凶猛 加上百圣刀门的秘技 寻常同辈高手 根本就无意合之力 想到这里 八帆尊者眉头一松 带着不可质疑的语气说道 恒武平之金 这一场由你出战 话音一落 窝国众人纷纷咋舌 这恒武平之金 可是这次计划的底牌级别的存在 为的就是对付华国那些 成名已久的高手 然而现在 竟然为了对付这个小姑娘 就要将这底牌亮出来了 不过 众人虽然心有疑虑 但八帆尊者 作为此次计划的负责人 众人也没有再做辩驳 而在人群之外 一位拉里拉遢的少年 兴兴地睁开了朦胧的双眼 挠了挠如同鸡窝一般的长发 哈气连天地走了过来 一时间 所有同伴如同受惊的小鹿一般 飞速地闪到了一旁 为其让路 恒武平至今 不仅实力深不可测 最主要的是 此人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疯子 做事完全就凭个人喜好 而且下手极其狠辣 视人命如草芥一般 你好像很怕我嘛 走到人群之外 恒武平至今 突然朝着身旁的同伴问道 至于后者 直接被吓得脸色苍白 没有 等他结结巴巴地说完 恒武平至今 抬腿就是一脚 将其踹飞老远 而后者撞上墙壁之后 星红的血液 夹杂着内脏的碎肉 直接喷涌而出 胆子这么小 你好意思为我神国出战 此时 八帆尊者也是一脸阴沉 这还没出战呢 直接废了自己一个人 你 气愤地抬着手臂 指了对方许久 八帆尊者终究 还是没有出言指责 对手很强 皆不可掉以轻心 恒武平至今 只是无所谓地摆了摆手 果然人越老 胆子越小 说着便台步走向了阎舞台 好久没有品尝过少女 甘甜的血液了 留下了淡淡的一句话后 他缓缓地走上了阎舞台 第千零三十集 阴冰图堂 当他靠近竹叶青之时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果然少女的清香 才能让嗅觉得到最大的满足 说着 抬起了脸颊 理着满嘴的大牙 看向了竹叶青 而在武蒙的长老观战席上 见到此人的第一眼 苦智大师突然捏紧了脖子上所挂的佛珠 这少年好重的煞气 此人必定手上 沾染了无数声凝的鲜血 玄远明一听此话 瞬间会议 而后他便暗中向着武蒙裁判长 暗暗打了一个手势 示意对方保护好 这百胜刀王的弟子 此时竹叶青看着对手这变态的行为 自然是厌恶地皱起了眉头 真是恶心 此话已出 原本还一脸吃相的横武平质金 笑容一致 瞪着布满血丝的双眼 整个脸颊慢慢地扭曲了起来 将头凑近竹叶青后 他轻声说道 你知道吗 之前也有很多漂亮的少女这么说我 后来你猜怎么了 顿住话语之后 横武平质金脸色又转变得极度疯狂 他们最后被我关到了铁笼之内 那哀求的声音 简直太美妙了 你将会是下一个 说完 他又满脸期待地盯着竹叶青 似乎想从对方的眼神之中 看出害怕的神情 只是令他失望的是 眼前的这位少女 从头到尾 脸上的表情除了厌恶之外 就没有发生过其他的变化 真是无趣 说完 他便贪婪地舔了舔嘴唇 慢慢地向后退去 此时裁判也走上了阳武台 而竹叶青也终于等到了比赛即将开始的讯号 右肩一抖 他背后的木盒重重砸落在地 一时间掀起了无数尘土 等竹叶青再次直起腰身之后 一柄一人多高的大刀 正被他稳稳地握在手心 比赛 开始 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 竹叶青抬脚一踢 冷艳巨瞬间挥舞而动 没有任何的废话 他冷着脸色直接挥刀而前 一股强劲的气势瞬间弥漫开来 凶猛的刀气 似乎是要将身前这恶心的男人劈成两半 见寒芒刀锋迎面而来 横武平至今轻蔑地摇了摇头 这招式从力量层次上来说确实不弱 但很不幸的是遇到了自己 力量有余而敏捷不足 这就注定了自己才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者 眨眼之下 凌冽的刀锋飞速披下 但横武平至今则是神色平淡地平衣而出 如同是随风而动的落叶一般 轻飘飘地躲开了他的攻击 见此一幕 台下观战的林墨顿时暗呼不妙 竹叶青的冷艳巨光光是那刀头 便不下五十公斤 这注定了他是力量型的武者 而观其对方的身法 一看便是敏捷型 正好死死地压制竹叶青 这也是林墨最担心的地方 虽然这是那八番尊者特意安排的手段 而情况也确实如此 竹叶青多次进攻之下 横武平至今总是轻而易举地躲开 竹叶青停下手中的招式 察觉到前额已经开始冒汗 他知道自己的体能正在快速消耗 若是不能尽快拿下此人 恐怕会被对方活活耗尽体力 想到此处 他便不再犹豫 双手一握横刀伸前 体内淡淡地疯狂流转 随着他脚尖轻轻一点 整个人便如同炮弹一般急速飞出 等到双方靠近之时 竹叶青直接动用最强杀招 密技流星 从那恐怖的刀势来看 横武平至今也知道此招威力巨大 没有丝毫的犹豫 他直接将身法运用到了极致 空气之中道道残影 交织变化 此时冷艳距刀尖落地 瞬间摩擦出了大片大片的火花 横武平至今那边还没松口气 他便脸色突然一变 抬头望去 一道四丈有余的大刀虚影 带着恐怖的威力直落而下 眼见躲不过去 横武平至今直接双手交叉 抵住了自己的头顶 虚影落下 强大的力量瞬间将后者先飞了出去 一直在擂台上滚了五六圈之后 横武平至今这才稳住了身形 此时的他又是惊讶又是兴奋 说完 横武平至今抹了嘴角的鲜血 下一秒 他直接撤下了所有的衣裳 双臂上 那森森白骨的伤口 也在此刻明晃晃地显露在众人眼前 只是令人震惊的是 那恐怖的伤口之上竟然没有任何的鲜血 反而是冒着浓浓的黑烟 而在他的胸口 一个由黑色的线条构成的凶兽图纹 也好似活过来一般 只见那片皮肤竟然开始不规则地扭动了起来 见到这一幕 渡饿都不由地惊呼出声 啊 阴兵图腾 怎么可能 这一族的人 不是早在三百年前就已经灭亡殆尽了吗 而没等他的话音落下 原本一直闭目静修的玉树真人 也突然睁开了双眼 而且望向竹叶青的目光 不由地散发着担忧之情 阴兵图腾乃是阴山门名下 无鬼阴兵的专属图腾 阴山门出处不祥 由何人创设也是一无所知 相关的记载也只有在野史杂书之上略微提点一二 如今五界流传的最为广泛的说法便是道宗 谣传阴山门乃是道宗的分支 但玉树真人心里清楚 这一切纯粹就是鬼扯 道宗古籍之上 根本就没有关于此阴山门的任何关联的记载 即便是有也只是素数 道宗先被肃清与阴山门有联系的邪恶势力 而但凡与阴山门扯上关系的势力 修炼的皆是至阴之法 屠杀生灵 吸收戾气 以此来增强自身的实力 也正是因为如此 四派成员为正道所不容 于四百多年前彻底被正道覆灭 从此销声匿迹 到了现在 除了道宗佛门还对阴山门有着记载 其他势力对此的知晓 可谓是少之又少 更别说竹叶青了 看着眼前变态男不断增强的气势 竹叶青隐隐地也察觉到了危险 加之刚刚的秘技 此时他的体能已经损耗大半 深深吸了口气之后 他突然扭头往身后看了一眼 见李莫满脸担忧地朝着自己摇头示意 竹叶青依旧没有选择认输 相反 他再次握紧了手中的冷艳巨 冷目望向了对手 此时的横舞平至今已经是双目通红 周身更是源源不断地散发着黑色之气 你准备好了吗 咧嘴一笑之后 他的声音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戴琪再次出现之时 已经是距离竹叶青不足半米的位置 好惊人的速度 然而这个时候并不是感慨之时 见对方已经近身 竹叶青立马挥刀斜皮而下 然而下一秒 横舞平至今的身影 又一次消失在了自己的眼前 见状 竹叶青也立马便打算收回刀室 但却为时已晚 只见那横舞平至今已经出现在了自己身后 而且一只手更是搭在了自己的肩膀之上 给我滚 怒吼之下 竹叶青向着身后再次落刀 可这样的招式根本就不是横舞平至今的对手 左手一抬 他竟然直接捏住了冷艳巨的刀柄 即便竹叶青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想要抽回大刀 但在对方恐怖力量的控制之下 冷艳巨纹丝不动地 被横舞平至今紧紧地握在掌心 小美女 哥和你说 带着愤怒的情绪 竹叶青刚要开口怒怼对手 肩头便传来钻心般的疼痛 扭头望去 横舞平至今的五指 已经刺穿了他的肩头之内 一时间 星红的血液夹杂着黑气 纷纷往外冒出 若是寻常的负伤 竹叶青眼睛都不眨一下 只是在这黑气的作用之下 那伤口之上传来的剧烈疼痛 令他忍不住地放声嘶吼道 到了这个时候 胜负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李莫虽然不知晓这黑气是何物 但当其慢慢涌入伤口之后 竹叶青的气色 越来越违迷 李莫心中也忽然有了一丝不祥之感 想到这里 他索性不再纠结 相比于输赢 他更在乎的是竹叶青的安全 放手 我没人说 起身之后 李莫直接开口喊道 然而台上的恒武平质金根本就不为所动 扭过头后 他手上的动作根本就没有停止 你就是林莫吧 不用着急 等我废了这竹叶青之后 下一个就是你 既然存在规则 那必定有其漏洞 很显然 这恒武平质金也知道 不能害人性命 但废除竹叶青的一身修为 即便是武蒙也说不得什么 而当他看到林莫将目光望向裁判之时 八番尊者抢先开口道 裁判前辈 外人之言 并不能左术吧 毕竟这当事人 还没有认输的力气的 一句话 直接堵死了刚准备说话的裁判 确实 如今的竹叶青 还是有说话的力气的 只要他不开口 外人的认输 自然做不得数 这个时候 八番尊者也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当初自己在公海之上 差点就在这竹叶青与火花的联手夹击之下 云命当场 如今有这么好的复仇机会 他怎么可能放过 眼看着竹叶青 气势越发的萎靡 八番尊者脸上的笑容 就越发的灿烂 这就是得罪我八番尊者的下场 台上的裁判 眼见情况不妙 他赶忙带着询问的目光 望向了裁判长 见后者点头 这名裁判才宣布了结果 恒武平至今 上 原本众人以为 裁判都已经宣布结果了 这恒武平至今 也该松开竹叶青了 然而此人依旧不为所动 见此一幕 林末再也忍不住了 纵身之间 他便朝着阎武擂台飞奔而去 也就在这个时候 林末的身后一道人影 直接追赶上了他 错身之际 只听到后者淡淡地说道 上我来吧 等林末反应过来之时 那道人影 已经踏上了烟雾台 此时的恒武平至今 突然感觉后颈一凉 察觉到了危险之后 他也只能松开竹叶青 闪身来到了一旁 等他站稳回头望去 只见原地 一位手拿点钢枪的白衣青年 正冷冷地看着自己 见到来人 恒武平至今不由地 皱起了眉头 原本他刚刚种种一切 其实都是他有意为之 目的就是想引出林末上台 到时候 自己再刺激一下林末 只要对方敢答应 他就有把握废了林末 然而随着这名 手握点钢枪的少年出现 观众席上瞬间躁动了起来 哇 我老公上台了 伴随着一声痴迷的惊呼 越来越多的少女 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我的天 男神纳兰兴菜 到了这么久 终于见到我老公的 撒爽英姿了 纳兰兴菜 我要交给你 我要跟你生猴子 一时之间 现场原本还因为竹叶青的失败 气氛有些低沉 瞬间变得燥热了起来 按理来说 武道之争打打杀杀的 该是热血少年的梦想 然而这次前来观看比赛的人数 是五十余万名观众 其中数万少女都是为了看纳兰兴灿而来的 而这纳兰兴灿 便是京都纳兰家族的第一天才 传闻此人天资卓越 家已时日 彼尖墨北之王纳兰杰的存在 然而 其闻名京都之处 却并非在此 反而是他那英俊的样貌 素有京都第一之称 加上背靠华国第一世家 这般存在 完全就是少女们的梦中晴朗 现实中的白马王子 听着这些肆无忌惮的喊话 纳兰兴灿不由的眉头一紧 这英俊的脸庞终究给自己带来了太多烦恼 仅随着纳兰兴灿 林墨也冲到了演舞台上 听到观众席上的宣杂的动静 林墨也不由的好奇 目光瞥了一眼前者 确实 此人的颜值属实有点逆天了 光洁白皙的脸庞 散发棱角分明的冷峻 乌黑深邃的眼眸 透露着坚毅之色 浓密的眉毛 高挺的鼻梁 夹着那一头青带竖起的长发 搭配一身白衣 妥妥的美男子 而纳兰兴灿 察觉到林墨打凉的目光 不由地冷哼了一声 带着你这不知死活的朋友 赶紧下台吧 别耽误了此间的鼻动 听闻此言 林墨善善一笑 正当他打算带着竹叶青下台 只是听到了纳兰兴灿的指责 原本虚弱无比的竹叶青 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愤怒地瞪着双眼骂道 哼 你才不知死活呢 多管闲事 纳兰兴灿也没想到 竹叶青的脾气竟然这么讲 你 带着不满的神情 他刚想指责对方不知好歹 可等他转身之时 林墨已经带着竹叶青 飞快地离开了 林墨自然知晓竹叶青的酱脾气 而通过刚刚的接触来看 那纳兰兴灿 似乎也是一个傲娇之人 若是让他们俩碰到一起 保不惜会闹出什么样的矛盾 当然 见到竹叶青还有力气骂人 林墨自然也放心了不少 只是当他将前者带到休息室之时 简单地检查了一下伤口 面色不由地阴沉了下来 这是一种林墨之前 从来都没见过的阴煞之气 而从传承记忆中的解读之法来看 想要驱逐这阴煞之气 必须得用纯阳之物将其驱逐体外 而且这类伤口必须尽快治疗 否则阴煞侵蚀五脏六腑之时 就算大罗神仙来了都救不了 竹叶青虽然性格好 但并不代表他蠢 林墨的医术以及练丹术 他可是亲身体会过的 如今林墨一脸犯难 眉头紧皱的模样 竹叶青突然开口问道 很严重吗 随着他这么一问 林墨强装镇定地笑了笑 是挺严重的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可是华国医上 只要有我在 保证你要到病处 话虽然是这么说 只是这纯阳之物 本就稀缺 这临时忙慌的 他又能去哪里寻求呢 然而林墨的宽慰之语 并没能让竹叶青真的放心 静静地看着眼前的男子 竹叶青缓缓地开口道 要是我死了 记得帮我多杀几名卧国狗贼 然后的话 我有件事一直想和你说 或许是察觉到自己 可能已经没救了 竹叶青索性心一横 打算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然而 当他与林墨目光对视之时 看着那一脸认真的 等待倾听的模样 还有那深邃的双眸 竹叶青顿时雨节了 我 我其实 我 我其实 邪 见其说话结结巴巴的 林墨只以为竹叶青病发了 二话不说 直接上手搭上了后者的脉搏 另一只手 则探向了竹叶青的额头 看着林墨这一系列的动作 竹叶青也是愣了愣神 不管了 反正也活不了多久了 林墨 我 我喜欢 正当他下定决心 打算表露心计之时 休息室的大门突然被敲响了 你等一下 我去看看谁来了 打开房门 来人正是渡饿 见到林墨之后 他先是单手做礼 林师主 这是师尊 让我给你带来的 姓罗香的香辉 还有这玉叔真人的 纸杨丹 希望对林师主朋友的伤识 有所帮助 见到渡饿手中的两个小盒子 林墨顿时洗出望外 正是愁什么来什么 这两件物品不是治疗竹叶青最好的药物吗 辛苦渡饿大师跑一趟 另外 麻烦大师替我向两位前辈转达谢意 林师主 客气了 出家人慈悲为怀 此时不足挂齿 说完 杜饿便告辞离去 而林墨拿着两个小盒子 飞快地转身 即使雨来了 有救了 有救了 说着 他便来到了竹叶青的身旁 只是 他有心急智商 并没有察觉到竹叶青一样的脸色 伸手便想要解开前者的衣服 而竹叶青毕竟也是女孩子 见林墨此番动作 他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 这一刻 林墨也回过了神 呃 这个治疗丹内服 这个兴罗箱的香灰 是外敷伤口的 而对面的竹叶青 已经低下了脸颊 生若蚊虫地应了一声 那啥 赛场那边还没有结束 我先过去看看 你要是身体出现异样的话 随时联系我 说完 林墨便尴尬地跑出了房间 阎舞台这边 那蓝星灿看着身前的横武平至金 突然抬起了枪头 可敢一试 随着他话音一出 周身磅礴的灵气瞬间涌现 场地外 八番尊者也望向了武蒙大长老 前言前辈 既然他们年轻人想要动一动 我们不妨要随他们的愿 如今 横武平至金这张底牌已经暴露 索性就物尽其用 可是可惜的是 没能将林墨引上钩 如此也只能废了这纳兰星灿吧 反正都是华国的年轻舞者 正好执行斩层计划 此时的轩元明只是轻松地笑了一笑 说完 他心中也是暗自比 真当得了阴山门名下 无鬼阴兵的秘书 就自觉天下无敌了吗 这纳兰星灿 可是华国顶级的天才高手 能与其争锋之人 不过一掌之数 光光一个横武平至金 显然是不够看的 见轩元明答应了自己的提议 八番尊者顿时面露喜色 我们自然不会建议 我们横武平至金 最不怕的就是车轮战 既然轩元前辈同意 那么也让彼斗继续吧 而擂台上的横武平至金 自然也没有任何的意见 第1032集 太弱了 阴急图腾 不仅能让宿主实力飙升 而且还能快速恢复自身的体能 虽然与竹叶青刚刚打过一场 但经过这短暂的修正 体能已经恢复到了巅峰 扭了扭咔咔作响的脖子 横武平至金舔了舔嘴唇 既然你想做林默的替死鬼 我便满足于你 华国第一世界的血 应该更加甘甜吧 说完 他便再次使用了那快到令人窒息的身法 而等他贴近纳兰兴灿之后 便想着用同样的方法对付此人 然而正当他来到纳兰兴灿的后背 还没来得及出手 一点寒芒便朝着他的眉心直击而来 这好快的反应啊 这一刻横武平至金也知道 自己这是轻敌了 脚下一点 他便想着与对方拉开距离 可他不清楚的是 长枪本来就是远距离的进攻兵器 拉开距离正好贴合对手的心意 眼见横武平至金后撤 纳兰兴灿自然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他 紧随而前 长枪的寒芒如同鱼点一般疯狂地刺向对手 而无论横武平至金如何闪躲 那凛冽的寒芒一直紧贴在他的身旁 丝毫不给其拉开距离的机会 即便他已经将身法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依旧无法甩开对方 久而久之 横武平至金的心绪也渐渐地烦躁了起来 然而他心一乱 脚下的步伐节奏也变得不再稳定 察觉到这微乎其微的发展 纳兰兴灿立马虚晃一枪 等到对方再次躲开之时 他用力挥动了点钢枪横扫而出 横武平至金也突然反应了过来 自己这是中了对方的计算 一时躲闪不及 直接被枪柄砸中了肋骨 巨大的力量直接令他五脏一味 喉咙一星 横武平至金 直接大吐鲜血 这个时候 纳兰兴灿也收起了长枪 原来你也不强嘛 只是靠着敏捷的身法压制住叶青 害我白白浪费了一次出手的机会 真是无趣 按照约定的规则 双方每位选手 无论输赢 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 而纳兰兴灿 原本也只是看不惯横武平至金 得势不饶人的举动 想要出手教训此人一番 没想到 竟然还破例了一次 然而令他失望的是 这横武平至金 貌似也没那么强 听到纳兰兴灿的嘲讽之后 横武平至金突然大笑了起来 这是你自找的 等林默回到赛场这边时 横武平至金正口吐鲜血 腋下的肋骨 呈现不规则的凹陷 看着十分甚人 只是令林默意外的是 即便受了这么重的伤 横武平至金 依旧像个没事人一般 而观战席上 八番尊者对于此人的惨状 没有丝毫的反应 因为他心里清楚 这个变态的年轻人 还没有到极限 阎武台上 横武平至金 死死地盯着那蓝星灿 虽然脸色苍白 但他眼神中 充斥着疯狂之意 扭了扭嘎嘎作响的脖子 星红的长舌 舔了一圈嘴唇 可惜了这么好的血液 感慨一声之后 他胸前的凶手图腾 四周的皮肤 再次呈现不规则的扭动 至于那勾勒图腾的黑线线条 也快速地向着全身开始蔓延 在数十万观众的注视之下 他的肌肉开始不断地膨胀了起来 而原本腋下的伤口 也在黑色线条的覆盖之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 看着这诡异的一幕 现场的观众顿感头皮发麻 这 这还是人吗 鬼知道呢 看着好吓人啊 对于他们的担忧 身旁的几位女孩顿时目留鄙夷 一群大老爷们 胆子竟然这么小 就不能学学我男神灿灿 你瞅瞅人家 再瞅瞅你们 就是就是 任何歪门邪道 在我家星菜面前 都将灰飞烟灭 老公加油 老公加油 疯狂地死周围的男同胞的同时 这群小迷妹们 再次开启了狂热模式 由于纳兰星菜与恒武平质金 距离最为接近 感官也是最直接的 感受着对方不断攀升的气势 他也收起了轻视之心 点钢枪几个回转之后 枪头直刺正前方的虚空 此时的恒武平质金 全身周围的扭曲也彻底结束了 原本瘦弱的身子 此时已经变得壮硕无比 而气势更是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来喽 纳兰家族的小帅哥 咧着血红的笑容 恒武平质金再次身形一晃 朝着对方直冲而去 此时的纳兰星菜 左手一拍枪尾 点钢枪便如同利剑一般 带着他正面迎敌 只是这次 恒武平质金竟然没有任何的闪躲 抬起硕大的拳头 毫无顾忌地砸向了枪头 等到双方交手到一起之后 预想中的血腥场面并没有发生 那恒武平质金的拳头 如同是钢铁浇灌的一般 与枪尖相撞 顿时擦出耀眼的火花 这一幕 惊得纳兰星菜都瞪大了双眼 只是 当他看到对方拳头之上 那交织得密密麻麻的黑色条纹 泛着光芒 他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这黑色的条纹不仅能提升实力 还有超强的愈合能力 最恶心的是 被覆盖的地方脆弱的人体竟然堪比钢铁 想到这里 纳兰星菜目光飞速扫视对方 意图找到对手的罩门所在 而横武平至今也清楚了他的意图 带着得意的神情 不屑的一笑 放弃这徒劳之举吧 我的阴急徒头没有弱点的 除非是绝对的力量压制 说着 他的身影突然消失 那速度快到连纳兰星菜 一时间都反应不过来 感受到背后传来的危机感 他直接转身将点钢枪横在了自己的身前 下一刻 磅礴的力量通过武器疯狂涌入了他的双臂 弓着身子 纳兰星菜一连后退了十几步 直到他调转枪头抵住地面之时 这才稳住了身形 只是当他甩了甩发麻的手臂之后 脸上突然露出了惊喜的神色 这样才对嘛 不然白白浪费了我一次出手的机会 就为了击败一个垃圾 就为了击败一个垃圾 我可真是要遗憾许久了 说完 他也不等对方回话 钢枪一抬再次冲了上去 而由于双方都是身法顶级的年轻高手 再次交手之时 枪芒与拳影竟然直接消失在了观众的眼前 唯一能见到的只有两道残影 相互搏杀而碰撞出的阵阵火花 好快的速度 林墨看着交战的双方 忍不住暗自的感慨 这样的出招速度 他自认为也能达到 但像这般连续不断的交手进攻 他自觉够呛 看来这五盟的换界活动 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想到这里 林墨的双目 也不由地燃起七代的火花 如此高强度的进攻与防守 自然也引得聂空明连连感叹 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了 想我在他们这个年纪 还整日无所事事 茫然思索着自己的未来 听闻此话 宣元明也是淡淡一笑 确实啊 看来我们这二十多年的坚守 没有白费 假以时日 他们这些年轻人 必定能扛起我们华国武道的大旗 原本我已经高估 纳兰家族的小娃娃 没想到终究还是嘀咕了呀 聂空明接过话语补充道 没想到这些老狐狸们 竟然将自己的天才精英 隐藏得这么深 若不是这次五盟换界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一代的年轻人 已经成长到了这种地步吧 说完 他便豪爽地大笑了起来 而外人并不知道 他们谈话的内容 看着两位大长老 突然发出的笑声 也是一脸的蒙圈 此间战场上的双方 也拉开了身形 当然这次 依旧是纳兰星灿 被对方击退 然而他的脸上 却是浓浓的兴奋之色 好久没有这么痛快了 再来 大笑一声之后 他又一次冲了上前 似乎有一种越战越勇之意 而在对面 横武平至今 带着残忍的笑容 拱了拱肩膀 痛快吧 等会我会让你更痛快的 说完 他五指一曲 黑色纹路直接蔓延出了身体 随后 食指尖头 便凝聚出了一片片锋利的刀状之物 第1033集 纳兰星灿获胜 交战数百回合 横武平至今也发现了 光靠速度上的笔斗 根本就奈何不了对方 而时间越拖越久 虽然体能一直维持在巅峰状态 但体内的阴煞之气 已经损耗了不少 这玩意儿补充起来 可是一件麻烦的事儿 索性的 横武平至今也不打算再耗下去了 此刻纳兰星灿 瞬间感受到了对方散发出来的杀气 哟哟哟 这是玩不起了 起杀星了 唉 我还没有打尽兴呢 绝对的力量是吧 不知道 这招你能不能扛得住 伴随着话音落下 他原本的嬉笑 瞬间消失一空 随之而起的便是浓浓的肃杀之意 迎龙杀 伴随着纳兰星灿的一声低喝 阎武擂台被灵力地扩散之下 以他为中心 四周瞬间掀起一阵大风 即便是擂台之外的林墨等人 此时一身长衣也被吹得嗖嗖作响 下一秒 但闻一声惊呼 竟然是白龙 胶着的战场之上 纳兰星灿一身白衣疯狂甩动 而在他的身体四周 一道三丈有余的白龙虚影 显现而出 围绕着他缓缓地游动 此时的横武平至近 面上也浮现出了凝重 在这源源不断的威势的冲杀之下 即便是他也不由地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 不能再隐藏了 短暂的思索之后 横武平至今也不敢再隐藏底牌 一碾一动 所有黑纹瞬间收回 疯狂地蠕动之后 直接在收起的双臂之上 盘起了两道脚蛇之兽 这一刻 他原本血红的双目之内 黑色瞳孔瞬间扩散 瞬间 他的眼眶之内变得漆黑阴暗 而且 他的脸颊似乎也因为承受不住这股力量 开始寸寸裂开 伤口之内再次冒起黑烟 等到双方将气势催动到了极点 一阵嘹亮的龙银之声 响彻了整个会场 战场之上的二人 没有任何言语 带着最强一击 直接出手了 而在所有人紧张的注视之下 银色长龙 与两道漆黑的脚蛇 迎面碰撞 哄 伴随着巨大的声响 硕大的阎武擂台 都出现了震动 岩石之间的缝隙 落下无数碎石与尘土 而这一动静 更是朕的现场观众 都忍不住地捂上了耳朵 一直等到声响落下 所有人这才放下了双手 看着擂台之上浓浓的尘土 众人再次紧张了起来 怎么了 怎么样了 谁影了 伴随着朕阵提问 漫天的尘土之中 一道身影倒飞而出 重重地砸落在地 而当看清身影的面容之后 现场海啸一般的欢呼声 瞬间掀起 赢了赢了 不愧是京都最帅的男人 啊 我老公真棒 参参万岁 参参 我爱你 伴随着朕阵欢呼声 沉悟之中 纳兰兴灿拖着点钢枪 缓缓地向着恒武平智金走去 来到其身旁之后 纳兰兴灿平静地说道 认输吧 你不是我的对手 此时 恒武平智金的右肩膀 赫然显露着一个拳头大小的空洞 而他本人的气色 也变得极度的萎靡 嘴里喷涌而出的血液 淹没了整张脸颊 而听到纳兰兴灿的话语 恒武平智金 凄惨地笑着 挣扎地说道 想让我认输 不可能 除非你杀了我 虽然不甘心 但不得不承认 眼前这位纳兰家的少年 确实强大的可怕 而说这些话 无非就是他最后的倔强了吧 身旁 纳兰兴灿听完他的话 淡淡地点了点头 那我便如你所愿 说着 他便调转了手中的点钢枪 做事要直接刺死刺人 台下的八番尊者 见到恒武平智金败北 原本还心有不愤 而当战局发展到了这种地步 八番尊者瞬间慌了神 住手 我们认输 我们认输了 恒武平智金要是出事了 他背后的恒武平家族 绝对不会放过自己 要知道 他们整个家族都将希望压制在了他的身上 恒武平智金一死 他们绝对会发疯 而这纳兰兴灿身在华国 背后又有第一世家座靠山 他八番尊者可没有 到时候 被那群变态的疯子找上门 即便是八番宗都保不住他 而当他开口认输之后 纳兰兴灿突然扭头 将目光望向了八番尊者 若是没有记错的话 八番使者 不是你说的吗 外人认输无效的 说完 长腔寒芒 朝着恒武平智金的咽喉 直接刺去 而这相距甚远 加上纳兰兴灿的出手速度 迅猛无比 他八番尊者即便有心搭救 也来不及了 伴随着长腔落下 只听得一阵挠心的摩擦之声 这时候 不少捂住眼睛的观察 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等到他们真睁开双眼之时 点钢枪并没有了结 恒武平智金的性命 那尖锐的枪头 只是刺穿了后者耳朵旁的地砖 他终究还是守规矩之人 他终究还是做不到 向他们窝国那边不要脸 耍了一个花之后 纳兰兴灿便不再理会 不死不活的恒武平智金 转身走下了擂台 而当他与林默擦肩而过之后 突然地说了句话 他们主要是冲着你来的 别给我们划过丢脸 也不等林默回话 纳兰兴灿静止做回了自己的位子 随后便必须调节自身的气息 而观其额浅不断冒出的汗珠 也不难发现 这一战对于纳兰兴灿来说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 此战落幕 观众席上的欢呼之声 久久未绝 然而华国的其他选手 坐席这边 却是安静的出奇 看来他们是受刺激了呀 观察到他们这边的形势 轩元明笑着说道 一旁的聂空明 接着他的话题说道 年少之人 自信满满 自然是好事 但自信过头 便是一种堕落 如今这样也好 最起码现在知道 人外有人 还为时未晚 轩元明也认同地点了点头 我们这一次的 五盟缓戒的目的 不就在于此吗 只是话说回来 这纳兰家的小娃娃 确实有些强得过分了 此话一出 周围几人也露出了认同的目光 唯有正前方 趴在栏杆上的小蛮不为所动 见到白衣少年 为华国的小姐姐报了仇 她开心地挥了挥粉嫩嫩的小拳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 接下来的几场比赛 窝国一方 好像就像是放弃了比赛一般 上场的选手 皆是那种专攻防御术的舞者 要不就是抗击能力极强的 至于单场的比赛时间 也被拉到了极限 完全就是在拖延时间 加上纳兰星灿与横武平至今 精彩的搏杀 之后的比斗倒显得有些索然无味 一连输了十二场比赛之后 在观众整齐的欢呼声下 第一天的赛程就这样暂时停止了 总的来说 华国还是收获满满的 光光这一天的约斗 就已经有十三座岛屿入障 日搏西山 演舞场众人也都渐渐散去 正当林默打算看看竹叶青的伤势之后 身后突然一道敲咪咪的身影 直接奔上了他的肩膀 林默哥哥 不是说好 今天你要上场的吗 小蛮可是等了好久呢 说着 小蛮便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听到此话 林默瞬间发觉了不对劲 自己可没说过 今天一定要上场啊 正当他满心疑惑之时 突然目光瞥到了小蛮身后的阿什纳 后者此时正暗啄啄地 给自己疯狂地使眼色示意 一时见 林默便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必定是这阿什纳 担心小蛮坐不住 故而才假借林默上场的谎言 让其乖乖地观看比赛 想到这里 林默也配合地暗中点了点头 将背上的小蛮放下来 林默刮了刮他的鼻子 这不是我今天没有机会吗 等明天或者后天看看吧 到时候 小蛮可一定要为我加油哦 不然我可能会失利的 第1034集 竹叶青脸红了 等到林默的邀请 小蛮瞬间露出了洁白的小虎牙 仰着头带着认真的脸色 他信誓旦旦地保证了起来 林默哥哥 你放心吧 到时候小蛮一定会为你加油的 林默面露笑容 揉了揉后者的头顶说道 那就好 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 等到满族感十足的小蛮 被其他洞主带走之后 阿史纳这才一脸感激地 来到了林默身前 林先生 这次多谢你了 你也知道 我们古墨大人 年纪还小 性格比较活泼 要是有办法 我们也不会保佑林默的名义了 得罪之处 还请林先生见点 对于小蛮的性格 林默自然也清楚得很 无妨无妨 小蛮活泼好动 也是为难你们了 对面阿史纳恭敬地说道 照顾公墨大人 是我们的荣幸 没有什么难为不难为的 而后他便话语一转 对了 林默先生 今晚你有空吗 不妨我们一起吃个便饭 之前古墨大人 一直受林先生照顾 而且若非先生保护 我们的古墨大人 当初可能就遭难 古尊毒手 所以想着 缠着这个机会 请林先生吃个便饭 以表我们一点点心意 林默想了一会儿 反正吃个饭 也耽搁不了多少时间 索性便答应了下来 而吃饭的地点 自然也就定在京都大酒店 与阿什纳约定好时间之后 林默便独自一人 去看望了一番竹叶青 怎么样了 有没有感觉好一些 听到林默的话 竹叶青站起身子 双手插在腰间 那是自然了 本小姐身体硬了 那点小伤 对我来说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看她已经能独自活动 回到自己的住所 加上现在这幅 生龙活虎的样子 林默也就放下心来 对了 今天白天的时候 你在休息 说你喜欢什么东西来着 在这京都之地 林默自认为自己 也算是半个东道主 竹叶青又帮了自己这么多 若是有什么想要的 她想尽办法 也要将其稿来 送给竹叶青 然而当林默提起 这个话题之后 竹叶青的脸颊 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什么喜欢 我什么时候说喜欢深了 林默只以为 对方想要推辞 追问道 你白天砸休息室的时候 明明就说了 放心 只要是你想要的东西 我会尽全力帮你实践的 说着说着 林默便察觉到了 竹叶青的异常反应 二话不说 林默直接探出了手背 贴在了后者的额头之上 怎么了 难道是旧伤复发了 脸色怎么那么通红 好疼 此话一出 竹叶青的脸颊 瞬间便变得通红 又你管那么多 老娘要睡觉 你快点走吧 林默看了看时间 耿直地问道 不对啊 现在才不到七点钟 你这么早就要睡觉了 这个时候 竹叶青气地直跺脚 咬了咬牙之后 他索性在林默的脚背 用力地踩了一脚 而后便将后者推出了院子 我说困了就是困了 你别多管闲事了 身体要是有任何异常 记得联系我 没等林默说完 身后的大门便重重地关上了 真是莫名其妙 带着一脸的疑惑 林默便兴兴兴地离开了 赶往了约定的晚饭地点 京都大酒店 等林默赶到之时 包厢已经订好 只是阿什纳那边突然打来电话 说是临时有事情 加上路上堵车 要晚些才能到 如此 林默也只能独自一人 端坐在餐桌之前 独自饮茶 然而还没等他端起茶壶 身后突然传来了嘲笑之声 哟哟哟 这不是我们的林医生吗 我们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听到这尖锐刻薄的女性声音 林默都不用回头 都已经知道了对方的身份 冤家 不至于 而且我也没有想到 今天这么倒霉 到哪都能遇到烦人的苍蝇 瓜田英小姐 你说是不是 都大冬天了 还有这么多苍蝇 真是讨厌的很 说着 林默头都不带回忆下 自顾自地倒上茶水 公海之行回来以后 林默发觉 这陌生女子对自己的敌意 出乎意料的大 索性她便找人调查了一番 了解完全因后果之后 林默也只能无奈地摇头 这还是扣盘子的本事 还真不是盖的 当初瓜田结识的死因 已经无从考究了 但绝对不可能是 死于自己配置的七步堂 但林默当初 只是废了对方的根基而已 当然 欲加其罪 何患无辞呢 对方这是铁了心 要将这个屎盆子 扣到自己的头上 林默自然也不会和对方客气了 身后 瓜田英也不傻 自然知道林默说的苍蝇 就是在暗喻自己 林医生不仅一树无双 这骂人不带脏字的本事 也是炉火纯青啊 对于对方的讽刺 林默根本就不在乎 喝下杯中茶水之后 他不耐烦地说道 行了 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和你们废话 这群人属实有些扰人 原本还不错的心情 渐渐的有些不美丽了 看来 你是忘了上次公海上 你那狼狈的模样啊 让我来给你回忆回忆 说完之人 正是天满公少公主 天满九级 之前他就被林默的朋友 气得不轻 怒火中烧之下 直接昏迷了过去 所以当瓜田英找上自己 打算先教训林默一番后 天满九级直接答应了下来 来到林默身前 他淡然一笑 下一秒 他周身阵阵迷香 散发而出 双目的瞳孔 也散发出淡淡的粉红色 而林默怎么可能 在同一个坑里跌倒两次呢 又是这种遮遮掩掩的低劣手段 你们还真是死心不改啊 狗改不了吃屎 紫华不仅仅是在骂天满九级 同样 他身后那十几名同伴 也一同被带了进去 我就说了 不要和他废话了 上手直接揍他一顿就行了 对啊 只要不杀了他 武蒙最多也就呵斥我们一顿罢了 在横武平川 横武平原两兄弟的一昌一和之下 其余同伴也觉得他有些道理 盯着林默 几名窝国选手便要上前动手 看着这几人的这番动作 林默扑斥一笑 你们这是打算人多欺负人少吗 瓜田英面带讥讽地说道 对了 我们今天就是要人多欺负你人少 上次他公海 还是你运气好 今天这顿毒打你是少不了的 你该庆幸 你现在是在京都 正当他得意满满地嘲笑之时 人群之后突然传来了动静 哪来这么多小崽子当怒 在苗江七十二位洞主的跟随下 小蛮一蹦一跳地来到了京都大酒店 还没走进包厢呢 便看到外门围惧的这群窝国年轻人 而透过人群望去包厢之内 林默已然到场 如此场面不用多想 阿什纳瞬间心中有数 肯定就是这群窝国人想要找林默的麻烦 此时听到他们的对话 小蛮原本的笑容突然凝聚了起来 阿什纳察觉到古墓大人的变化之后 先是向着其他动主点头示意 而后才走上前头 哪来这么多小崽子当怒 而随着他故意地提着嗓门的一声大吼 窝国这群少年也是被吓了一跳 等到转身之后 只见那一位位身着蛮衣受服的七十二洞主 正面色不善地盯着自己 此时瓜田英也是脸色一沉 同时内心暗自责骂 那群废物 之前还信誓旦旦的保证 一定会拖着苗江这群蛮子的 没想到对方这么快就赶过来了 如今既然这群苗江洞主已经赶到 想要群殴临没的计划显然是行不通了 想到这里瓜田英也只能放弃 打算带着同伴离开 等待下次的机会 然而还没等他开口 横武平川便走到了同伴前头 挡路 就你们一群山里的野人 也配让我们挡路 识想的就给我死一边去 而在他的身旁 横武平原已经跃跃欲试 已然做好了随时干架的准备 第1035集 紫藤媚胡出面 瓜田英看着这兄弟俩的背影 也只能无奈地单手拍着额头 果然横武平家族的人都是疯子 对方数十人可都是苗疆的高手 光靠自己这几人还不够对方热身的呢 而这横武平川竟然还要上前挑衅 横武平君 这次算他临摹运气好 我们下次再说吧 走上前 瓜田英轻声地在两兄弟耳旁提醒道 然而这样的举动换来的却是两兄弟的不满 瓜田英 我就说直接动手就行了 搞这么多花花肠子做事 你们这不是还没有拖着他们吗 横武平接过哥哥的话 就是直接动手盘里摸一顿就行了 打得他生活不能自理便好 万万没想到 猪队友竟然就在自己身边 刚才几人不理会这群苗疆高手直接离开 对方想来也不会多为难自己 现在好了 随着他们两兄弟说完 阿什纳直接拉下了脸色 我就说嘛 今天出门走到哪里赌哪里 原来是你们做的好事啊 还想动我们李某先生 问过我们没有 话音一落 七十二洞主气势一发 各色蛊虫腾空而起 磅礴气势如同山岳一般 直接压得瓜田英众人呼吸一致 加上那冰冷的沙气席卷而来 令人如同身坠冰枯一般 此时的瓜田英只想掐死横武平氏族的兄弟俩 好好地离开不行嘛 偏要作什么死 更令他难以置信的是 身前的兄弟俩虽然已经被对方的气势压得直不起身来 但双目之中依旧充斥着火热之情 看着架势随时又冲上去干架的冲动 此时瓜田英只能暗自乞讨 这两个疯子不要冲动 这群苗疆的野人要是眼一红 这暗中对乙方这群人下骨 那真的是生不如死的痛苦 想想就令人发毛 只是这兄弟俩明显是没这方面的觉悟 就在场面紧张至极之时 远处的长廊之上 一道红衣高叉女子 扭动着风鱼的翘臀 缓缓地走来 来到这群窝国少年身前 他裹了裹肩上洁白的雕容 看样子是想将胸前 那深不见底的深渊掩藏起来 此人正是天满宫长老 紫藤媚胡 各位苗疆前辈 何来这么大的火气 都是一群不懂事的小屁孩而已 紫藤媚胡得知自家少公主 打算对付林墨之事 为了保其安全 便暗中跟上几名少年 一同进入了酒店 只是等他来到这层楼之时 就看到了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 竟然敢跟苗疆对质 于是乎 他不再隐藏自身的踪迹 别人死活他可以不管 但自己少公主有危险 他自然需要出面保护 而伴随着紫藤媚胡的话语 场面上渐渐飘荡起了一阵 微弱的清香 闻到这个味道 林墨嘴角微微一抬 又是上不得台面的魅术 随即他便看向了苗疆那群 洞主们的反应 要是连这样的招式都招架不住的话 林墨就要考虑小蛮在苗疆的安全保障了 即便小蛮的自身实力 已经强到吓人 只是他也是终究多心了 从出生之日起 这群洞主们就已经生活在苗疆 早晨起来吸一口瘴气提身行脑 晚上尝一口毒气 安生助眠 这样的生长环境之下 自身的抗毒属性早就点满了 故而紫藤魅狐这借助香味施展的魅术 对他们根本就起不到一点的作用 而且在阿史纳的眼里 性感妖娆的紫藤魅狐 还不如自己母系的银蝉迷人呢 抽了抽鼻子 阿史纳不屑地一笑 那些爬门左道的手段 就不要拿出来丢人泄眼了 识相的话 就赶紧带着这群小鬼头离开吧 今天我们宴请贵客 不想多生事端 算你们运气好了 说真的 他的语气也渐渐地阴沉起来 听闻此话 紫藤魅狐虽然脸上有些挂不住 但对方毕竟人多是众 若是争斗起来 且不说能不能抵挡对方数十苗疆洞主的进攻 到时候 能不能护着自己少公主安然离开 都是两说 这个时候 自然不是争面子的时候 想到这里 紫藤魅狐便朝着身后几名晚辈 试了试眼色 示意他们先离开 可是 他虽有心退让 两个愣头青 确实投铁得很 紫藤长老 我们怕他们做事 我们神国武士 何来畏惧之情 还没等他哥哥说完呢 横武平原便补充道 没有人能侮辱我 横武平士族之人 先干翻他们 然后再宰了林沫 话音一落 兄弟二人周身瞬间黑气直茂 而此时的紫藤魅狐 注意力一直都集中在正前方的阿史纳身上 根本想不到 身后的这两位愣头青 竟然直接朝着林沫冲了上去 见此一幕 瓜田英想死的心都有了 原本带上横武平兄弟 纯粹是看中了他们的超强实力 谁能想到 他们不仅实力超强 还不要命呢 如今好不容易有脱身的机会 这俩憨批竟然直接动手 激怒对方 诸队友 只是他内心无论怎么咒骂 一切都已经发生了 至于那兄弟二人才刚刚冲上去 下一刻 两人便以更快的速度 直接倒飞而回 重重地砸在墙壁上 砸下一个大坑之后 兄弟二人口吐鲜血 缓缓落下 看着眼前这道背影 林沫心中也有些诧异 当初广省见到这阿史纳的时候 虽然一直没有过交流 但林沫也看到过此人出手 相比于之前 这阿史纳的实力 竟然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林沫唯一能想到 促使他实力大涨的原因 也只有苗江古墓地回归了 此时 紫藤魅狐看着横武平兄弟二人 那被踹得凹陷的胸口 紫藤魅狐的心中一寒 这俩疯子真坑人 还好没事 不然他回去都不好 向他们的家族长辈交代 而他一时气不过 竟然头脑一热 直接将气撒在了阿史纳的身上 这位前辈 你这下手是不是有点过于重了 毕竟他还是两个孩子呀 阿史纳看着对方的嘴脸 脸上的讥讽之意正浓 哼 既然你们自己管教不好晚辈 我只能勉为其难 帮你们管教管教 只是等到说完之后 横武平两兄弟相互对视了一眼 随后抹干净了满嘴的鲜血 我横武平的弟子 还轮不到你一个山里的野人来管教 你不过是想护着林墨罢了 但你只护对了一时 护不了一世啊 林墨杀我神国多名同胞 这笔账我们一定会帮他算清的 林墨你就等着吧 很快我们就会取下你的狗头 祭奠我逝去的同胞的 直到此时 瓜田英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自己上门约上他们兄弟俩的时候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直接答应了 原来他们的目的竟然是直接杀了林墨 这可是京都啊 而且林墨还是新一届的医生 要是真被这俩兄弟得逞了 他们一起来的人 没一个能逃得过武盟的追责 果然 横武平氏族都是疯子 此话一出 阿什纳眉头脸色一凝 然而还没等他开口呢 便突然后背一凉 紧接着原本趴在他肩头的银色骨蝉 身子不住的抖动 源源不断地向阿什纳传递着害怕的情绪 阿什纳 将那两个人给我留下来 听到此话 不论是阿什纳 还是其他几名洞主心中一领 小蛮虽然贵为苗疆古母 但对于他们这些洞主 一直都是尊敬有加的 如今古母直呼阿什纳 他们瞬间便明白了 古母大人这是真的动怒了 有记得上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还是因为全部武装的偷猎者 打死了古母大人的爱宠黑豹的伴侣 至于后来 那群偷猎者的下场 自然是凄惨无比 如今 见到古母再次发怒 阿什纳自然不敢有丝毫的犹豫 以极快的速度 奔向了横武平兄弟 第1036集 恐怖的小蛮 见事态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紫藤魅狐也只能暗乎倒霉 当然 他也不可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两位愣头青 被对方直接拿下 迎着直冲而来的阿什纳 紫藤魅狐抬手便是一掌挥出 打算逼退对方 可就在此时 他周身所有的寒毛 瞬间炸裂而起 一股恐怖的令他身子都不住颤抖的力量 带着排山倒海之势 朝着他的侧身猛然袭来 没有任何的招架之力 他整个人如同狂风残液一般 重重地撞上了走廊的墙壁 挣扎着这浑身的剧痛 紫藤魅狐艰难地扭过了头 此时的72动主 已经让出了一条通道 此时 只见一位双目泛着金光的小女孩 正缓缓向他走来 你想要拦我 冷漠的语气 蕴含着浓郁的杀鸡 苗江国母 看清对方的面容 紫藤魅狐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随着眼前的小女孩越走越近 紫藤魅狐只感觉四周的空气凝湿成形 恍若一座囚龙 不断地朝着自己挤压而来 之前由于一众洞主 挡住了小蛮的身影 导致紫藤魅狐根本就没见到小蛮 假之他始终想不到 在这样的地方竟然能见到苗江的古母 那可是世界级的强者 早知如此 他说什么也不会那么多废话 直接带着自己的少公主逃离此处了 带着严肃的神色 小蛮身后一只血红的六翅骨蝶 悄然而现 在这一刻 在场的七十二洞主纷纷单期跪地 致以苗江崇高的敬礼 即便是相隔甚远的临摹 此时也感觉到了一阵莫大的压力 体内灵气的流动都不由地缓慢了下来 相比于最初小蛮刚刚激发体内的古母 如今他的本命蛊虫 不仅金芒更加的凝视耀眼 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且单单从气势上来说 已经强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而在小蛮这边 随着他每踏出一步 紫藤魅狐的脸色便苍白几分 当双方相距不足半丈之距 紫藤魅狐的鼻腔在强大的威压之下 已经渗出了淡淡的血丝 看着地面上的妖艳女子 此时的小蛮眼神之中 没有丝毫的神色 如同一尊杀神一般冷漠万分 等路者 死 话音落下 伴随着小蛮缓缓地伸出右手 无形的力量瞬间牵动 而被阿什纳擒注的横武平兄弟 直接凌空腾飞 在这一刻 林墨顿感无形的压迫压至全身 即便是站在人群之外 那恐怖的力量 都不由地令人窒息 林墨顿感事态不妙 这是要动手杀人的节奏 小蛮 听手 伴随林墨的一声喝止 小蛮原本握拳的五指 突然一掷 停在了半空 可即便如此 那横武平兄弟的四肢 已然被扭成了麻花 情急之下 林墨静止穿过人群 京都不准杀人 这是武蒙敲死的规矩 容不得任何人破坏 倘若现在了结了二人的性命 难做的只有武蒙 而等到林墨来到人群之前 想要继续上前之时 一股无形的力量 顿时将它推了回来 似乎察觉到有人靠近 身前那道娇嚣 却又杀意纵横的背影 突然转过了身子 而那双冷漠的眼神之中 此时已经看不到任何的感情了 恍若一尊人间杀神 即便是林墨 与其对视之时 都忍不住地打了一个冷战 下一秒 林墨的眼前突然出现一道 气势滔天的奔涌血海 而他的神志也渐渐陷入模糊 正当他即将沉沦之时 林墨的脑海之中 一个金色字体猛然乍现 而在他眼前的血和幻境 也都消失一空 虽然一切不过眨眼之间 但林墨清醒过来之后 忍不住地开始大口喘气 好可怕的杀气 竟然能直接影响人的意识 而在林墨身旁 半跪于地面的七十二洞主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更不用说 正面面对小蛮这恐怖杀气的 紫藤妹胡 与横武平兄弟了 一人蹊跷流血 死死挣扎 二人倒地不起 生死不知 咬了咬牙 林墨强撑着昏昏欲睡的意识 大喊了一句 小蛮 等到武蒙与窝国众人 赶到酒店之时 小蛮已经恢复了神志 场面之上 依旧残存着淡淡的杀气 此时的他 对于刚刚发生的一切 浑然不知 只是将头埋进林墨的胸膛 一边哭一边道歉 林墨哥哥 小蛮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听到的 他们说要杀林墨哥哥 我就莫名其妙地又失去了知觉 抱着小蛮 林墨温柔地拍打着他的后背 小蛮乖 小蛮不哭 哥哥知道 小蛮是为了保护哥哥 而等到林墨安抚好小蛮的情绪之后 后者似乎使用灵力过度 此时已经睡在了林墨的怀里 只是脸上还残留着清晰的泪痕 由于此事涉及人员身份特殊 武蒙刑罚长老胡长老 亲自带队前来 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 他带着不悦的神情 怒斥了一番 若是林墨有罪 请你们拿出证据 即便他是医生 我们武蒙依然会按照规则审判于他 记住 这里是京都之地 武蒙的规则不可破 再有闹事者 扰乱秩序者 严惩不待 说完 他便大手一挥 怒气满满地转身离去 而当胡长老走到林墨身旁之时 突然压低了声音警告道 你已经是有家事之人了 我希望你离我孙女远一点 留下原地一脸蒙圈的林墨 胡长老这才带着一众执法者 消失在了走廊尽头 至于闻讯赶来的八番尊者 也自知是自己一方理亏 毕竟是这两位半死不活的愣头青 挑事在先 带着杀意 他憋了林墨一眼之后 未多说什么 命人将倒地不起的三人带走之后 八番尊者也就离开了 林墨先生 不好意思 原本是想请你吃饭打血的 没想到遇到这一档子事 面对阿什纳的道歉 林墨只是淡淡地摇了摇头 此事主要怪我 他们主要也是冲着我来的 对了 小蛮什么情况 经历过刚刚的事情 此时的林墨心中也不免有些担忧 虽然说实力暴涨 对于小蛮来说是件好事 但是小蛮刚刚的那副杀鸡四起的模样 完全就像是变了个人一般 此时阿什纳耐心地解释道 这主要是因为 古墨体内的蛊虫太过强大 加之古墨大人严谨尚优 林墨先生也知道 我们苗将蛊虫的起源 作为万古之王 古墨体内已经进化成 六吃嗜血蝶 就怎是善了呀 即便这嗜血蝶 无以伤害古墨大人 但其天生而来的嗜血杀意 依旧会或多或少地 影响古墨大人 当然林墨先生不用担心 嗜血蝶 运不活得古墨大人的身体 或者精神有什么损伤 只是这种力量使用过度 会让古墨大人脱离 休息之后便无打扬 并且这种情况 也会随着古墨大人长大之后 就会渐渐消失的 毕竟蛊虫与宿主 本就是同生共死的存在 听到这里 林墨也就放心了 若是这六吃嗜血蝶蛊虫 将小蛮改造成杀人狂魔的话 他林墨就算想尽办法 也要将其从小蛮体内移除 只是当他打算将小蛮交给阿什纳之时 后者即便是睡着了 小手依旧死死地 传着林墨的衣领 如此 林墨也只能跟着七十二动主 一同回到了休息的地方 至于晚饭一事 也因为窝国众人的捣乱 泡汤了 回到谢家安排的据点 怒气满满的八番尊者 回头一脚直接踹飞了瓜田鹰 谁允许你 审作主张的 对面瓜田鹰落地之后 突然捂住胸口 擦了擦嘴角的血液 八番尊者 晚辈知错 八番尊者冷哼一声 而后便转过了身子 要对付林墨 我们自然有办法 还不需要你这个小辈来冲灭 看在你们瓜田家族的面子上 我不追究你的责任 不管你自己做好心理准备 恒武平时族那边 先是蛇的家族最强天才 现在两位精英弟子 又因为你的果实 死尽费 你祈祷瓜田家族 能保下你吧 说完他便直接离开了 第1037集 为了荣耀 独留半跪余地的瓜田鹰 满脸的茫然 后悔 他自然是满心后悔 原本他也只以为 苗江那些高手宴请林墨 只会为了借助后者的 医圣关系 从而来打开 苗江对外的草药贸易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那苗江古墓与林墨的关系 竟然如此要好 若是知道这层关系 打死他 也不敢当着苗江古墓之面 招惹林墨的 当然 他最后悔的便是找上了 恒武平家族那两位疯子 若是没有他俩 事情也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 现在好了 不仅林墨丝毫未损 两个疯子算是彻底废了 最主要的还是 这件事情还不算完 他们背后的恒武平 自身背后的瓜田 以及海东之王都不会轻易地放过他 想到这里 瓜田英只觉得头痛欲裂 若是处理不好 他便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该死的林墨 我瓜田英 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出来京都之前 他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惯以瓜田家族女中英才 追求者趋之若鹜 手下更是统领上万地抱走一族 如今呢 已然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棋子罢了 而这一切 还都是因为那个叫做林墨的少年所赐 脑海中再次浮现那可恶的面容之事 瓜田英的银牙 直接咬得嘎嘎作响 另一边 八番尊者回到房间之后 直接坐到了桌旁 仰头将杯中的茶水一饮而尽之后 五指一念 手中昂贵的青花慈杯 瞬间四分五裂了 都是一群大船猪 公海执行后 瓜田李诗仁的执行人的身份被撤销了 而他背后的八番宗花了大力气 将他八番尊者推上了执行人之职 目的就是想要从中获得名誉力 现在好了 出师未竭身先死 不管此事成与不成 他这位执行之人 无论如何都逃不过瓜田家族 横武平以及天满宫 还有金刀笔罗的追究 而这一切的源头 都是因为猪队友们的擅自决定所导致的 越想越气之下 忍不住用力地一拍桌子 而在此时 一道身着青纱 身材风鱼的女子漫步而出 随着他轻柔的步伐 那纤细的腰身 丰满的双风 以及那挺拔的蜜桃 在薄薄的青纱之下 若隐若现 宝贝 你这是怎么了 谁惹得你这么大的火气啊 说完 他便将整个身子 贴在了八番尊者的后背 你可是吓着奴家了 不信你摸摸看 人家的小心脏 都被你吓得砰砰直跳呢 说着 女人轻轻地对着八番尊者的耳垂 吹了一口热气 原本就火气正旺 此时被这么一撩拨 他哪里还忍得住 猛然站起身子之后 他便将身后的女子 按在了桌上 一瞬间 谜谜之音充斥了整个房间 发现完怒火之后 八番尊者心中的烦闷 也减轻了不少 整个人顿感顺畅 等起身穿上裤腰带的时候 身后那洁白的桶体 此时满脸红月 八爷 你可要了奴家的小命了 说完 他那狱卒便伸出了被窝 而后贴着八番尊者的背脊 一直滑到了腰部 只是正当他打算将足坚 往后者的身前探取之时 八番尊者突然捏住了他的脚踝 乖 别闹 等我忙空来 再来喂饱你这个小妖精 说着 他便在女子的脚背上 重重地亲了一口 这才起身离开了房间 而在大门关上的那一刻 原本床上痴迷的绝美女子 欲求不满的脸色 突然转变成了厌恶 当然这一切 八番尊者并不知道 等他来到议事厅 除了几名重伤的同伴 其他几人纷纷到场 今天比赛的连连失败 显然给了他们沉重的一击 横武平至今这样的顶级高手 都败在华国同辈之人的手上 他们这些人就更不必说了 察觉到少年们低落的情绪 八番尊者语重心长地安慰道 很失落吧 确实我也很失落 像我在出发之前 便和卧室会长老们 信誓旦旦地保证 这次行动 必定圆满完成任务的 可是 我们都辜负了神国的宠教 原本变低落的气氛 此时也变得更加的消沉 我们并非不如他们 我们神国的爵士天才 完全可以碾压他们华国的同辈之人 只是他们有耿重的使命需要完成 而你们也有自己的使命 如今神国的荣耀 皆在你们身上 说到这里 他身旁的助理便取来一个大箱子 这话明显就是对着在场的年轻人所说的 而当他们听到荣耀二字之时 眼神之中的光芒 突然变得炙热了起来 这刻 原本安静的场面 也顿时变得躁动了起来 尊者大人 我愿意 我愿意奉献出我的一切 说着 一名武士会精英少年 缓步踏出 而有了第一个人带头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人群 至于那些隐宗弟子 以及世家弟子 带着满腔热血 正要抬步向前 身旁的长辈们 却突然出手将他们阻拦了下来 等他们一脸疑惑地扭头望去之时 后者暗中朝他们摇了摇头 此时八番尊者再次开口 这里是我神国最新研制的 五神药剑 只要服下之后 一个小时之内 会让你们的实力 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然相应的 此药的副作用也是极强的 很有可能对你们的身体 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你们都是我神国的未来 我希望你们考虑清楚 再做决定 说完 他便不再言语 只是静静地看着身前 这群满腔热血的少年们 将选择权留给了对方 而仅仅只是安静了十来秒钟 其中一人二话不说 上前便取出了一支药剂 紧紧地存在手中 随后第二人 第三人 一直到所有的药剂 被取之殆尽 依旧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员 因为犹豫 而错过了这次机会 将来你们也知道 这是要用在什么地方了吧 明天 神国的荣耀 就要靠你们自己争取了 在八番尊者一顿宣言之下 少年人带着沸腾的热血 离开了会议厅 至于那些长辈们 则与八番尊者相视一对 而后便默契地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无声告别 会场又回到了最初的冷清状态 刘勇军 让你久等了 八番尊者对着空荡荡的环境 问候了一句之后 竟亲自起身 而当他将桌上的茶水针满之后 一道黑影贴着会场的角落 迅速闪到了茶桌之前 尊者客气了 说着他便端起了盗满七分的茶杯 一饮而尽 而后便带着满头的虚寒 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之上 若是可以 我是真的不想来华国了 听到他的抱怨 八番尊者并无多大反应 只是轻巧地奉承道 刘勇军辛苦了 不过华国有个词说得好 叫做能者夺劳 看见整个神国 忍术一道 能与刘勇军比肩之人 不过三两之处 此时 若是刘勇都完成不了 那我们五十回的长导们 就真的不知道 该找谁了 说着他便再次为对方 珍满了茶水 外人或许不知道 但八番尊者 对于这刘颖白斩的身份 可是知晓得一清二楚 这刘颖白斩本名 瓜田岳不斩 此人不仅仅 还是瓜田家族的暗卫首领 更是武士会情报社的副社长 双重身份之下 他既是效忠于瓜田家族 同时也为武士会服务 简单来说 他便是武士会的眼睛 执行任务的同时 也负责监察 其他窝国人员的行动 当初瓜田李世仁任务失败之后 遭受到了严苛的惩罚 这其中便有此人的影响 这样的人 八番尊者自然是保持着满满的敬意 而此时刘颖白斩 面对八番尊者的夸耀 也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你很不错 你比那个李世仁会做人 也比他会做事 听到此话 八番尊者瞬间放心了不少 此次行动才刚刚开始 他就已经牵扯到了不少事情 不指望对方能为自己在武士会美颜 只求不要落井下石便可 第1038集 第二日赛城开幕 刘英俊 我想我笨手笨脚便好 对了 刘英俊此行任务还顺利吗 作为宗门的核心人物 对于其中一些密室也是了解一二 当然 刘英白斩也知道这一点 手指捏了捏茶杯之后 他没有刻意地隐瞒 亦或者透露多余之事 只是缓缓地叹了口气说道 白家那个老不死的 警惕得很 自从上次打草惊蛇之后 他不仅一直镇守在家族之内 白家守卫安排也变得严密起来 想要潜入其中还是有点困难 当然 困难并不代表不可行 刘英白斩完全有信心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这世界上还没有他刺探不到的情报 八番尊者听完只是淡淡一笑 丁阳军 不用着急 不过是小小的崴角而已 以军的实力完成任务 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再说了 阻挡我们神国计划之人 唯一的下场 也只有死路一条 说到此处 二人似乎是默契地想到了什么 对视之下 双方顿时豪爽地大笑了起来 只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是 房顶之上 一道黑影此时死死地 趴在瓦片之上 若不近距离细行观察 这黑影如同是一具尸体一般 周身没有任何的生气可言 另一面 白面狼听着手下带来的武蒙的赛事 平静的脸上 虽然没有任何的波动 但那若有若无的杀气 完全足够体现他此时的心情了 盯着那个恒武平之精 记住只是盯着而已 无论多好的机会 都不要对此人动手 听说此人是个疯子是吗 刚好的 我就喜欢疯子 赶伤我的师妹 我要让他亲自明白 什么才是人间炼狱 说到此处 他缓缓地张开嘴巴 只是 当他伸出舌头填直嘴唇之时 便能清晰地看到 那腥红的长舌 舌尖已经出现了分叉 看着甚人万分 另外 往后让所有的案子 全部折扶住 需要的时候 我会说的 话音落下 常温恭敬的行礼之后 慢慢退出了房间 第二天一早 来到盐舞场的观众 竟然比昨天的更加的多 太阳还没有升起 观众席上已经坐无虚席 在数十万双期待的目光之中 比赛时间悄然而至 由于昨天一直被小蛮拽着 林末整整一个晚上 都陪着这位古母大人 哈欠连天之后 他被兴奋的小蛮 拖着进入了盐舞场内 这样的一幕 自然也引来了众人的侧目 苗江古母的地位 自然不用多说 不仅仅是武蒙四辈大长老之一 手下更是指掌 苗江十万大山 千里疆域 这样的人 竟然与林末如此要好 已然引来了众人的酸味 而在长老观战席那边 武僧渡厄犹豫了许久之后 还是下定了决心 恭敬地朝着师尊苦致说道 师父 妥儿今日也想上台 与窝国的同辈之人较量一番 说完后他便面带期待 等着后者的答复 过了许久之后 一直闭目默念经文的苦致大师 这才缓缓睁眼 今日杀气过重 不可沾染其中因果 此话一出便是直接代表了拒绝之意 虽然有些失望 但杜厄也只能乖乖地握着奇眉棍 退到了师尊的身后 至于一旁的玉树真人 则是诧异地看了苦致大师一眼 确实 前几天前来参加武盟换届活动之前 他特地使用了慈航斋后院的玉兰古术 预测了一番此次武盟大赛的运势 而得到的结果 只有几片发红的落叶 没想到这苦致大师 竟然也能有如此能力 看来几年不见 这秃子的道行越发高深了 而随着赛城即将开始 在林末的劝说之下 小蛮只能不情不愿地 松开了林末温暖的手掌 在阿什纳的带领之下 来到了长老观战席 等林末刚刚落座之时 隔壁一位长相憨厚的少年 主动来到了林末的身旁 一见面 他便抱拳说道 林圣一 久仰大名了 面对着陌生人的招呼之举 林末也客气地站起了身子 你好 我们之前认识 听到他的疑问 憨厚的少年挠了挠头 没有没有 俺叫杨狗盛 初次见面 似乎是觉得自己的名字格外有特点 自我介绍完后 他更是介绍起了名字的出处 俺娘说名字越丑 阎王越嫌弃 所以就给我取了这个名字 林末看着对方这憨厚纯实的模样 也是微微一笑 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此人不会无缘无故地找上自己 带着疑惑之情 他开口问道 在下林末 不知杨 杨兄弟有何吩咐 这名字属实有些难以出口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俺娘早年因为寄牢成疾 这些年一躺下就咳嗽 去了很多大医院 那些黑心医生 都说俺娘是肺牢 已经到了晚期 没得救了 说到此处 养狗圣的眼眶 也渐渐地红了起来 所以俺听到 你是我们华国新晋的医生 便从翻阳省来找你了 想着 你既然是最厉害的神医 应该有办法救救俺娘的 听完对方的话语 林末大义也明白了 这养狗圣的目的 千里复经 为母寻医 倒也是一片赤诚孝心 没问题 过几天 我正好也要途经南京 到时候 我也可以顺道看看 你母亲的顽疾 听到林末答应之后 养狗圣激动地抹了一把 眼角的泪珠 而后激动地伸手 紧紧握住了前者的双手 林医生 真是谢谢你了 他们都说 医生出手 必定要到病除 这些 阿娘可有救了 此时林末倒是有些汗颜 医生出手 要到病除 这是哪里传出来的谣言 当然 这并不影响林末成全对方的孝心 而且从医之人 不就是为了去疾消病吗 而养狗圣这边 一顿手舞足蹈之后 又转身跑回了座位 从破旧的背包内 拿出一捆包扎整齐的损肝 之后他又跑了回来 将其硬塞到了林末的手中 林医生 这是一点新意 这些年 家里的积蓄 都给阿娘看病了 不过 你放心 以后我多打黑拳 一定会凑上医药费的 憨厚纯正之人 没有那么多心思 林末也看穿了这点 看看对方脚上那双 已经出现破洞的鞋子 便是很好的体现 抛了抛手中的笋肝 林末哈哈一息 医药费这就够了 而当养狗胜争辩之时 场地之上 比赛的钟声已然敲响 带着焦急的声色 养狗胜也只能 信信地回到了座位之上 窝国一方 八番尊者看着 华国这一众稳如山岳 自信满满的天才少年 脸上的冷笑不止 听到这样的安排 这位武蒙精英弟子 点了点头 而后静止走上了炎武台 当然他也是完美执行了命令 仅仅不到五十个回合 便被对手一拳击中 而后直接认输了 窝国第二人上场 依旧是同样的方式 几十个回合之后 便直接投降认输 可以的 准备就绪 此药只能维持一个小时 你们只要有机会 找准对手的根基 非得他们便可 记住 我要赏人性命 此时一名窝国少年 抽出了怀中的药品 在同伴的注视之下 仰头直接灌了下去 短暂的等待之后 此人浑身的肌肉 瞬间凝视膨胀 一根根青筋 如同树根一般 攀附于皮肤之下 感受着这种 突如其来的力量变化 这名窝国少年 忍不住痛快地呼了一口长气 爽 尊者大人 我保证完成任务 说完 他便直接跃上了舞台 此时的对手 也还是一名省级代表 由于之前两局 见对方似乎 已经没有高手再出 想着这群 窝国人的高手 已经在昨天消耗殆戒 于是乎 他便上台 准备一盏雄资 只是 当裁判比赛开始的指令一出 他便刚准备动用招式 窝国少年 便一个剑步直冲而来 那快捷的身法 令他根本反应不过来 下一秒 他便感觉 小腹之处 传来了撕心裂肺的疼痛之感 第一千零三十九集 鸡毁丹田 一招 仅仅只是一招 这名肌肉膨胀到畸形的少年 便直接击败了对手 此时 刚刚还处于欢呼情绪的观众们 突然沉寂了下来 一时间 他们都无法分辨 究竟是窝国少年太强 还是乙方的选手太弱 此时 八番尊者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很好 做得不错 要进过完之后 会有很强的副作用 你下去休息吧 说着 他兴奋地拍了拍参赛者的肩膀 感谢你 守护我神国的荣耀 此时之后 我会如实 向吴师会回报的 双重糖衣炮弹之下 刚刚鄙视完的少年 带着激动的神色 被窝国的几名神医 带到了休息室 而当那名昏迷的华国选手 被担架抬出去救治之时 林默突然看到了此人的伤口 丹田 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一时间 林默的思绪也陷入了沉思 之前对方输得似乎太过随意了 而后又派出了实力 这般强劲的选手 就好像是故意麻痹对手一般 毕竟输赢一场 便是一座岛屿 加上昨天他们故意拖延比赛时间 林默总感觉对方有什么阴谋 之后的几场比斗 更是印证了林默的这一想法 窝国一方的参赛者 几乎都是以碾压之势 一一击败了对手 并且下手的方式 也是惊人的一致 击中小腹的丹田处之后 几名华国参赛者便倒地不起 如此强盛之势 一时间竟然压得华国一众参赛者 畏惧了起来 从这点上来说 聂空明与宣明两大佬的决定 是没有错的 缺乏了血性的历练 许多人虽然武道造诣高深 天资卓绝 但终究信心不足 强者之心不够坚定 当然 乌国一方的小动作 他们也看在了眼里 而看到对方的 一位位气势异常的参赛者 宣明总感觉有些异常 但又说不上来 总觉得有些别扭 大分使者 毁人丹田 如谋人性命 你这些参赛选手 是否有些过分了 按道理来说 赛前已经定好的规定 只要不伤人性命便可 但这机会丹田之举 又与杀人有何意呢 这些可都是华国的未来 见到几人被抬下台之后 宣明不由的心疼 而八番尊者听到他的质疑 也只是无奈的摇了摇头 宣明前辈 您也知道 擂台之上 玄角无眼 他们年轻人下手 又没个情重 我只能好好告诫他们一番 话虽漂亮 但其中得意之情 已经不加掩饰了 这完全就是一副胜利者 高高在上的模样 面对这种无赖的说法 宣明也无力反驳 对方确实说的也没问题 想到此处 他只能暗自吩咐 让几方这群年轻人 注意安全 比赛依旧在继续 怎么 没人敢上场是吗 堂堂五道发源之地 难道已经没人了 要是如此 你们直接认输就得了 何必这么浪费 大家的时间呢 伴随窝国一方的 参赛者的叫嚣之声 羊狗蛋直接站起了身子 你羊爷爷 看你实在不爽 这一场 便让我来教训教训 这群野猴子吧 让你试试 俺铁拳的威力 此时林默的思绪 已然沉浸在 分析窝国的阴谋之中 而当他回过神来 打算阻止羊狗胜之时 后者已然跃上了舞台 看着场上来回 不断交手的二人 林默这才意识到 自己小看了这羊狗蛋 此人虽然外表憨厚 但手上的招式 却是凶猛异常 一朝一世之间 隐隐有种古权术的韵味 显然这羊狗蛋 必定也有着自己的机遇 百招过后 双方依旧不相上下 而窝国一方的选手 此时的双目 已经变得越来越红 随着时间越拖越久 他周身的煞气 也渐渐浓烈了起来 原本还张合有度的招式 渐渐失去了原本的节奏 只是出招虽乱 但力道与出招速度 却是越来越凛冽 而养狗胜此时 也是丝毫不虚 全影交叉 双方你来我往 只是谁都奈何不了 对方罢了 然而这样的情况 确实让八番尊者 暗自着急 终究只是天资不足 即便已经喝下了 他特地准备的药剂 实力猛胀 但因底子太弱 解决普通高手还行 若是遇到真正的同辈高手 这种提升依旧还差了不少 而且药剂的作用时间有限 一想到那恐怖的副作用 肯定存在暴露的风险 他的心绪便不由得更加着急了 走到阎武台旁 八番尊者压低了声音 我要托他来 尽快解决战斗 只是此时的窝国选手 已经眼白发红 对于八番尊者的话 窝国的参赛者 根本就充耳不闻 就如同发疯的猛兽一般 胡乱地挥动着双拳 战斗依旧在积蓄 持续了将近四十多分钟 比斗的双方几乎都是拳拳到肉 只是养狗胜渐渐发现 自己体能方面 已经渐渐出现了疲惫之态 但观察对方的神态 却依旧是生龙活虎 更加诡异的是 从招式与武术方面来说 自己远远超过对方 击中对方的次数 也已经累积了数十拳 按照常理来说 对方早就被他击垮了 然而现实却是这窝国少年 不仅精力充沛 甚至对于体表的伤口 根本就不管不顾 似乎完全没有痛绝一般 老子不信 你是铁打的 暗催一口之后 他再次架起了双拳 骨拳术 结脉手 灵气凝聚 双手掌心之际 养狗胜不顾剧烈消耗的体能 将身法提升到了极致 带着阵阵残影 他一个闪身便来到了对手的身后 掌刀交错 灵气凝绕之下 养狗胜双掌齐出 迅猛的出招速度 令这名窝国少年 根本就没什么招架之力 白掌揭露 养狗胜这才后退身躯 满头大汗的喘着粗气 结脉掌 顾名思义 就是封住对手的经脉 使其丧失战斗之力 如今他一百零八掌权重 对手也缓缓地躺倒在地 赢了 养狗胜此时虽然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但脸上已然满是胜利的喜悦 抹了一把鹅角的汗珠 他便转身准备下台 然而在此时 整个现场突然惊现两道怒斥 住手 住手 一瞬间 养狗胜只感觉浑身的寒毛 瞬间炸裂 只是当他想要回身之际 已经晚了 一瞬间 他只感觉周身所有的气力消散一空 即便是呼吸也变得极为困难 感受到胸口传来的剧烈疼痛 他艰难地低下了头 而此时 他渐渐模糊的视线 只能看到左胸位置 一只血淋淋的双掌 已然贯穿了他的心脏 如此惊变 顿时引起了阵阵的尖叫之声 场面也随即混乱了起来 杀人了 看到养狗胜眼神渐渐涣散 林墨心底一沉 站起身子 他直接冲上了演舞台 稳稳地接住了那道唐岛的身影 而此时 满嘴冒血的养狗胜 无力地抓着林墨的衣服 由于嘴中血液不断涌出 将他想要说的话 直接给淹没了 一旁的医护人员 正准备上前抢救 林墨只是抬手制止了他们 左胸被彻底贯穿了 这样 大家的心里 其实都已经明白了结局 林墨阴沉着脸色 右手连点树下 当几枚银针扎入 养狗胜的胸腔之时 后者涣散的眼神 渐渐凝聚了不少 那些喷涌的血浆 也渐渐退去 抱歉 我只能吊住你两分钟的生命 心脏被绞碎 哪怕是神仙都已经无力回天了 等到林墨的话音落下 养狗圣仙是缓了几口气 而后挣扎着说道 医生先生 求你 一定要救救我妈 我一生 为了金钱 吐露了太多无辜的人 如此命捷 我也认了 但我唯一放心不下的 便是我母亲 求你一定要救救她 来生 我再给你做牛 做马 报答你 话语越到最后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迷 放心 答应你的事项 林某一定晚成 听到林墨的回答 养狗圣嘴角慢慢勾起 只是停在一半 便僵住不动了 双眸也彻底地涣散 睁睁地望着天空 不过二十出头的生命 在这一刻彻底结束了 安息吧 等到林墨将其眼皮合上之后 医护人员带着沉重的心情 为死者盖了白布 而后便将其抬离了此处 第1040集 宋墨悬遇 至于那名偷袭的窝国选手 此时已经完全陷入了癫狂的状态 即便是被两名执法者架住手臂 按在地面之上 他依旧死命地反抗 没人能够阻止我完成神国的荣耀 说完 他声嘶力竭地一声大吼 而后竟然硬生生地掰断了自己的手腕 从执法人员的手下挣脱了出来 此时他星红的双目之中 除了暴力已经看不到其他任何的情绪了 如同是一尊发了疯的野兽一般 满身的煞气扑面而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 林墨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不耐烦的说话之声 要不杀了 要不放了 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 经不起这样的浪费 等到林墨转身之时 只见眼前一位穿着黑色风衣的少女缓步而来 此女虽然容颜精致 但其周身的气势却冷若冰山 完全就是一幅巨人于千里之外的神色 双方靠近之时 此女冷漠地点头 宋家 宋墨学育 还没等林墨回话 对方便微微皱眉 既然你不出手 那就早点下台吧 说完 他便不再理会什么 静止往前走去 被突然而来的嫌弃 林墨也是兴兴地摇了摇头 并非他不想出手 从心底来说 林墨自然是想一见了结 这发疯的窝国少年武士 但此时此地并不允许他这么做 偷袭加杀人 种种一切 自然会有武蒙做审判 而当林墨下台回顾之时 眼前的宋墨玄玉出手了 原本空荡荡的手掌 瞬间出现了几枚筷子粗细的飞镖 随着他右手一甩 道道寒芒 飞闪而出 如同是针入豆腐一般 窝国那位已经失去理智的少年 关节一道道夹杂着墨色的血液 喷涌而出 而后他只能带着力气 朝着宋墨玄玉嘶吼了一声 最终无力地瘫倒在地 伴随着血腥之气的弥漫 林墨抽了抽鼻子 突然神情一晃 这气味有些熟悉 下一秒 他直接运转灵气 六十神通 开 带着明悟之情 他周身的杀气 突然暴动了起来 而就在他沉思之时 窝国那边 一道人影猛然窜上了阎武台 五曲小二 还我神国生日 给我死 见到这边一动 武蒙长老席上的轩元明 右手猛的一握座椅扶手 奈何距离太远了 即便他已经反应过来 此时也来不及阻止了 而阎武台那边 所有的裁判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了擂台之上 对于那台下突然出现的身影 反应根本就不及时 伴随着这声大吼 那人影飞快地来到了 窝国选手的身前 伴随着一阵冲天热浪 众人下意识地往后退却 而那原本倒地不起的窝国少年 仅仅只留下一声惨叫 随后 整个人便在烈火之下 化作了一滩灰烬 做完这一切之后 穿着红色武士服的老者 长袖一挥 那澎湃的热浪 也在此时迅速退去了 丢起了武士道精神 你死不足惜 说完 他便转身朝着武盟长老席那边 弯腰道歉 道歉 是我们管教无法 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对于贵国的少年天才 我们深表遗憾与愧疚 为此我们愿意赔偿此间的一切损失 说完 他便不再言语 静静地等待着武盟这边的答复 但回复他的 仅仅只有一声冷哼 即使我武盟赛事 其间但有违规之举 其惩罚与处理 自然由我武盟做决定 一边说着 聂空明脚下抬起 一步跨出 他便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等众人再次看清之时 他已经来到了擂台之上 朝着窝国的老者慢慢走去 聂空明带着不满的语气 继续开口问道 谁给你的勇气 敢插手我武盟的鬼子 红衣老者看着怒气满满的聂空明 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脸色一急 正当他自己想解释什么 对面聂空明已然出手 只见他缓缓抬起手掌 朝着身前轻轻一按 红衣老者整个人 如同炮弹一般 急速往后倒飞了出去 念两国之情 念你是不知火家族长老 我不想做得太难看 再有下次 你就留下办 说到这里 聂空明冰冷的目光 扫过了对方的所有人员 还有你们 也是如此 至于那名不知火家族的长老 此时擦进了嘴角的血液 朝前做礼 来下长总 谢聂长老手下留情 一直等到聂空明 重新回到长老席关站 八番尊者赶忙上前查看 不知火疗的伤势 此番时想 多谢 廖长老出手打脚 要是暴动的年轻武士 被武蒙拿下 那么他们背后的实验 也必定会暴露 若是坏了大计 他八番尊者 也只有死路一条了 万幸的是 不知火家族的长老冒着危险 上台直接毁尸灭迹 无妨 这实验 我不知火家族 也是参与其中 接下来的事情 尊者多费费心 我们航线要拿到 神国的岛屿 也要取回 另外斩层计划 也要执行 此话一出 明显也表现了 不知火疗内心的不满 计划都进行到这层了 此次行动的三件大事 这几乎没有一样是做好的 对此 八番尊者也只能无奈地叹息 八番尊者自叹 若是按照计划执行的话 此计是完美无缺的 只要那些服用了药剂的 武士炮灰们 在台上一一废除 华国那些天才 此行大计便是成功了一半 即便是斗不过对方 依旧可以认输 只要不暴露药剂的存在 武盟一方就找不到证据 也奈何不了他们什么 只能乖乖地 吃下这个哑巴亏 奈何着最新研制的武神药剂 依旧存在着不稳定性 预想中一小时发作的副作用 竟然提早了十余分钟 看来之前的计划安排 又得重新推翻 重新布置了 另一遍 长老观战席上 即便一击重创了对方的长老 但此时的聂空明 依旧心中怒火横生 从一开始 窝国少年发疯的那一刻 聂空明便察觉到了情况不对 只是大庭广众之下 他不好出手 直接将此人擒拿而下 这才给对方毁尸灭迹的机会 而后又将姿态放得极低 目的就是为了堵住武盟一方的问责 而他这手以退为进的策略 无非就是想逃避 插手武盟规则的惩罚 只是杀人偿命 一命敌一命 此间因果已了 就算是要追究他们 窝国一方 那也需要拿出证据 重创对方之后 聂空明也只能做到这种地步了 赛程还未结束 比斗依旧在进行中 等到擂台被清理完毕之后 宋莫玄玉 漫步走到了阎武台正中间 你们也别磨磨蹭蹭的了 直接派出你们最强的高手出来吧 实力不强 旁门左道倒是玩得一溜一溜的 对于窝国暗中使用的那些阴谋诡计 宋莫玄玉虽然不清楚具体的细节 但他也察觉到了其中的异常 而伴随着他一声嘲讽 八番尊者咬了咬牙 一时间也陷入了犹豫之中 当事已至此 乙方的阵容之内高手所剩无几 虽然靠着要剂 窝国一方赢下了几场比赛 并且还废了华国不少天才 但终究是输在了人数之上 而根据赛前的调查 对方的顶级天才 指出了纳兰星灿一人 剩余几人依旧处在观望阶段 等的就是乙方的高手上场 想到这里 八番尊者回头看了一眼 身后仅剩的几名底牌 心中顿感无力 兵对兵 将对将 想要赢下华国的无尽海航线 必须实行全面压制 否则圣场次数必定不足 而航线又是重中之重 苦思一番之后 八番尊者最后便将目光 落在了天满宫这边 天满宫少公主 此人也是惯有暗器之人 正好与你相仿 此战辛苦你了 等他的话音落下 天满九急眉头紧皱 他最初的目的 其实是想等着林末上场 然后光明正大的废了对方 如今让他对付其他人 天满九急自然是不愿意的 见他久久未动 一旁的天满宫长辈 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于是便上前轻声安慰道 少公主 此间以大军为重 对付林末来日方长 而且我们神国前来支援的 其他高手已经在路上了 等他们一到 我们何愿没有机会 听完长老的宽慰之后 天满九急这才稍稍松了松眉头 不能亲手废了这林末 我实在不甘心呢 一边说着 他一边不情不愿地走上了演舞台 此时相对儿力的二女心中本就积怨 当战斗号角一响 双方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动手了 第1041集 天满九急落败 现影闪动 由于彼斗双方都是擅长暗器之人 彼斗一开始 两人便直接拉开了距离 随后的战斗便陷入了胶着 二人来回闪躲之际 唯有见到漫天飞镖来回交错 碰撞出一阵阵火花 天满九急上台之前还心有不屑 毕竟自幼苦练暗器的他 一手手里剑已经被他练得出神入化 同辈之人中无人能出其用 但随着此间几个回合下来 他便惊奇地发现暗器一到 对方竟然丝毫不弱于自己 如此下去最终也只是平局收场 这可不是他天满九急想要的结果 若不能拿下比赛的胜利 何苦还要他上台 想到此处他瞬间发动了魅惑之术 对面 宿莫悬遇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双方暗器的攻防之上 并没有察觉到对手的异常 而当他与天满九急目光对视之时 精神瞬间一晃 在观众还在紧张地盯着场面上的比斗之时 下一秒 宋莫悬遇便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目光呆滞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此状林莫可谓是深有体会 当初无尽海之行 他就差点死在了此招之上 而宋莫悬遇此时的症状 正是中了对方的魅惑之术 一时陷入幻境当中 至于天满九急 见自己的手段得逞 便是不屑的一笑 原本还以为你有多强呢 没想到只是一个绣花枕头 说着 他便从绑腿上抽出了一柄苦屋 向着对方缓缓走去 随着那尖锐的苦屋 慢慢靠近宋莫悬遇的小腹之时 天满九急脸上的笑容 也变得更加的明显 此时的他完全是胜券在握 见情况危急 此时的裁判长也带着紧张的神色 望向了大长老那边 只要宣元明点头 他哪怕不要这张老脸 也要出面阻止比赛 毕竟宋家的小娃娃 也是万中无一的超级天才 要是折在此处 那将是整个华国的损失 然而宣元明那边 原本的他还面带沉重 只是过了一会儿 他便松开了眉头 而后便带着淡淡的笑意 朝着裁判长微微摇头 示意后者不必出面 这小娃娃倒是好机缘巧 心里默默感叹着 宣元明的目光便再次转移到了演舞台上 而此时的天满九急 已经来到了宋莫悬遇的身前 带着胜利者的笑容 天满九急戏谑地 抚摸着后者细嫩的脸颊 以后没有这个实力 就不要摆着这种臭脸 呢喃一句之后 他右手带着苦无 朝着对方的丹田之处 猛然直刺 正当他要得手之际 脸上的笑容突然一僵 眼眶中的双眸猛然一缩 只见他眼前原本呆若目击的宋莫悬遇 竟然诡异地闪躲了开来 而后便以快到极致的速度 抽出了腰间的短刃 猛然刺向了自己的腹部 那快到令人窒息的身法 天满九急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下一秒 他便感觉小腹传来一阵剧痛 还没等他低头观察 便感觉后颈一麻 随后 整个人便两眼一黑 躺倒在地 见此一幕 天满宫的长老 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万幸 比赛之前 他死气白咧地要求 少公主穿上金丝甲 不然就刚刚的宋莫悬遇的一件 自家的少公主的丹田 绝对不保 而长老身旁的八帆尊者 脸色黑的都快滴出水来了 莫银古术 这不是已经失传了吗 为什么会重新于这小姑娘手中 莫银古术 讲究的就是一个远近结合的武术流派 此术不仅精通远程的暗器攻击 近身搏杀 亦是迅猛无比 更可怕的是 此术身法更是快到令人绝望 只是这莫银古术 早在三百多年前便失传了 没想到 如今出现在了对手的手中 先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子使用古拳术 逼得乙方差点暴露了大秘密 现在又有鼓舞击败了乙方的底牌天才选手 当然这其中也有着天满宫少主的大义 虽然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挣脱环境的 但是能肯定的是 对方必定也是中了招的 倘若一开始便用暗器击败对手 也不会出现如此翻转的结局了 越想越气之下 八番尊者的呼吸都不顺畅了 总感觉似乎是命运在跟他开玩笑一般 此战结束 玉树真人好奇地问道 宣言长老 你还不出面安排他们出场吗 从比斗开始 宣言明便采取放羊战术 仍由这群少年自己安排出战人员 如今比斗已经到了后半段 想要谋取更大的战果 这个时候必须出面安排战术了 接下来必定是双方最顶尖的天才之间的对碰 而面对玉树真人的问话 宣言明只是淡淡地摇头 无妨 随他们去吧 准确判断此身与对方的实力 也是舞蹈上不可或缺的技能 如何出战与营战 就让他们自己做决定吧 年轻人有年轻人自己的想法 想比较比赛结果 我更想让他们从这次比赛中有所收获 这也是我们当初设立舞盟环节的初衷 话音落下 古智与玉树真人也是认同地点了点头 随后便不再言语静静地观看比赛 接下来的三场顶尖天才之战 华国一方完全是压着对手在打 手持三尺银色常见的莫穷霜 不到五分钟便将剑锋抵在了松伟弟子的猴杰之处 后者无奈认输 雷家雷千诀 一双铁拳更是直接锤晕了熊野门下的天才 最令林默意外的是谢臣王 相比于最初相识 此时的他一身的实力可谓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即便是八番尊者派出了自己的亲传弟子上场 依旧被谢臣王给轻松击败 陆续而上的华国天才 也让林默算长了见识 泱泱华国人才辈出 其中不少人林默自认不如 向纳兰兴灿更是强出了自己的一劫 而彼斗进城到了目前为止 窝国一方的高手已经派遣殆尽 而八番尊者一番细算之后 绝望地发现 总得胜场数 华国竟然领先了一方六场 也就是说 自己辛辛苦苦谋划了许久 不仅没能收回瓜田家族的名下岛屿 还要再搭进去六座 更主要的是一方所剩的这些选手 在其势力之中还算得上是高手 但是在这五盟换戒之上 完完全全就是炮灰的存在 出场了也是给对方送菜的存在 一时间他也不由地慌张了起来 可不呀 那几家不是说 已经在支援的路上了吗 怎么还没到 而就在这时 五盟的裁判也来到了他们这边 接下来你们还有人上场吗 虽然语气平淡无异 但明眼人都能听得出来 这是嘲讽之语 而无论他们如何愤懑 都必须承认 若是不想上台送菜 他们这边确实已经没有拿得出手的参赛选手了 无奈之下 八番尊者只能摇了摇头 我们其他的三赛者还没有抵达 明天继续吧 强忍着笑意 裁判便将这个消息传到了轩元明那边 如此第二天的赛程也就此结束了 而等到众人散场 林默刚准备离去 便被五盟的人给找了上来 你好 林默先生 大长道有请 轩元明找上自己做什么 带着疑惑之情 林默便跟着此人 前往了五盟总部 等到进入会客室时 房间内聂空明竟然也在 见到林默之后 他便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林默 对于今天之事 你怎么看 这时差 是否有这种 能瞬间提升战斗力的担忧 显然他问的 便是那些势力猛胀的窝国少年 沉思了一会儿之后 林默整理了思绪之后 这才开口说道 丹药之学上来说 想要短时间内提升实力的丹药有很多 像暴体丹 基险丹 强身丹 碎镜丹 一边说着 林默便找来了纸笔 开始快速记录 此时并非是他要装逼 只是因为在林先祖的传承记忆之中 这种丹药实在是太多了 唯有一一记录之后 他才能慢慢排查 第1042集 聂老与轩元明的悄悄话 而随着林默一页页的列上丹药的名字 一旁的轩元明见到如此惊世骇俗的一幕 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而在他的身旁 聂空明此时笑着说道 放松点 作为神怀一道新族的传承 要是这点本事都没有 那才是真的令人惊讶呢 此时趴在桌子上疯狂速写的林默 渐渐地沉入了自己的思绪当中 这个提升效果并不明显 此话一出 上百种丹药瞬间被划除 这种也不是 这种并不会改变人体的正常体型 随后又是无数丹药的名字被划除了 这个也不是 这个也不是 在两位大佬的耐心等待之下 林默将所有丹药一一排除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 他才缓缓回过神来 而满满树叶纸张 此时也只剩下了两种丹药 若是从丹药上来看的话 只有这两种符合他们 我国武士的症状 说着 林默便将其摘抄了下来 其一便是妖神丹 其二则是瘦髓丹 当聂空明见到这两种丹药之时 立即摇了摇头 对于他的这种说法 林默也是认同的点了点头 确实 就算从林先祖的传承记忆之中 这也只是传说之中的存在 除非是说他们窝国有这方面的医药天才 能将这传说中的丹药给炼制出来 不过这种猜想立马就被林默给否定了 并非是他看不起对方 再给他们窝国十年的时间都研制不出来 就在两位医道上的专家苦思之时 一旁的宣元明突然插嘴提了一句 会不会与之前那刑事病毒有关 此话一出 林默醍醐灌顶 一瞬间 他的脑海中的思路豁然打开了 难怪之前他闻到烟舞场的血腥味 有股熟悉感 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 想到这里 他便将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 聂老 之前我在烟舞台的时候 等到林默说完之后 聂空明也皱起了眉头 随后他便带着严肃的语气问道 你能确定吗 此事牵扯甚大 容不得半点插持 能确定 但唯一不同的是 这股血腥味中 还有一种极其凶杀的味道 那种感觉怎么说呢 似乎不应该出现在人体之内 此话一出 二老顿时瞪大了双眼 老聂 你说传说 是真的吗 透过窗户 宣远明看着楼下林默离去的声音 喃喃地问道 在他身后 聂空明只是端坐在桌前 盯着眼前的纸张 面露沉重 不知真假 但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我曾经一直以为行尸病毒 只是一种生化武器而已 所以 我一直极力延迟相应的解药 伟大就是防止有一天 有心之人将其投放到华国境地 到时候 离将又是一场生灵脱炭 但是现在看来 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他们的锁谋 可能更大 听完聂空明的猜测 宣远明也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倘若传说是真的 那我们必须得加强戒备了 若是让对方得逞 那将是整个华国的灾难 说到此处 薛远明的神色 也变得更加的凝重 若是这样的话 我们不妨让那位 前去我国探查一番 等到聂空明说完 薛远明无奈地摇了摇头 那位大神的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了 行为处事 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情 我怎么可能嚼得动他 不过到时候 我会跟他提一提的 行的行的 现在出这些烦心事 也没有徒劳之举 还是说说 六王哪边的情况吧 随着他转移了话题 聂空明的情绪 也稍稍放松了一些 汤靠在沙发之上 他端起了桌上的茶杯 抿了一口之后 才缓缓地说道 墨北之王纳兰杰的情况 你也知道 作为纳兰家族的第一高手 却和纳兰家族不对付 自然是不愿意来敬怒的 西北之王墨天藏 要镇守边境 自然脱不开身 至于那蜀中刀王张柏林 此人对刀 可谓是痴迷到了 癫狂的地步 除非是他心血来潮 不然一些外事 他根本就不管不顾 倒是南京之王 与海东之王 这段时间 一直待在古城去 每天就喝喝茶 晒晒太阳 等着无尽海之行 生活也是惬意的很啊 叙述完六王的情况 聂空明又补充道 至于十大家族这边 这段时间 一直没有什么大动静 只是白家那边 听从白老爷子贴身管家 带来的消息 这段时间 似乎是有人盯上了他们家族 他已经发现了两次 有陌生人想要潜入白家 虽然不知对方目的何在 那肯定是什么好人 听到这个消息 宣言明眉头瞬间一皱 现在的人都这般放肆了吗 连白家都敢擅闯 我就说嘛 自己得意爱徒 参加武蒙幻戒 都不前来观看 原来是家里被人惦记上了 对了 这窥探之人 能查到他的根脚吗 聂空明点了点头 随后便将手中的茶杯 放了下来 从白老爷子那边的消息来看 此人极其狡猾 若是猜测不错的话 使用的应该是忍输一道 宣言明目光一领 看来他们窝国是越来越放肆了 那也没办法 如今武蒙缓戒 各国人员齐聚精度 就算想要将他救出来 也是一件极难之事啊 宣言明点了点头 表示理解之后 突然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 你说他们窝国这群人 这么一直针对林末 是不是另有所图啊 聂空明顿了一下 此话怎讲 下一秒 宣言明便摇了摇头 驱散了脑海里荒唐的想法 没什么 可能是脑冲了一下 林末这边 离开武蒙之后 他所有的心思便全部集中在了白天 窝国武士变异的事情上 虽然聂老没有多说什么 但是从两位大佬震惊的目光之中 林末还是隐隐地猜测 此事肯定有他所不知道的隐情 就如当初难罢天所言 终究还是自己实力太弱 若是自己强一些 此间的真相 不用自己查探 便能摆在自己的面前 而当他一边想着 一边低头走路之时 浑然没有注意到 在他的正前方 一道人影也正迎面走来 一瞬间 林末手中的太阿 竟然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 而伴随着这丝异常的变动 低头苦思的林末 也突然回过了神来 等他抬头向前望去之时 距离他不足十米之处 一位陌生的同龄人 正面带微笑地看着他 虽然竖着一头的长发 但丝毫不影响其雄风英姿 鹅角的一缕白发 更是为其添加了 丝丝神秘之感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 他恐怖的气势 虽是一脸淡然 但仅仅只是其周身迸发的 凛冽剑气 便刮得林末脸颊生疼 这是高手 等到双方目光对视之时 白发少年微微点头 兄弟 你走路 可要注意脚下的安全呢 而察觉林末的警惕 提防之意后 他便拍了拍身上的衣服 破旧 但看着也算整洁 不好意思 是刚从极北之地赶回来 这一身的剑气 有些控制不住 你是不知道啊 那地方就不是人呆的 伴随着对方自顾自地说话 林末顿时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极北之地与无尽之海 都是号称人类禁地的存在 从极北之地回来 再看看对方的面容 虽然有些疲惫 但应该与自己相差不了多少 突然之间林末想到了什么 你是 李建格 当初林末记得百老 曾经和自己说过 华国的年轻一代的天才当中 最顶尖的天才 便是这李建格 只是五年前 死人觉得自己的剑道 出现了瓶颈 在声名未险之时 便不顾一众长辈的劝阻 独自一人前往极北之地 历练剑道 第1043集 李建格 伴随着林末的一声惊呼 李建格也是意外一笑 哈哈 没想到离开京都五六年了 竟然还有人记得我 不知他 兄弟贵姓 独自在极北之地历练多年 对于外界发生的事情 他也是所知甚少 在下林末 得到对方的确认之后 林末拱手剑指作礼 李建格回礼之后 目光便落在了林末的右手之上 此剑不错 若是大成之日 可登峰造极 不过 你这实力好像差了很多 激发不出此剑全部威力 得 白老爷子只告诉他 李建格天资卓绝 却并没有提醒他 此人说话如此直白 阴隐的还有一点点扎心 而此时的李建格 显然也没有这方面的觉悟 继续说道 有时间我们倒是可以比试比试 不过 在此之前嘛 随着他话语一顿 林末也集中了注意力 等待着对方似乎是有不得了的下文 这个时候 李建格却突然尴尬地挠了挠头 常年在外 这身上 随即寂静的街道上 便响起了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 林末耳朵一动 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要是李兄不嫌弃的话 不妨一起吃个夜宵 好 没有任何的犹豫 没有任何的推辞与客气 李建格应声直接答应了下来 接到一角 面条摊位上 老板可谓是忙得满头大汉 自己摆摊十多年了 还头一次见到十辆如此惊人的小年轻 他这边还在手忙搅乱地处理锅里的面条 那边又响起了催促声 老板 再来两碗酸菜面 哎哎哎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一边说着 面谈老板便赶忙摆放好了大池碗 处理好食材之后 便将其匆匆地端到了矮小的餐桌之上 而在餐桌一角的地上 已经裸了十几个大池碗了 见到热腾腾的酸菜面 李建格也顾不得烫与不烫 抄起筷子 二话不说便作了起来 啊 真香啊 林兄弟 看着我做事 你也吃点啊 面对他的盛情相邀 林末拒绝摇头 不必了不必了 李兄 我已经吃饱了 你多吃点吧 说着 他便将身前的大池碗 推到了对方的身前 原本林末还打算 宴请对方去酒店吃饭的 然而这李建格一口便拒绝了 相比较那种高端的地方 他更喜欢这种路边摊的小吃 此时李建格见到林末推过来的面条也是来者不惧 一手作面 一手便将另外一份大池碗拦到了自己身前 那我就不客气了 就这食量 看得林末也是瞠目结舌 从身材上来说 这李建格也就一米八左右 体重看样子也不会超过一百五 而就是这样看似并不壮硕的身体 那胃就好像无底洞一样 看着他一碗一碗的作面 林末唯独怕着李建格吃顶着了 而这李建格的食量也确实有点猛 等到面摊老板双手一翻 表示自家的食材已经消耗殆尽了 李建格这才意犹未尽地停下了继续叫餐的冲动 将眼前两大碗面汤赶下肚后 他抹了抹嘴巴 这次多谢了林兄的款待 好久没吃到如此美味了 说着便打了一个宝格 对了 林兄管你这气势 也算是个高手了 不知道有没有参加今年的武盟换戒呢 什么叫算式 这个人好像不太会说话的样子 抽了抽嘴角 林末便将这两天的武盟大赛的事情 简单地复述了一遍 听完之后 李建格也轻轻地松了口气 啊 还好还好 三个月前我接到信息 便马不停蹄地往京都赶路 万幸 还有最后一天 林末惊讶地问了一句 西北之地 不是生命禁区吗 武盟的人竟然会进入此地找你 说着 李建格的脸上 便流出了淡淡的抱怨之情 显然 吉北之地的日子并没有那么好过 根据林末的了解 吉北之地不仅常年超低温 还有各种鸡肠碌碌的猛兽 虎视眈眈 当然 如今看看李建格的模样 那些猛兽 应该都成为了他的果腹之物了 对了 你说的那些窝国之人 明天还会上场吗 还有没有什么高手了 常年与凶兽搏斗 我都快忘了 杀人是什么滋味了 话音落下 李建格那周身的剑气 如同天罚一般令人毛骨悚然 加之那冷冷的杀机 此时的林末便感觉 自己身前站着的并非是人 而是一头上股凶兽一般 之后的闲聊便慢慢地脱离了五门幻界 聂老和轩元老头还好吗 我记得当初 当年我流出京都之时 这俩老头子 可是撵着我来数百里地 不过最后还是被我躲过去了 说到此处 李建格不由自主地大笑了起来 二老都还不错 我刚刚也从他们那里过来 你身再赶过去的话 应该还来得及 等李末说完之后 李建格突然站起了身子 行吧 离经许久 也该看看他们了 今晚就多谢林兄款待了 下次见面 我再请你 说着他便摆了摆手 只是在离去之前 他又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 好好加油吧 以你现在的实力 宝剑蒙尘 咱武蒙的水深得很 你所看到的 不过是冰山一脚罢了 若是有机会 便好好争取 能在武门之中 谋取一官半职的 对你未来的武道发展 都有极大的帮助 林末虽然不知道 对方为什么会这么说 但也配合地点了点头 至此 二人便相互告别离去 只是 当李建格走远之时 突然回头看了一眼 林末的背影 而后喃喃自语了一句 如此强的气云 看来我未来大剑道 不会孤独了 随后便再次迈出了步伐 向着武蒙总部走去 寒风吹过 身后唯有片片黄叶 不断飘落 而在林末这边 回忆于李建格的接触 对方的强大的气息 在他的脑海之中 久久不能散去 对方强大 不仅仅表现在外在的实力 还有那恐怖的潜力 虽然此人性格洒脱 大大咧咧 说话也有些不着边际 那举手投足之间 散发出来的气息 令人不由地心生寒战 这就是 华国最强的剑道天才吗 而在比斗结束之后 八番尊者那边 终于迎来了 自己苦苦等待的支援 而当他走出大院准备迎接来人之时 为首之人竟然是一名身着半白半黑的少女 带着疑惑之情 他恭敬地屈着身子上前迎接 万辈 八番在井 见过几名前辈 然而面对八番尊者的热情相迎 三队人马无一人理会于他 只是静止地走到了大厅之中 至于其中的那名少女 更是直接坐到了正主的位置之上 而一旁土玉门家族 以及安倍家族的两家带队长老 此时竟然还是一幅理所当然的事情 正在八番尊者疑惑之间 土玉门的长老带着严肃之情 走上前呵斥道 放肆 八番在井 见到我们阴阳师 加美奈前辈 还不行礼 一听此话 八番尊者整个人都如同身体不由一阵 带着浓浓的畏惧之情 他直接跪下了身子 见过 加美奈前辈 此时的八番尊者终于知道 为什么作为顶级势力的土玉门家族 以及安倍家族 会对这位少女如此毕恭毕敬 阴阳师士族 那可是传说一般的存在 虽然极少出现 然而只要涉及到窝国的大事 无论是什么样的决策 必须由阴阳师士族点头首肯之后 才能继续进行 只是令八番尊者疑惑的是 仅仅只是一个武盟换届大赛 这般恐怖的存在 竟然也会出面 就在他疑惑之际 正座之上的加美奈 欲气平淡地开口说道 八番在井 这次行动 好像不太顺利啊 随着加美奈的话音落下 八番尊者顿时双目一瞪 此刻的他 只感觉全身的血液 往回倒流一晚 身体四周也失去了知觉 没有任何一丝反抗的力气 就在他绝望之际 房间的角落之处 一道黑影缓缓显露而出 加美奈前辈 八番在井虽然办事不理 但念在他 忠心耿耿地分上 便饶他也明白 听到刘颖白斩的求情 加美奈只是淡淡地 瞥了前者一眼 伴随着他冷哼一声之后 瘫软在地的八番尊者 瞬间腾飞而出 重重地撞击在墙壁之上 他猛然喷出一口鲜血 万幸的是 此时那股令人窒息的感觉 也都消散一空了 木带感激地 看了一眼刘颖白斩之后 八番尊者便赶忙伏地 感谢前辈 不杀之恩 只是加美奈看都不看他一眼 转身便朝着身旁的黑袍侍女说道 你去帮他们处理了林墨 此人留着 影响我神国弟子的武道之心 正当黑袍侍女准备回话之时 在场一位武士会的弟子 突然站出来提醒道 前辈 京都之地 武盟有大量人员巡视 公然对下杀手 恐怕会有阻碍 原本他只是好心地提醒 毕竟在武盟换届活动期间 武盟可是派出了十余万执法者巡视 京都境地 但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都躲不过他们的监视 只是当他的话音落下之时 土玉门家族以及安倍家族 以及阴阳师家族的成员 都皱起了眉头 至于正座之上的加美奈 更是带着笑容看向了这名 出言提醒的弟子 你是看不起 我们阴阳师的手段吗 此话一出 武士会的弟子 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莽撞之眼 正当他准备认错赔罪之时 加美奈已经抬起了左手 而那名年轻武士 便在众人惊恐的目光之中 缓缓浮空 任由他四肢如何拼命挣扎 他周身的生机 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飞快流逝 等到加美奈满脸享受地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那年轻的武士 已经变成了一具 干巴巴的尸体 至于加美奈的脸色 也变得红润了几分 原本便是极其美艳的容貌 此时也显得更加的楚楚动人 只是他这番面容 却无一人敢直视 相传这阴阳师家族 最擅长的 便是吸食他人的生机 供自身修炼的同时 也有助颜的功效 而现在 竟然就这么明晃晃地 出现在自己眼前 一时见 在场的众人皆是 惊出了一身冷汗 唯恐惹怒此人 对于他们的表现 加美奈只是不屑地一笑 随后便淡淡地问了一句 现在还有谁质疑吗 伴随着他的目光 扫视全场 所有人都畏惧地低下了头 不敢与其对视 既然如此 那就按我说的执行吧 话音一落 加美奈身旁的黑袍侍女 便站出了身子 而土玉门家族 以及安倍家族的长老 此时也补充说道 加美奈前辈 我们家族几名不争气的晚辈 也一同去看开眼界 顺便帮忙打打下手 不知可行吗 此时的加美奈 单手撑着下巴 躺靠在座椅之上 听到他们的问话 也只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等到同意之后 二大家族的长老 便朝着身后的家族子弟 点头示意 一时之间 大厅之内 几道清风拂过 眨眼之间 数十人便消失于眼前 与李健阁告别之后 林墨便独自一人驾车回家 只是原本只需要 半个小时的车程 此时的他 已经行驶了近一个小时 而那块前方道路施工的标志 他已经见到不下十次了 见鬼了 停下车后 林墨便独自走下车 检查周围的情况 只是当他前脚刚刚落地 眼前突然出现一道强光 一时间闪得他双眼都睁不开 然而 当他恢复视线之后 眼前一幕 令他浑身一颤 满地的横尸 铺满了整片大宅 正殿之上 原本高高悬挂的林家牌匾 此时也都沾满了血迹 至于四周 全是喊杀之声 小墨 快走啊 伴随着一声大吼 林墨扭头往前 此时只见一位满身伤痕 鲜血直流的忠念男子 朝着自己跌跌撞撞地跑来 林墨下意识地伸出双手 将对方扶住 大伯 你这是怎么了 我父亲呢 此时的大伯 只是满脸的焦急 你父亲现在 正在家族祠堂那边 大伯是特地突围出来 保护你的 而正当他打算 带着林墨 一起离开之时 林墨身前便突然出现了两柄 不断流淌鲜血的大刀 此时 大伯的瞳孔瞬间扩散 带着满嘴的鲜血 不断重复着之前的话语 小墨 快跑 快跑啊 而后 他死死地抓住 林墨衣袖的双手 也缓缓地松了开来 带着满脸的不甘与担忧 大伯直接瘫倒在地 看着死去的大伯 林墨浑身不断地开始颤抖 而在他的身前 两名陌生的男子 也抽回了大刀 你像 这里还有一个林家余孽呢 正好一通杀了 到时候还能交工 是啊 看他这着装 似乎身份不低啊 正当二人肆无忌惮地讨论之时 忽然感觉喉咙一凉 等他们着急忙慌地 抬起手掌 准备封堵咽喉的伤口之时 身体却是一软直接瘫倒在地 斩下二人的头颅之后 林墨也顾不得为大伯收尸 匆匆地伸手为其俯上了双眼 林墨又脱下了外套 盖在了大伯的头上 做完这一切 他抬手抹了一把眼角的泪珠 而后便提着太阿 奔向了庭院之外 一路上林家守卫 侍女 失衡遍地 亦有兄弟姐妹 族中长辈 惨死于眼前 除了大伯之外 他便再也没有见到 任何一位家族中的活人 强忍着颤抖的身躯 林墨只能一边流着眼泪 一边赶向祠堂 途中但有阻挡其步伐之人 皆被林墨一剑斩下头颅 而随着林墨距离目标越来越近 喊杀之声也越来越重 等林墨跃上墙头之时 远处那百节十梯的祭台顶部 鲜血染身的林墨父亲 此时正搂着自己奄奄一息的妻子 而在那层层阶梯之上 已经铺满了敌人的尸体 而祭台之下 四周围满了密密麻麻的敌人 此时林孝手中的杖长黑龙枪 已经断成了两节 似乎察觉到了林墨的目光 父亲林孝突然抬头 相隔数百米 父子俩的目光终于交织 带着浓浓的疲惫之色 林孝突然咧嘴一笑 儿子好好活下去 崇征我丁家荣耀 下一秒 漫天宫雨骤然袭来 不 然而林墨声嘶力竭的咆哮 并不能阻止这一切 眼睁睁地看着父母 惨死在眼前 林墨双眸一疼 血红色的眼泪宛如绝地一般 你们都该死 流着血泪 他直接跃下了墙头 太阿出窍之后 他便冲进了漫无边际的人群之中 冬天的夜晚格外地寒冷 随着乌云缓缓移动 原本明亮的月光 慢慢地失去了原本的皎洁 原本空无一人的街道上 数十道黑影缓缓显漏 看着身前浑身颤抖 目流血泪的林墨 土玉百里木带惊讶地夸赞道 适女大人好手段 即便是他 也是第一次看到了阴阳诗的手段 然而当他说完之后 人群最前方的黑袍适女 并没有什么反应 只是带着冰冷的声音回道 不要废话 快动手 我的射魂术千魂阵 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原本土玉百里 还想吹捧一下黑袍适女 和阴阳诗家族套的关系 没想到完全就是热脸贴冷屁股 兴兴地砸了砸嘴之后 土玉百里木带凶光地 瞥了一眼黑袍侍女的背影 向他们堂堂土玉门的核心成员 对方竟然一点面子都不给 当着如此多同伴 落他的面子 当然他虽然心有怨恨 但也明白 这个时候并不是起内讧的时候 于是乎 他便打算将怒气发泄到了林墨的身上 第1045集 沉沦的林墨 走出人群之后 土玉百里右手突然散发出淡淡的黄光 他手臂抬起 原本平静的土地 便突然地揉动了起来 无数泥土 飞速凝聚 眨眼之间 一枚枚小拇指粗细的黄色针锥 便静静地浮现在了他的眼前 伴随着土玉百里剑指一挥 三枚黄泥针锥 以品字形态直飞而出 而此时的林墨 依旧是出于失神的状态 涣散的瞳孔之中 血红的泪水不断地流淌 即便是面对迎面而来的杀鸡 他也没有任何反应 任由针锥直刺入体 三道寒芒 竟直刺穿了林墨的身体 而后便狠狠地 扎入其身后的树干之上 而原地的林墨 双腿胸口便出现了三个 黑漆漆的血孔 如今的他的状态 完全就是任人宰割 此时的土玉百里 戏谑的一笑 带着得意的神情嘲笑道 哈哈 来华国之前 我还在想这林墨 能有多强呢 连连屠杀我神国精英 也不过如此嘛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身后土玉门 以及安倍家族的同伴 也是不懈地摇头 他们还将这林墨 传得神乎其神的 也就这点能耐罢了 我还想这林墨 能有什么三头六臂呢 谁说不是呢 也不知道那八帆在井 究竟还是干什么吃的 这样的小人物都解决不了 伴随着众人不懈的嘲讽 其中几人突然将目光 转移到了黑袍侍女的身上 而后便带着谄媚之意吹捧道 此话也不能这么说吧 主要还是我们侍女大人 手段高超 不然仅凭我们几个人 说不定还要费一番心思的 再理再理 不愧是阴阳家族 能人辈出 只是他们吹捧得越发激烈 黑袍侍女的眉头 就皱得越深 闭嘴 不要浪费时间 我的这林墨维持不了多久 要是被巡察队 察觉到这边的情况 你们就等着 加美乃大人的怒火吧 死言一出 土于百里脑海中 不由地浮现了那句干尸 打了一个冷战之后 他也收起了折磨林墨的心思 灵气涌动之下 他右手朝着虚空一握 那些原本浮动的黄泥针锥 瞬间聚拢到了 他的手掌心之下 眨眼之间 便化作一柄细长的夕阳剑 再见了 华国医生 下辈子 记得不要得罪我们窝国 话音落下 尖锐的箭头朝着林墨的眉心猛然刺去 围剿林墨的队伍已经志在必得 此时的他们似乎都已经看到 林墨被刺穿眉心 云命当场的模样 黑袍侍女更是已经准备好了化尸粉 随时准备毁尸灭迹 只要没有十足的证据 就算武蒙知道他们杀了林墨也无可奈何 然而就在众人的期待之下 西洋剑距离林墨的眉心不足一指宽的距离之时 原本呆滞的林墨猛然睁开了双眼 一时见 浓郁的煞气宛如绝堤的大坝 凶猛地向着四周奔涌而去 至于那黄泥凝聚的夕阳剑 更是在林墨的杀气四溢的目光之中节节消散 此时的他 眼神之中人性的感情已经消失不见了 剩下的便仅仅只有如同猛兽一般的杀意 你们都该死 带着低沉的咆哮 林墨单手画爪直接抓向了距离他最近的土玉百里 后者也没想到 惊变来得如此之快 等他反应过来之时 赶忙抽回了玄空的手臂 下一刻只听见斯拉一声 土玉百里便感觉到手臂传来火辣辣的剧痛 没有丝毫的犹豫 他抬脚直接踹向了林墨 借助反弹之力 他也与后者拉开了距离 当他低头查看伤势之时 手臂之上已经出现了五条血淋淋的抓痕 而他的身后 面对磅礴如潮的煞气 一时之间 土玉门与安倍家族的少年们 也出现了短暂的尸神 真是一群蠢猪 还愣着干嘛 我的遮灵阵马上就要失效了 随着黑袍侍女怒气满满的呵斥 众人这才回过神来 此时的林墨身上虽然三个血孔 不断地流出鲜血 但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没有了痛觉 甚至人性的光辉也从他的眼神之中消失不见了 至于他的意识依旧沉浸在屠杀灭门林家的敌人之中 此时他唯一剩下的一个念头 便是涂光眼神所能见到的任何一个活人 带着一串串的血色脚印 林墨飞奔而前 见此反应过来的土玉门与安倍家族的同辈高手 纷纷出手 等到双方靠近之时 林墨顿时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随后便是一个月身 朝着身前的敌人直坠而去 同一时间 土玉门的漫天针锥 也飞速地向他射去 由于身在半空没有任何的着力点 此时的林墨直接双手交叉胸前 下身双头弯曲 将身体缩成了一个球状 遮挡要害之后 正面硬生生地接下了对方的攻击 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任何意识 战斗也是完全凭着本能在搏杀 而土玉门这边 由于出手急促 那些黄泥针锥的威力 并不发挥最强的威力 无数针锥狠狠地扎入林墨的四肢之后 便失去了后劲 而此时 林墨已经坠入土玉门一方的人群 然而 他如此不要命的打法 也令对方众人反应慢了半拍 这也给了林墨最好的出手机会 距离他最近的土玉门同辈高手 刚刚想要掏出兵器 林墨瞬间血目一领 左手如蛟龙出洞 直接捏住了其中一人的脖颈 随着林墨五指一缩 硬生生地捏碎了后者的咽喉 而此时 周围刀剑针锥各种进攻手段 纷纷袭来 旋转身体 躲开了大部分攻击之后 林墨硬扛了一道西洋细剑 当对方刺穿他的左肩之时 林墨再次咧嘴 带着恐怖的笑容 右臂猛然一挥 手中的太阿 也直接将对方劈成了两半 呼呼寒风吹彻大地 朦胧的月光之下 浑身负伤的林墨勾搂着身子 死死地盯着身前的敌人 此时 他的左手已经软趴趴地吹至地面 明显是已经断了 出来几处贯穿身子的血孔 胸口腹部更是出现纵横交错的猙獰伤口 当然 此时他面对的敌人 也同样损失惨重 在林墨不要命的打法之下 土育门一方已经损失了11位年轻天才高手 至于安倍家族 则聪明许多 见林墨死咬着土育门的几人 他们并不与其硬拼 反而是敲咪咪的躲在暗处下黑手 如此做法 他们虽然也有人被林墨的剑气波及 但索性受伤不重 没有出现人员伤亡 土育百里见自己的门内同伴损失惨重 心中也是心疼得低血 虽然这些人的年纪不大 但却全是土育门的天才弟子 咬了咬牙 他恶狠狠地说道 安倍金斯瑞 你们要是再耍这些小聪明 我们土育门 扭头便走 到时候 加美乃大人怪罪下来 你们也别想好过 大不了大家一起受罚 此话的杀伤力也是极其的巨大 安倍金斯瑞善善一笑 哼 百里君 你说的这是啥话呀 我们也是想把斩杀林墨的功劳 让给你而已 你可是误会我了 也罢 既然是百里君 对于我们的做法不满意 我们直接出手便可 土育百里一听此话 气得只想吐血 说的倒是好听 无非就是想以最小的损失 拿下斩杀林墨的功劳而已 如今这林墨油尽灯枯了 才想着要出手 真是好不要脸 当然 如今这个时刻 并不是冲突的时候 拿下林墨才是头等大事 等到他对身旁的同伴使了使眼色 二十余人脚底一点 瞬间便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林墨 这次我看你是死还是不死 现在我就要为我师弟们报仇 动手 随着他话音一落 四面八方的攻击同时发动 凌冽的杀招彻底封住了林墨所有的退路 而面对这种必死之局 林墨突然咧嘴一笑 森森血牙之下 杀鸡猛然迸发 以林墨为中心 恐怖的剑气如同绝地一般 瞬间席卷四周 围攻的众人还没靠近 周身的衣着便突然被划开 这一刻 土豫白利与安倍金丝瑞 皆是预感到了不妙 几乎是同一时间 二人齐声高喊 速退 话音还未落地 二人便以极快的速度往后退却 此刻林墨杀招一致 第一千零四十六集 突然出现的斗力人 秘技 剑破 抬头望去 土豫白里脸色一白 满天尘土夹杂着飞沙 肆虐而起 仅仅只是那剑招所形成的气势 便带起了猛烈的狂风 此刻的他 即便已经退出了十余米的距离 依旧能感受到那一剑所带来的心计 伴随心脏不由自主的猛烈跳动 他慌忙地在身前凝聚出一面厚重的土盾 而后拱起身子 将双手死死地抵在土盾之上 紧随而来的巨大轰鸣声 至于土盾 在这剑气的面前 便是如同豆腐一般脆弱 瞬间便断成了两节 见此一幕 土豫百里顿感头皮发麻 没有丝毫的犹豫 他直接矮下了身子 热 一声轻贺之下 他脚下的沙土迅速地蠕动 如同潭水一般 土豫百里整个人快速地陷入其中 而那肆虐的剑气 直接擦着他的头皮飞掠而过 留下几缕黑发之后 继续向着前方横扫 落点遍地 沉沙漫天 喘着厚重的呼吸 土豫百里目光穿透尘土之内的临摹 虽然对方如今一动不动 但是由于刚刚的一见 依旧令他心有余悸 明明都已经是游进灯窟之人 却差点让他远命于此 短暂地等待之后 周围再次恢复了平静 目光扫射四周 土豫百里也稍稍松了一口气 由于自己及时提醒 加上同胞之人 皆是家族之内年轻一辈的好手 此时众人虽然有些狼狈 但是通过土盾之术 纷纷躲开了临摹的杀招 倒是安倍家族损失不小 那恐怖的一见 直接斩了他们七八条性命 想到之前安倍金斯瑞的阴招 再看看他此时阴沉的脸色 土豫百里一时之间 心中不免有些幸灾乐祸的感觉 至于人群中央的临摹 双臂垂落而下 由于失血过多 他此时的脸色显得格外的苍白 失去了神色的双目 也只是呆呆地望着正前方 然而他即便是如此模样 在场的众人 竟无一人敢再次上前动手 见状人群之后的黑袍侍女 脸色一沉 真是一群废物 虽然对于土豫门 与安倍家族几人的表现 很是不满 没想到这样的小事 还要自己出手 冷哼一声之后 他的身影便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现行之时 已然来到了临摹的身前 死吧 伴随着冷漠阴森的话语 黑袍之下一只干瘦的 如同树皮一般的手掌探出 只是正当他打算 捏碎临摹的心脏之时 他的余光之内 突然看到了一道身影 朝着他缓缓走来 怎么可能 周围明明没有任何人存在的 似乎见了鬼一般 他转过了脸颊 目光向着来人凝聚 对方明明就在自己的眼前 但他却感觉不到 对方任何的气息 是个高手 心底暗自警惕之际 他瞬间准备好了战斗的准备 原本干瘪的黑袍 此时瞬间鼓掌 倒倒黑气 凝绕周身 然而 对面那道身影 对于他的变化 根本没有任何的反应 身带斗笠 一袭轻衣 迎风清白 脚下不疾不徐地 慢慢走着 虽然感知不到 此人的实力几何 但是他看似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步伐 却令众人的瞳孔一缩 原本数十米的距离 对方仅仅只是迈出了三步 便瞬间走完了 如此诡异的一幕 窝国一方的少年 一时之间也紧张了起来 阁下是何人 一样是家族办事 还请前辈给个面子 不要插手 见来人朝着自己 不断地走来 黑袍侍女冷冷地提醒道 然而此人 依旧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如此 黑袍少女 也不打算再废口舌了 前辈 那便得罪了 黑袍侍女心中有感 自己可能不是对方的对手 但相比于眼前的陌生人 他更害怕自家主子的怒火 话音一落 他便快速地出手 只是面对那突然从虚空中 显现的黑色巨爪 身带斗笠之人 只是淡淡地挥了挥手 滔天的气势横扫而出 而那悬浮于半空的黑色巨爪 便瞬间消散一空 见此一幕黑袍侍女浑身一震 这怎么可能 自己最强的绝招还没出手呢 就已经被对方随手一挥给击溃了 没有任何的言语 斗笠人直接来到了林墨的身边 而后伸手便将他架住了 几个踏步之间便消失在了众人身前 看着对方离去的身影 在场的数十人 无一人敢出手阻拦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对方将林墨带走了 此人太强了 仅凭刚刚的随手一击的气势 便压得众人喘不上大气 咽了咽口水 图欲百里问道 侍女大人 我们追吗 此话一出 众人的注意力 也都集中到了黑袍侍女的身上 哼 你要是有自信能来下此人 大可去追 木带愤闷地瞥了 图欲百里一眼之后 黑袍侍女直接转身离去了 若非是这图欲百里 整那些花里胡哨的 一开始便以雷霆之势 剿灭林墨 根本就没有后面那么多事 想到刚来华国 主人安排的任务就失败了 他心中不由得更加的烦闷 还愣着干什么 我的哲铃阵马上就要失效了 武盟的巡察人员 已经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 真是成事不足 办事有余 说完 黑袍侍女直接一个月身 脚下连点树叉 而后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至于原地众人面面相去之后 也紧随其后 一同离开了 回到谢家安排的据点 刚走进大厅 正坐之上的佳梅奶便带着满脸的戏血 看着这群灰头土脸的少年 失败了吗 空灵的声音飘荡整个大厅 话音一落 黑袍侍女便直接跪地认错 主人 属下无能 让那林墨被人救走了 听到这样的结果 家梅奶并没有动怒 反而饶有兴致地问道 对方是何人 黑袍侍女顿了顿神色 恭敬地回答道 此人身份不明 只是带着一个斗笠 一身轻衣 而且手下的黑天幕 给他随手一挥 便击散了 等他将整个事项 详细复述了一遍之后 家梅奶先是撇了土蕁门 与安倍家族的少年们 一时间 这群败姓而归的少年 浑身毛孔一缩 万幸的是 这阴阳师家族的恐怖女子 并没有追究他们 收回视线之后 他便陷入了沉思 这数十名少年的行动 可是有他亲自出手 遮掩踪迹的 除非有人刻意盯着 不然不会被人轻易发现 而自己属下的实力 他自己最清楚不过 按照侍女所描述的情况 家梅奶的脑海之中 飞速地闪过 窝国现存的所有高手 高手 与林默关系不错 想到此处 他脑海中第一个出现的面容 便是白家老爷子 只是此时对方正在 提防着刘颖白展 亲自坐镇白家大宅 根本不可能分心 至于武蒙那些高手 正忙着处理武蒙 换戒这大事 而随着他不断地思索 难道是他 想到那位钓鱼翁 家梅奶又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那人若是活着 必定是最大的怀疑对象 但当年此人已经战死 不可能是他 分析无果之后 家梅奶便直接从怀中 掏出了几枚窝国战国时期的钱币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钱币散落一桌 仔细地观察了一番之后 家梅奶原本紧皱的眉头 此时也松开了 果然是大气韵之人 原本必死之节 都能出现生门 行了 今天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正好 我还没有尝过 被大气韵庇佑的少年 说着他便贪婪地舔了舔嘴唇 而在事发之地 武蒙巡察人员 察觉到此间的动静 便立即赶了过来 检查了一番各类痕迹之后 队长脸色一变 苏将此事 回报张大院 我果 可能来的不得了的大势力 京都郊区 带着林墨奔赴近百公里之后 斗笠人带着林墨 来到了一处瀑布之下 停住了身形 将林墨安置在岩石之上 他这才摘下了伪装 而这斗笠之下 赫然是一位头发半白的老者 惊奇的是 此人的样貌 竟然与林墨有几分相似 第1047集 救治林墨 还好及时赶到了 感慨了一句 老者赶忙检查了一番林墨的伤势 他便从怀中掏出了各种疗伤圣药 一个时辰之后 在老者的处理下 林墨原本微弱的呼吸 也渐渐地平稳了下来 这个时候 老者不由地暗暗松了口气 看着眼前少年身体的伤痕 老者愣愣失神 哭了你了 孩子 说到此处 他眼眶之中 泪珠突然涌现 吸了吸鼻子 老者强行压制情绪 抹去了眼角的泪水 之后 他便又掏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紫檀木盒 将其打开之后 九枚寒芒四射的玄珍 悄然而现 我倒要看看 究竟是何人 竟然能破开老夫补下的 不顾酒针 男男自语一句 老者双手齐出 电光火石之间 九枚玄珍便扎入了林墨的天灵盖 刹那间 一道恐怖的灵魂之下 向着老者直冲而来 猝不及防之下 老者不由地脸色一变 下一秒 他便身躯一阵 嘴角都涌现淡淡的鲜血 如此强横的精神之力 老者也是生平所见 不过下一秒 他便不由地露出了笑意 好小子 传承之力 原来说此 难怪被老夫封印住的记忆 出现了松动 好大的惊人 而且 单单从这灵魂之力的强横程度来看 必定是古时期的超级高手 林墨能得此传承 自然是一桩天大的机缘 只是当他仔细检查之后 便发现封印的起始是传承之力 但在此之后还出现过两次松动 道宗 阴阳家 操 竟然还有佛门 感受着三股熟悉的气息 老者原本的笑脸突然僵住了 你小子 是把天给捅穿了吗 阴阳家族不是什么好东西 林墨与其为敌 道也算说得过去 但这道家与佛门是什么鬼 和这种恐怖的势力搭上边 不管是敌是友 都算不得什么好事 再次擦了擦鹅角的冷汗之后 老者深深地吸了口气 而后才带着恭敬的话语说道 前辈当下 在下乃是林墨外公 这一段记忆 现在还不是解开的时候 晚辈需要重新巩固 几句封印 说完 他不顾对方能否听见 直接牵动灵力 凝绕在自己的手掌之上 而后便操作起了林墨头顶的九枚玄珍 梦境之内 林墨依旧在屠戮覆灭林家 的敌人 只是杀的越多 他便感觉自己的意识越发的昏沉 大有一众消散之意 而在他眼前的敌人 似乎是杀不完一般 一波接着一波 源源不断地向他涌来 再来啊 亮枪着步伐 林墨抬着太阿再次冲了上去 只是正当他挥剑 打算斩杀身前的敌人之时 天空之上突然乍现一道金光 仰头望去 只见一个如同房子大小的镜子 正稳稳地悬浮于他的头顶之上 正当林墨疑惑之际 金光四射的镜子突然坍塌 便化作了点点金粉飘然而下 地面之上 但凡被金粉侵染之物 瞬间化作了一团黑烟 而后便消散于虚空之中 微风轻浮 青草芬芳弥漫鼻腔 耀眼的金光散去 原本该是鲜血横流 死气萦绕的林家大宅 已经消失不见了 身前唯有一片广袤无垠的草原 而距离林墨不远处 一株玉兰神树 正随着微风轻轻摇曳 树下则站着一尊身影 等到林墨走近之后 那人也慢慢转过了身子 见到对方的面容 林墨顿时脸色一变 因为身前之人 竟然与他长得一模一样 你是谁 随着林墨开口询问 对方微微一笑 我就是你 面对着莫名其妙的回答 林墨刚想要追问 那人便摇摇头 醒过来吧 话音一落 玉兰神树之上的绿叶 瞬间飘落 化作一道青红 将林墨包裹于其中 惊变之下 林墨猛然睁开了双眼 此时正好朝阳升起 暖暖的阳光正好落在山间 醒过来以后 林墨的意识 依然处在半蒙圈的状态 稍稍活动了一番身体之后 他顿时便感觉到 周身传来阵阵的疼痛 一时之间 林墨不由的呲牙咧嘴 看来是现实没错了 揉了揉发胀的脑袋 他喃喃自语了一句 做梦了吗 幻境 新阳诗 玉兔门 安倍 而那脑海中 幻境与现实 也在疯狂地交织着 愣愣地出神了许久 他才捋顺了记忆 慢慢地 零碎的记忆 渐渐拼凑成完善 倒是好手段 感慨一句之后 他便开始观察四周的情况 此时自己正裹着一层厚厚的外套 而在身旁 劈啪劈啪的火堆 还窜着细小的火苗 传来绵薄的暖意 看来对方已经走了 可惜了 原本还想当面感谢一番呢 昨夜昏迷之前 林墨还是记得有人救了自己 而如今的场面 救命恩人显然是已经离开了 而当林墨检查了一番自己的伤势之时 便意外地发现 那些洞穿身体的伤口 此时已经完全止住了血液 至于其他地方的刀伤剑伤 此时已经结架 好精神的恢复能力 至于那些救命恩人 为他敷上的外伤药 林墨也一一揭开 经过一个晚上的吸收 那些药物精华已经被吸收得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还是自行研制的金创膏 最为有效 处理完所有伤口 又服用了几枚内伤药物之后 林墨突然发现 自己身旁还有一个紫檀木盒 以及一张纸条 带着好奇之意 林墨便将其缓缓打开 映入眼帘的便是九枚泛着黑光的铁针 感受着其传来的阵阵寒意 林墨下意识地伸手捏住了其中一根 而当他接触到真体的那一刻 指尖突然传来了一阵刺痛 随后一点星红的血液便低落而下 眨眼之间 又悉数被九枚铁针吸收一空 黑金玄铁 见到如此诡异的一幕 林墨忍不住惊呼 黑金玄铁可是一种极其罕见的金属材料 当然也是修武之人 梦寐以求的锻造兵器的完美材料 仅仅只需要一块婴儿拳头大小的玄铁融入其中 兵器的坚硬程度便能提升好几个档次 最令林墨惊讶的是 这种坚硬无比的材料竟然被锻造成了细小的寒针 而其背后的锻造者一定也是顶级的锻造大师 然而就当林墨细细观察之时 木盒之内的玄铁针突然微微颤抖了一下 错觉吗 林墨第一反应便是觉得自己的身体出现幻觉了 当林墨目光再次望向九枚玄铁针时 脑海中不由地浮现了奇怪的想法 似乎只要他的意念移动 便能牵引木盒之中的玄铁针 我这是经历幻觉的后遗症吧 自嘲一句之后 他便准备盖上木盒查看纸条 然而等他刚伸手 其中一枚玄铁针竟然神奇地悬浮了起来 虽然有些晃晃悠悠的 但它确实就是飞了起来 这 这一刻林墨也被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太神奇了 不过短暂地震惊之后 他的脸上便浮现了狂喜之色 黑金玄铁本就坚硬无比 被锻造成如此寒针之后 其锋利程度也被提升到了极致 若是能用意念控制着九枚玄铁 他便又多了一门强大的底牌 如同一个刚得到玩具的小孩 林墨把玩了玄铁针之后 才盖上了盒子 随后便查看起了 摆放在紫檀木盒旁的纸条 而其中记录的竟然是一门 控制玄铁针的心法 独孤九针 呢喃了一句之后 林墨突然眉头一皱 独孤这个姓氏 他有一种很强的熟悉感 似乎是在哪里听过 但任由他如何回忆 却始终想不起来 五盟总部 薛言明刚刚进入自己的办公室 便发现沙发之上 已经有人在了 而当他看清来人的面容之时 也是目露惊讶 独孤吹雪 听到身后的动静 头戴斗笠的老者 缓缓回过了头 薛言老哥 许久不见了 第1048集 独孤垂雪的决心 老友相见 自是欣喜之事 此时的轩辕明 带着笑意走上前 你这是 与山宝岛呆腻歪了 想要出来偷偷气吗 独孤垂雪 苦笑着摇了摇头 吐气 我又不是 轩辕老哥 这么自由 我们独孤家 桃光养晦了这么多年 如今才堪堪回复元气 哪有这么自由啊 而当他提及当年往事之时 原本喜悦的气氛 也渐渐地沉重了起来 轩辕明微微叹气 当年一事怪我 若非是监察不到位 邻家与你们 独孤家族 也不至于 遭此大灾呀 独孤垂雪 倒是满不在乎地 摆了摆手 唉 有心算无心 既然有人 可以睁眼 武蒙的眼睛 就算你再细心 该发生的 还是要发生的 不过是早晚的问题罢了 再说了 我从玉山宝岛一路 所见所闻 武蒙如今发展的 也是如日中天 当年只是 与你并无瓜葛 再去追究责任 也没有意义了 轩辕明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倒是我 算了牛角尖了 对了 独孤老弟啊 你怎么突然 来京都了 如今玉山宝岛那边 正处在高速发展的阶段 正是需要独孤家族 执掌者 独孤垂雪 把控大方向的时候 说到这个问题 独孤垂雪 揉了揉脑袋 这不是为了我那个 宝贝外孙吗 轩辕明面带意外地问道 林墨 见到对方点头 轩辕明补充道 林墨不是发展得挺好吗 如今身兼医生 又是医生堂主 而且还是 战堂的剑席教官 如此成就 即便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都难以忘其相位 还是说 你独孤老弟 想来看看自己 争取的外孙 若是这样 你可真有点 把药老脸了 被宣明这么一说 独孤垂雪脸色一垮 瞎说啥呢 我是那种人吧 再说了 我自己的外孙 有本事 我怎么不要老脸了 等到二老半完嘴后 独孤垂雪将 昨晚的事情 与轩辕明叙述了一遍 也不知道 小莫这运气好 还是运气不好啊 当年林家密族 对他影响太大了 所以 我便使用独孤九针 将其记忆给封建了起来 没有想到的是 他竟然意外获得了 仙古大老的传承 而在这传承之地 我当年的风景 出现了松动啊 宣元明点了点头说道 传承的是 林家仙祖 林重玄 听完 独孤垂雪也是脸色一惊 一道三代新祖 林重玄 得到宣元明的确定之后 独孤垂雪激动地 拍了拍大腿 了不得啊 了不得呀 我就说嘛 老朽用独孤九针 十家的风景 怎么可能松动 原来是林新祖的传承之地啊 看着眼前的老友 这副激动万分的模样 宣元明面色无语 行了 别得瑟了 所以你这次回来 是为了给林墨重新施加 记忆封印的 独孤垂雪点头说道 差不多吧 不过 我将独孤九针 也留给了小莫 这样就算下次 风银再松动 也能自动加工 宣元明倒是有些意外 那独孤九针 不是你们独孤家族的 郑族之报吗 我记得当年 你女婿林孝 可是求了你大半年了 你就是不愿意送口呢 独孤垂雪冷哼了一声 面带嫌弃的吐槽道 那能一样吗 林孝那小子 虽然五道天资卓越 但对于一道 一巧不同 当年垂涎我的独孤九针 无非就是为了提升实力 但小莫不一样 从天赋上来说 他不比林小长 一道自治 有林先祖的传长 更加不必多说 如此一五双绝的天才 才能配得上我独孤九针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 他记忆封印的问题 我最担心的是封印出现的松动 我给他传递错误的记忆 到时候影响他的神志 宣元明不致可否地点了点头 确实如此 对了 李莫呢 此时的宣元明突然意识到 他们两个在这儿聊得嘎嘎香 主人公竟然不在 小莫呀 现在应该还被我藏在神神之内吧 说着 独孤垂雪便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与宣元明复述了一遍 为他引开我国那边的视线 我故意大摇大摆地 出现在了武盟这边 听完事情的整个过程 宣元明此时的脸色也阴沉了下来 他们这些大家族势力 都是越来越不把我们武盟放在眼里了 昨天其实他便已经接到了下属传递上来的消息 但没有明确的证据 武盟这边属实也奈何不了他们 根据情报来看 不仅仅是阴阳诗家族 还有陀运门安倍家族 原本我以为 他们是李斗的赌鱼而来的支援 没想到 他们竟然如此的死无忌惮 伴随着气氛突然变得沉重起来 独孤垂雪突然站起了身子 你终究是太犹豫不决了 举之当断不断 反手切断 当年林家覆灭之时 你心里应该知道 有没有我果然的影子 听到这里 宣元明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独孤垂雪的话 他其实心里比谁都清楚 当年之事 可是他宣元明亲自带队执行的 你一战 夹之后面的渔波 遮损我华国太多战力 即便是知道 有外人参与其中 武盟也没有实力 再做追究啊 说到此处 他不由地叹了一口长气 执掌诺大的武盟 宣元明自然不可能 像六王那般随心所欲 今天图几个窝国之人 谢谢愤 明天杀几个窝国天才 输输心 他要考虑的东西 可是涉及整个国家 但有一步走错 所造成的影响 便是生灵图坦 所以当林家灭族惨案之后 发生的内战 宣元明明白 究竟是哪些势力作祟 也明白幕后 有哪些黑手作祟 只是满目创仪的大战过后 不再经得起折腾 抓捕承接了部分参与者 杀鸡敬猴之后 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此时独孤垂雪 见到他面带纠结的模样 便劝说道 他们就是 看重的女之一点 所以才越发死无忌惮 并非是我自私 小莫的前提 你们也都看在眼里 若非担心仇家找上门 我早就带着他 回到玉山了 都是多年的老朋友 我不想把话说得太难听 但小莫 是我女儿唯一的血脉 她可以为华国战死 但若是 他们用于阴谋诡计 我这座外公的 必定为他讨回公道 独孤家族当年 为了职员林家 已经死过一次 你了解我的 为了亲日 我独孤垂雪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到时候 希望你不要拦我 此时的他 话语之间 已经充满了力气 只是说完之后 独孤垂雪 也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们都正在老去 但有的人还年轻 有些事现在不做 或许这辈子 都做不了了 林飞是每一任大长老 都像你这样 将濒临崩盘的局势 扭转回来的 我的话 你应该能明白吧 说着 他便拍了拍衣服 整理了一番茁壮 要是在山 不便交流 告辞 保重 话音落下 独孤垂雪缓缓迈迈步 当脚跟落地之时 他便消失在了房间之内 原地 薛元明盯着桌子上 还没有冻过的茶水 久久未曾言语 此时的他 脑海里依旧盘旋着 独孤垂雪的话语 对于这位老朋友 他自然清楚 对方的性格 当年 面对林家 十死无生之举 独孤垂雪 毅然决然地 带领家族冲杀而入 保下了林家 最后的一丝血脉 他又转身杀向了窝国 随后 更是斩杀了一尊大人物 引得窝国势力 到现在为止 都深深记恨 独孤垂雪 虽然经过这一系列的搏杀 独孤家族损失惨重 之后 便只能在武盟的庇护之下 前往御山宝岛 暗暗折服 韬光养晦 但这一战 也向世人展示了 独孤家族的血性与光辉 而且确实如其所言 要是林墨在京都之地 被人暗杀 他独孤垂雪 真的言出必行 到时候 又将是一场霍乱 第千零四十九集 妖艳诱人 独孤老弟啊 你说的倒是轻松呢 可我保护的可是百亿生灵 牵一发而动全身呢 苦笑摇头之后 宣元明也散去了周身的杀气 不过确实 花国沉寂太久了 以至于他们都快忘了 老虎可是杀人吃肉的 来人 同志各大长老 以最快速度来总部开会 另外 让几家家主也来一趟 这天上午 武盟总部各大核心管理高层 纷纷到场 会议的内容很简单 核心宗旨只有一个 全力发展战堂的战力 使其成为如同军武一样 独党一面的存在 虽然话语未曾言明 但参会人员都明白 武盟之中 又一尊战斗机器即将雄起 时间来到中午 涡华双方的赌约 基本已成定局了 综合前两天的比斗结果来看 华国胜场次数 依旧超过窝国 正好十场 而双方的高手 基本都已全部出场 休息室内 贾美奈举着 晶莹剔透的高脚杯 轻轻地摇晃 杯子里如同宝石一般的红酒 随着她的玉手 正慢慢地旋转着 八分再紧 你说 要是这场比斗 我们失败了 你们八分钟 能不能将你保下来 敏嘴一笑之后 家美奈便仰头 将手中的红酒一饮而尽 或许是成道得过多 此时的红酒 从她的嘴角缓缓地溢出 顺着下巴 一直流淌到了脖颈 最终 侵入半露于空气之中的 洁白挺拔的双方之上 这一幕自然是看得众人双目炙热 即便心中清楚 这家美奈年纪甚高 但那年轻精致的面容 以及那诱人犯罪的玲珑身材 依旧让在场之人暗咽口水 八分尊者先是压下了内心的躁动 而后恭敬地回复道 家美奈前辈 在以前我们都已经调查过了 如今五母那边 能上台的年轻天才 已经全部出场 剩下的人 要不就是不愿意参加 要不就是来不及参加 但我们身果不同 铜鱼门 以及安北家族青年才军 但如今已经蓄势待发 只要他们上场 必定能打的对手 抬不起头来 说到这里 八分尊者不由得意的一笑 这谢家果然给力 若非是他们那边 泄露出来如此重要的情报 他如今还不好安排呢 既然你这么有信心 那就好 不过 我希望你珍惜这次机会 要是再失败了 我会吃了你的 说着 家美奈便伸出了舌头 在性感的嘴唇上舔了舔 原本此话是充满杀意的 八分尊者此时却心中也明白 只是他的身体却不明白 看着对方的诱人犯罪的模样 八分尊者脑海里 竟然忍不住浮现了涟漪之色 臭娘们 早晚有一天 我要把你按在床上 容你至死 内心暗暗咒骂 他嘴上却毕恭毕敬 是 我还没想谈 家美奈前辈放心 接下来的笔道 我必定安排得稳稳当当的 说着 他便拱着身子低着头 缓缓地退出了休息室 一直到他关上大门之后 他才敢直起 挺着小帐篷的身子 可怕的是 他只是脑海之中 那一银的画面 竟然久久不能消散 该死的 这家美奈 难道是胡理精华生不成 这魅精 怎么如此之大呀 暗自吐槽完后 他便立刻赶到了 土狱门 以及安倍家族所在之地 这边两家的少年 已经准备就绪了 白里哥 我听说 他们华国同辈的高手 实力都不错呀 像横武平至今 都差点被那 纳兰家族的白袍少年杀了 说着 土狱家族的一名少年 便伸手指了指 华国戴战席上的 纳兰兴灿 而当众人的目光聚焦而去 即便同为男生 都不由地感叹 这男的好是俊巧 而土狱白里 则是不屑地一笑 哼 就横武平至今 那个变态 也就是个废物罢了 若不是身怀 阴急图腾 我只要一只手 就能将他干废 如今败在华国 同辈之人手里 真是丢人啊 若是早些让我们来参赛 我神国何致落到如此窘境啊 面对他的自傲之眼 其余土狱门的同伴 自然是各自奉献上了 自己的彩虹屁 疯狂跪舔 等到八番尊者走进房间之后 原本热闹的场面 顿时安静了下来 虽然看不起这八番在警 但作为这次行动的领头人 众人也都给了相应的面子 各位才俊好精神 今日是彼斗的最后一天 最前我已经和武盟大长老重新商量的赌约 今日双方各派出三名参赛选手 每场以十座岛屿作为赌约 接下来便看主军的表演了 八番尊者的话带到了 便不再多做废话 他心里自然明白 这群大势力的弟子们眼高于鼎 根本就看不起他 索性他也不打算在此遭受白眼 消息带到了 自然就行了 具体的安排随他们自己调整吧 反正华国一方年轻辈的高手 已经都出场了 接下来三场稳赢的 也不知道那轩元明还是怎么想的 自己就出言激将了几句 对方明知必输的结果还答应了 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想到这里 他带着欣喜的笑容退出了房间 此时八番尊者念叨的轩元明 也是满脸笑容的坐于长老席之上 你怎么了 这是要娶二房了 看你笑得 嘴角都要咧到耳朵根了 见大长老这副模样 聂空明打趣地问了一句 去这去 你才要去二房呢 你口不知道呀 你把番尊者不知道是出的什么风 塞前竟然找我修改赌业 这是最新签订的协议 说着轩元明便从怀中掏出了一份崭新的河头 等到聂空明打开 细细地观看了一番之后 也是瞬间来了兴趣 这会不会赌得有点大了 再说 我们这边拿得出手的高手 貌似也没有的呀 轩元明则是毫不在乎地挥了挥手 一场李建格 一场林墨 剩下一场 自然交给毒恶小师傅了 乍一听也没什么毛病 只是当话音落下之后 身旁的几道目光 瞬间集中回了他的身上 什么 李建格回来了 在聂空明看来 不满成年之人 独自前往极北之地历练 这么多年过去了都了无音讯的 差不多就是半个死人了 没想到竟然又回来了 而能在极北之地独自生活五年多 其实力得有多恐怖 想到这里 聂空明不由地好奇地问道 怎么样 对李建格如今实力几何 面对这样的问题 轩元明故作神秘地捋了一把胡须 这个人吧 华国年轻一辈 可成第一人 此话他也是保守的估计 毕竟许多隐宗之人闭门不出 有几个好苗子 生怕被武蒙抢走一般 全是藏着掖着的 但从已经显露名声的 同辈天才来比较 李建格确实可成第一流 那我国那边呢 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吗 带着激动的神色 聂空明着急地问道 为了一五双盟 他可是煞费苦心 如今有逆天之姿的少年天才出事 他自己高兴得不得了 而轩元明则是忍不住直翻白眼 是不是傻啊 他们要是知道了 还敢和武蒙签订这样的协议 等着吧 到时候希望他们能喜欢这样的惊喜 这个时候 作为晚辈的渡饿 此时也是开心不已 虽然师尊苦致 一直不愿意让自己沾染这场比赛的因果 但武蒙大长老发话了 师尊也不好多做反驳 如此倒给了迫不及待的他 一个出手的机会 而随着他们的交谈 第三天的比斗也就此开始了 而究竟谁是猎人 谁是猎物 就得看这比赛的结果了 看着自家弟子朝着擂台 慢慢走去的身影 苦致大师一一盘过 胸前挂着的佛珠 而若是细心观察便能发现 这一百零八颗佛珠 不仅大小惊人的一致 而且那反射出的光泽 都隐隐带着一丝别样的神采 阿弥陀佛 大长老 此时你应该与小僧商议一番的 对于突然指派自己的弟子出战这一事 苦致大师明显有些不太情愿 此时原本喜笑颜开的轩原名 也收回了笑容 而后便认真地说道 苦致 共事多年 你明白我们的性格 与你一般 对于晚辈 不论是弟子 也或者是我华国其他才军 我总是担心他们安危 一路庇护 殊不知 我们这样的行为 反倒是一种束缚 同时也是他们成长的最大阻碍 虽天道暗行命格 但终是人定胜天 从这一点上来说 你我都不如 赌个失职 他虽性子倔强 但他走上了自己的路 你我都入相了 说完 他便静静地看着陈思的苦致 听完此话 倒是一旁的聂空明 暗觉惊讶 从上午临时的五盟会议之后 他便觉得 宣元明似乎是换了一个人一般 少了一丝犹豫 多了一丝果决 当然 最认同宣元明的言辞 便属在场的玉树真人了 道宗主张无为 顺心而行 一切发展 皆看天意 唯一一脸蒙圈的 也只有拖着腮帮子 瞪大双眼 静静发呆的小蛮了 对于几位老大人说的话 他或许一个字都没听懂 心心念念的 只为等待自己的林墨哥哥 一时间 整个场面也就这样寂静了下来 许久之后 才听得苦致的一声叹息 我这孩子 命运夺船 也罢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道路 阿弥陀佛 朝着宣元明简单的行礼之后 苦致便放开了手中的念珠 而在众多人的目光之下 他周身淡淡的佛光 引现而出 随后又快速引入身体 但有临近之人 顿感神志一清 略有顿悟之意 心结一解 苦致圣佛的佛性 竟然又有了不小的提升 此间之事按下步表 且说林墨这边 一路紧赶慢赶之下 他也终于来到了演武场 中途挤出时间 再次清理了一番伤口之后 他还换了一套行头 虽说退去了凄惨的模样 但此时的他 脸色却是极其的苍白 一方面是因为大战之后 失血过多 而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获得独孤九真之后 他顽心大起 一不小心 差点就将精神之力消耗殆尽 而当他前脚刚到 武蒙那边便派人送来了消息 十座岛屿一场 双方三人 行了 我明白了 取得了关键信息之后 林墨便朝着长老院那边点头 示意自己已经知晓 自然他如今这副模样 令薛元明心中一凉 那个老不死的 不是说他妙手回春 林墨已经痊愈了吗 想到这里 薛元明暗自咬牙 就林墨现在的外貌状态来看 他哪里痊愈了 分明就是病入膏肓了 不说别的 单单看了苍白的脸色 要说是半只脚踏进棺材了 他都信 最无奈的是 现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临时换人也来不及了 相反的 窝国那边看到林墨的身影之后 土与百里顿时喜上眉梢 这次我看谁还能救你 窝国双方最后一天的比斗 就此正式开始 比赛的出场方式 是按照抽签决定的 由于林墨到场最晚 最后剩下的二号出场位 自然而然的也就落在了他的身上 第一轮是杜厄对安倍金斯瑞 第二轮是林墨对土与百里 最后一轮出场的选手倒是令林墨比较意外 正是昨天那个大卫王李建格 而对手则是一个一身黑袍的瘦弱身影 名字叫灵 这个时候的八番尊者 自然是最开心不过的 华国出战三人 一位身负重伤 两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和尚 和那个什么李建格 看来华国是真的没什么高手了 没想到最后一日赛场竟然如此简单 早知道如此 我应该再加点赌注的 大笑之后 八番尊者已经预感到胜利就在眼前 如此形式 卧国一方便将所有的注意力 集中在了林墨身上 虽然比斗不允许商人性命 但废了对方的武道根基 碎了对方的丹田还是可以的 此战既可以收回瓜田家族 当初赔偿给华国的岛屿 还能赢下对方的航线 假之废了林墨 此举一箭三雕 他八方尊者如何不期待 正当他心中一银之时 比斗也开始了 第一场 南云斯杜厄 对战窝国安倍家族 安倍金斯瑞 请双方选手上台准备 随着裁判长话音落下 期待许久的杜厄 迫不及待地走上了擂台 而在他对面 安倍金斯瑞 正双手交双胸前 面带不屑地看着他 小和尚 我们神果也是信奉佛教的 你直接认输吧 我不想伤你 看他那副鼻孔朝天的模样 杜厄并没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 一手持着奇玫瑰 一手做礼 阿弥陀佛 施主请赐教吧 等他说完 安倍金斯瑞的脸色渐渐阴沉 说着 他双手一抖 腰间的铁锁双镰刀 缓缓地游动了起来 宛如一条毒蛇一般 将其紧紧营绕 而那镰刀的刀锋之上 更是冒着圣人的绿光 很显然 他的兵器是脆过毒的 面对这一切 杜厄只是平静地 举起了手中的奇玫瑰 做好了随时开战的准备 双方准备就绪 安倍金斯瑞率先发动了进攻 只见他右臂猛然一甩 手中的镰刀 便拖着长长的铁链 恶狠狠地 扑向了对手的眉心 然而杜厄面对此招 平静地一挥手中的奇玫瑰 气势汹汹的飞连 便被轻而易举地击落在地 而那锋利的刀锋 竟然如同切豆腐一般 轻而易举地 划穿了脚底的金刚岩 呵呵 倒是有点实力 看来 你也不是八番在井书的 那样的废物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简简单单地试招之后 安倍金斯瑞便已经看出来 这小和尚的反应力不凡 而且手中的那根 看似普通的奇玫瑰 也是暗藏玄机 不然不可能如此轻易地挡下 自己这锋利的飞连 想到这里 安倍金斯瑞也不再打算留守 猛然一车铁链 插入金刚岩的飞连 瞬间收回 而后他便双连齐出 如同密集的鱼点 一般疯狂地刺向对手 杜鹅脚尖轻点地面 下一秒 他便如同猎豹一般 带着层层叠叠的影子 在安倍金斯瑞密集的攻击之下 快速地躲闪 但从如今的战局来看 杜鹅明显是落于下风的 对方的远程攻击 不仅迅猛异常 而且这安倍金斯瑞的身法 也是拔尖的存在 杜鹅几次想要贴近对方 都被其一一拉开距离 擂台之下 正在观战的林墨 不由的眉头紧皱 这安倍金斯瑞的进攻 可以落空无数次 但杜鹅闪躲失误的机会 只有一次 那锋利的连刃 正冒着森森绿光 只要被其划出一点点皮柔 杜鹅可能就得落败 此时的林墨 甚至都已经做好了 随时救援的准备 若非是苦治圣僧的镜子觉 但林墨昨天 很有可能会在幻境之中沉沦 而正当他紧张地 观察着擂台上的局势之时 身旁的一道人影 缓缓地走来 林兄 好巧啊 随着话音落下 林墨也转过了视线 来人正是李建格 相比较于昨天 那虽然有些落魄 但戾气肆意的模样 今日再次见面 李建格大修蝙蝠 黑带树发 灰衣落体 夹着其本就俊俏的脸庞 此时的他 不仅多了几分英气 那恐怖的剑技 也都蕴藏其中 如果说 昨天的他是一位屠夫 那么今天的他便摇身一变 成为了一位谦谦君子 李兄 没想到 你也来参加武盟赛场了 随着林墨的一声招呼 李建格点头回李 当然 他自然也看出了 林墨的紧张之色 不用这么紧张 佛宗武僧 不可能只有这么点实力 见林墨投来询问的目光 李建格淡淡的一笑 随后便开始解释道 这杜鄂 看似是被对手逼得手足无措 但他从头到尾 都未曾使用过 佛宗七十二绝技 甚至连身法都不曾显露 随着他这么一说 林墨瞬间恍然大悟 是啊 关心则乱 同出一门 师弟杜吉虽专修一道 但也是武力超强 七十二绝技中 身法一门更是炉火纯青 这杜鄂作为其师兄 又是武僧 怎么可能弱于杜吉呢 想到这里 林墨原本紧张的情绪 也渐渐放松了下来 至于擂台之上的杜鄂 确实如他们所想 几番闪躲之后 他便大致摸透了对手的实力 阿弥陀佛 平僧失礼了 身法 六座像 随着杜鄂腰身一沉 整个炎武台突然掀起了一阵狂风 下一秒 他直接抬腿往前迈步 不像其他人那般 身法皆是轻柔飘逸 此时的杜鄂宛如一尊巨像一般 沉重的步伐 每迈出一步 整个炎武台都会产生一阵颤抖 最恐怖的是 即便在这距离之下 他的速度也是快的离奇 此时的安倍金斯瑞 脸色瞬间一变 似乎在他面前的根本就不是人 而是一辆急迟的坦克一般 这是你自己找死的 眼见对方朝着自己直冲而来 安倍金斯瑞也不做闪躲 快速甩动双手 而两柄飞帘便如同螺旋桨一般 疯狂旋转了起来 仅仅只是旋转所形成的刚风 便已经在金刚岩石上留下了道道缺痕 等到他蓄力完成之后 两柄飞帘便如同子弹一般猛然飞出 而他这次的目光 竟然直直射向了杜鄂的双眼 原本双方就是以极快的速度相对靠近 此时杜鄂想要闪躲 根本已经来不及了 索性他也不做任何的闪躲 硬生生地撞向了飞驰而来的锋利双连 如此一幕 吓得观众们直接捂住了双眼 第1051集 魂恋绞杀之术 伴随着两声清脆的撞击声 预想中的血腥一幕并没有发生 飞帘在靠近杜鄂不足半尺的距离之时 便瞬间被一股外力推开了 心中照 看着杜鄂身子四周 那淡淡的金光汇聚成的骨钟 林默忍不住惊呼道 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佛宗 72绝技的护体功法 如今看来 其防御能力确实强悍 要知道 那两柄被撞飞的镰刀 此时已经完全没入了金刚岩之中 只是此时的战斗依旧没有停止 见自己的兵器被震开 安倍金斯瑞也是目露惊讶 但此时并不是分神的时候 随着双方的距离不断地被拉近 他脚尖连点地面 如同飞龙腾飞一般 安倍金斯瑞整个身躯瞬间冲上半空 秘术魂练绞杀之术 双目荧光一闪 原本缠绕在安倍金斯瑞身上的铁链 如同长蛇一般飞速游走了起来 眨眼之间 那昂长的铁链 便形成了一个螺旋状的漩涡 将杜恶笼罩在了其中 而伴随着安倍金斯瑞双手一扯 那原本出现在飞帘之上的绿光 瞬间侵染了整根铁链 没等杜恶反应 铁链瞬间收缩 至于那泛着淡淡金光的金钟罩 在触碰到绿光之时 便脆弱地消散开来 没有任何停止 那铁链直接将杜恶束缚了起来 如同是粽子一般 此时认杜恶如何挣扎 那牢固的铁链却是纹丝不动 并且在那绿光的轻视之下 他的衣服也开始冒起了黑焰 等到铁链与皮肤接触之后 剧烈的烧灼之感 加之轻入血肉的腐蚀 杜恶忍不住地发出了痛苦的嘶吼声 见此一幕 安倍家族的长老瞬间得意地大笑了起来 这一局看来是稳了 同辈之内 没人能挣脱我们金丝锐的魂点绞杀之术 即便是我祖宗长老 面对此招也是头疼不已 伴随着他的炫耀之言 一旁其他势力也是纷纷上前祝贺道 长老 恭喜啊 如今金丝锐少爷拿下一局比赛 不仅为我神国赢回了十座岛屿 更是养我神国国威 安倍家族能忍北处啊 此行结束 五十回那边必定会给予丰厚的奖励的 果然还是你们大家族出面 不然这次华国之行 我们可要一败涂地了 听着他们的夸赞之言 安倍家族的长老笑得更是开心 脸上的褶皱都快挤到一起了 各位客气了 为了神国荣耀 我安倍家族自然是义不容辞 要是都像某些人那样 我神国可真要一派涂涕了 说着他的目光便有意无意地 瞥向了八番尊者 而一旁的八番尊者自然也不是蠢人 面对他们的嘲讽 他也不满地砸了砸嘴 还不是我一手安排的 要不是我使用激将法 五盟大长老怎么可能会同意 将赌注提高到这么高 如今获胜了 竟然没一人说自己好 更可气的是 他们排安倍家族的马屁也就算了 为何还要暗讽自己 越想越气之下 八番尊者不由地低声咒骂 得意什么 Bc结果还没有出来呢 谁说沈阳依旧很没成定局呢 现在笑得有多成狂 等会翻转了 便有你们哭的呢 当然 此话不过只是他发泄不满的抱怨之言 打心底他也觉得此战必胜 当然 也是希望此战他们窝国能赢下来 世界总是有些人的嘴是开过光的 等到八番尊者暗自抱怨完后 演舞台上愤怒嘶吼的度饿 眼中的血丝 措杂交织 那种剧烈的疼痛 加之快速流逝的精气神 令他的意识渐渐开始恍惚 然而就在此时 他的脑海中突然浮现了 出入云南寺 做扫地小僧之时的场景 当初令他畏惧不已的 那些罗汉金刚之像 此时在意识之中 竟然隐隐的 有种亲切之感 或有的 他慢慢地闭上了双眼 周身的灵气 也都瞬间收回了其内 这是要放弃了吗 早知这样多好 省去多少皮肉之苦 见对手这番模样 安倍金斯瑞得意地说道 然而就当他觉得 稳操圣券之时 手中的铁链 突然颤抖了起来 这 这怎么可能 对于自己的独门秘迹 安倍金斯瑞 一直是充满自信 这魂链绞杀之术 不仅具有极强的束缚性 而且又有强烈的俯视之能 最主要的是 只要是被自己的铁链缠上的猎物 精气神会被迅速地消耗 但如今 随着铁链颤抖的幅度越来越大 安倍金斯瑞心中 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随即 他便不再犹豫 食指一缩 双手紧握飞帘之后 便朝着对手飞奔而去 而在对面 此时的渡厄完全就是一幅 已经放弃挣扎的模样 身体周围 再也看不到任何一丝力量波动 这个时候 现场的观众几乎都已经绝望了 哪怕是不懂武道之人 都能看得出来 这场看来是输定了 而裁判一方 也做好随时营救的准备 那安倍金斯瑞进攻的目标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就是奔着渡厄的丹田去的 要是此人被废了丹田 那武蒙的面子可就丢大了 毕竟这武僧可是佛宗核心人物的弟子 就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之下 安倍金斯瑞双手的镰刀 距离渡厄的腹部也越来越近了 此时的他都似乎已经能够看到比赛的胜利了 这十座岛屿的赌注 我安倍家族拿下了 说着他手中的双连便交叉成了一个十字 向着渡厄的丹田猛然刺去 这一刻周围的裁判也已经准备开始出手 阻止悲剧的发生 然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浓烈的金光从擂台中央突然炸裂 耀眼的光芒刺得众人眼睛都睁不开 作为距离渡厄最近的安倍金斯瑞 见异便突起 不做任何犹豫 闭上双眼之后 他手中的动作依旧没有停顿半分 只是他所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渡厄已被一层金光罗汉金刚像保护在体内 等到双方靠近 原本双目紧闭的罗汉突然怒目一正 一瞬间 原本还杀气腾腾的安倍金斯瑞瞬间倒飞了出去 如同是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重重地落在了地面之上 这是什么力量 吐出了一口惊血之后 安倍金斯瑞目光震惊地惊呼道 站起身子之后 此时的他双手都不由地颤抖了起来 低头一看 掌心已然是血肉模糊 而更令他惊恐的是 那坚固无比的魂链开始嘎嘎作响 细小如蛛丝一般的裂纹更是接连不断地出现 眨眼之间 整根魂链瞬间炸裂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的魂链了 心痛之下 安倍金斯瑞直接跪倒在地 捧起那些铁蟹 愣愣地出神呆若木鸡 等到金光散去 彼斗的结果便明晃晃地展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此时的金光罗汉也消散不见了 场面上只剩下一脸平静的杜恶 以及那诗神的安倍金斯瑞 再看看那散落一地的铁蟹 众人也都明白了 安倍金斯瑞 你还有在这儿的能力吗 走到他的旁边 裁判轻声问道 只是此时的安倍金斯瑞 一方面被杜恶突然爆发的力量击溃了信念 另一方面 心血供养的家族神兵被震得粉碎 此时的他对于裁判的话语 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 见他这副模样 裁判也只能摇了摇头 随后便将目光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你们怎么说 此时的窝国众人还处于大喜大悲的落差之下 尤其是安倍家族的长老 前一秒他还得意满满意气风发地接受着众人的吹捧 没想到打脸竟然来得如此之快 更重要的是云铁魂脸 那可是他们安倍家族的神兵宝物 如今不仅输了比赛还毁了神兵 妥妥地赔了夫人又折兵 至于其他人此时的脸色也是垮了下来 这场一输 即便他们后面两场全都赢了 也就堪堪形成平局之数 航道的希望算是彻底破灭了 第1052集 杜吉现状 裁判那边见他们久久不回话 便又低着不耐烦的语气问了一遍 你们是主动认输还是继续比赌 等待了一会之后 八番尊者也只能咬了咬牙走上了钱 我们认输了 说完 他整个人便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瞬间粘了下去 当然更多的 他还是想扇自己几个耳光 真的是乌鸦嘴 擂台之上 随着安倍金斯瑞被抬下台之后 杜鹅浑身一松 拄着奇眉棍虚弱地走下了台 显然刚刚那番变化 对于他来说也是损耗巨大 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 路过林墨与李建阁之后 杜鹅淡淡地说了一句 虽然语气平淡 但那喜悦之情却是藏不住的 等到他离开之后 林墨与李建阁相互对视了一眼 从对方的目光之中 皆是看到了震惊之色 除了比赛双方以及裁判 他们二人是距离擂台最近的 而刚刚突然爆发的那一道 毁天灭地的力量 竟然给他们带来了那种宾死之感 灵魂似乎都要被抽出来一般 而另一边 等到杜鹅来到师尊身旁之时 苦智 轩元明 玉树等人 皆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后起之辈 顿悟佛门圣躬 若是不出意外 这杜鹅必定会成佛宗的一方大能 师尊 弟子心不辱命 来到苦智身前 杜鹅直接跪下了身子 显然有生之年第一次经历这种生死之战 也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不错 心有多寒 未来可期 不过切记 解交解躁 我佛习武之人 便是为了守护仓生 而非正强好生 刚刚那一幕 外人可能不知道 但作为佛宗的灵魂人物 苦智大师 可是看得真真切切 罗汉宁申 这是武僧迈入佛宗大道 最重要的一步 如今杜鹅已经迈出了这一步 不出意外 未来这弟子的成就 不在于自己之下 虽说佛宗之人 讲究六根清静 但既为人师 何人是盼望弟子 清出于蓝 而胜于蓝呢 而杜鹅听完苦智的告诫之后 虔诚而跪 是 弟子明白 当他抬起头的那一刻 淡淡的金光陷于眉心 随后又瞬间隐没其中 苦智大师 你现在可曾明白所说的 等到杜鹅退下修养之时 宣元明面带深意地问道 阿弥陀佛 谢大长老殿明 贫层略有残谋 就刚刚的危急时刻 若非是对方拉着自己 苦智早就出手了 如今他似乎有些明白 宣元明之前的话语了 一味的庇护 确实是阻碍了弟子 武道之行 便是游走在生死之间 方可悟出大道 想到这里 苦智的目光深邃地 望向了天边 也不知道自己那个固执的小徒弟 如今又是何种境地呢 而在极远的南岳省 正在为患者探脉的小沙迷肚疾 莫名其妙地打了一个喷嚏 而他身前的一位老妇人 赶忙关心地问道 圣僧不会是感冒了吧 如今立冬天气寒冷 你就穿这么单薄的衣服 可不要冻坏了身体啊 施主 无妨 小僧不冷 带着纯洁善良的笑容 妒忌便开始继续为妇人 诊断病情 而她的背后 那个厚厚的包裹 帮洁之处 已经极具了淡淡的尘土 可想而知 当初临行之前 林墨赠予她的素衣 她一直未曾打开过 处理完所有的病人之后 妒忌缓缓地起身 阿弥陀佛 村上的利己都已经清楚 往后施主们 切不可直接使用生水 一定要煮开 平僧便告辞了 双手合十 她微微屈身 听闻此言 一众村民们顿时慌了神 圣僧大恩 我们还没有报答 再留一日吧 好让我们表达一下心意啊 对啊 圣僧 我们半屋村 位置偏远 说非圣僧 我们这一村的人 可能都活不了了 再留一日吧 面对村民们的苦苦挽留 妒忌淡淡一笑 诸位施主心意 孝僧领了 但前方多苦难 孝僧不能停下脚步 听闻此话 众人这才冷静了下来 南岳省群山环绕 很多像他们这样的偏远村庄 根本不能有医生前来 一旦染上传染病 很可能就只能乖乖等死 如此 他们也不好再做挽留 只是当妒忌转身之际 身后突然传来了呼喊声 圣僧 请等一下 话音落下 只见一位白头老汉 捧着一个木碗 颤颤巍巍的走到了妒忌身前 圣僧 乡也贫瘠 没有什么好东西 家族老妇 烙的各种米饼 还请圣僧带上 伴随着老汉的这一举动 其他村民也瞬间领悟了过来 而后 有一人算一人的 全部跑回了家中 又急匆匆地赶了回来 一时间 整个村庄上百人 皆是手捧干粮 硬塞给了妒忌 正当妒忌想要拒绝之时 那白头老汉 竟然做事就要跪下 如此行为 也是吓了妒忌一大跳 施主 使不得 这是所为何事 圣僧 我们心意有亏 你若不收下 我便常跪不起 有了老汉的带头 其他村民也是跟着就要跪下 如此盛情 妒忌再做不得推辞 各位施主 万万不得 孝僧收下便是 而后 妒忌便伸手 从老汉的碗中 取下了最上方的两张烙饼 施主的心意 孝僧已经收下 诸位施主 请珍重 说着 他便不再停留 直接转身而去 原地 村民们也只能愣愣地 看着妒忌的背影 等其彻底消失在视线之中 白头老汉 还是带领着村民们 跪留下来 活佛圣僧 一路保重 这一切妒忌自然不知 只是伴随着 他平静而均匀的步伐 眉心的金光 若隐若现 妒忌之事 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着五盟大赛这边 伴随着第一场的失利 窝国一方的气势 明显被打到了冰点 在场唯一情绪高涨的 便只剩下了土玉百里 原因无他 只是下一场 他便要上台废了林墨 废了这个 窝国同辈之人的 心中杂念 看来还是 得我们土玉门出手啊 真是晦气 第一场就失利了 早知道这般不堪 还不如 让我们土玉门的人上场呢 至于林墨这边 李建格看着他满脸 苍白虚弱不堪的模样 不由的关切问道 林雄 你能顶得住不 实在不行的话 这一场我们认输算了 最后一场交给我便可 我保证能按下比赛 你的话 还是身体为重吧 对于李建格的关心 林墨面带笑意 抬起手中的太阿 在对方面前晃了晃 你不是说 我的兵器不错吗 如此神兵 不饮窝人之血 岂不可惜了 说完 林墨便缓缓地走上了擂台 留给李建格的 只有一个潇洒的背影 虽然没有正面回答 但从话语中也能看出 林墨对于此战有着绝对的信心 巧的是 此时的土玉百里 也有这样的信心 虽说昨夜的围剿计划 林墨那一件 给他心中留下了不小的阴影 但乙方众人 同样也是重创了林墨 若非是有人搭救 他早就命运当场了 虽然可惜 不过这样也不错 他土玉百里 正好当着众人的面 将其彻底废了 你们华国可真是没人了 竟然让你这个半死之人来参加比赌 此言一出 现场愤然 不过怎么说呢 如今林墨的外表状态看起来 的确有些虚弱不堪 苍白的脸色 沟楼的身躯 完全就是一幅病入膏肓的模样 而唯一例外的 或许只有小蛮了 虽说见到林墨那副模样 他有些心疼 但这并不能阻碍 他对林墨的莫名崇拜与依赖 趴在长老席的栏杆之上 他开心地挥舞着自己的小拳头 林墨哥哥 加油 林墨哥哥 你是最棒的 林墨哥哥 打烂他的臭嘴 或许是过于激动 此时的他 小脸颊都已经胀得通红 至于其他人异样的目光 小蛮根本就不管不顾 此时他的眼中 只有林墨 擂台之上 近林墨没有反应 图欲百里的气焰 变得更加的嚣张 今天 我看你还有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这一场 我要不废了你 我就不幸图欲 在他看来 对战如此重伤之人 只不过是信守年来之事 第1053集 被抵挡的剑破 对面 林墨原本只想着早点结束比赛 好回去休养身子 只是 这图欲百里 属实有点话多扰人 抓紧时间动手吧 有这个时间巴巴 比斗早就结束了 听到林墨不耐烦的声音 图欲百里 戏谑的一笑 那便是若你所愿 话音还未落下 林墨便感觉到 脚下一阵灵气的波动 不敢有丝毫的犹豫 他直接往后翻了几个筋斗 单手撑地之后 远远地离开了 刚刚所在的位置 至于原地之上 则是出现了一座座 三脚尖刺 多少有点不讲究啊 竟然偷袭 看着那些突然出现的 土之尖刺 林墨不屑地嘲讽了一句 只是 对面的土欲百里 并没有回话 脚下生风 绕着整个演舞台 飞速地跑动 经历过昨天的交手 林墨虽然意识沉沦 但记忆还在 这土欲门的对手 不仅一手空土之术 练得如火沉青 关键在其身法 也是出类拔萃 若是在身体 全胜的状态之下 林墨自然不会畏惧对方 但是 以他如今 实力这般的状态 想要击败对手 拿下比赛 还需要费一番心思 而沿着擂台 跑动的土欲百里 已经将自身的身法 发挥到了极致 乍眼望去 此时也只能 堪堪见到一道人影 在飞速地闪动 处于擂台中央的林墨 此时也将注意力拉满 对手的手段 他是见识过的 与安倍金斯瑞一般 都属于那种 远程进攻的好手 果不其然 正当林墨拔剑之时 身后一道寒芒 飞闪而过 脚尖点地 回身挥剑 土之尖刺 瞬间便被劈成了两半 而伴随的土欲百里 发动进攻 接下来的攻击 便是如同疾风咒语一般 连绵不绝 四面八方 吐刺呼啸而来 而伴随林墨不断地挥剑 一道道吐刺 纷纷被阻挡了下来 反应力 敏捷力 倒也不错 不过终究身怀暗胜 我看你还能撑多久 心中这般暗暗地想着 土欲百里 再次加快了出手的速度 吐刺的数量 也在这一瞬间 疯狂地席向林墨 并且更加地密集 确实如他所想的那般 如此高强度的闪躲之下 林墨见感体力不支 精神上也出现了一丝丝的恍惚 一时间反应不及 那尖锐的吐刺 直接刺向了林墨的眉心 即便是他快速扭头 脸上还是被划出了一道不浅的伤口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原本的节奏也在这一瞬间被打乱了 至于土欲百里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他急杀身影 只见他蹲下身子 双脚猛地一蹬 整个人便如同炮弹一般 飞速冲向了林墨 而在这奔走的过程之中 他单手蓬勃灵气 煞石涌现 随着他右手一握 所有黄土便疯狂地朝着他飞涌而去 眨眼之间 一柄杖米于长 三尺于宽的巨刃 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并非是他不想将林墨活活给耗死 只是这种吐刺的远程攻击 对于他土欲百里 也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加之急速奔走 若是一直维持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很可能他土欲百里将自己耗垮了 对手都不会倒下 此时林墨才堪堪躲过所有的吐刺 突然面对如此的巨刃 下一时弹便挥剑迎敌 砰 双方的兵器相撞 瞬间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只是林墨的太阿 虽然将对方的巨刃 批出了一个硕大的缺口 但这恐怖的力量也将他狠狠地击飞 趁着这个来之不易的空档 腾空而起的林墨 抬手朝着土欲百里 直接挥剑而出 剑破 落地之后 林墨双足登地 滑行了大约十余米之后 这才站稳了身体 而对面的土欲百里 再次面对此招 竟然没有使用土盾之术 而是直接变化了手中的巨刃 当剑气临近之时 他的身前一到一米宽的土墙 瞬间成形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颤抖 土墙之上便出现了一个深邃的缺口 只是剑气没入整个墙面三分之二的位置 便被彻底阻拦了下来 我就知道 负伤在身的你 根本发挥不出权力 大笑过后 土欲百里的喘息 也变得沉重了起来 显然 这土墙防御之术 对他也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擂台之下 李建格看着场面上的战斗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抬眼望去 使用完密技之后 林墨的脸色变得更加的苍白 而且同为用剑之人 李建格一眼便看出了端倪 里面这一剑虽然强悍 但是由于血气有缺 发挥出来的实力 不过十分之四五 根本就破不开对手的防御 同时这一剑 也成为了压垮林墨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时的他已经是油尽灯枯 若是没有别的底牌 这一战看来是要输了 而林墨此时的状态 也确实是如此 剑破虽然破坏力十足 但是对他的精气神的损耗 也是同样的巨大 原本便出现恢复器的他 此时连举剑的动作 都是异常的吃力 身下一软 他整个人直接单手称帝 半跪而下 暗暗摇头之后 林墨微微叹息 原本还以为一剑能解决对手呢 终究是高估了自己的身体状态 同时也低估了对手的手段 对面 撤出防御的土墙之后 土玉百里看着林墨这副 任人宰割的模样 顿时更加的得意了 刚刚你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怎么就跪地求饶了 不过现在求饶也没用了 我要将这些吐刺 一根一根地盯进你的四肢 最后再废了你的丹田 这是不是有点什么大病 比斗期间 实在不行 自己认输不就完了吗 你怕是当裁判不存在 当然 土玉百里也确实是一个 言而有信之人 慢慢走到林墨身前 他抬手一挥 一根筷子粗细的吐刺 急速地飞出 伴随着林墨眉头一皱 那吐刺便直直地 扎进了他的大腿 一时间热气直冒地鲜血 疯狂地涌现 哟 意志力挺强的嘛 这都不叫坏 这样呢 说完 又是一根吐刺 扎进了林墨的手臂 此时双方的距离不过三丈 看着对方不断再次抬起的脚步 林墨突然咧嘴一笑 百里先生 你离我有些近了呢 话音未落 林墨双目一睁 察觉到异样 图与百里顿感不妙 只是正当地打算躲闪之时 突然眼前一花 还没等到反应过来 顿觉小腹一阵刺痛 而后他便感觉到 自己体内的灵气正在疯狂地流逝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瞪大布满血丝的双眼 图与百里愤怒地问道 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 干嘛还要问我 不过是在你的丹田 开了一个小小的孔洞而已 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呢 说着 一道细小的玄铁针 便静静地 浮在林墨的手掌之上 你 虽然已经猜到了 但丹田被迫的事实 从林墨的嘴里说出来之后 图与百里双目顿显绝望 这怎么可能 这林墨明明已经成了 任人宰割的状态 而且有如此强劲的底牌 昨晚的时候 为什么不适用出来呢 这点也是他倒霉 独孤九珍 也只是林墨才获得的而已 并且也才刚刚上手 如果不是他自己做事 太靠近里面 这次比斗的结局 还真难说了 然而虽然丹田被迫 但他力气犹在 愤恨之下 他咬了咬牙 捏着拳头 杀气腾腾地 向着林墨走去 丹田被迫 绝望之下 土与百里 直接抱着同归于尽的打算 目露疯狂 只是他还没走出几步 林墨强忍着脑海之中 那撕裂的疼痛 再次使用起了独孤九珍 伴随着他太阳穴上 抱起的青筋 手中的玄铁针 稳稳地升空 而那冒着寒光的针尖 正死死地对准 土与百里的眉心 感受到死亡的威胁 原本怒火中烧的土与百里 瞬间冷静了下来 丹田被迫 无非就是灵气流逝 根基破碎 但是要是头颅之上被破出一个小洞 那就是真的死得透透的了 你应该庆幸五盟大赛的规矩是不能杀人 不然此刻的你就是一具尸体了 我不像你们做事没有底线 你若能在短时间内找到天才地宝 破损的丹田还有修复的可能 但若是你再往前踏一步 便是死 随着林墨最后一个字脱口而出 浓浓的杀意扑面而来 至于对面的土与百里 也不知道是被林墨的气势震慑住了 还是因为看到了修复丹田的希望 没有任何的话语 他直接转身走下了擂台 而他这番举动 自然也宣告了林墨的获胜 第1054集 加美奶的安排 尝出了一口气之后 林墨也坚持不住了 仰着头重重的瘫软在地 邪眼望去 一旁的裁判正呆呆地看着他 林墨咧嘴一笑 我松明波 裁判默默地点头 旁观者清 对于最后一刻的对峙 他看出来林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控制玄铁针 使其腾飞 已经是林墨最后的倔强了 但凡土玉百里再坚持几个呼吸 林墨必定坚持不住 但那土玉百里没有 绝望加之愤怒 已经侵染了他所有的情绪 根本就没有任何心思 再去思索其他的事情了 而在林墨的威逼利诱之下 此人的状态也瞬间崩溃 急忙下台 打算寻找林墨所说的天才地宝 可以说 这场比赛到了最后 其实就是心理博弈 庆幸的是林墨胜了 想到这里 这位武盟的裁判 不由地露出了欣慰的笑意 后生可畏 真的是后生可畏啊 看着裁判朝着自己回忆笑容 躺在地上 精神与身体都虚弱不堪的林墨 忍不住地只翻白眼 裁判大人 我说我现在能站起来 稳稳当当地走下台 你信不 后者先是愣了愣神 随后懵懂地摇了摇头 你现在的状态 说话都非劲 怎么可能自己下台 所以啊 赶紧宣读比赛结果 我需要抢救呢 这个时候 裁判大人终于反应了过来 这一场 林墨获胜 快 一会儿远 强撑到这个时候 林墨再也坚持不住了 体能和精神力的消耗 都已经到达了极限 听到这呆萌的裁判 终于肯为自己传呼救护之时 林墨也放松了思绪 随后两眼一黑 直接昏迷了过去 至于另一遍 见林墨快速地被抬下擂台 八番尊者的阴沉的脸色 都能滴出水来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 要是那土鱼百里 再坚持一会儿 或者能静下心来 他就能明白 以林墨的品性 要是还有余力 怎么可能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并且好言提醒 可惜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至此 我国再输一场 算上之前 这个时候 华国已经赢下了他们 三十座岛屿了 这 简直是颜面尽失 要是这样 他们还哪来的脸面 回窝国本土呢 一时间 在场的窝国成员 不论老少 皆失落地 低下了头颅 毫无士气可言 同时 在心中也 暗暗地咒骂 什么顶级家族 什么顶级势力 一开始 装什么大尾巴狼 尤其是土鱼百里 若非他在最后的 紧要关头 靠近林墨去嘚瑟 哪会有现在的事情 对于一众同行之人的不满 土鱼百里并不知晓 不过 即便就算是知道了 他也毫不在意 此时的他心中 只有一个念头 赶快回到窝国 赶紧寻找林墨口中所言的 修不丹田的天才地宝 没有任何的招呼 也没有任何的言语 在一众同伴的注视之下 土鱼百里便被家族之中的长老 快速地带离了此地 甚至连本门的其他弟子 也都不管不顾了 任由他们留在原地 受尽其他人的冷眼 而在后方 贵宾观战室内 加美乃看完了全城的比赛 不过 对于输赢的结果 他反而没有像其他人那般在意 毕竟 他此行华国的主要目的 并不在于此 出面五盟比斗 只不过是顺手而为之事 若非是那八番尊者 办事不力 他甚至都懒得见到此人 我原本以为 只是八番在井是个废物 没想到 这土鱼门和安倍家族的两个娃娃 有过之啊 伴随着他平静地吐槽 暗影的墙角 一道黑影悄悄走了出来 加美乃大人 你让我调查的事情 我已经查到了 这最后出场的李建格 乃是此人的孙子 说着 柳影白展便递过去一张纸条 接过之后 加美乃淡淡地撇过一眼 原来如此 难怪我一见到这少年 便觉得有股熟悉之感 真想看看 要是废了李建格 那人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说着 加美乃将缓缓地扭头 看向了一旁穿着黑袍的侍女 怎么做 不用我教你了吧 属下明白 恭敬地回答完后 黑袍侍女直接离开了房间 而后便向着擂台走去 而随着她的离开 刘影白展这才继续说道 大人 在下办事不理 自从上次被白家那老不死的发现之后 整个白家大院的房具 已经提升到了最高等级 想要潜入其中 恐怕还要花费一点时间 沙发上 加美乃听闻这个消息 先是敲了敲茶几 而后才淡淡地说道 毕竟白家毕竟是 华国十大家族中顶级的存在 此时慢慢来吧 若是实在不行 可以试着从白面郎那边下手 只是 如今南静王和东海王一直在她周围 倒也不好下手 你自己考虑吧 哪一方方便行事 你就从哪边下手吧 对了 林墨那边你派人盯着她的行动 刚刚她此偷袭的手段 让我想起了一位老朋友 到时候 我亲自去与她见面 戴琪说完之后 身旁的刘颖白斩 弯腰拱起了双手 是 在下明白 话音落下 她便慢慢后退了身子 等到阴影将其完全遮掩之时 她便消失在了房间之内 伴随着时间的缓缓流逝 华窝双方的比斗 也来到了最后一场 对于这次约斗 华国已经是收获满满了 就算最后一场比赛输了 那赢下来他们窝国二十座岛屿 不过 人心怎么可能有如此轻易被满足的时候呢 即便武盟能接受失败 现场数十万观众也不能接受 四十座岛屿啊 就算是再贫瘠的岛屿 其周围还有海域的存在 若是李建格能迎来这最后一场比赛 华国的领土 就相当于多出了一个省的海域 这可是开疆阔土之创举 但凡作为华人 何人不心动呢 尤其是武盟长老观众席上 一众老者 此时都已经开心的屡直了胡子 交谈的话题 也都是围绕着庆功宴如何举办 对于李建格 他们反倒不怎么上心 这小子要是能输 他们原地辞去长老之职 就是这么自信 随着林默昏迷 被送到了医务室 小蛮也是一脸担心地跟了过来 见到病床之上的林默 小蛮差点就抱走了 若非那阿什纳拼命阻拦 小蛮说什么 也要将那土玉百里 永远地留在京都 这边林默还在沉睡休养 擂台那边 最后一场决战已经开始了 李建格双手交叉 缓于胸前 一柄棕色长剑 藏于其中 平静的脸色 没有丝毫的情绪波动 正对面 黑袍侍女也缓缓地走上了擂台 不同于昨天围剿林默之状 从主人加美奈的言语之中 所透露的消息来看 眼前这位云淡风轻的少年 虽然看不出任何的灵气波动 但黑袍心里清楚 此人必定棘手至极 为此 他特地带上了自己的兵器 巨连断罪 巨连周体漆黑 长约四米 顶端的连刃也有两米有余 而黑袍本人不过一米七左右 此时握着这柄巨连显得格外的突兀 轩元明作为武道高手 仅仅仅一眼便看出了擂台之上 对战双方的不凡之处 一旁聂空明认同的点头 此二人虽然灵气不显 但都是内藏中秀的顶级高手 若非是李建格回归 这一战还真不好说呀 说着 聂空明的目光便扫向华国戴战席的一众年轻天才 随后又淡淡地摇了摇头 即便众人之中实力最强的纳兰兴灿 依旧与这身着黑袍的少女有着不小的差距 确实 这一场应该就是我们这一届武蒙幻届 年轻一辈的最强一战了 此战结束后还要辛苦一下聂老 九十九位战堂剑席教官的争斗 还需要继续进行 张叶清 纳兰兴灿 写尘王 雷千菊 莫穷霜 宋莫玄玉等人直接进击 等到宣元明说完 聂空明直接应承了下来 只是这些人要是直接进击的话 其他的残材人员会不会不服气呀 宣元明长须一缕淡淡地笑着说道 要是有不服气的 让他们直接挑战这些人就是了 年轻人没有自知之明可不行 那我便明白了 第1055集 秘技 大木天 就在二老交谈之际 擂台中心的比斗也正式开始了 灵气流动 黑袍侍女双手紧紧一握 硕大的巨连便轻巧地在他的手中挥舞了起来 连任之上 漆黑光芒不断涌动 携带排山倒海的气势朝着李建格的尖头狠狠地劈下 但被巨连划过之处 空气都微微颤抖 整个擂台之上更是狂风肆虐 如此的气势直接惊呆了戴战席的所有华国成员 即便相隔着数百米的距离 那凛冽的杀气依旧迎面而来 令人不由寒毛乍气 要是被这一击击中 绝对会被劈成两半 只是面对此招 李建格依旧波澜不惊 当巨连靠近之时 他也只是平静地伸出左手 二指一合化作剑状 三尺剑影飞速凝聚 这一刻无双的剑气瞬间横扫整个擂台 而当暗剑影迎着那寒芒四射的连刃正面挥击之后 黑袍原本凶猛的攻势直接被阻拦了下来 整柄镰刀也因此剧烈地碰撞 微微地震撼 因为这一对碰所产生的波动 更是吹得双方的一袭长衣嗖嗖作响 这也太强了 在场同辈之人见此一幕无不感叹 若非是亲眼见证这场比赛 双方的参赛选手都不敢相信 同为同辈的武道天才 实力竟然有如此天差地别 而人群之中的纳兰星灿双目更是充满了不安 五年之前 他与这李建格才刚刚显露声明 年轻之人意气风发 许得皆是人间第一流的宏愿 为此他特地私下约斗了李建格 只是最后的结果 他输了对方半招 之后他便下定决心 全心苦修武道 后来听说李建格只身奔赴极北之地历练 从此了无音讯 那个时候 纳兰星灿还有一丝惋惜 没想到如今再次见面 双方的差距已经拉得这么远了 自己引以为傲的秘迹 在别人手上不过是普通的招式 更恐怖的是 这李建格仅仅是只手一挥 便轻松地抵挡了下来 仅仅只是第一招的对碰 却也给在场的同辈之人 带来了深深的震撼 此时交手的黑袍侍女 同样也是目露震惊 他能预料到对手很强 但没想到过 能强到这般地步 如此自己也不必再做留守了 双手挥舞 拒连打了几个旋转之后 被黑袍横卧于身后 下一刻他单手结印 口念繁杂难懂的咒语 咒术 虚弱 咒术 迟钝 一连两道咒术发动 李建格下意识地眉头一皱 两道淡淡的黑色灵气 瞬间引入他的身躯 即便他已经激发体内的磅礴剑气 却也阻拦不了此物分毫 下一秒 他便感觉自己的体力 开始飞速流逝大半 反应力也开始渐渐地 变得迟钝 这就是阴阳家族的手段吗 倒是有些诡异 而正当他好奇地观察身体的变化之时 对面黑袍的进攻再次袭来 就这些手段的话 你还奈何不了我 相较于极北之地 那种几乎一时都要被冻住的超低温 此时黑袍少女的咒术 完全就是小巫见大巫 淡淡一笑之后 李建格只是双指画剑 虽然出手的动作慢了几分 却依旧稳稳地挡下了对方的巨大的镰刀 脚下纹丝不动 黑袍一看即便自己已经施加了咒术 但依然拿不下李建格 脸色慢慢地显露出焦急之状 随即他再次加大了灵气的输出 一时见原本泛着黑芒的巨帘 顿时燃起了紫黑色的冷艳 虽然没有任何炙热之感 但仅仅只看着这不断摇曳的光芒 便让人不寒而栗 给我落 怒吓之下 黑袍再次挥动镰刀 这次李建格虽然挡下了巨帘 但终究被震退了数步 只是黑袍剑这一击 依旧没有显著的效果 再次加重了手中的力量 一击比一击猛烈 一招比一招凶残 再看李建格 从始至终 他都只是一手抱着长剑 一手抵挡对方的进攻 将自己防护的密不透风 这边李建格波澜不惊地招架 对面的黑袍侍女 连续不断地猛烈进攻之下 额前已经生出了汗水 手臂也在一次次的 招式对碰之中 开始发酸发麻 此时的他就算再傻 也明白了过来 若单单只是凭这样的手段 他根本就奈何不了对方 所幸他再次收回了武器 使用了自己最强的底牌 随着黑袍侍女 双手缓缓抬起 他背后两只漆黑的巨爪 悄然而现 一时间 阴冷的寒意 瞬间侵袭了整个擂台 至于台下 选手更是感觉头皮发麻 随着场面之上 寒意四起 周围的光线 似乎都暗淡了下来 这一刻 李建格才露出了认真的神色 这种寒意 确切来说 应该是一种阴冷 不同于体表 这种阴冷 直接侵袭的 是人体的意识精神 看来 不认真是不行了 低语了一句之后 李建格一直抱在怀中的三尺清风 终于出窍了 一时间 炙烈的气息结合领冽剑气 横扫四周 原本体内的昼印 此刻也瞬间消失不见了 而那原本侵袭整个阴武台的阴冷之气 也在这一刻飞速消散 一直将其逼退到数十米之后 两个气势 这才达到了均衡的状态 而他之所以能在极北之地 独自生存这些年 靠的就是手中这柄 纸阳剑 此时硕大的擂台之声 一寒一热 两道气势形成了风暴 境味分明 恐怖的气势 更是将裁判都逼到了擂台边沿 正当他灵气一阵 打算继续迈步之时 身后突然出现了一道身影 来人正是宣元明 笔斗双方所牵涉的威势 过于庞大了 一旦爆发 极有可能波及到台下的观战选手 甚至波及到现场的普通观众 他特地亲自上台 为的就是控制交战双方的笔斗之时 所产生的余波 而当他点了点头之后 其余聂空明以及其他几名核心长老 也一同来到擂台周围 随时准备着突发状况 至于此时的笔斗双方 已经将气势积累到了极致 此时的黑袍之下 传来了阴冷的声音 同辈之人 能将我逼到这种 你是第一个 对面的李剑阁 只是耸了耸肩膀 近五年 能让我拔剑的 你也是第一个人 笔装逼 谁怕谁啊 而且他说的也确实是实话 五年极北之地的历练 他接触的都是无比强悍的各种凶兽 哪来的人子一说 当然这一点黑袍并不知晓 带着阴冷之意 他后背的漆黑巨爪 朝着前方猛然出手 朝着李剑阁迅速叹去 只是巨爪的速度虽然极快 但是李剑阁的反应也同样不慢 还没等他靠近 他便一个闪身消失在了视线之内 此时那漆黑的巨爪落下 重重地拍在了擂台之上 伴随着金刚炎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纹 无数碎石宛如子弹一般 迅速朝着四周击舍而去 庆幸的是 由于薛元明的提前安排 擂台周围已经被一众武蒙长老包围 当无数碎石迎面袭来之时 众人立马出手 气势一震 无数碎石纷纷化作粉末 这一刻薛元明不由地为自己临时的决定 暗暗松了口气 不然现场必定死伤无数 而比斗依旧在进行中 躲过对方一击之后 李剑阁终于发动了进攻 身影闪动之下 他以极快的速度来到了黑袍的身前 左脚往前一踏 攻着身子 手中的智阳之剑 由下而上挥砍而出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一击 黑袍的身后那悬浮半空的另外一只巨爪 突然向下一握 直接将黑袍保护了起来 此时李剑阁的剑锋已然来临 带着成百上千的残影 智阳剑直接劈上了巨爪 刹那之间 恐怖的余波竟然直接掀起了脚底的金刚岩 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能折腾的吗 感慨了一句之后 聂空明领着一众长老再次出手 虽然有着大木天巨爪的保护 但在李剑阁的恐怖攻击之下 黑袍侍女依旧被震退了出去 脚下留下两道 身约半尺有余的 长约二十来米的脱痕之后 他这才稳住了身形 太强了 抹了一把嘴角的血迹 黑袍不由地感慨道 自己这至强密技大木天 不仅仅攻击能力极强 防御能力也是拔尖的存在 然而 这李剑阁仅仅只是一招 便将自己震出了内伤 就在他满心震惊之时 对面李剑阁仍然维持着弓身的姿势 只是嘴角微微勾起 实力不错 竟然能挡下我的智影杀 不过 接下来这一招 不知道你定不定得住 话音落下 他的身影再次闪动 眨眼之间便来到了黑袍的身前 脸色一变 黑袍侍女赶忙再次控制 木天巨爪挡在了自己的身前 同样的招式 还想挡住我第二次吗 剑技 智凡天 随着李剑阁再次挥剑 身后原本凛冽的剑气 瞬间回笼到了他的体内 而他此时的气势 就如同是一颗膨胀到极致的气球一般 随时有爆炸的风险 见此一幕 一旁监督比赛的轩元明 都不由地变了脸色 随后赶忙焦急地呼唤道 快 这小子 咬疯了 听闻此话 周围守护的长老瞬间也紧张了起来 纷纷将自身的状态与注意力 拉到了满直 哄 剧烈的声响 瞬间向着众人横扫而去 一时见 在场之人纷纷捂住了双耳 可即便如此 耳膜依旧被震得生疼 他也望去 整个擂台 也被漫天的尘土所包裹了起来 根本就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至于距离擂台比较近的一众参赛选手 感知到那恐怖的余波扩散之时 便立即从待战席站了起来 随后更是飞速地往身后闪躲而去 一直来到了安全的地带之后 他们这才莫待惊恐地回头望去 只不过 此时武盟的各大核心长老已然出手 两两联动之下 直接将那恐怖的余波封在了擂台之内 只是这漫天的尘土 却让他们遭了大罪 直冲云霄的尘土之中 突然便传来一阵阵的咳嗽之声 最后几名长老也从尘土之中冲了出来 只是此时满身尘土的他们倒显得有些落魄之意 一时间责怪之声纷纷响起 只不过每个人的脸上那若有若无的笑意 已经将他们最真实的想法给暴露得彻彻底底 而在这漫天的尘土之中 侍女的一身黑袍 此时已经被凛冽的剑气阵的粉碎了 至于那黑袍之下的衣服 此时也成了残破的条状 原本洁白的肌肤 此时已经沾满了鲜血与尘土 至于头顶更是皮头散发 满脸污渍 而在重伤之下 灵气损耗殆尽 那一双木天巨爪也快速地钻回了他的身体 原本枯瘦如柴的手臂 这才开始慢慢冲凝了起来 然而正当他挣扎着想要起身之时 咽喉之处一柄长剑悄然而现 你输了 李建格平静地说道 然而回应他的只是刺耳的尖叫之声 看到黑袍双手裹住自己的胸前 李建格这才反应过来 对方终究是个女孩子 身体之上零星的布条和裸露也没什么区别 面色一炯 他便收回了长剑 漫天尘土之内发生了什么 在场的众人并不知晓 唯一看到的便是 那窝国的选手突然一声尖叫 而后便裹着李建格的风衣 慌忙地从中跑了出来 这一幕令众人瞬间蒙圈了 啊 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知道 我没有偷誓言 你说 他们会不会在里面 你懂的 我懂你个汉买皮啊 就那窝国你儿门的副模样 送到你面前 你吓得去手 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 一旁的同伴抬眼望去 只见窝国的选手浑身鲜血 满脸污渍 披头散发 看得他瞬间一个冷战 更别说有什么其他想法了 管他呢 我们赢了就行了 还没等到 宣元明这位临时裁判 宣布比赛结果 现场便突然响起了 巨大的欢呼之声 赢了 我们赢得彻彻底底 凌凤窝窝果 武谋好样的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欢呼之声 擂台之上的尘土 也慢慢散去 相比较对手的落魄模样 此时的李建格 依旧是那幅云淡风轻的模样 至于手中的炙热剑 已经被他收回了剑鞘 队长 李建格胜 宣读完比赛结果之后 宣元明直接走到了李建格的身旁 臭小子 你不知道控制一下力道吗 我们好不容易搭建的炎舞台 就这样被你毁了 说着 宣元明便指了指身后 原本好好的金刚炎炎舞台 此时已经坍塌了一大半 而另一边也因为巨大的冲击 出现了无数的裂纹缝隙 挠了挠头 李建格憨憨一笑 大长老 你又不是不知道 鸡北之地历练的这五年 我都是要面对什么样的敌人 我这大开大合的招式 都已经用习惯了 一时间 赶不过来 当然 这仅仅只是他的一个说辞而已 从心底里 他也有其他的目的 只是不方便说而已 以后可要注意了 若不是我们反应及时 就你这场比赛 不知道要造成多大的伤亡 面对大长老的告诫 李建格面色认真地表示 谢谢大长老 放心 下次我一定会注意的 当然 他心里可不是这样想的 要是没有这些大佬都战 他也不敢这么来啊 而后宣言明强忍着笑意 又告诫了他几句 大体就是 不可过度骄傲 要学心学习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之类的 说完之后 宣言明这才满心欢喜地离开了 至于聂空明一众长老 也是面带欣慰地 来到了李建格的身前 好小子 骗子过人 干得不错 花国的未来 都是你们年轻人的 说完便抬手 用力地拍了拍后者的肩膀 顿时疼得李建格 呲牙咧嘴的 而聂空明的嘉奖 也只是开始 后面所有督战的 核心长老团陆续接上 一个轮一个地 对着他咔咔 就是一顿表扬 最后欣慰地 拍了拍他的肩膀 可能就是长老们太激动了 所以下手有点重而已 就是这样的 这般想着 李建格揉了揉疼痛的肩膀 走下了擂台 而在离去的 核心长老团中 窃窃私语之声 悄然而起 你们不行啊 下手这么轻 轻 你在开什么玩笑 老夫使用的是按键 保证他肩膀红肿 一个迭拜 此法甚好 让他害我们丢老脸 欢声笑语之间 众人慢慢地 回到了长老席 赛后的事情 自然就交给聂空明了 随着战斗落下帷幕 喜气洋洋的观众们 慢慢散场了 华国一方的参赛选手们 则还需要等待着 接下来的五盟换届安排 至于窝国一方 垂头丧气之下 众人也只能落魄地 回到了据点 唯一留下的 便只有八番尊者了 原因无他 输掉的四十座岛屿 还需要交接 另一边凄惨的黑袍侍女 此时正跪在 加美乃的身前 属下办事不力 请主上责罚 原本一直闭幕的 加美乃 缓缓睁开了双眼 你让我很失望 咒术 武技 神兵 秘技 我没有一样少你的 盯着身前的侍女 加美乃似乎看穿了 对方的心思一般 不要觉得是对手太强 终究是你自己太弱而已 话音刚落 他便抬手一挥 黑袍只感觉脸颊传来剧痛 而后 他整个人便被扇飞了出去 一连在地上滚了数圈之后 他慌忙地爬起了身子 而后又恭敬地额头贴地 跪在了主上的身前 记住 你只是那贱臂与外人 偷偷生下来的低种性建筑 当年若非是我出面 你早就被禁死在水缸之内 下次再让我失望 可就不仅仅是一巴掌 这么简单的 滚吧 听完主人的话 黑袍恭敬地退出了房间 独自一人疗伤去了 第1057集 见面 惩戒完属下之后 加美乃修长的手指 便开始快速敲击着茶几 等到刘颖白斩传来消息之后 他直接站起了身子 然而还没等 刘颖白斩开口劝阻 加美乃便开口说道 不用担心 我知道大局为重 如今林墨有太多注意力盯着 要不然昨天 我就不会让属下去动手试探了 就算那轻衣斗笠人不救林墨 也会有别人救他 我只是去试探一下武蒙的底线而已 放心吧 我不傻 只是找林墨谈谈而已 说着加美乃便消失在了房间之内 时至深夜 伤势稳定之后 林墨便被转送到了 医蒙名下的医馆这边 安静的疗养区 显得格外的幽静 偶尔走廊之上 会有轻巧的脚步声经过 而原本沉睡的林墨 不由自主地抽了抽鼻子 最后便猛然睁开了双眼 迷魂箱 低语一句之后 他余光突然一瞥 此时窗户上 被风吹动的窗帘边上 竟然坐着一道黑影 借助走廊上昏暗的灯光 他根本就看不清对方的样貌 神经一紧 林墨直接伸手摸索自己的太厄 而这个时候 来人也突然开了口 不用紧张 我只是找你聊几句而已 我若是要加害于你 也不会等你醒过来了 听闻此话 林墨也觉得有几分道理 随即他也放松了下来 扭身将病床内的灯 给打了开来 这个时候 他也终于看清了来人 最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女子傲人的身材 那一双修长的眉腿 虽然有着高叉长裙的遮掩 但伴随女子不断地甩动 洁白的大腿若隐若现 纤细的腰杆 傲人的双风 加之那精致的面容 看得林墨双眸突然出现了短暂的呆滞 只是瞬间又清明了起来 没说 伴随着他开口问道 坐在床边的女子 也缓缓地站起了身子 不错 意志力倒挺坚定 认识一下 小女子家梅奶 有些事情 想找林先生了解一番 不知道 林先生现在方不方便呢 此时的林墨 看着地上被迷魂箱放倒的小护宫 无奈地耸了耸见 啊 家梅奶小姐 如今这情况方不方便 还不是由你说了算吗 听到此话 家梅奶抿嘴一笑 林墨这声小姐叫得她很是开心 小哥 我既然选择这种柔和的方式找你询问 希望你也能诚实以待可否 听到对方的问话 林墨懵懂地点了点头 虽然不知道此人有何目的 但一窝国娘们 又是习武之人 绝对不是什么好人 很好 我只是想知道 你与土利百里比斗之时 最后制胜一招 是出自何处啊 原本她还想说偷袭的 只是自觉有些欠妥 便转换了一种说法 你是说这非真之法吗 说着便伸出了未曾负伤的手掌 而后一枚泛着黑光的飞针 稳稳地悬浮在了自己的手掌心 这个时候 家梅奶原本平静的脸色 突然出现了强烈的波动 眼神之中更是散发出了淡淡的杀意 只是这抹杀鸡一闪而过 很快就被她掩藏了起来 对 就是这个 小哥 此非真出自何处 可否详细说说 皱着眉头 林沫假装思索了一会儿 而后才一脸正色地说道 这个呀 当初一胜大赛之后 一蒙大长老 你也老送给我的 作为新一届的一胜 这就是奖励了 还没等地说完 家梅奶便听出了 林沫话语之间的异常 一胜大赛已经过去了 有一段时间 若是林沫从那个时候 就得到了独孤酒针 在被土豫们 以及安倍家族围剿之时 不可能藏着如此底牌不使用 这说明 前天晚上救走林沫之人 极有可能就是独孤家的人 或者与独孤家族 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并且独孤酒针 也应该是那个时候 给予林沫的 而独孤酒针 可是独孤家族的镇族质宝 怎么可能交给一个毫不相干的人 若是林沫知道 家梅奶此时的想法 必定震惊不已 整个事件的脉络 她竟然比自己知道的还详细 而此时的家梅奶 依旧保持着脸上的笑容 只是眼神之中 多了几分冷意 林医生 你不诚实啊 要是这样的话 我可要动点小手段了 一边说着 她便慢慢地走向了林沫 缓缓抬起掌心 冒着微微的黑光 而病床前的林沫 对于家梅奶的威胁 毫不在意 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实话你竟然也不信我 你们阴阳师家族的人 疑心病就这么重吗 一听此话 家梅奶手中的动作不由一顿 阴阳师家族 你一开始就知道我的身份 说到此处 她突然意识到 自己好像是被林沫戏耍了 当然了 大娘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林某人 好歹我也是华国的医生 同时也是五盟分堂的堂主 你不知道 家梅奶这名字 有多响亮吗 逗你玩呢 老妖婆 听到这个称呼 家梅奶原本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了 为了保持如今年轻的容貌 她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心血 同时她最憎恨的 便是别人叫她老妖婆三个字 一时间病房之内 便被浓浓的杀气弥漫了开来 然而这杀气来得快 去得也快 仅仅只是转瞬之间又消失不见了 短暂的怒火突起之后 家梅奶立马便意识到了异常 这林某的话语似乎显得有些格外的刻意 林先生 你似乎是在刻意地激怒我呢 说着 家梅奶便来到了病床前 缓缓地坐下 伸出修长的手指 带动着指甲 缓缓地划过了林某的脸颊 此时的家梅奶 那突然而起的怒火 已经消失不见了 你这可不乖哦 我可是带着诚意而来的 你这样的 让人家可是好伤心的 若是正常同龄人 做出此番小女子之重 林某最多避开就是了 然而一想到眼前的家梅奶 虽然有着年轻且精致的面容 但实际 已经是数十上百岁的年纪 她忍不住一阵恶寒 长老们 我受不了了 快来救我 实在是抵制不住 由心而生的恶心之感 林某最终还是没能坚持到最后 然而伴随着她这一嗓子 家梅奶顿时感觉心脏一秃 全身的寒毛 也在这一瞬间集体炸裂而起 只见病房之内 原本空无一人的沙发之上 几位老者悄然而现 我就说吧 想要引出这老女人出手 哪有这么容易的 你找找 白等一个晚上 就是 我这好不容易后脸皮 接下来的隐匿阵 算是白说了 而当薛元明领着几位武蒙长老 自顾自的吐槽之时 窗户之外 突然钻进来一道身影 你们几个就偷着乐吧 我可是在外面吹了一夜的寒风 冻死我了 说着 涅空明便抖了抖身子 端起桌上的热茶 轻轻一吹直接饮用 而原本昏迷在地的小护士 自然也突然蹦跶了起来 这装女人的事 下次打死我 我也不干了 说着 他便撕下了脸上的 易容面膜 卸去了一身的伪装 叶龙 你们医馆这地面 需要加地暖了 可冻死老夫了 恢复了原本的面貌之后 这名老者也走到了 涅空明的身边 与其一起饮用热茶 至于一旁的加美奶 此时倒成了透明人一般 当然 此时他也彻底明白了 之前种种的一切 只不过都是一个圈套而已 没想到 这群华国老不休的 竟然也会钓鱼执法了 要是刚刚自己 没能压制怒火 对林墨动手了 现在自己很有可能 已经出现在了 武蒙的地牢之内 想到这里 他不由地被冒冷汗 这群老阴币 也就在他微微愣神的时候 轩原明突然开口了 加美奈 这次算你运气不错 但有下次 你胆敢对我华国之人 想不轨之事 别怪我不给你们阴阳家族面子 死学的加美奈 也缓缓地 从病床上站起了身子 大长老 这说的是什么话 晚辈只不过是想着 林小友被我 窝国同辈之人所伤 心里有愧 特地来看望 林小友一番败了 既然有武蒙的 诸位长老在场 我也就放心了 小女子告退 说着他便扭动着 这蛮腰肥臀 打算离开 只是他正要开门的时候 瞬间身子一颤 等他想要转身防御之时 已经来不及了 一道长法 已经重重地 拍在了他的后背 这是前天 你们的窝国之人 行刺杀之事的惩戒 记住 没有下次 说着 轩元明的目光一瞥 凌裂的杀鸡 瞬间将家眉奶 笼罩在了其中 晚辈明白 摸出了嘴角的血迹之后 家眉奶便握住胸口 逃一般地离开了此处 这次终究是他大意了 原本以为武蒙事物繁忙 根本没时间在意临摹这边 万万没想到 也不知道这几位武蒙长老 是不是嫌出屁来了 不仅在意 甚至武蒙几位武力最强的长老 竟然悉数到场 更可恶的是 武蒙这群长老 竟然还带着道宗的隐匿震盘 遮掩了自己的气息 而且还伪装藏匿身形 为的就是让林默出言激怒自己 等到自己对其出手的那一刻 将他家眉奶彻底给拿下 带着满心的愤闷 家眉奶终于赶回到了据点 快步来到房间之后 他赶忙取来了治疗内伤的丹药 随后立即盘腿开始疗伤 许久之后 最终喷出一口暗黑色的鲜血 他的脸色才好看了一些 事业 家眉奶再次传唤来了刘颖白斩 大人 您受伤了 见到气色略微有些违靡的家眉奶 刘颖白斩关心地问了一句 此时前者只是无所谓地挥了挥手 无妨 只不过是一些小伤而已 说完 家眉奶的脸色也严肃了起来 我这里有两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办 将事项一一记录之后 刘颖白斩行李告退 随后两则重要情报与安排 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回了窝国 另一边 钓鱼执法失败之后 几名长老也都略带失望地离开了 拿捏不住把柄 他们也奈何不得家眉奶 只能小小地惩戒此人一番 此时病房之内 也只剩下林默与武蒙的两位大了 林默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你千万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见林默一脸的疑惑 轩元明便耐心地解释道 你那个别角的借口 根本就不可能骗过这家美奈 从此女的反应来看 她应该是猜出来了 你这独孤九珍的获取时间 而他们整个窝国 与独孤家族的家族长 有着深仇大恨 所以往后 你一定要咬死这一说法 独孤九珍是一蒙给你的奖励 明白吗 听到问话 林默点头表示明白 当然 他同时也察觉到了 大长老话语间的漏洞 大长老 你是不是认识这赠真之人 从内心来说 林默也很想知道 这救命恩人的身份 又是救命 又是疗伤 又是赠送神兵之人 若有机会 林默自然想亲自感谢一番 当然 对于双方的关系 林默也不敢多做猜忌 此时轩元明只是淡淡地摇了摇头 确实是认识 既然他不想说 也有他的苦衷 你就别指望 能从我嘴里掏出什么话了 时机成熟了 你自然就会自己知道的 不用急 对了 说起这个 这都是有些事情 想要和你谈谈 这第一件 便是你的任命调动 说着 轩元明便朝着一旁的 聂空明使了使眼色 后者会议 直接走到了林默的身前 首先 形式病毒的第一代疫苗 已经处于批量生产的阶段 这其中你有着巨大的贡献 所以 一蒙这边 决定正式认明你为 一蒙的长老之职 位列长老院 最主要的是 你的医术水平 也足以担任这一职务 将一蒙的认命讲解一番之后 聂空明又补充道 当然 以你现在的年纪 就担任一蒙长老 有点惊世骇俗 加之 现在周围各国都盯着我们 所以这一任命 我们暂时不对外公开 点了点头 林默也表示理解 一武双道 便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主要体现 要是让其他国家 尤其是窝国知晓此事 他们必定会死死地盯着林默 意图行暗杀之举 名枪一躲 暗箭难防 聂空明的这一做法 其实也是在保护林默的安全 至于这第二点吧 便是关于你在武盟的认知安排 你在战堂推行的体罚训练方式 已经被战堂所引荐 加之这次你在武盟换阶大赛之上的表现 武盟这边已提升为战堂教官 另外正式任命你为南岳 河内两省的武盟会长 说完聂空明便从怀中掏出了三份委任书 一为一盟长老 二为战堂教官 三为两省会长 这一刻林默也是受到了不小的震惊 这提拔的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长老和教官之职位 他倒还能理解 毕竟这是自己付出贡献所换取来的 但是这南岳省和河内省的武盟会长之职 多少有些过分了 不对 想着想着林默突然清醒了过来 聂老 这南岳河内可是大渠连省之下 这个时候 聂空明便是木带坏效地点了点头 一时间 林默瞬间头大 这哪是提拔啊 这是要老命的节奏 聂老 我这身子骨你也知道 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来恢复 然后 武盟换戒还没有进行完呢 我还需要准备 家里 絮絮叨叨了十多分钟 各种拖延之词都被林默说了一遍 而目的只有一个 他不想去 大渠连省隶属华国名下 类似于番薯一般的存在 然而这大渠连省和苗疆的性质相差无几 群山连眠 地广人稀 唯一不同的是 苗疆虽然偏远 但也在武盟的架构之内 而这大渠连省不仅偏远 管理也极其困难 当地民风彪悍 血性十足 而且因为其独特的地域性质 几乎就相当于一个三不管的地带 去那种地方当会长 妥妥地光杆司令一枚 面对林默的百般推辞 轩远明突然咧嘴一笑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啊 随着你实力的不断提升 名声日渐扩散 总有一天你要建立自己的势力与根据地的 当然 你的志向若是一盟或者五盟的大长老 我们自然是举双手赞成的 不过你愿意吗 加上你若是想重塑林家荣耀 这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一语破晓 听完大长老的话 林默也在这一瞬间醒悟了过来 是啊 不论是自己想要为林家复仇 亦或是重塑林家的荣耀 这必须先建立自己的势力 然而放眼望去 华国各大地域都已经被十大家族 以及华国六王所占据 除非自己是打算虎口夺食 不然这大渠连省便是自己最好的选择 想到这里 林默的目光也清明了起来 而见他这副模样 聂空明不由地暗中朝着轩远明 竖起了大拇指 姜还是老的辣 这一开口 便将林默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这几年武盟的各项战略部署 都需要大量的人手 根本就分不出人来整顿大区联手 而轩远明的计划 便是让最有潜力的年轻人出面 一方面可以锻炼其管理能力 像林默这样的人才 未来不论是要建立自己的家族 亦或者是进入一五双盟的核心部门 这管理能力还是必不可少的 另一方面 让林默出面整顿南越 以及河内两省 若是成功了 节省下海量的人手的同时 以南越省 以及河内省为中心 四面开花 说不定 大区连省便能被彻底整顿 所以总的来说 这次新的尝试 不论林默成功还是失败 对于五盟来说 都是百亿而无一害的计划 何乐而不为之呢 短暂的等待之后 林默经过一番考虑 最终还是同意了下来 当然 这次整顿南越省 以及河内省的计划 还只是聂空明与宣元明两人的 私下初步商定而已 具体的详细方案 还需要五盟长老会 具体讨论过后 过段时间 才会有一个明确的消息 此时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之后 二老又和林默 复述了一番 李剑阁与黑袍 最终一战的大体过程 没能亲眼见证这一战 林默只感觉有些遗憾 而聂空明因为第二天 还要筹备五盟战堂 见习教官的各项事情 打了一声招呼之后 便离开了 此时病房之内 便只剩下了林默 与宣元明二人 林默 原本有些事情还想着 以后再与你说明的 不过你的成长太快了 干脆便提前和你说明吧 说着 宣元明便递给了林默 一个皮革盒子 好奇之下 林默直接将其打开 只见里面正摆放着一把 金属感十足的手枪 大长老 这是什么意思 枪械 可是华国最高限制级热武器 同时也是国家级战备级别的存在 但有私自持有者其罪为王 但在华国之内 私自使用者 不论其背后有何势力 一律处死刑 寻常之人 别说是拥有了 见都不可能见到 而宣元明面对林默的疑惑 慢悠悠地开口解释了一番 我们华国对于热武器这块管制的极其严格 所以枪械之类的你很少能见到 但往后若是与外国势力发生冲突 或者在公海那种没有管制的地方 仅有可能出现这种热武器 所以这一点也要做提前预防 虽说以你现在的师弟 这种小口径手枪 对你造成不了伤害 但重型热武器 你还需要提防这 听宣元明说完 林默也明白了过来 上一回公海之行 想来也是有南宫经略 以及薛武爷的震慑管制 不然的话 那群毫无底线的窝国人 保不准就偷偷动用 杀伤力极强的热武器了 谢谢大长老提醒 林默醒了 对面宣元明豪爽的一笑 不必这般客气 我们这群老头子 好不容易才懂到 你们这批年轻人成长起来 要是中途夭折了 我们一分心血可就白费了 所以你要保护好自己 你这肩上责任重打呢 行了 时间不走了 你好好休息吧 话音落下之后 他身影一晃 便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留下了庞大的信息 等着林默慢慢分析 慢慢捋顺 在金创高的帮助下 加之血液之中 本身便蕴含着 变异形式的病毒 给予了他超越常人的恢复能力 经过近一个星期的休养 林默已经几乎痊愈了 来到盐武场 此间年轻一辈 99位战堂见习教官的争夺战 已经结束了 如今进行的 便是老一辈管理人员的竞选活动 而竞选的方式也比较枯燥 采用的更多是评选的方式 毫无血性可言 至于武盟普通成员 以及战堂的学员招收活动 看了一会儿之后 林默便离开了 来到别墅云溪之界 还没等林默进门 岳母便赶忙将他拦了下来 而后便开始招呼许建功 老许 快 小莫回来了 等他说完之后 许建功端着一个大火盆走了过来 而后便放在了大门口 林默 快从这上面踩过去 见此一幕 林默瞬间额浅冷汗直报 爸 妈 我只是从医院出来 不是蹲耗子出来 去 别瞎说 都是差不多性质的 去去没韵而已 说着 方慧便催促着林默赶紧踏过火盆 来到客厅之后 妻子已经开始摆放餐具 回来了 今天咱妈可是特地为你准备了好吃的 说着 许半夏便指了指 满满一大桌的佳肴 在医馆待了一个星期 每天吃的都是清淡饭菜 妻子中途送来的饭菜 也都一一被没收 林默如今肚子里 可是一点油水都没有了 如今见到这么多的美味佳肴 她怎么可能忍得住 二话不说 便准备直接伸手偷吃 可惜还没等她得逞 丈母娘便快步走了过来 拍了一下她的手背 去 想吃先洗手去 病从口入不知道吗 还医生呢 这点卫生知识都不知道 被丈母娘这么一番训斥 林默也只能幸幸地走向了洗手间 一切准备完之后 一家人齐聚坐上了餐桌 爸 妈 现在周铺那边的生意怎么样 还顺利吗 提起此事 二老脸上的笑容也更加的灿烂了 你更新了那些秘方之后 我们店铺的生意比之前还要火爆 如今呢 我和你爸现在都打算开分店了 听到此话 林默也放心地点了点头 五盟换解活动持续的时间很长 这几天也才第一轮的赛事 生意好就行 要是我不在家了 你们遇到了什么事情 可以去找我师父 或者孽长老 他们那边 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听到林默的话 方慧瞬间停下了筷子 随后脸色也慢慢地拉了下来 你这才休息几天呢 怎么又要出门了 一旁的妻子赶忙笑着宽慰老妈的情绪 妈 现在林默即是新进的医生 还要参加五盟的大赛 接着他的话 岳父也从旁劝说道 是啊 媳妇 咱家小莫已经金费西比了 很多大事还要等着他处理呢 你就不要给他添堵了 方慧先是白了许建功一眼 而后砸了砸嘴 闷闷不乐地说道 我这也不是心疼小莫妈 三天两天的受伤 这刚从医院出来 转身又要出去奔波 放下筷子 林默淡淡地一笑 妈 没事的 趁年轻 多拼一拼 这样我们一家 才能过上好的生活呀 其中更复杂的事情 林默并没有说出口 现在还是好好享受 这难得的温馨吧 在家待着的这几天 林默一直都在磨练独孤酒针 根据心法来看 这套玄铁针 不仅仅可用于杀敌 对于行医救人 同样有功效 除此之外 林默便是陪陪妻子 偶尔去周铺帮帮忙 只是更多的时候 帮的大多是倒忙罢了 没办法 现在林默的名气太大 加上英俊的外表 瞬间吸引了一大批 小弥媚围观 不是拍照就是签名 几次将店铺围得 水泄不通之后 丈母娘便不再 让她去夏末早茶了 于是乎 林默便只能 乖乖地待在家里 为后续的安排做准备 林少爷 外面有人给您 送来了一封邀请函 说是你的老朋友 接过保姆送来的信封 林默直接打了开来 对方有说是谁吗 前者也只是一脸懵懂地摇了摇头 酒井茶楼 至于邀请函内 并没有对方的信息 行了 没意我知道了 带着疑惑 林默便只身前往 茶楼的位置比较偏僻 三三两两的顾客 也都是上了年纪 喜欢清静的老一辈人 走到二楼推开包厢茶室之后 里面正坐着一位中年男子 看清对方的面容之后 林默眉头一皱 此人他并不认识 见他这副模样 男子突然拿起了一旁的手杖 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林医生啊 您真是鬼人毒王氏啊 怎么了 连老朋友都想不起来了 说着 他便抬手将脸上的面皮 缓缓撕下 露出了真实的面容 古尊 双方对视之时 林默直接抬手握住了剑柄 周身杀气涌动 对面古尊却是淡定地摇了摇头 哎 医生啊 何必这么大的杀心呢 老朋友这么久没见 好不坐下来聊聊 等说完我给你带来的消息 你再动手也不迟 说完 古尊边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 边自顾自地坐了下来 淡定地开始泡茶 希望你这消息 能为你争取一点活命的时间 此时林默也收回了手掌 如今古尊既然敢独自赴京找上自己 必定有所依仗 第1060集 信件与布防图 这般想着 林默便也坐到了古尊的对面 来来来 许久未见 还没有表示过心意呢 以茶代酒 恭喜林小友成为华国新一任的医生 对于他这番动作 林默并没有什么反应 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而古尊也不在意 端着茶杯往前递了递之后 便又收了回来 一饮而尽之后 又抹了抹嘴巴 好茶 果然还是京都的茶叶 最正宗啊 对于他这系列的操作 林默也慢慢地不耐烦了起来 古尊 有什么事 你就赶快说吧 若是你只想让我看你品茶的话 我想现在差不多也就结束了 当然 要是你纯粹只是活腻了的话 你这向上人头 我不介意费些气力 帮你摘下来的 身在广省的时候 这古尊不知道多少次 想要置自己于死地 而且此人又是当年 覆灭林家的凶手之一 如今再度见面 林默恨不得直接拿下他的狗命 怎么可能还会给对方什么好脸色 而面对林默的冷言冷语 古尊依旧悠闲自若地 倾倒着茶叶 医生 不要这么大的火气嘛 我这可是好心好意 给你送消息来的 你这样可真是寒了我的心 枉费我一片苦心呢 你说是不是呢 林少主 听到古尊最后的称呼 林默瞬间站起了身子 目光之中更是充满了警惕之意 这些年 林默一直都在隐瞒自己的身份 即便是在广阳之时 他也是卑躬屈膝 忍辱负重地 接受所有不公的待遇 为人处事 也是极其的低调 为的就是防止别人 发现他的真实身份 从而引来仇家的注意 而从他接触了 这么多的大人物之后 他的身份 虽然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但是也不过实质之数而已 如今竟然连古尊都知道了 只是情绪短暂的失控之后 林默便瞬间冷静了下来 看来古尊大人这段时间 是遇上了什么不得了的人物啊 古尊也是当年林家灭门的凶手之一 他若是之前就知晓自己的身份 当初在广省的时候 必定会不遗余力地灭杀自己 然而回顾往昔 二人的结仇便是从保护小蛮的时候开始的 想来那个时候 这古尊并不知晓这一层 唯一可能的便是 古尊从薛武爷手上逃脱之后 遇上了什么大人物 从而知晓了自己的身份 林小友果然聪明 三言两语便猜到了 不过我遇上何人了 林小友也不用匪心子了 我今天来的目的 可是为你送来重要消息的 这个时候林默反而不着急了 慢悠悠地坐下身子之后 静静地等待着古尊的下文 当然桌上的茶水 他并没有去碰 谁知道对方有没有在里面 加什么其他的东西 古尊端起茶杯 先是吹了吹茶水上的叶片 浅浅地抿了一口之后 这才开口说道 既然林小友这么着急 我就不再叙旧了 想必林小友很想知道 当年覆灭你们林家的凶手吧 若不提此事 林默还有耐心听听对方的废话 然而从这个凶手的口中 说出林家灭门之事 林默原本平息的杀心 再次活跃了起来 嘴角一提 林默目光之中杀意悄然而现 那是自然的了 奈何能力有限 追查了这么久 也只查到了一个人 而且 此人就坐在我身前 我也想着 该怎么摘下他的口头 此言一出 古尊手中的茶杯瞬间一顿 带着尴尬的笑容缓缓说道 林小友 倒是好手段 原本我还以为 自己隐藏得很深呢 话意既然已经挑明 林默也不打算再多费口舌了 古尊 既然话已经说开了 你应该明白你今日的下场 我奉勸你 还是得直接一点 说明来意吧 我会给你个痛快的 不然我会让你知道 医生的手段 可不仅仅是救人 拿下你之后 我自然有办法让你开口 当然 你不信的话 可以试试 说着 林默便露出了脸上的煞气 突然凝聚 原本平静的氛围 也被杀鸡慢慢侵染 古尊这个时候 也放下了茶杯 随后便自顾自的说了起来 想吧 想吧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一点情调都没有 心态极可不好 今天约你重来 就是想告诉你一个消息 关于当年林家灭族之事 其中关键性的一环 便是谢家 听到这里 林默直接打断了他古尊的话 谢家 古尊你觉得我会信吗 都不是我小看他们 就算十个谢家 也别想撼动我们北京 你还是太年轻了 能成为十大家族的 哪一个是简单的 谢家背后 有着整个华国最强的靠山 若非如此 当年他们谢家 也不会获得 你老爹的信任 然而在这之后 他们谢家便疯狂地 探索你们 北京的布防 一边听着古尊的复述 林默的眉头越皱越深 双手也不由地 紧紧握了起来 只是虽然满腔的怒火 但他依旧极力地压制着 保持着最后的理智 这一切只不过是 你个人的空口之言罢了 古尊 你可能拿得出证据 对面的古尊 淡淡地一笑 真是无趣啊 原本我还想看看 被怒火 中昏头脑的医生大人 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 还没等着说完 对面林默已经站起了身子 单手握剑 指挥而出 我的耐心有限 别给我打什么马虎眼 要说便说 不说便罢 大不了 我自己多费一番手脚 亲自调查 古尊身出二指 轻轻地拨开了警部的剑锋 都说了 不要那么急躁嘛 我既然都冒死 约你见面了 自然不会有所隐瞒 这就是你想要的证据 说着 他便从怀中掏出了一个信封 这里面 要写下当年给我的信件 还有整个北京的捕房图 收起太阿之后 林默便伸手将其接了过来 打开之后 却如古尊所言 虽然不知道这场 针对林家的阴谋 是何人牵头 但信件之上记录的 便是发起战争的时间 以及布局 至于落款 便是谢家的足章 另一份文件 便是详细的北京捕房图 看到这一切 林默不信也得信了 捕房图可是一个 势力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一旦捕房图泄露了 无异于将脖颈伸给对手 谢家 我林默与你不死不休 一时间 他的双目顿时变得通红 身为华国六王 北京的实力 可以说是六王之中 最顶尖的存在 若是没有这布房图 那些势力 根本不敢轻举妄斗 可以说 谢家便是这场 灾祸的助推之手 这一刻 林默内心的怒火与杀鸡 再也无法压制 整个贵宾室 所有百贱 都开始微微地颤抖了起来 林默有少安勿躁 对付谢家 还需要从长挤 光凭一枪怒火 也是远远不够的 面对古尊的劝解 林默根本不予理会 相反的 作为灭族林家的凶手之一 林默说什么 也不会放他离开 古尊 林家灭族 其中便是有你一份 复仇之路便以你开始 不等对方回话 被怒火完全占据理智的 林默抬手便是一剑 直接刺穿了古尊的心脏 你 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 古尊愣愣地看着林默 年轻人 你不讲我得啊 我给你带来如此重要的情报 你竟然还要对我下杀手 林默冷冷地一笑 别幼稚了 你的手上不知道 粘了我林家多少人的鲜血 不杀你 我林默如何对得起 我林家死去的英灵 说着他手腕一抖 剑锋一震 古尊的胸口顿时出现了一个碗口大小的孔洞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 即便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 那伤口之上 竟然没有一丝血迹 这个时候 原本一脸萎靡的古尊 突然露出了圣人的笑容 如此诡异的一幕 令林默都不由地微微愣神 第1061集 古虫分身 林小勇 都说了你还太年轻了 既然我敢来找你 就不怕你动手 说着 古尊的整个身躯 在林默的眼前快速地分解了 随后密密麻麻的古虫冲天而起 眨眼之间便飞出了窗外 消失不见了 古虫分身 如此诡异的手段 林默也是第一次见到 而如今 看着对面空荡荡的座位 林默愤怒的一拳 垂在了墙壁之上 没想到短短一段时间不见 这古尊又有了新的手段 看样子 这古尊也恢复了实力 当初在南京之时 二人可是采取了 同归于尽的搏煞 双双修为尽费 一边想着 林默便冲出了茶馆 既然对方的分身在此 那真身必定也在附近 而当林默的身影消失之时 那个原本端茶的服务员 突然一瘸一拐地走进了二楼另一个贵宾室 走进房间之后 这服务员便卸下了伪状 若是林默在此 若是林默在此便能认出此人 正是他心心念念的古尊 阿姨 你交代的事情 我已经判完了 茶几前 尖连短虚的男子满意地点了点头 虽然已入冬季 但是他依旧手持一把雨扇 不错 你们刚刚的对话 我都听到了 此时古尊犹豫了一番之后 便开口问道 二爷 这林默当年明明经历的 那些林家灭族的全国城 为什么你还要问我这些 二爷也是摇里摇手中的雨扇 随后才哈哈一笑 看来是有人担心 对林默清醒之后 承受不住那份场景 或者是怕他心态急 找仇家报仇 所以在他的记忆上 动了手脚 听到这里 古尊才恍然大悟 是我愚钝了 而二爷此时并没有宽慰于他 反而大笑着说道 没事 你要是不愚钝 怎么体现我的从回呢 林默这边的事情 你便不用管了 注意南京王和海东王那边的动静 我先回去了 话音落下 二爷便摇着雨扇站起了身子 等他走出房间之后 面容以及一身形头 全部发生了改变 完全是变了一个人 划分两头 视线回到林默这边 在周围搜索了一圈之后 没能找到古尊的身影 他便放弃了 即便强行制止了内心的怒火 他依旧感觉格外的烦躁 索性的 他便从家中带上了两瓶 自己酿制的药酒 打算找寻师尊去了 而当他来到白家大院之后 还没靠近 几道身影突然出现在了身前 拦住了去路 什么人 白家大院 我向人进去靠近 这是什么情况 然而正当李默打算回话之时 不远处又出现了一道身影 靠近之后 直接一脚将那说话之人踹倒在地 瞎了你的狗眼 老爷子的得意弟子 你也敢阻拦 李先生 不好意思 逼人 白家安危六部 九队队长 夺医 他们这些人属于外情 这段时间才被招回白家 还不认识你 得罪之处 还望减量 对于这样的事情 林默倒是不怎么在意 摆了白手表示无妨 队长 师父家里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怎么突然开始不知安危了 而面对他的疑问 对面的人只是摇了摇头 李先生 这事我们倒也不好说 您还是去问老爷子吧 也行吧 辛苦了 说着 林默便抬步向前迈去 等到林默离开 身后这群安危 立即窃窃私语了起来 被踹了屁股的安危 一脸郁闷地跑到了角落 对他 这少年是谁啊 为什么你对他这么 别公别近啊 陆一先是冷哼了一声 而后才不满地解释道 弟弟默 乃是白老爷子的关门弟子 人家年纪轻轻 便是一蒙的玉北长老 五蒙堂见习教官 王省分堂堂主 吵吵咱们 一把年纪了 还是安危 还饮香 你说得找谁说理去 哎 惊叹之余 这名被踹的安危也知道 队长这是在指桑骂槐 兴兴地挠了挠头之后 便回到了岗位之上 而这边的动静 也引来了寿博 带着林默直接找到了 白老爷子 一路上 见到密不透风 连续不断地寻味与安危 林默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看这架势 很明显就是白家遇到了什么事情 来到后院的湖边凉亭 白老爷子依旧待在湖边 盯着水面上的浮飘 正当他准备伸手针茶之时 手下去抓了个空 扭头之际 只见林默带着笑容 站在一旁 轻提茶壶 褐色的茶水 化作一条细线 平稳地落入了紫砂杯中 来了 微微点头之后 老爷子淡淡一笑 而正当他打算继续说话 壶面上突然传来了一阵波动 随即鱼飘也在快速地往上抬动 这个时候 原本还睡意朦胧的老爷子 也突然来了精神 来鱼咯 来鱼咯 带着激动的情绪 他直接甩开了身上的棉衣披风 随着他右臂猛的一提 湖面之上 瞬间泛起了不小的波纹 正阳之下 带着几滴水珠飞溅 一只金丝红鲤 疯狂地扭动着身躯 在岸边的草地上 不断地拍击着鱼尾 金丝鲤鱼 好兆头 好兆头啊 大笑之下 白老爷子先是解下了鱼嘴里面的铁钩 拍了拍肥瘦的鱼肚 他不由得眉头微皱 寒冬怀着子儿 看来这一台小鲤鱼 是要遭殃了 说着 他便蹲下身子 将怀孕的鲤鱼 又放回了湖水 似乎是因为 吊上了这条怀子的金丝红鲤 白老爷子此时的心情也是大好 带着满脸的笑意 他指了指庭院之中的茶几 坐下说吧 你这大盲人 今天怎么想到来看我这老头子了 说完 白老爷子便坐在了煮茶的炉边 炉边红色的焰火 倒也传来了几分暖意 而林墨被师尊这么一打去 也是脸色一炯 这几天一只猫鱼舞猛的比赛 所以 等他正要解释之时 对面的白老爷子 却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无妨无妨 不过玩小之言 对了 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说到这个 林墨咧嘴一笑 那自然是痊愈了 就弟子这硬朗的体格子 这点小伤 不过是夏文丁咬罢了 话音落下 他便扭头看了一眼离去的寿博 等到后者的身影消失之时 林墨这才偷偷地取出 被伪装成茶叶的礼盒 然而还没等他打开包装 白老爷子便眼前一亮 随后便欣慰地捋了捋长须 师孙 这是弟子这段时间 亲手做的药王酿 尝尝 白老爷子咽了咽猴节 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杯中的茶水 直接被他随手一甩 泼在了壶面之上 诶 真伤 话音未落 紫砂杯便已经出现在了林墨的眼前 端起装着药王酿的茶壶 林墨耐心地为白老爷子填酒 至于茶壶里的茶叶 早就被白老爷子倾倒得一点不剩 用以温酒之用 师孙 白家现在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我刚刚见来的时候 整个大院寻为暗卫遍地 白老爷子先是抿了一口手中的酒水 而后才平静地挥了挥手 没什么大事 不过是被一些狡猾的老鼠盯上来而已 虽无大样 只找人心烦 既然师父不想说明其中详情 林墨便也不打算多问 继继续着手中针酒的动作 而浅引了几杯之后 白老爷子开心地砸了砸嘴巴 果然还是这酒水暖人呢 这几杯下度寒意尽散 唯一可惜的是 这酒年份短了一些 缺少了春后之意 没事 弟子这段时间会多留心的 到时候为师尊寻觅一些百年佳酿 端着酒水的老爷子皱眉问道 怎么 这段时间又要出门了吗 林墨挪了挪嘴回答道 武盟那边安排了新的职务 过段时间可能要去的 说着 林墨便将南越河内两省的武盟会长之事 与白老爷子复述了一遍 这宣言明倒也算是有心了 确实 如今的你 也需要开始为自己的势力做打算了 他倒也算为你未来的路 做了一个顺水人情 沉思了一会之后 老爷子便一脸正色地分析道 不过 这大缺点省一带穷山恶水 民风彪悍 尤其是那边的地方势力 虽说归属华国武盟管辖 但大多是阳凤阴违 你去的那边 一定要注意安全 当然 你若是想整顿 我建议你还是从普通百姓一方入手 虽说民风彪悍 但同样 他们的性子耿直 而且 你往后的目标 是要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势力 所以 你首先要做的 是让他们的生活变好了 到时候 他们自然拥护于你 至于哪些地方势力 反手可灭之物罢了 听完师尊为自己所做的规划 林末顿觉思路一清 自从接受了这份任命之后 他便为此事绞尽了脑汁 如今经过老爷子的一番点拨 他脑海之中 便有了一个清晰的思路了 谢师父教会 徒儿明白了 对此 白老爷子只是无奈地挥了挥手 你去 几位师徒 没必要说这么生分的话语 只是当他说完之后 手中的杯子 也慢慢地放了下来 面带关心地问道 林末 我关你门语之间 力气极其之重 有什么事 他可好为师说说 不然你一直埋在心底 可是会影响你的心性的 从见到自己这关门弟子的第一眼 白老爷子便发现了这一点 原本他以为林末找他 便是为了这引发力气之事 但如今事已说尽 话已到头 林末眉头之间那股力气 竟然没有任何的消散之意 如此 老爷子便主动开口问道 林末这边 突然被白老这么一点 手中的动作也不由地顿了一下 收回了原本的笑脸 面带纠结 只是这个时候 白老爷子突然面露温色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在为师面前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犹豫再三之后 林末缓缓开口 原本这是我不想将师尊 牵扯进来的 唉 算了吧 师父 我今天与古尊见了一面 随着林末提起古尊 白老爷子的脸色 也慢慢发生了变化 他是不是和你说了当年的事情 对面林末淡然地点了点头 而后便把信件与布房图递了过去 仔细看了一遍之后 白老爷子微微叹了口气 有些事情该知道的 你也知道了 原本我还想着 等你再成长一些之后 再告诉你的 既然如此 那就遵循你的本心吧 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一切为师子会给你斗底的 去吧 注意安全 等到白老将目光转向湖面之时 林末也明白了师父的意思 师父保重 弟子告退 行李之后 他转身朝着大院之外快步离开了 一直等到他的身影消失许久 白老直接换来了寿博 同志几千军 以我白家的名义 调动展堂成员 日落西山 刚回到谢家 还没迈进大门 谢千山余光一瞥 便看到了一尊熟悉的身友 林末 谢家主 好久不见啊 双手还凶抱着太厄 林末一步步地走到了对方的身前 聊一聊 对于林末的突然造访 谢千山显然也是意外万分 毕竟双方的关系 已经是你死我活的境地 自无不可 你医生要我进去坐下说 坐着邀请的手势 谢千山的脸上 也浮现了淡淡的阴冷之笑 可以 从始至终 林末都是平静一带 没有任何的表情变化 话音落下 他便台步走向了谢家大宅 林医生 好胆量 哈哈哈哈 大笑一声之后 谢千山尾随其后 来到会客厅 林医生 能请你来做客 我谢家倒是彭比生辉 来喝茶 这可是我谢家最为顶级的茶叶 一般也有像你这样的诡宾到来 才会拿出来的 从表面工程来说 谢千山确实做得很到位 若是不知晓二人的往昔 此番景象 倒是给人一种好友相聚之感 这也是大家族的一种气魄体现 既然有客上门 不论敌友 该有的格局还是要有的 然而 平静的氛围之下 却已经暗潮涌动 落座之后 林末开口说道 不必麻烦了 谢家主 今日冒昧打扰 只是有一件事想来确认一下 李莎 但说无妨 我谢某人 必定 知无不言 话音落下 林末也不废话 直接开口问道 林家灭门之事 谢家主 可是牵头之人 此言一出 谢千山直接站了起来 目光死死地盯着林末 你是何人 说完 他的眼神之中 突然闪过了一丝慌张 敲了敲身下的座椅扶手 林末缓缓开口 谢家主 还需要我提醒一下你吗 说着 林末的双眼 便慢慢地眯了起来 定下神之后 谢千山这才恍然醒悟了过来 林末 林家 哈哈 原来如此 你便是林家遗子 难怪 难怪了 我就说 为何你与林孝 有七分神死 原来一切根脚在这里 男男自语了一会之后 谢千山微微一笑 强装镇定地说道 李小卓 对于林家之事 我深表爱上 但你可不能 诬陷我们谢家 林末站起身子之后 目光一领 谢千山 你既然记性不好 那我就帮你好好 回忆回忆吧 你可曾记得这一份文件 你可曾记得这一份布房图 你可还认得你们谢家的族徽 当林末历声呵斥之时 瞬间惊动了谢家的守卫 大批人员纷纷涌进了房间 将林末团团围住 而一时之间 谢千山也慌了神 脸色时清时缕 至于此时的林末 没有任何的多余之举 只是冷眼地盯着身前的谢千山 场面就此也慢慢地紧张了起来 寂静的氛围之下 唯有轻微的呼吸之声 飘荡其中 许久之后 谢千山深深吸了口气 晃了晃神之后 抬手一挥 回下去吧 此间十米之内 任何人都跛得靠近 伴随着他一声令下 人潮耸动 相互对视之后 这群侍卫瞬间退了出去 没有想到 当年贪婪的恶狼 如今竟然开始卧底哼了 自言自语了一句之后 谢千山也缓缓坐了下来 此时的他经历过短暂的慌张 这会儿也冷静了下来 你说的没错 林家灭族之事 我谢家处理了 出了很大的力 翘起二郎腿之后 他面露讥讽 但这又能如何呢 当年武盟 已经将主要罪责之人 全部处置了 你林墨 又能带我谢家如何呢 重复的话语中 透露着谢千山 无与伦比的得意 当年之事 他们已经将罪责 甩得一干二净 推出了几位替罪羊之后 此事便不了了之 如今就算林墨手上 拿出证据 也奈何不了他们谢家 一丝一毫 看着他这副 怡然自得的样子 林墨扭了扭脖子 手上轻轻地 搭在了太阿之上 轻轻吐出一口浊气之后 他便放弃了心中的念头 只是此番行为 让谢千山 更加地嚣张了起来 林墨 怎么啦 怎么怂的呢 拿出当年你杀我侄子 吐我兄弟的血型啊 大笑之余 他竟然将脖子 往前清了一清 我谢某人将脖子 都凑过来了 动手呀 我谢千山要是死了 大不了再换一人家住 但你这林家最后的血脉 也将给我陪葬 我谢某人 也算死得其所 他之所以能如此嚣张 便是笃定林墨 不敢动手 京都之地 胆敢上门灭杀一家之主 就算他林墨关系通天 天资成妖 也唯有死罪 此时的林墨 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没有想到的是 当从谢千山的口中 听到真相之后 林墨虽然心有 愤怒 但反而没有那种 抑制不住的杀人冲动 谢家主 多虑了 我林墨也是一个守法之人 当然 同样的 我也是爱惜自己的羽毛 也同样的惜命 听到此话 谢千山只以为林墨这是认怂了 年轻人 实实物者 为俊杰 然而正当他以为已经拿捏林墨 打算继续得瑟之时 林墨再次开口了 与你谢千山同归于尽 我还没有蠢到这种地步 若是我的调查数据没有出错的话 你们京都谢家主卖 加之女眷 笼共1372人是吧 此言一出 原本满脸得意的笑容的谢千山 顿时神色一漏 林墨 你究竟想干什么 此时的他 心中突然涌现了一股不安的情绪 第1063集 约战公海 然而林墨并没有回话 只是自顾自地继续说道 抱歉 还有一项数据忘记说了 你们谢家还有一些男丁 在外还有私生子女 共计116人 此时林墨才抬起头淡淡一笑 只是那平静的笑容 却令谢千山不由的心中一寒 伴随着林墨不断爆出的数字 谢千山的脸色也越来越阴冷 他心中自是明白 对方作为华国新一届的医生 可不仅仅只是医术高超 同样的毒药之术 也是同样令人闻风丧胆 而且下毒灭门之事 并非没有先例 虽说下毒之人 最后都被判以死刑 那可是一人换一门呢 想到这里 谢千山咬了咬牙 满脸的愤怒 死死地盯着身前的少年 林墨 你胆敢行这天下大不讳之事 你就不怕被万人唾弃 被万人指责吗 对面林墨突然咧嘴一笑 当年我林家无数生灵惨死 谢家主 你可曾想过 唾弃指责一说 况且 我死之后 那管他洪水滔天 您说是不是 看着身前的少年 那瘆人的笑容 此刻的谢千山 渐渐地慌张了起来 木带杀意 他直接站起了身子 小子 不要太猖狂了 你可不要忘了 这里是我谢家大宅 只要我一生定下 也能将你永远地留在这里 此刻的谢千山明显也起了杀心 然而林墨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只是平静地耸了耸肩膀 谢家主 有件事忘记和你说了 不久之前 我刚被提拔了 这是我几分伟人书 你看一看 说着 林墨便从怀中掏出了三份崭新的文件 随手甩在了桌子之上 而谢千山仅仅只是瞥了一眼 便瞬间顿时呼吸一致 长老 教官 会长 三个身份之中 无论拿出哪一个 他们谢家都动不了林墨 更何况此时林墨一人身兼三职 谢千山瞬间泄气 原本积聚的杀气也都瞬间消散一空 此刻的他终于明白了为何林墨敢如此嚣张 光明正大的上门还突然口出狂言 越想越气之下 谢千山身子不由的都开始发抖 见他这副模样 林墨得意地嘲讽道 谢家主 现在你可明白我的底气在哪了吧 林墨有此三职在身 瓦国境内 你们谢家便动不得我半分 当然 你若舍得谢家为我陪葬 现在就杀了我也是无妨 此时林墨的笑声是那般的刺耳 而谢千山则是如同一只斗败的公鸡 搭耸着脑袋吹头丧气 难道就真的要等到林墨下毒 灭他谢家满门吗 可若是现在就杀了林墨 哪怕他们谢家背后牵连大人物 也逃不过武蒙的追责 到时候审判下来 他们谢家和灭门又有什么区别呢 一时间 谢千山深深地陷入了纠结之意 然而 当他脑海里回响了一番林墨那刺耳的话语之后 他突然眼前一亮 等等 华国境内不行 不代表其他地方也不行啊 瞬间 谢千山豁然开朗了起来 小子 休有猖狂 我谢家也不是吃素的 可敢公海一约 我谢家与你死战 你可敢见 这一刻 谢千山终于急了 而这公海约战 也是他突然想到 对付林墨最好的办法 有何不敢 我等你的战书 当然 一周之内 若是没有任何动静 我林墨 亲自上谢家来去 说着林墨左手一抛 紧握太阿之后 直接转身离去 至于他所说的娶 究竟是娶战书 还是娶谢家之人的性命 那就不得而知了 等他离去之后 谢千山也赶紧开始了自己的安排 离开谢家之后 林墨第一时间并没有回家 而是独自一人来到了武盟总部 此时的聂空明作为二长老 一边处理着武盟换届第一阶段的各项资料 一边还要统筹安排无尽之海的事项 此时已经忙得焦头烂额 即便林墨来到了身旁 他也只是低着头 一门心思地扑在各项工作之上 聂老 有件事我需要向你报备一下 我和谢家与公海约下死斗 他林墨如今的身份 都是聂空明一手提拔上来的 如今与谢家如此重大的事情 出于道理 他也需要和聂老汇报一生 然而当他话音刚落 聂空明便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头都不曾抬起 直接说道 有什么事 你就直接去办呗 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只要不是处击武盟 违禁之事 你自己做决定便可 哦 那晚辈便先告死了 林墨也没有想到 这聂老竟然如此豁达 也是 毕竟是执掌一盟 又身兼武盟的二把手 外人看来的大事 在聂老眼里不过都是小事 这般想着 林墨告退之后便打算离去了 只是还没有等他走出大门 身后便传来乒乒乓乓的嘈杂之声 等他刚转头 聂老已经消失在了座位之上 眨眼之间 那张苍老的面容便近距离带 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 等着一双充满血丝的大眼珠子 聂空明惊讶地问道 你刚刚说什么 你和谢家约赞公寒死斗 林墨满脸疑惑地点了点头 下一秒 聂空明满额青筋直冒 胡闹 胡闹 如此大事 你怎可擅自决定 你年纪还小 未来前途无量 怎可如此 如此意气凶势 虽是暴跳如雷 但言语之间便是对林墨满满的担忧与关心 发了一会儿脾气之后 聂老也稍稍冷静了一些 身为华国十大家族 没有一家是简单之辈 你如今所看到的 不过是他们的冰山翼脚罢了 你以一己之力 怎么可能对付得了谢家 你太冲动了 不过还好 此时还有挽留的余地 我现在就以武蒙下令给谢家 禁止这一场约斗 没等林墨出言劝阻 聂老便直接朝外面走去 然而等他刚刚起步 大门便被推了开来 一进门 轩元明便直接说道 聂老 少恩勿躁 那位大人刚刚已经传来口信 晚辈之间的事情 就交给晚辈去解决 他是不会插手的 虽然不知道武蒙大长老所言为何人 但林墨清晰地察觉到 此时的聂老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而轩元明说完之后 目光便转到了这边 林墨 作为武蒙的一方 我还是希望你放弃这样的念头 你还年轻 未来有大把的时光 去发展提升自己 报仇一事 不必急于一时 我们之所以一直瞒着你 就怕出现如今这种局面 苦苦等待了二十余年 好不容易熬到了这一代成长起来 轩元明自然不希望林墨出现什么意外 毕竟以林墨的天资 未来最低也是六王的存在 甚至一国之助 都不是妄想之说 林墨先是看了一眼满脸焦急的聂空明 而后才朝着轩元明咧嘴一笑 大长老 你们既然都知道我的身世 应该也能理解我的心情 灭族凶手就在眼前 我若隐忍 心念难通 林墨 若是此战 你输的呢 面对大长老的问话 林墨依旧是那幅笑容 若是输了 那便是输了 显然此时他已经做好了 应对一切结果的准备 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轩元明似乎依稀看到了 当年那位放荡不羁 率性行事的林孝 不愧是父子 微微叹气之后 轩元明无奈一笑 去吧 保重 等到林墨离开之后 聂空明还想再说什么 只是轩元明已经摇头说道 无妨 此时林墨若是不能处理 心念恐怕难以通达 就像那位大人说的 晚辈之间的事情 便交给晚辈去处理吧 如此 聂空明也只能无奈叹起 瞥了一眼林墨已经远去的背影之后 又回到了忙碌的工作之中 而谢千山也是铁了心 要在公海之上 将林墨置于死地 仅仅过了一个夜晚 谢家的战书便送达了 第1064集 丈母娘不同意 同一时间 这个消息也在整个京都飞速扩散 听说了吗 谢家给新界的医生下战书了 公海死战 我也听说了 并且这林墨还接下了战书了 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罢了 一己之地 在谢家面前无异于躺壁当去 如此青年才俊 倒是可惜了呀 伴随着整个京都的风言风语 岳母方会直接急得跳脚 林墨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谢家可是华国十大家族 你这是不要命了呀 与他们相伯和宋司有什么区别 你不会自己想想 也要为我们办下想想啊 再不济 你也得帮我们想想啊 我和你爸都多大年纪了 都还没抱上孙子 就要白发人送黑发人吗 这公海 我说什么也不会同意你去的 看着丈母娘暴跳如雷的模样 林墨缓缓地起身 妈 你稍安勿躁 我知道你担心我的安危 但有些事 我有必须去做的理由 此时丈母娘依旧在气头之上 听到女婿的话 她不满地说道 理由 什么理由 你给我说清楚来 不然就算天趴下来 你也别想去赴约 灭门血仇 伴随着林墨脱口而出的四字 妻子一家人 瞬间目露惊讶地看着林墨 即便是怒气冲冲的丈母娘 此时也愣住了神情 看着他们这番表情 林墨缓缓地解释道 当年 北京有一大家族 名为林家 而我父亲 便是六王之中 最强的北京之王林霄 随着她的话音落下 妻子以及岳父岳母满脸的震惊 当年北京林家被灭一事 可谓是传得沸沸扬扬 即便是身在南京 他们也都听说了此事 只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家的坠绪 竟然就是林家的遗子 带着不确定的语气 许建功问道 你真的是北京林家的人 似乎是怕刺激到林墨的情绪 岳父又补充了一句 林墨 并不是爸 不相信你 只是此事有些太过匪夷所思了 林墨也明白岳父的意思 毕竟当年谣传在外的消息 是林家满门被灭 无一活口 小夕 你来一下 听到哥哥的呼唤 林熙捧着手里的洋娃娃 一蹦一跳地来到了林墨身前 哥 怎么了 揉了揉妹妹的头发 林墨笑着说道 把我以前给你的那块铁牌牌 拿给嫂子他们看看 那玩意有什么好看的 一块铁片还怪沉的 抱怨了一句之后 林熙又折身走回了房间 这便是北京林家的家主令 说着林墨便将手中 巴掌大小的金属令牌 递到了岳父母的身前 墨色的金属令牌之上 正方雕刻着 公公整整的林子 反面则雕刻着 纹路清晰的北京地貌 边沿之上 五爪金龙环绕 厚重的金属材质 反射出浓浓的寒光 即便是寻常之人 也能看出这令牌的不凡 老许 这是真的吗 面对妻子的问话 徐建公眉头微微一皱 这年头 只要不是活你了 谁会仿制这玩意儿啊 林家灭门惨案 可是全国共知之事 而像北京之王 这般强横之人 都落得身死倒消的下场 可见那灭门凶手的 实力之强大 而仿造这玩意儿 一点好处都没有 坏处倒是有一堆 被林家的仇人发现 还能活得过去吗 到这个时候 哪怕是再傻的人 也大概明白了林墨的意思 小墨 得卸降 便是凶手吧 面对岳父的问题 林墨淡淡地摇了摇头 有人为了保护我 在我的记忆里动了手脚 十五岁前的记忆 都是紊乱模糊的 我唯一能确定的便是 林家已经被灭门 至于凶手 目前能确定的便只有谢家 以及古尊 若非丈母娘百般阻拦 这些事情林墨也不会与他们诉说的 而随着场面冷静下来 许久之后 许建功叹息了一声 霍霍 随了林墨的心意吧 林一旁的妻子许半夏 也是红着眼圈说道 妈 林墨既然已经决定了 我们就尊重她的选择吧 看着与自己唱反调的父女俩 方慧生气地甩开了手臂 你们父女俩呀 都是好人 就我一人是坏人行了吧 说完便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去 林墨 你不用在意 你妈就是这样的人 刀子嘴斗服心的 她也是担心你的生命安危 点了点头 林墨表示自己明白 而伴随着这一消息 家中的氛围也沉重了许多 另一遍 华窝双方的比斗结束 已经过去半月有余 双方约定好的赌注 也在实现的过程中 至于窝国那四十座岛屿 便被轩元明开心地交接了下来 虽然都是一些面积极小 资源贫瘠之地 但数十座岛屿连城的海域 也抵得上两个省份的面积 开疆阔土啊 了不起 了不起啊 伴随着轩元明爽朗的笑声 窝国一方负责交接的代表 完成交接手续之后 带着满满的怨气 头也不回直接离开了 只是在他们即将回国的路上 一则消息瞬间令他们停下了脚步 谢家与林墨将与公海之上约斗死战 一时之间消息直接横扫整个窝国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子来投 这一次我们必要让林墨有去无回 上次都被二王约着的手段 这次我们必须要让林墨死在这公海之上 对随着一众窝国势力义愤填膺的呐喊 嘉美乃也开始布置自己的计划 联系那些与林墨存在矛盾的各大势力 另外告知五十会 这次必须将林墨留下来 等到黑袍侍女退下之后 嘉美乃盯着身前的酒杯 喃喃自语道 可惜了 要是那个李建格能一同前去公海 就更完美了 暗潮涌动之下 一场正对林墨的阴谋 慢慢地开始了 公海之约已成 剩下的便是需要时间去慢慢发酵 毕竟应对此等大事 谢家也需要漫长的时间 去调集各方战力 此战不仅仅是关乎谢家的颜面 更关乎生死存亡 相反林墨这边反倒略显平淡 约战的事件经历过了初期的热度之后 如今也慢慢地平息了下来 并且武盟那边的第一赛段的收尾工作 也进入了尾声 各官赛国也陆续开始回归 原本热闹非凡的京都 突然之间便显得几分冷清 空闲之余 林墨去了一趟回春堂后院 此间尹宗弟子已经走完了 院子之内 瑟瑟的黄叶 也比之前更多了 原本热闹的小院 如今已经空无一人 残留的欢声笑语 也被寒风吹散得无影无踪 昨日海城太子派人打了一个招呼之后 便匆匆地赶回了海城 当然 吴璇也跟着一起回了广省 说是京都已经呆腻了 而林墨回来 主要也是来取一些 当初存放在房间之内的草药 只是还没等地开门 身后便传来了动静 林医生 等到林墨转身之后 来人瞬间露出了笑容 真的是你啊 林墨先生 我还以为你不会再回这边了 哦 对了 敦煌圣女临走之前 让我把这个地交给你 说着工作人员便红着脸 将一个信封递给了他 随后便也突然跑开了 林墨低头看了一眼信封 林墨 秦齐 此间之事已了 长楼一直说着 想找你聚一聚再回去 想着你忙于武门幻界之事 师尊催促 我便先回敦煌 来年再见 望君保证 雪莲 信的内容很简单 不过是一些家常之事 看完之后 林墨便将信件折了起来 而后小心翼翼的塞进了胸膛 打开门房 屋内并没有被动过 桌椅之上已经有了一层薄薄的灰尘 收拾完行李之后 林墨不打算多坐停留 死间人已散去 除了一封信便也没什么念想了 大门关上 林墨回头瞥了一眼后扇 犹豫了之后 他还是没有前往 既然人已散 景又有何看头呢 第1065集 雪天相约 而当他刚走到庭院 林墨便感觉笔尖一凉 抬头望去 灰蒙蒙的天空之上 无数雪花缓缓飘落 周围的树木 翠竹也都开始缩缩作响 下雪了 伸出手指 雪花静静散落 仅仅只停留了一会儿 便在林墨的掌心化为了水珠 林墨淡淡一笑 抬步离去 而这庭院 刚刚升起的一丝人气 也就此泯灭 唯有挨挨白雪 不断积聚 之后的几天 林墨又回到了修炼的状态 而独孤九珍 也在他的不断磨合之下 也日渐熟练 凭借精神之力 单根玄珍 已经到了运用自如的地步 至于双针 林墨虽然也同时控制 不过稳定性杀伤力 便遗落千丈 而且独孤九珍 可不仅仅作用在杀敌之上 对于去病消极 同样有着非凡的效果 引药 导流 疏卖 比之一般的银针效果 墙上不止数倍 林墨盯着身前紫檀 木盒之中的玄珍 缓缓地眯起了双眼 其中一道玄珍 便如同闪电飞掠而起 以林墨为中心 飞速地旋转了起来 玄珍本身便是小巧无比 加之超高的速度 一时之间 就如同消失了一般 而在外面 即便公海之约还没有开始 心怀鬼胎之人 已经开始暗示小手段了 漫天飞雪 迅速掩盖了整个京都 道路 树叉 屋顶之上 此时也堆积了厚厚的白雪 天气寒冷 大雪风道 加之时至傍晚 道路之上 唯有一片寂静 看着外面的天气 服务人员哆嗦了身子 我天 这天气也太冷了 要不我们还是早点关门吧 而似乎是提起此事 周身似乎更加的寒冷了 在他对面的同伴 则不满地瞥了一眼二楼 不是还有客人在吗 他什么时候走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关门啊 一听此话 那抱怨之人便显得更加的不耐烦了 哎呀 真是拖累人 我去问问他 什么时候才能走 而正当他打算上楼之时 一旁的同伴直接将他拦了下来 你疯了 就算是咱老板面对这位客人 都是毕恭毕敬的 你要是想被辞退 我就不阻拦你了 挣扎了一会之后 这名服务员 还是放弃了原本的念头 冻死老子了 这老板也是变态 我让官门就算了 暖气也不给装一台 说着 他便望向了敞开的大门 不断灌入房间的寒风 吹得手脚冰冷 正当他心生烦躁之时 风雪之中一道黑影 踩着挨挨的白雪 走进了茶馆 来人并没有多余的废话 只是拍了拍厚厚的雕毛披风 随口说道 野来人 其中服务员 先是暗暗抬起手肘 撞了一下满脸怨气的同伴 随后才带着笑脸上前迎接 你好先生 请跟我来 整个茶馆之中 现在就剩下了一位顾客 根本不用多问 顶楼的茶室之中 一名挑眼英鼻的老者 此时正慢慢悠悠地 拨弄着身前的火炉 随着大火越烧越旺 架在上面的茶壶 也渐渐地开始冒起了白气 等到上面的茶壶盖 不断地被顶起来的时候 房间的大门突然被打开了 谢老爷子 真是好身体啊 这三九汉天的 竟然还如此压制 走进房间之后 谢千山打趣地说道 见到来人 火炉前的徐老爷子 也抬起了头 现在约你谢家主见一面 可真是不容易啊 怎么 难道是因为上次之事失败了 都没点见人了吗 此时一提 谢千山顿时拉下了脸色 说到底 当初他的计划 其实也并没有失败 他亲手杀了金刀比罗的天才弟子 念真其一 后又嫁祸给林默 此事其实是成功的 并且也成功加深了窝国一众势力 对林默的仇视 奈何华国境地京都之内 他们并不敢直接动手 只能对林默发布一系列的绞杀令 然而都这么久过去了 林默一直都栽在京都 他们窝国自然是没有下手的机会 如此倒也令林默一直得瑟至今 谢大爷子 如果你今天约我来死 只是为了嘲讽我的话 那我们也没有多做废话的必要了 来年开春 我谢家还要准备与林默的公海死战 失陪 说完 谢千山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便转过申要离去 对面 徐老爷子一把站了起来 哎 谢家主 何必这么激动啊 老朽不过玩笑之眼 当不得真 我既然如此大费周章地请你过来 自然有要事相谈 听闻此话 谢千山的怒气也稍稍平复了一些 冷哼一声之后 这才坐了下来 而那杯被徐老爷子针满的茶杯 则被谢千山仰头一眼而尽 谢家主 来来来 不要动怒 我知道 经过你的惊心谋划 我国一众势力 已经对林默下了必杀之令 有了这句的宽慰 谢千山此时的脸色 才好看了许多 谢老爷子 你还是有话就直说吧 这天气 冻得我忍不住打板 话音落下 徐老爷子也放下了手中的茶壶 坐回了自己的位子 开口说道 我国的绞杀令一出 我们武盟这边 自然也接到了消息 这段时间 想悄悄潜入 华国境地的我国杀手 不知道为武盟绞杀的多少 我等不住了 听到这里 谢千山好奇的一笑 哦 不知道徐老爷子 打算怎么做 你不会 是想让我谢家帮我国杀手 投赌进来吧 这可是叛国之罪 万万使不得 此言一出 徐老爷子都忍不住脸色惊变 但有叛国之罪 唯有灭祖尔 谢家主 说着他心中略有不安地摇了摇头 活了这么大岁数了 徐老爷子对于察言观色之道 已经是信守年来 然而就刚刚谢千山那番言行 根本就看不出丝毫的畏惧之意 倘若自己言语再激进一些 这谢千山极有可能 真的会将这群窝国杀手偷渡入境 真的是丧心病狂 心中这般想着 徐老爷子的脸上 却并无任何的表情变化 低着头 有些许的不满之意 他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继续说道 我许家好不容易 研究出的养身药膳粥 确实被李末直接剽窃了 原本的我许家 仍准备蓬勃发展的餐饮 也为此大伤敌尽 更恐怖的是 那一蒙竟然还不作为 任凭叶清风乱判乱裁 听着老爷子的不断抱怨 谢千山心中冷笑不已 虽然没有亲自参与其中 但这事实的真相 他也是清清楚楚的 徐老爷子这么抱怨 不过是为了维护 许家的最后一丝面子而已 真实的情况 可谓是完全相反 当然他谢千山也不会无脑到 直接拆了对方的台子 反倒是应声呵斥道 李立某一日不死 你们许家的药膳养生州 恐怕永无出头之日啊 毕竟这孽家二老 对李某可是贫心得很 徐老爷子对于谢千山 识趣的表现 也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写家主所言甚是远 所以这次找写家主前来 便是为了商讨 怎么对付这李某 我许家好不容易 探索出来的发家之计 岂可断于他人之手 这李某不死 我情绪难安呢 直到此时 徐老爷子的真实目的 也才表露了出来 而谢千山也不着急 只是面带疑惑地问道 谢老爷子 你也知道 我谢家为了对付李某 已经用了许多手段 而李某依旧活得好好的 逼得我们走到公海死战的局面 不知徐老爷子 可要更好计划 能让我国那些势力 将李某彻底灭伤 以绝后患 此时谢千山的突然服软 也是有意为之的 话语之间也在拼命地将许家 往偷渡窝国杀手的方向上引导 只要对方一开口 愿意共同合作 共担责任 谢千山便敢直接拍板 开启引渡窝国杀手的事情 而且他既然敢这么做 自然也有办法将责任全部甩给对方 奈何 徐老爷子也是个人精 怎么可能上当 第1066集 徐老爷子的计划 徐老爷子心中冷笑不断 脸上却是假装犹豫不决 思索了一会儿之后 他便摇了摇头 我过杀手那边 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毕竟此时牵扯甚大 我倒是有个想法 就是不知道谢家主愿不愿意 诸我以彼之力 见对方死活不上钩 谢千山心中不免得有些失望 毕竟引渡大量的窝国忍者与刺客 这才是解决林末最快最有效的办法 不过对方事已至此 谢千山也放弃了纠结 看着对方缓缓问道 徐老爷子 但说无妨 只有我谢某人帮得上忙的 绝不做任何推辞 徐老爷子也是组织了一番言语 随后才缓缓道来 谢家的实力 我自然是信得过的 公海约战之事 便是领我深死之志 但我徐家等不到来年开春呢 如今被丁墨窃取的药膳中米方 已经严重影响了 我们徐家餐饮行业的生意 所以我们徐家打算先下手为强 发布了海外悬赏 买下临墨的沟通 这个时候 谢千山也终于明白了 徐老爷子的计划 徐老 此法虽好 但有时考量啊 要知道的 我们华国可是号称 雇佣兵以及杀手的锦帝 即便你发布宣赏 恐怕手效甚为呀 徐老爷子自得一乐 锦帝不代表不能进 任何的畏惧 无外乎是钱 没有给到位罢了 我就不信 我这二十亿 买不下临墨的头 说着 徐老爷子便将一张 泛着黑光的金卡 推到了谢千山的身前 请谢家主帮个忙 我谢家 不好直接出面发布宣赏 我们很容易追查到我们这边 需要你帮我做个桥梁 让我国一方出面 这 一时间 谢千山面露为难 谢老 你应该也知道 他们我果然的臭脾气的 要是他们愿意 这宣赏 他们早就发布了 无非就是为了面子 或者说 他们的无事的精神 李莫必须死在他们手上 徐老 你这是为我 出的一个大难题呀 此时谢千山的为难之色 推辞之言 与之前刚刚那副 信誓旦旦的保证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然而 他的脸上却无任何羞愧之色 徐老爷子 也是一个明白人 此事 还得劳烦谢家主 多费费心思 这是老夫的一点心意 还请谢家主不要嫌弃 话音落下 他便从怀中掏出了一张支票 谢千山先是披了一眼 见到上面那一长串数字 这才点了点头说道 哎 老爷子 这是作甚 我谢千山 可是那种 剪情掩开之人 徐老 我知道 你也是 想帮助我们谢家 这支票 我是万万不能收下的 徐老爷子 见到推过来的支票 又伸手将其塞进了 谢千山的怀中 谢老弟 帮帮忙 你要是先手的话 我可以再加一些 这 徐老 你这本言语 可是将我逼到悬崖边了 也罢 也罢 我就试试看吧 当然 我也只是试试看而已 成语不成 我也不敢打包票啊 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徐老爷子心里自然是明白得很 这谢千山既然敢收下 说明此事便已经是稳稳当当的了 笑着眯起了双眼 他抬起了手中的茶杯 辛苦谢家主了 以茶代酒 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寒风清洗 一阵清脆的碰撞声响轻轻传出 一天之后 一道天价的悬赏轰动了全球的杀手圈 悬赏二十亿取窩国林墨之命 限制条件无 凭林墨头颅换取佣金便可 此消息一出 全球各大杀手团闻讯而动 好久没有这么够的悬赏定了 我们按之影终于可以好好的打盖一场了 二十亿 我们黑雪殿堂正好可以更新一下设施装备了 女士们 我们荆棘强威扬名的机会终于来了 大家做好准备 由于没有任何限定 越来越多的杀手团接下了这一悬赏 而徐老爷子最精明的地方便在于此 越是没有限制 加入猎杀林墨的杀手团也就越多 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 总会有人开始尝试偷渡溜进华国 而只要有一人成功 便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 当然了 即便大家都失败了 那林墨也别想走出华国一步 不然便是面对雷霆袭杀 然而 伴随着消息越传越广 自然而然的 也落入了武盟的情报之中 针对林墨的悬赏令 你们也都知道了吧 宣元明位于正座之上 缓缓地说道 而正在他的面前 一众武盟核心长老 面色严肃地点了点头 刑罚长老胡长老率先开口道 此事的性质 过于恶劣了 要是长此以往的话 我划过的好奇之朽 还有什么安全感可言的 他虽然因为自己的孙女 而不中意林墨 但涉及大是大非 他还是最为公正的一方 坚守了这么多年 才熬到新一代成长起来 即可让外人轻而易举地 破灭这一切 听完宣元明转移了一下话题 可有查出 宣伤出自何处啊 听到这一问题 聂空明接过了话语 发布宣伤之人 手脚做得很干净 我们所能追查到的 便是一位外国普通人 此人将这二十亿 存放到国际杀手联盟 并且发布宣伤之后 便如同是人间蒸发一般 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被人 杀人灭口了 宣元明眉头瞬间皱了起来 沉吟许久 他淡淡地抬头 既然查不到 所以也不要在这一方面 浪费时间了 当务之急 还是要商量如何竞对 这天价悬赏 我划过少年 即便是普通人 也绝对不能让他 在国土之上被人暗杀 铿锵有力的话语 完美地表达了宣元明 对于年轻一辈的照顾与关心 这个时候 整个会场也开始了激烈的讨论 交代监察力度吧 只要将这群杀手 全部拦截下来 丁墨的安全 也就不用担心的 这方法一出 立马就遭到了反对 老乡 此机牵扯过大 目前我们唯一能确定的 便是我国 对临墨的绞杀 他们那边倒还好 只要我们针对向的排查 还能防止他们 但其他国家的杀手们 只要他们有心伪装 我们根本不可能 全部拦截下来 既然此法不成 又有人提议道 不然我们暗中派人保护点吗 然而这样的方法 依旧是被直接否定了 派人 派谁去啊 如今五文幻界之事 大家都已经忙得是焦头烂额 再说了 哪有千日防贼之处 就算派人保护了 面对那群丧心病活的杀手 谁能做到24小时的防护啊 伴随着两个方案都被否定 会场的氛围也渐渐冷清了下来 一群长老眉头紧皱 开始思索应对之法 寂静许久之后 轩元明看了眼涅空明 眼神相互交流之后 前者这才开口说道 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 诸位同调不妨 听听我的方案 话音一落 在场的众人的视线 便聚集到了轩元明的身上 在此之前 我便与聂老私下商量过 对于林默未来的安排 原本我的计划 是委任林默为南岳省 以及河内省的武盟会长 一方面 希望林默能整顿一番 两省的局面 另一方面 也是希望能借此锻炼一番语谈 如今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还是觉得提升林默在武盟的职位吧 如此 当也可以震慑一众小小 话音落下 众人眉头微皱 开始思索其中的可行性 两久之后 胡长老开口问道 大长老 司法倒也可行 不过 林默此人 虽然一属无双 五子女天 但毕竟 年顶白在那里 若是将其提得太高 恐怕 说到此处 他便停住了话语 在座之人都是聪明人 对于言语中的意思 也都明白于心 木秀于林 鹤立鸡群 若是将林默抬得太高 恐有捧杀之位 到时候 不仅仅是外国杀手团 恐怕窝国都抑制不住杀心 第1067集 镇月史 宣元明沉吟一番 而后点头说道 确实 如此的话 我心中有数了 随后 宣元明便站起了身子 看着身前的一众同僚 带着严肃的语气宣布道 花博两国约斗 李建阁 林默 杜吉三人 表现优异 养我华国之危 特此 赋予三人镇月史者称号 三人分别是 华山史 泰山史 恒山史之称号 令其余表现突出者的奖励 胡长老你这边辛苦一下 看看如何奖励比较合适 伴随宣元明的一声令下 其他核心长老纷纷起身 如此 武盟换届第一段赛的奖励 也算颁布完毕了 而林默担任两省会长的同时 也被赋予镇月史之首 太山史的称号 至于李建阁 以杜鄂两人 亦是天资卓越 资质逆天的存在 正好也一同赋予了镇月史之称 当然这其中 不免有轩元明 想要两人为林默分压的打算 此事结束之后的第二天 武盟的公告正式发出 而这一消息 便如同巨石落入湖水一般 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另一边 许家组长房间之内 杂乱的器械打杂之声 不断地传来 即便是一向性格温雅的 许老爷子 此时也无法抑制住 内心的怒火 可恶 武盟这是铁的心 要保下里面 眼见谋化江城 却被这武盟横插一脚 凭什么 说着他手中的紫砂茶壶 也直接砸向了地面 带着满腔的怒火 目光死死地盯着地上的 紫砂壶碎片 而在他的脑海之中 则不断地浮现了 谢千山的诱惑之眼 说不然 男男自语了一句之后 徐老爷子赶忙甩了甩头 随即后背不由地渗出了冷汗 不行 绝对不行 虽然你莫该死 但我不能 拿整个许家和谢千山赌 随着徐老爷子这边冷静了情绪 外国的那群杀手团 也瞬间掀起了波动 镇月使已经是半只脚踏进了高层 若说双省会长 他们还敢横心一搏 但这镇月使之称落地 便是劝退了一大波杀手团 毕竟有命拿钱没命花 到头不过一场空 当然 丧心病狂之人亦是不乏少数 当接到武盟镇月使称号之后 林默顿时感觉有些意外 镇月武使虽然不是实际的武盟职务 但却拥有着绝对的权力 而林默本身就是武盟战堂的教官 未必长老 加之着镇月武使之首的泰山石 他如今的权力堪比武盟副统领 即便见到华国108位武盟会长 亦可以变异形势 同时也拥有着一定程度的调度权 以及惩戒权 但从直权上来说 如今的林默已经半只脚踏进了武盟的高层了 而林默此时也明白了轩元明那边的意思 爸 妈 我这几天要出去一趟了 去哪儿啊 丈母娘对于林默的公海之约依旧惦记在心 此时听到她又要出门 方慧脸色顿显不喜 林默兴兴一笑 耐心地解释道 妈 放心了 我就是去大区连省那边一趟 接任南岳以及河内两省的会长之职 没什么大事的 由于怕丈母娘担心 对于整顿之事 林默则闭口不谈 丈母娘听闻此话 这才放松了脸色 而且得知林默晋升之后 方慧倒是开心了不少 毕竟自家女婿武盟的职务越高 他们一家也越有面子 还有一个多月就要过年了 忙完之后就早点回来 别到时候年夜饭都赶不上 林默听到丈母娘的吩咐 自然是乖乖的同意 揉了揉鼻子之后回复道 妈 放心 就一个交接工作 就是路上要多花点时间 路途遥远 注意安全 记得早点回来 丈母娘似乎也是担心林默忘记 特地又强调了一遍 林默自是连连点头 这才安慰好了岳母大人 等她来到房间之后 妻子已经在为她收拾行李了 许半夏听到开门的动静 一边整理着手中的衣物 一边说道 怎么走得这么突然 武盟的任命 我一早就听说了 原本我还以为 你要过完年才会出门 没想到 竟然这么快 听妻子这么一说 林默也沉默了下来 对于许半夏的才智 林默心中有底 武盟对于林默的任命公告一出 整个京都都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 再结合大渠联省 风土人情 有心之人自然能猜出一些内情 许半夏虽然不说 但心中也大体明白 想到这里 林默干脆不再隐瞒 直接说道 没办法 武盟那边为我加授了真月使的称号 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我 另一方面也是侧面的提醒我 该出发了 许半夏眉头一皱 为什么这么急吗 那边已经乱了这么多年了 也不差这十天半个月的 林默先是点了点头 转身坐在了床边 没办法 因为时间紧迫 师尊之前已经和我说过了 这次比赛只是第一赛场 后续还会有超大型的赛事 而我 不仅要去整顿梁省 还要迎战与谢家的公海之约 此二事若不能及时处理完 恐怕赶不上后续赛场 而且 武盟的轩元明大长老 也是想让我成长得更快一些 在这有限的时间之内 积居自己的势力 听到这里 许半夏点了点头便不再作声 而后继续着手上的整理 只是等他合上了行李箱后 又取出了另一个 带着好奇 林默突然问道 老婆 你这是也要出门啊 而蹲在地上收拾的许半夏 回过头白了他一眼 对啊 我要陪你一起去大区连省啊 诶 我就过去几天 忙完就回来了 许半夏听到林默的解释 根本就不为所动 反而带着奸笑说道 你就别再骗人了 你不知道吗 你只要一说谎 就喜欢揉鼻子 别人不了解你 我还不了解你吗 而且整顿两手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结束 这点林默倒是一直未曾发现 谎言被揭穿之后 他便兴兴地停下了揉鼻子的动作 完了 被这媳妇拿捏得死死的 要不 你还是在家陪陪小夕 陪陪爸妈吧 联赏之行 我自己都不知道会面对什么突发事件 时间上 也不能有保证 从本心来说 林默是不希望妻子陪同一起前往大区连省的 雄山恶水出汉民 加上那些地方势力 他自然是担心妻子的安全 然而他越是这样说 许半夏越是坚持 就是因为时间不固定 所以我才想着和你一起过去 若是过年 你还不能回京都 最起码还有我在你身边 陪你一起过年不是吗 再说了 若是有危险的话 不是有你在我身边 保护我的安全吗 简单的话语 淡淡的暖意 走到妻子身旁 林默伸出了双手 缓缓地搂着前者 轻拂妻子的秀发 他平静地答应了下来 行吧 那边一起去吧 就当是我们夫妻俩的旅行 这个时候的许半夏并没有说话 只是将脸颊静静地贴在丈夫的胸膛 感受着对方的心跳 嘴角微微带笑 第二天一早 天边才刚刚破晓 林默便来到了五盟总部 你好 我来取杨教官的魂侠 五盟换届第一赛程结束之后 养狗圣虽然身亡 但五盟还是为其追加了 战堂教官的职务 同时他的家人那边 想要其每月的抚恤金 接待人员见到林默之后 先是行礼 而后便急匆匆地转身 将养狗圣的骨灰盒 以及遗物取了过来 如今林默的身份 已是镇月无始之首 其他人对他的称呼 自然也有了变化 应该的 说着 林默便低着略微沉重的脸色 接过了石木魂侠 放进专用的运送车后 林默又点燃香火 三寇祭拜 这才钻进了五盟专用的越野车中 领着身后的魂侠运送车 一同踏上了路程 第1068集 老妇与儿媳 而在另一边 方慧起床 刚准备叫女儿与女婿起床 许建公却说道 哎呦 不用麻烦了 他们两人天还没亮就出发了 这会儿 应该都已经出在京都了 一听此话 方慧脸色一急 什么 半夏也一起去了 是啊 哎呀这孩子 真是越长大越不听话 出门了也不知道和我这个当妈的说一声 许建公见他这副模样 宽慰道 哎 行了 他们年轻人 有年轻人的生活 来到京都之后 他们这小夫妻 还没有享受过自己的二月世界呢 他们不想和你说 就是怕你叙叙叨叨个没完 你就随着他们的想法吧 不要和自己忧气了 被丈夫这么一说 方慧也觉得有几分道理 只是对于女儿的不辞而别 以及丈夫的指责 她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 行行行 救你是好长辈 全家救我一人是坏人行了吧 夫妻多年 许建公自然知道怎么对付妻子的暴脾气 只要不接话 絮絮叨叨几句之后 她自觉无趣也就放弃了 至于那被方慧惦记的夫妻二人组 此时已经驾车驶出了京都 你说 我们这么突然的离开 妈不会生气吧 夫驾驶内 妻子略带担忧的问道 林墨这时平静一笑 语气肯定的回复 那是必然的 就咱妈那脾气肯定是要生气的 不过没事 反正咱俩已经跑出来了 就让岳父独自一人承受丈母娘的怒火吧 林墨你讨厌了 哪有你这种女婿 背后说自己丈母娘坏话的 没事了 反正咱妈也听不到 说着 林墨便加中了脚下的油门 向着攀阳市急速前进 汽车加速 身后直接扬起一阵尘土 攀阳市小园村 村落一角 破落的泥土房 已经出现了许多军裂 而且从远处望去 房子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倾斜 岌岌可危 坚毅的床榻之上 脸色憔悴的老妇正靠在床头之上 虽然不过五十之年 但已是满头花白 加上常年累月的顽疾 乍一看 那模样说是花甲之年 也不为过 床边年轻的女子 小心翼翼的端着土碗 虽然着装清淡 原本鲜艳的外套不仅已经褪色 甚至还有多出的修补 但是 这也抑制不住其田径的容颜 精致的五官之下 带着浓浓的纯洁之意 看着眼前的婆婆 女子咬着汤药 轻轻的吹拂 来 吃药吧 面对儿媳妇的耐心照顾 老妇也是满脸的心疼 小徐啊 你若是有个好的下家 便改嫁了吧 为娘实在不忍心 看着你跟我们母子俩一起吃苦啊 说着她的眼神之中泪花渐渐闪烁 徐佳佳则是坚定的摇了摇头 妈 你可别瞎想了 狗圣已经去京都 请问我们华国新一届的医生了 听说这医生医术极其高超 这田地下就没有能难到她的疾病 到时候 等医生来了咱家 保证你要到病处 只是她的宽慰之语 并没有能让婆婆有任何的喜悦 小徐啊 为娘不傻 人家那可是高高在上的华国医生 怎么可能为我们这种穷苦人家看病啊 娘 你可不知道吧 狗圣可是参加了五盟换届大赛的 狗圣的力气你也是知道的 就算咱们东村口的大水牛都熬不过她的 到时候 等狗圣拿下个好名次 成为五盟内的大人物 自然也能请得到医生大人了 而且 我可打听到了 五盟对于内部成员的福利待遇 可是相当优越的 不仅有大房子分配 每个月的工资也都是过万的 娘 你就好好养病吧 本狗圣回来了 我们的好日子也就到了 说着说着 徐佳佳的目光之中更是带着满满的期待之色 直到这个时候 床榻之上的老妇才半信半疑的点了点头 只是等她刚要说话之时 脸色突然一红 随后便剧烈的咳嗽了起来 刚刚服下的药汁瞬间溢出了嘴角 身旁徐佳佳赶忙放下了手中的图碗 为婆婆轻扶后背 此时的老妇 也因为这阵突如其来的咳嗽 面色渐渐发黑 徐佳佳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只能用手帕不断的为婆婆擦拭着嘴角 许久之后老妇这才平息了下来 喘着大气 她虚弱的说道 小徐佳佳 你说我会不会等不到狗圣回来了 这几天我一直心虚不宁 看着自己的婆婆 徐佳佳眼眶一红 娘 你就不要胡乱想了 武门幻间已经结束 狗圣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只是京都与攀阳距离遥远 想来还要一段时间罢了 说完她便将婆婆扶倒在床 娘 你先休息一会儿 我去烧饭了 走出房子之后 徐佳佳的思绪也变得不平静了 若不是婆婆不说那话 自己也觉得无所谓 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不过是丈夫在梦里说 要去远方而已 瞎想什么呢 可生过几天就会回来了 徐佳佳宽慰了自己一句之后 随即摇了摇头 驱散了心中的杂念 不一会儿 偏远的小园村一角 吹烟缓缓升起 另一边 经过四天的长途跋涉 李莫终于带着妻子 进入了大渠连省境地 群山环绕之下 虽然是寒冬之际 却是绿叶遍地 看着窗外大片大片的绿植 徐半夏突然说道 还是南方的天气温暖 京都那边都大雪封门了 这边依旧草木清茂 风景优美 李莫驾驶着越野车 瞥了一眼四周 煞风景地说道 经济发展和生态实成反比的 一个地域环境保护得越好 其经济也越落后 被丈夫这么一说 许半夏直接翻了一个大白眼 这个男人实在有点不解风情 然而正当他想说到说到丈夫之时 驾驶室内的林莫眯起了双眼 突然脸色一沉 系好安全带 拉好扶手 话音还没落下 林莫脚下有节奏的轻点刹车 后方运送魂侠的另一辆越野车 接受到他传递的信号之后 立马便放慢了车速 下一秒 林莫脚下重踩刹车 一手转动方向盘 一手拉动手刹之后 整台越野车甩尾飘移之后 稳稳地停了下来 而距离车头不过半米之处 铺满了冒着寒光的三棱刺 同一时间 后车之上的五名武蒙巡卫 直接跳下了车子 随即围拢在了林莫的越野车旁 而此时他们自然也注意到了 之前地面上的陷阱 车头之内 林莫带着温柔的笑意 安慰起了惊慌失措的妻子 武蒙的越野车是防弹的 你躲在车里不要出来 说完 他便拍了拍许半夏的手背 在妻子的担忧的目光之中 打开了车门 站直身躯直呼 林莫先是目光扫视了一圈周围的环境 而后才淡淡地说道 保护好我妻子 五名武蒙巡卫齐声应导 是 这边是大院 说完 几人便按照特定的站位 将许半夏牢牢地保护在了中心 至于林莫则走到了路旁 盯着矮小的山坡大喝道 何方肖小 赶拦武蒙之路 声音回荡下 在林间以及矮山之后 一群群身披白袍的武者整齐华衣 罗列眼前 眨眼一看便不下四百之数 见此一幕 林莫眉头紧重 没想到 在华国境内 竟然也有人赶拦武蒙镇月 真的是活腻了吗 而他一边想着 手掌一边搭在了太阿之上 做好了所有作战的准备 而在其身后 巡逻小队的首领踏步向前 找死 你们可知 面前之人乃是武蒙镇月之首 胆敢拦截太山使者 其罪当死 然而当他的话音落下之时 对方众人根本就不为所动 如此巡卫队长脸上顿觉无光 正当他打算发作之时 其左肩之上突然出现了一只手掌 第1069集 谢家秘密事例 唐前燕 林莫看着这群杀气腾腾的陌生人 开口说道 队长 不用和他们多费口舌了 既然他们敢行这不轨之事 显然是已经做好了灭口的准备 说到此处 林莫的目光之中 杀意突然翻涌了起来 如今他的身后还有妻子在呢 而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对方的人群之中 缓缓地走出了一道人影 不愧是我们的郑月时导人 一语种地呀 看清来人的模样 林莫带着冰冷的语气质问道 谢百合 你在找死 山坡之上 谢百合面对林莫的威胁 只是不屑的一笑 林大人 许久不见 怎么能在这里相遇 是不是感觉很惊喜 很意外呀 说着他便挑了挑眉毛 林莫看着周围已经将乙方包围的白袍队伍 面色渐渐的变得沉重了起来 谢百合 你可知道 拦截五盟办事队伍便是重罪 而且我身为五盟真月使 奉五盟之名前往大局联省办理钥匙 你们此举便是死罪 你若是乖乖把路让开 我可以既往不救 若是自己独行 林莫自然也不会与对方多做废话 但此时车内还有妻子在 而且单单从气势上来看 对方这四百多人的实力并不差 一旦双方发生冲突 很可能会威胁到许半夏的安全 这也是林莫最担心的地方 同时也是他想用语言逼退对方的原因 只是他费尽口舌 也不过是徒劳之举罢了 对面的谢百合根本就不为所动 相反的 听完林莫的话语之后 他假装恍然大悟地拍了拍脑门 随后带着满脸的讥讽说道 哎 瞅瞅我这记性 还没恭喜真月使大人高升呢 林大人恭喜啊 容生泰山史之称 兄弟我出门走得急 没带什么货的 不妨就拿你的人头抵上抵物可好 不等对方回话 谢百合便缓缓举起了手中的灰色令牌 一时间他身旁的四百多人 瞬间抽出了腰间的绣唇刀 自从上次以自身重伤为代价 将念真奇异的死亡陷害给林莫之后 谢百合便一直卧床养伤 只是当他身体恢复之后 便听到了林莫不仅仅升任两省会长 有关以镇月使称号的消息 一时间气得他咬紧了大牙 而当他获知林莫即将出任南月 河内两省之时 他顿时便起了杀心 加上谢家外出集训的隐藏组织 唐前燕刚好回归 这么好的机会 谢百合自然不愿意错过 于是乎他便瞒着谢家的一众长辈 带上四百五十位唐前燕的成员 远赴大渠连省埋伏林莫 意图在这半路之上便将其击杀 而后嫁祸给大渠连省的地方势力 只要事后毁尸灭迹 便是死无对证的铁局 想到这里谢百合忍不住得意一笑 而后他便下了必杀令 杀将他们全部留下 话音一落 身后谢家唐前燕的成员 手握秀春刀 杀气腾腾的冲向了林莫一行人 林莫见状也放弃了语言的威胁劝退 见风一闪之下 他便是提着太阿迎面冲了上去 你们注意保护自身安全 我去会会他们 此间之局唯有鲜血能解 面对数十人的围剿 林莫面无惧色 对面跑在最前段的谢家燕卫 还没等对方靠近 便举起了昂长的秀春刀 虽然知晓林莫的镇月使身份 但他们燕卫只听谢家的征调令 只要手持此物的谢家之人一声令下 即便是面对武蒙的大长老 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挥刀 而此时 这名燕卫打算砍下眼前少年人的头颅之时 对方突然身形一晃 前者再次看清少年人的身形之时 后者已经来到了他的身旁 虽然已经高估了林莫的实力 但这名燕卫万万没有想到 这少年竟然强到了这般地步 暗自震惊之下便赶忙抬刀回房 断兵相接 伴随着一阵清脆的声响 这名燕卫手中的秀春刀 竟然直接断成了两截 这怎么可能 秀春刀也是精铁锁住 坚硬无比 这林莫的长剑 怎么可能锋利到这种地步 然而这些问题 燕卫这辈子都不可能获知了 伴随着刀刃落地的 还有瞪大了双眼 带着满脸难以置信的头颅 此间说来昂长 但也不过是眨眼之间 随着此人倒地身亡之后 身后又有人后继而上 只是第二人的情况 也没有好到哪去 眼前一花还没等其反应过来 他便感觉脖子一凉 带着不甘的神色追随同伴而去 一同阴间相会 林莫灭杀了两人之后继续冲向敌人 如同羊肉狼群一般 围剿他的四十多人 根本就没有一盒之力 山坡之上 谢百合看着不断倒下的燕卫 大牙咬的直接嘎嘎作响 这林莫怎么又变强了 可恶 原本以为出动了这四百余名燕卫 便能够轻而易举的拿下林莫 没想到短短一段时间不见 这林莫又强上了几分 心急之下谢百合大声怒吼道 接战战 我要给林莫击上老坛的机会 等到他的话音落下 周围又有数十人加入了围剿林莫的队伍 相比较之前的一对一车轮战冲杀 此时的一众厌卫慢慢减缓了出手的速度 同时相互之间开始打起了配合 但凡林莫对他们其中一人出招 其他同伴便从各个方向一同进攻 而这种以命换伤的打法 确实也令林莫有些微微头痛 这群厌卫实力其实并不弱 只是林莫一方面占了兵器的便宜 另一方面身法之上 他也强上对方一大截 所以当双方短兵交接之时 他以极快的速度击杀了不少敌人 而此时在谢百合的指挥下 他们所结成战阵之后 便开始慢慢地限制了林莫的身法 再加上对方默契的配合 实力便猛胀了好几个档次 等到林莫再次击杀四五名厌卫之后 他的身上也开始慢慢挂踩 虽然伤口很浅 不过是鱼腺一般的血丝 但对方占据着人数上的绝对优势 时间一长 敌人给他造成的伤害也会越来越严重 战斗间隙 林莫余光瞥了一眼五盟寻位一方 此时他们也在苦苦抵挡对方的进攻 而且五人组成的保护圈也变得越来越小 眼看着就要靠近妻子所在的越野车 一时之间林莫不由的心急了起来 然而这一分心瞬间给了对手机会 道道寒光互闪而过 林莫堪堪躲避之下 依旧被划伤了肩膀 血液瞬间喷涌而出 眨眼之间 他左半边的身子衣物便被染得鲜红 见到林莫负伤 车上的许半夏突然捂住了嘴巴 眼眶之中担忧的泪水不断打转 而那原本守护在越野车旁的五盟巡卫 见林莫遇到危险便有上千营救的打算 毕竟他们的职责是保护林莫 只是还没等他们行动 另一处的战场之上突然传来了力声呵斥 死守越野车这是命令 话音落下五人便也只能收回了刚刚抬起的脚步 可林莫就是这么一分神 配合默契的燕卫突然出手袭击 闪躲腾挪之际 林莫直接刺穿了对方的心脏 然而这一击同样也给了其他燕卫制造了机会 树柄绣春刀直落而下 虽然躲闪及时没有被对方砍下手臂 但林莫手臂之上却也依旧被划出了一道不浅的伤口 右脚急速一踢 踹飞距离自己最近的燕卫之后 借着反弹之力 林莫也凭此脱离了围攻中心 站稳身子之后 他连忙点住了穴位 猙獰的伤口之上 鲜血也瞬间被止了下来 见此一幕 谢百合直接朗声大笑 林莫放弃挣扎吧 你现在自问当前 我还可以考虑放过你妻子 不然 等我亲手砍下你的投毒之后 我便将徐班下荣令致死 虽然是个破邪 但好歹也是广赏第一美女 我勉为其难也可以尝尝心 说着 她的目光之中便散发出了淫秽的神色 当然 谢百合这么逼迫林莫 主要也是心疼不断殒命的唐前燕精英 要知道 每培养一名成熟的燕卫 都要花费谢家庞大的资源 战事发展到了现在 死在林莫之手的燕卫 已经不下于五十人 然而 当她的话音落下之余 林莫的目光越发的冷漠 看向谢百合的眼神 如同在看一具尸体一般 龙有逆鳞 但有处之 唯死而已 第1070集 挟持谢百合 浓浓的杀意之下 林莫心中已经定了对方的性命 牛头与其对视了一眼 后者不由的感觉到周身温度一降 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 脚下更是止不住的连连后退 该死的 我竟然被她的一个眼神给吓到了 似乎是觉得自己在下属面前丢了面子 谢百合双目一红 咬牙切齿的说道 给我上 杀了他们 留下那娘们的命 我要让李莫亲眼看着自己的妻子 被人容领至死 一时之间 越来越多的敌人加入围攻的战场 李莫也明白 战局不能再拖下去了 假之心中杀意四起 她直接单手一拍胸前的墓盒 她便再次正面冲向了敌人 而对面 原本最前头气势汹汹的燕味 突然间便停下了冲杀的步伐 双目冲血之下连连倒下了身子 而在他们的太阳穴上 则出现了一个细小的红点 后续人员自然也察觉到了这一异常 领头一人赶忙出现提醒道 小心对方暗器 伴随着她的话音一落 一众燕味瞬间拉大了围剿林莫的圈子 而这正是林莫要等的机会 随着众人的突然散开 林莫直接将身法运用到了极致 还没等燕味反应过来 她便靠近了谢百合不到五十来米 谢百合原本距离林莫甚远 加之一众燕味的围杀 她倒也还能嚣张地放肆几句 然而此时谢百合见林莫凶神恶煞地冲向了自己 瞬间慌了神 快拦住她 拦住她 话音未落 身旁五十名保护她的燕味 直接战阵一截 打算将林莫拦下来 看着身前数十名燕味 林莫并没有任何的停顿 秦贼先秦王 她一直与对方近身搏杀 等的就是这个靠近谢百合的机会 待双方靠近 只见她抬手一挥 剑破 密技一出 只见一道半月形的剑气瞬间而出 正准备拦手阻拦的燕味 直接顿住了身形 双目无神愣愣地看着前方 在其他同伴惊恐的目光之下 五十名燕味一分为二 皆被拦腰斩断了 而还没等他们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 林莫的太阿已经抵在了谢百合的喉结之上 锋利的剑尖已经划破了后者的皮肤 感受到了脖颈之上传来的暖流 谢千山也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在死亡的危险之下 他害怕的不由的浑身颤抖 林莫 请话好好说 话还没有说完 林莫便闻到了空气之中突然而来的骚味 低头一看 此时的谢百合已经裤裆都完全尽湿了 不远处 反应过来的燕味众人正打算上前迎救 然而领头之人却单手握拳 将众人阻拦了下来 领头的计划很简单 只要以方众人前去围攻武盟巡尾 投鼠忌气之下 林莫必定担忧妻子的状况 自然不敢害了谢百合的性命 而且有百人小队将其拦住 拿下许半下之后 便可以以此要挟林莫 从而来换回谢百合 甚至若是处理得好的话 极有可能连林莫的小命也能一同拿下 而他的这集中生智 突然想出的唯未救赵之举 确实击中了林莫的软肋 林莫刚刚那一招剑破 消耗了他大量的灵气以及体力 虽然他还能使用一次秘技 以此攻破对方的阻拦 但之后他也将尤禁灯窟 根本无力前去支援武盟巡尾 想到此时 林莫便将目光望向了身前的谢百合 带着冷漠的语气 他开口威胁道 让你们的人退去 不然我展现你的狗头 此时的谢百合已经完全被吓破了胆 听到林莫的话 他赶忙吩咐道 所有人都给我住手 此时的燕尾头领放慢了一会脚步 回头看了一眼谢百合那无能的样子 眉头不由地皱了起来 此时只有想办法拿下许半夏 才能救他谢百合的命 咬了咬牙 领头依旧向前冲去 看来你在谢家的地位也就那样啊 你看看 他们根本就不在意你的狗命 说着 林莫手中的太阿便往前叹了几分 剑尖已经刺入了后者的皮肤 而林莫此举一方面是想刺激谢百合 另一方面也是想要逼迫谢百合给谢家的燕尾施压 此时的谢百合已经完全的惊慌失措了 王领头赶紧给我停下 我要是死了就是被你害的 到时候我写下必定让你姓王全部陪葬 老子命令你们给我鬼保下 到了此刻 这领队才停下了脚步 看了一眼这猪队友他只能无奈的摇头 如此完美的一件双雕之举就这样被谢百合给毁了 无奈的叹了口气之后 他也只能遵照命令带着手下一同退到了远处 这个时候林莫和谢百合都不由的松了口气 唯一不同的是林莫是为了妻子的安危 而谢百合则是为了自己的小命 短暂的对峙过后林莫一手提借 一手揪着谢百合的后衣领来到了越野车前 给我把道路清理开来 沉着脸色林莫说道 燕卫王头领直接眉头一皱 此时的他已经预料到了对方的打算 但谢百合的性命正捏在林莫的手上 除非他们能置谢百合不顾 不然也只能乖乖的执行 一步错步步错 此时的燕卫一方已经完全失去了先机 随着王头领点头之后 几名燕卫成员不情不愿的搬离了拦在道路中间的巨大树干 见状林莫这才扭头说道 陈队长 你们带着我妻子先走 我们颠后 到时候 我们在潘阳市五盟分堂碰头 话音一落 五盟寻位的陈队长瞬间面露难色 他们才是护送之人 按理来说 应该是他们掩护郑月使大人撤退才对 然而如今的情况 却是完全的调转了过来 林氏大人 还是我们掩护 还没等他说完 林莫便直接出言打断 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你们先撤 陈队见林莫脸色严肃 语气坚定 加之如今形势紧张 他便不再纠结 转身指挥负伤的队员迅速上车 林飞 我们得先撤底了 这个时候 许半夏虽然不知道林莫有什么打算 但他也明白 如此危机的形势 他不能给林莫再增加负担了 如此 许半夏也只能强忍着内心的担忧与不舍 默默地点头 伴随着一阵沉闷的发动机轰鸣声 越野车迅速驶离了现场 一直到车尾消失于视野之内 林莫这才稍稍放松了一些 好了 谢百合 我也该送你上路了 记住下辈子管好自己的嘴巴 听到他冷漠的言语 谢百合顿时慌张了起来 双脚不断打摆之下 他拼命地求饶 弟兄弟 这不关我的事 这一切都是谢千山那个狗贼指使我做的 我也是奉命行神 我知道他们他们卸下的内幕消息 他们打算联合我国一同对付你 金刀比罗的天才武士 念真起义也是谢千山杀的 为的就是嫁祸给你 还有还有 我还知道很多 你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此时的谢百合为了活命 已经完全不顾及任何事情 在唐前燕一众成员愤闷的表情之下 他几乎将所有的谢家那些肮脏之事都抖落得干干净净 李大哥 你能饶我一命 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放过我好不好 只要你放过我 我现在就回去 吐了谢千山那个狗贼 然而无论他怎么求饶 脖颈之上的剑锋却纹丝不动 倒是一众厌味之中也出现了不小的骚动 没想到 这平时耀武扬威的谢百合 竟然如此丧心病狂 为了活命 对谢家家主都赶起杀心 而此时的谢百合 惊恐加之着急之下 已经泪流满面 那凄惨的模样 与不久前嚣张的嘴脸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面对此人喋喋不休的锅躁 林墨不为所动 只是淡淡的问道 你说完了吗 此言一出 谢百合顿感绝望 他已经能够感受到林墨浓烈的杀机了 而对面的王领头 见状也察觉到了情况不妙 林墨 你要考虑清楚 谢百合乃是我谢家第一次一脉核心精武 而且深得家中宠爱 你要是杀的他 便使于谢家不死不休 话音落下 他直接抽出了手中的绣唇刀 第1071集 谢百合身亡 听到对方这种不疼不痒的威胁 林墨不屑的一笑 哼 看来王领头你还不清楚啊 我和谢家的关系 早已经是不死不休 倒是你们做事 如此没有下限 公海死斗之约已定 竟然还要埋伏偷袭于我 你们真的是一点脸面也不要了 一番讽刺之后 林墨也不打算再拖延时间 这个时间 妻子已经拉开了足够长的安全距离了 正好 我先从你身上讨回一些当年的利息 话音一落 谢百合还没听懂林墨的意思便感到胸口一麻 低头看了一眼被长剑贯穿的左胸 生命丽语一时疯狂的流失 邪家不会放过你的 我先去下面等你 林墨你不得好 死字还没说出来 满脸猙獰的谢百合便直挺挺的瘫倒在了地面之上 从他出言侮辱许半夏的那一刻起 便已经注定了他必死的结果 对面网领头看着倒在血泊之中的谢百合 一时间也慌了神色 短暂的失神之后 他带着星红的双目死死的盯着林墨 咬牙切齿的说道 混账 林墨 你竟然敢伤我邪家底细一脉 兄弟们 给我拖了他 还没等的话音落下 身后数百艳卫 瞬间举着锋利的绣唇刀直冲而前 只是冲杀的队形却是杂乱无章 见此一幕 林墨眉头一皱 对方明明已经知晓了自己有暗器傍身 还有大范围杀伤力的秘迹 竟然还冲上来送死 难道有什么阴谋 这般想着 林墨直接祭出了毒蛊酒针 寒芒一闪而过之下 队伍前方的十人瞬间倒地身亡 而在他们之后 其他燕卫并没有停下脚步 前赴后继的朝着他们冲杀而来 而林墨控制着玄珍 一连三个来回 杀了对方数十人之后 依旧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 倒是自己的精神力依旧损耗了大半 难道对方是想用人数直接舔死自己 心里这般想着 林墨便收回了玄珍 采取了近战搏杀的方式 短兵相接之下 双方再一次交战到了一起 而让这么多属下上前送人头 往领头自然有他的计划 一方面是为了测试林墨这诡异的暗器 是否存在极限 显然此时他们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另一方面 这赴死的数十余人也是一个诱饵 伴随着厮杀之声 王领头突然大喝 所有人员也冷静 话音一落 三百余人立即分散 眨眼之间林墨便被对方围拢了起来 凌乱的站位虽然看不出任何的规则 但两两相连之下 三百余人却凝聚成了一股恐怖的气势 不好 上当了 此时的林墨就算再傻 也明白自己这是中了对方的圈套 阁下倒是好气魄 以自己属下的性命作用 林墨看着站在圈外的王领头 突然开口说道 此话一出 王领头便突然大笑了起来 林墨 这种小而刻的离间计 你还是放弃吧 为了斩杀敌人 我们已经做好随时赴死的准备 燕卫们 你们说是不是 死战不休 死战不休 随着王领头的话音一落 周围的燕卫整齐画一的回复 更是为他们自己增强了几分气势 而在嘹亮的口号之下 所有的燕卫慢慢的开始转移站位 此时的林墨突然发现自己终究还是小瞧了对方 作为十大家族隐藏势力的存在 这些燕卫不仅实力强悍 配合也是极其的默契 更主要的是 当所有人都怀着汉不惧死之心时 那气势足以汉天动地 当然 从林墨提出自己做掩护的那一刻起 他便已经做好了交战的准备 只要谢百合一死 他们这群陪同而行的燕卫 必定难辞其咎 唯有拿下自己 才能逃脱着其中的罪责 而林墨掩护妻子远离此处之时 便已经打算将这群人永远地留在这里 尤其是那位姓王的领头 此人心智通透 今日不除 以后必定是个祸患 而到了这个时候 双方也意外地达成了一众莫名的默契 一方以手下之命为诱饵 一方以谢百合之命作为诱饵 双方皆是想将对方彻底灭杀 至于谁是猎人 谁是猎物 只有在手底下见真章了 至于战场之上 不断交换位置的过程之下 其中一名燕卫来到了林墨的身后 见对方没有转身 燕卫一个踏步直冲而前 手起刀落之际 锋利的寒芒恶狠狠地披向了后者的肩膀 林墨自然也是察觉到了身后的动静 等到燕卫近身之时 林墨单脚点地 飘逸的侧身躲过了对方的攻击的同时 手中太阿一挥 那燕卫还没落地 整个身体便被一分为二 鲜血似箭 瘫倒在地死的不能再死了 如此血腥的一幕 也激起了其他燕卫的血腥 秀春刀一横瞬间发动了进攻 这野狼阵虽然与燕卫之前的战阵的攻击手段有些相似 都是一群人相互配合四面八方的发动进攻 然而两者之间的本质确实相差甚远 野狼阵最大的特点便是一个耗子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不指望能给林墨带来巨大的伤害 只是一波退下之后 另一波人立即补上 连绵不绝的攻击 不断地消耗着被围困之人的体能 经历了对方十几波攻击之后 林墨便开始慢慢地加重了呼吸 同时额前也已经开始渗出了细小的汗水 这个时候 他自然也发现了对方野狼阵的特点 索性的 他也放弃了杀敌的心思 以最小的动作闪躲着对方的刀锋 同时在玄珍的配合之下 以最微小的损耗慢慢地击杀对方 半个小时的交锋之后 林墨身边便多了三十多具尸体 而他损耗的精神力一边使用一边恢复之下 损耗甚少 这体能方面也维持在了一个能长时间持续作战的平稳状态 场外 汪领头看着此间胶着的战局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原本主打消耗敌人体能的战争此时也是收效甚微 看着林墨如今的状态 恐怕再坚持几个小时的持续战斗也不是问题 但他们厌尾顶不住 如今不过半小时便已经死了近四十名同伴 只要再坚持两个小时 厌尾一方的人员便要折损近半 而随着人数的不断减少 野狼阵的威力也会不断的变弱 如此这场消耗战 他们厌尾已经开始落入了下风 不愧被武盟列为战斗天赋最强的年轻人之一 就这应变的手段确实是常人难以比肩的 感慨了一句之后 王领头便不再打算留守 他盯着林墨那微控身体的精妙身法 周身的灵气便开始慢慢的运转了起来 看着身边不断倒下的敌人 林墨并没有放松警惕 毕竟对方那名领头还没出手呢 而能作为数百堂前燕的领头 此人的实力必然不可小觑 果然过了不到十分钟 正在招架躲避攻击的林墨便感觉到了一阵危险的气息 而等到他转身之时 那王领头已经以极快的速度冲到了他的身旁 知道林墨的兵器锋利 王领头并没有选择使用绣唇刀 而是直接挥动砂锅一般的拳头 猛然的击向了林墨的胸口 如此迅猛的攻击 一时之间也让林墨失去了原本的节奏 而这个时间想要回剑防守已经来不及了 无奈之下 林墨也只能急忙后撤身子 拉开了双方之间的距离 然而这个时候 后背已经有树柄寒光四射的尖刀正等着林墨 两头夹击之下 瞬间便将他逼到了绝境 情况至此林墨也不再选择留守 双脚一蹬直接跃上了半空 若不是被逼无奈 他也不会愿意选择这样的方法躲避 毕竟一旦腾空之后失去了借力的地方 便是将自己送入了敌人的虎口之中 果不其然 见到林墨跃上四五米的高空 周围的燕卫立马举起了明晃晃的绣春刀 只要林墨一落地便准备将其剁成肉泥 第1072集 王领头出手 剑破再现 没办法了 见此一幕 林墨自知不能再留守了 集思之下 他再次挥动了太厄 密集剑破顺发而出 这个时候 王领头也赶忙大声地提醒道 退 伴随着他说话的同时 一阵沉闷的巨大的撞击之声突然响起 随之而来的还有那漫天的尘土 虽然王领头一直提防着林墨此招 但有心算无心 那密集的速度实在过于迅捷 加上一众燕味的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如何击杀林墨之上 即便有着领头的提醒 依旧有着大量的燕味被那恐怖的剑气所波及 等到尘土散尽 满地的尸体与鲜血便明晃晃地呈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而在那长约十丈有余的剑痕周围 断指断臂散落一地 飞溅的血液更是将原本黄色的土地都染成了星红之色 粗略估计不下百人是命丧于此招之下的 即便是被余波所波及的王领头 此时也受了不小的内伤 当然再次发动秘迹之后 林墨的情况同样也不容乐观 连续发动秘迹已经抽干了他的所有体力 若不是单手伏剑 此时的他已经瘫倒在地了 任院士大人 看来你的情况不容得观难 擦了擦嘴角的鲜血之后 王领头面带得意地说道 对面林墨看着他的笑容并没有任何的句色 只是面带淡然抬起了微微发颤的手臂 确实有些不太乐观 体能耗尽 你看我这手臂都忍不住的发抖 要不你上前试一试 我现在已经是任人宰割的状态了 然而他若是表达自己的身体情况不容乐观 对面的王领头便越是谨慎 这小子实在是太恐怖了 每当他觉得已经将此人逼入绝境之时 这小子总能有出人意料的应对手法 并且每次绝地反击 乙方都要付出数十同伴的生命 而得出这一结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 前前后后 单是在林墨手上的厌位已经不下于三百人 而王领头这边原本密集的手下 此时也变得稀稀疏疏 虽然王领头暗自猜测 此时的林墨已经到了尤禁灯窟的地步 但他依旧不敢出手 林墨层出不穷的底牌明显给对方留下了不小的阴影 并且看似虚弱不堪的模样 已经让王领头吃了两次亏了 死伤一百多名同伴之后 他也不敢再指挥下属围杀林墨 谁也不知道这小子还有什么底牌没出 王领头经过短暂的思考之后 放弃了内心的纠结 将目光转向身旁的手下说道 你去试试这林墨还有几分设定 点了点头之后 这一名燕卫便举着绣春刀向着林墨走去 而当他谨慎的靠近林墨不足两米的距离 见后者依旧没有任何的动静 突然心中一喜 看来这林墨真的是游进灯窟了 这么想着燕卫也不再犹豫 举起了绣春刀挥砍而去 然而在其他燕卫的注视之下 他的刀锋距离林墨不足一寸的距离之时 这燕卫突然诡异的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等他倒地之后 其他人这才看清他没心处细小的血孔 而造成这一切的当事人林墨则是带着疲惫 而又玩世不恭的笑容说道 唉 就差那么一点点 刚好我恢复了一丢丢 这一次我的精气神消耗已空了 你们再来试一试 听到他的话 王领头不屑一笑 反击嘛 既然如此的话 我就随了你的愿 说完 他便指挥着另外的手下 再次上前试探 在他看来 这林墨就是故意说的 以此让乙方众人心生畏惧 所以王领头便打算反其道而行之 只是再次派遣三五人上前试探 结果都是没心 亦或者是太阳穴被穿透 而死得冰冰凉凉的了 这次是真的 我是真的没有 再来一人 我真的无力还手了 再次听到林墨这话 王领头心中不断的吐槽 呸 老子信你个鬼 对于林墨的诡异的暗器手段 即便是他也畏惧不已 看着对方那副虚弱的模样 王领头依旧心有不甘 但是他又不敢豪赌 一拥而上 如此之下 场面又回到了微妙的对峙之中 许久之后 王领头扭头看了看身边的一百多名手下 心中也是纠结不已 脸色也是一阵青一阵红的 而他身旁的副手 见自己老大这副模样 便上前请示道 领头 我觉得这林墨就是在装强做事 要不我令兄弟们再冲杀一次 我就不信他密集 他还能再使用一次 王领头对于他的提议 直接摇头拒绝道 不行 就算这林墨有紧灯枯 但他还有那诡异的暗器在 而且此人 那恐怖的密集 还有没有达到极限 也并不能保证 那恐怖的剑气杀招 完全就是生命收割机一般的存在 林墨每动用一次 便要带走自己数十上百名燕尾 这种恐怖的绝招 已经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 最主要的是 我们的命不仅仅是自己的 更是谢家的 我不能让兄弟们全说在这里 辜负主上的一番栽培 你可明白 若是这次行动 出行燕尾达千之术 他自然是敢再搏一搏 但如今自己的手下 不过堪堪百人出个头 倘若能拿下林墨也就罢了 但就怕全军覆没 依旧奈何不了对方 想到此时 王领头暗暗叹气 扯吧 这次行动的失败 我会一人承担的 说完 他便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原本挺拔的身姿 都不由地勾搂了起来 一不错不不错 若是谢百合被挟持的时候 有骨气一泻 如今的情况 也必定不会如此了 说不定都已经将这林墨拿下了 副手原本还想再争取一番 但如今的局势 已经由不得他们再做试探了 如今谢百合已死 若是自己这些人也全军覆没了 那真的是两项尽尸 竹篮打水 死他们并不怕 但正如领头所说 他们的命不仅仅是自己的 心有不甘地看了林墨一眼之后 副手便乖乖地执行了领头的命令 而林墨这边 见到对方 开始慢慢地收拢阵型 缓缓后退 他强忍着浑身撕裂一般的疼痛 面色平静地往前探了探脚步 而他这一动作 顿时让王领头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这小子就是在钓鱼 想到这里 他便朝着自己的副手使了使眼色 而后一众燕味便加快了撤离的速度 林墨看着对方所有人的身影 以四面开花的方式全部消失在林间之时 他也并没有松懈 挪了挪嘴 暗自遗憾地叹了口气 可惜了 没能将他们全部留下 浪费了我一番眼计 说着 他暗自抹去了嘴角的血迹 云淡风轻地拍了拍衣服 十几秒后 他原本渐显苍白的脸色 也快速地恢复了红润 做完这一切 林墨摇了摇头 这王头领倒是机敏 要是他们聚在一起撤离 我说什么也要追杀一番 算了算了 还是武摩的事情要紧 说完 他缓步走进了驾驶室 而后一脚油门驶离了此处 而他这份谨慎并没有错 此时的灌木丛之间 几道身影悄悄地潜伏于此 全程看着林墨的变化 往领头暗暗咬牙 管人如我所调 这小子实在过于狡猾 还好我们撤离得快 原本他是打算假装撤离 而后观察林墨的反应的 只要对方显露疲惫之态 快速逃离 他便率属下冲杀而上 但如今看来这确实就是在钓鱼 意图将他们全部斩杀于此 想到这里他不由的暗暗庆幸 自己明智的抉择 然而他聪明反被聪明误 此时的林墨确实已经到了 游进灯窟的地步 驾车驶出了老远的距离 他再也坚持不住了 剧烈的咳嗽之下 林墨猛然地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浸染了整个驾驶室 不过这个时候 他反倒是露出了轻松的神色 和这种老狐狸交手 实在太累人了 差一点就设在他手里了 从头到尾 双方不仅仅是在武力上相互较量 其中涉及更多的是 心里的博弈相互算计 第1073集 无序且落后的攀阳士 从一开始的挟持谢百合 到最后强撑着虚弱不堪的身子 连续嘲讽 林墨打的就是一个心里战 若是那王领头最后狠下心来 再率属下冲杀一次 自己可能就要允命当场了 万幸的是 这场心里战 胜利者终究是自己 只是虽然如此 但对于没能拿下王领头的命 林墨的心中 还是有些微微的遗憾的 此人不仅实力高强 才智更是拔尖 若不是谢百合那个软骨头 这王领头冲杀许半夏的 唯未救赵之计 还真就成功了 不得不说 这一战 他林墨还真的是得感谢这谢百合 而且他临死之前所透露的那些消息 确实也让林墨了解了谢家更多的内幕 那谢百合暴露的众多内幕之重 最让林墨上心的一条 便是这谢千山之所以一直帮衬着窝国 一方面是想杀了自己 而另一方面似乎是想在华国境内寻找什么东西 按照谢百合的说法 若是此事完成 窝国将赠予谢家长生奥义 若是他们窝国真有此奥义 早就称霸全球了 怎么可能轮到他谢千山 吐槽了一句之后 林墨再次加快了脚下的车速 同时心中也在盘复着这场搏煞 驾驶着车子一直急迟了半个小时左右 林墨这才将车停在了路旁 下车之后他取出了车载医疗箱 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山坡之上 开始处理满身的伤口 缝合了几处较为严重的刀伤 他又取出了金创膏 将所有的伤口都抹上 随后他才解了被自己封住的穴位 这个时候原本已经憋得发暗的手臂 这才慢慢的恢复了血色 处理完外伤之后 林墨又盘腿而下 运功疗伤 许久之后 直到一口暗沉的血液直喷而出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离开之前 他借着抹去嘴角血迹的动作 暗暗的吞服了一枚暴血丹 这才有了精气神迅速恢复的假象 但此丹乃是压榨人体潜能之药 若不尽早逼出体内 恐有损根基 忙完了一切 林墨继续有序的服用了内伤 补气养生的一堆丹药 简单休息了一会儿之后 他这才站起了身子 只是正当他打算离开之时 不远处突然传来了对话声 我们放大了 这座山上全是稀有金属啊 真的吗 快让我看看 我天 真的 这还是露天矿产 我们这要发了 走走走 我们赶紧回去 将此事汇报上去 等到他们二人消失 林墨也不打算上前询问了 人间小惊喜嘛 带着淡淡的笑意 林墨也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在车上翻出了一套崭新的寻味符之后 直接换上了 而后才坐上了越野车 杨兄弟 我们马上就要到家了 暗自念叨一句之后 林墨便发动了车子 向着攀阳市急驰而去 而当他来到目的地之后 眉头不由的一正 来此之前 他已经听说了 连胜穷山恶水 民风彪悍 但真的亲眼见过了之后 他才有了深切的体会 放眼望去 路上虽然有悉数的车辆 来回交错 但根本没有规则可言 完全是凭着自己的意愿驾驶 逆行占道的不在少数 那破旧的交通灯 也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 根本就没人理会 道路两旁不到一公里的路程 便已经不下于五场斗殴事件 当然打着打着 双方就来到了路边 然后在滴滴答答的车名之下 车主也加入了斗殴之中 说是一个城市 但根本看不出任何的繁华景象 给人的感觉完全就是一种落后 以及无序的地方 这次两省之行 看来有的忙活了 暗暗吐槽了一句之后 林末便不再关注四周的环境 直接来到了攀阳市的五盟协会 然而也不见得比外面好到哪里去 象征着五盟协会的面子的办公楼 老旧不堪 一二楼的外墙之上 更是被侵染成了五颜六色 甚至还有鸡蛋壳以及泥块 看来是有不少人来这边闹事 而整个协会的人员也是少的可怜 一直等到林末走进了大厅 见到的人员不过十余人 而这些人也是懒洋洋的 根本没有一个人在办正事 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林末也明白了局势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差 现在他也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师尊和他说 要对地方协会别抱太大希望的意思了 算了 既来之则安之吧 眼见的借助五盟地方协会势力作为基点的打算落空了 他也只能暗暗叹气 不过眼下还是先与对方碰头再说吧 挂断电话不久之后二楼便传来了脚步声 许半夏见到丈夫的第一时间便赶忙赢了上来 检查完发现林末并无大碍之后 这才松了口气 你可吓死我了 以后不准丢下我一个人了 说着 许半夏的眼眶不由地红了起来 对面林末也是咧嘴一笑 挠了挠后脑勺将妻子直接搂在了怀里 我这不是担心你的安全吗 放心吧 能杀我林末的人还没有出声呢 而怀中的许半夏突然捶了一拳他的胸口 我不管 以后就算是绝境 我也要陪你一起面对 大不了 做一对亡命鸳鸯 听到此话 林末更是将其搂得更紧了 一直到身后传来王队长的咳嗽提醒之声 此时原本心急的许半夏也反应了过来 这大庭广众之下 与林末这般搂抱他不由的脸颊一红 随即他便从丈夫怀中钻了出来 见到夫妻二人分开 施了满嘴狗粮的武盟巡位陈队长 呵呵一笑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这个时候 林末才注意到陈队长身旁的中年男子 果子脸型 头顶半是黑发半是白发 满脸笑容之下将所有的皱纹都挤到了一起 正在林末观察此人之时 对面这名汪会长便快步上前热情地握住了林末的双手 真月十大人 李人王老三 久仰 李先生大名了 没想到啊 我们这小小的盘阳协会 能迎来您这样的大人物 真是蓬毙生灰啊 一顿奉承之后 他更是热情地拉着林末往楼上走去 来来来 林大人 夺知正月十大人要来 我们一早就命人准备了一点薄酒 以便解封之用 林大人 这边请 此番言行虽是热情洋溢 但却让林末感到格外的不适 看了一眼陈队长 见后者朝着自己微微摇头之后 他先是巧妙地挣脱了对方的手掌 而后带着妻子跟在汪会长身后一同走上了二楼 虽说协会的建筑有些破旧 但这内部的酒宴厅却显得格外的奢华 宽硕的大厅之内铺满了烤瓷地砖 在顶部巨大的水晶吊灯的照射之下 整个大厅闪闪发光 位于正厅中央的餐桌座椅也是由金丝楠木所致 最让林末意外的是 那餐具更是今晚银快 见此一幕 林末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即便是京都最顶级的大酒店的装修 都比不上此处 而汪老三也完全忽视了林末的表情 直接招呼众人入座 而随着汪会长双手一拍 一群穿着性感大方的高叉旗袍的服务人员 灌入其中 而后一盘盘山珍海味便被端了上来 其中也不乏各种名贵的红酒佳酿 李大人 言情有为 未来必定前途不可限量 我这刻是盼星星盼月亮的 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一边说着各种奉承之言 汪会长一边开始招呼众人用餐 这是一路上的所见所闻 令林末根本没有任何的食欲 看出林末的不满之后 汪会长笑着问道 李大人 可是对于属下的安排有所不满 还是说这些饭菜不符合林先生的胃口啊 这个时候 李末不顾陈队长的暗示 缓缓地站起了身子 汪会长 我这人性子直 不喜欢拐弯抹角的 若是晚辈有些话 让会长不开心 还请你见谅 第1074集 汪会长的苦处 对面汪老三哈哈一笑 端着酒杯说道 李大人 大人说无妨 待他话音落下 林末脸色平淡地缓缓说道 本使一路过来 对于潘阳市的环境也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 之前对于大须连省的情况 我还以为只是言过其实 如今看来 光光着潘阳 并让林某扎舌不已 且不说治安的问题 单单武盟协会的情况 便让本使失望透顶 若是粗茶淡饭的 我倒也能接受 但汪会长你看看这奢靡的布置 这装修酒宴听事的钱 足以重新建造四五座这座武盟协会的办公楼了 但请你汪老三看看 这半公楼不堪的外貌 你不觉得你这吃相有点难看了吗 说到最后 林末的语气也变得严肃了起来 再其位不谋其职 除了溜须拍马 正是什么都不做 而且那办事厅内 所有五盟成员皆是年不过三十的年轻人 也是那种浑水摸鱼不务正式的存在 这样的地方五盟协会 着实让林末气氛不已 伴随着林末的指责 整个餐桌的气氛也变得严肃了起来 而汪老三面对林末的指责 脸色先是一红 而后又苦涩了下来 放在大腿上的双拳静静的握住 许久之后 他才长叹了一口气 唉 林大人 你对我们这般的情况 有所不知 其中所舍之事极其复杂 您若有心便和您说道说道 即使你便能明白我的苦衷了 此话倒令林末比较意外 原本他还以为对方会恼羞承诺 没想到的是 这汪会长竟然是这番反应 坐下身子之后 林末抬了抬手 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林大人 诸位徐卫大人 事情是这样的 随着汪老三的娓娓到来 整个大区联省的大环境 也慢慢的展现在了林末的眼前 可以说整个华国境地 武盟存在感最低的便是在这大区联省 可以说此初的统治权完全是由地方势力所把控的 武盟 武盟所有的协会制度 基本上只能在内部流动 武盟会长的声望很多时候都抵不上地方的家族势力 如此形势之下 武盟即便是有心也无力办事 而且我们盘阳市的武盟资源完全有当地的尹家所支援的 自我王老三上位之后就从来没有见过总部拨下来的任何资源 就这样的局势 林大人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若不是我一直封城着尹家老爷子 我们这盘阳市武盟协会早就因为资金不足问题关门打击了 听到此话 林末虽然心中怒火中烧 但他还是极其的压制着 怎么可能 总部对于各个分会的资源从来都没有落下过 盘阳市这边 怎么可能一分都没有拿到 对面汪老三则是讥讽的一笑 还能以为少 林大人不是说指向太难看了吗 说着他便指了指头顶的天花板 如此动作也让林末瞬间明白了其中的隐情 如此看来 那补助资源应该是中途被人吃了下去 想到此处 林末一气之下 直接在石木餐桌上留下了五个深深的纸印 之后整个餐桌上的话题便在林末与汪会长的一问一答之下 缓缓结束了 形势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即便是林末所在的宴会厅的所有装修的钱 也都是攀阳尹家所出 对方自然不会是好心补助五盟协会 这宴会厅纯粹就是对方充面子用的 每每有贵客前来 尹家便会以此处为招待 是啊 五盟协会就是他的食堂 这能不有面子吗 即便是汪会长接待林末 也是事先请示了尹家之后才获得了使用权 得知此事的真相 林末连生气都懒得生气 这大渠连省完全就是一滩烂泥 五盟分布也完全是名存实亡的存在 汪会长 此间是我误合于你 不过你放心 一切都会变好的 我林某会让五盟的大旗插满大渠连省的每一个角落 对面的汪老三则是一脸激动的端起了酒杯 那便多仰仗丁大人了 当然他的内心只是满满的不屑 在位十多年 这样的话他不知道听过多少次了 每一位从总部上派下来的上使 一开始都是这般义愤填膺壮满满的 最后还不是灰溜溜的逃回了京都 故而对林某的豪言壮志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一个劲的说着奉承的话语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原本平静的宴席氛围随着一群满头黄毛的少年被彻底打破了 大门推开之后黄毛少年静直的来到了汪老三的身边 老汪啊 听说你今天要我们宴会厅接待重要的客人啊 见到来人 汪会长立马站了起来 带着讨好的语气直接拱起了身子说道 哎呦 隐盲少年 什么大方把你给刮来了 而这名叫做隐盲的少年并没有理会于他 静直来到了餐桌之前 也不管其他人的脸色 端起桌上的红酒瓶就往嘴里灌去 哟 饭菜酒水还不错吗 不是自家的钱 用起来就是爽吧 原本他还打算给自己的小女友过生日的 而得知自己尹家赤巨资装扮的宴会厅被汪会长占用之后 自然不爽了起来 放下酒瓶之后 他便将目光转移到了林墨这边 只是当他看到许半夏之时 眼神之中明显散发出了异样的光芒 他隐盲虽然年纪不大 但也是情场老手 一看林墨与许半夏的关系 便知道他们的关系不凡 心中顿时不爽了起来 这样的土鳖怎么配得上如此角色 目光一转隐盲便神色傲气地说道 我倒是想着 汪会长要宴请什么样的贵客呢 不过只是一个矛头小子呀 等会我要给我女朋友过生日 你们赶紧退场吧 而林墨本身的性子便是比较低调 加上由于之前的衣服 已经在与燕卫的战斗之中被损坏 便从越野车内 找到了一套崭新的制服 直接套上了 在隐盲看来 在攀阳境内 隐家几乎可以一手遮天 不过就是一名小小的寻卫而已 还入不得他的眼 而他的这番言行 也让林墨真正见识到了 攀阳五盟的松弛程度 即便是在五盟协会之内 外人也可以随意闯入 要是在京都 此等行为便是死罪 摇了摇头之后 林墨也不打算多呆了 汪会长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对于突然出现的隐盲 他并不想有过多的纠缠 毕竟他林墨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正当他起身打算离去之时 身后突然传来了喝止声 站住 怎么 有事 转身看着隐盲 林墨淡淡的问道 而他这副波澜不惊的模样 让隐盲也着实不爽 你们可以滚 但是这位姑娘 必须留下来 只是 当隐盲说完之后 突然感觉到了一阵寒意袭来 一旁汪老三看着双方针锋相对 赶忙上前打圆场 隐盲少爷 这事给整的 是我办事粗鲁 没有考虑到 事情应该和尹少说一声的 来 容我为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 正当他带着满脸的讨好之意 打算说明林墨的身份之时 隐盲满是不耐烦的挥手 将其话语打断 汪老三 我不管他们是谁 我只知道 这宴会厅 是我们隐家全资装修的 可不是你用来向同事炫耀 又向亲戚炫耀的 喝吃完汪汪会长 隐盲又将目光转到了林墨这边 缓缓地坐下之后 他先是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 随后架着二郎腿 悠闲地摇晃起了酒杯 带着细血与贪婪的目光 缓缓地开口道 你们也不用指望 这姓汪的能帮你什么了 要不留下这个美女乖乖离去 要不让手下抬你们离去 听到此言 林墨扭头看了汪会长一眼 四目对视之后 后者面带羞愧地将目光转移到了一旁 见状林墨也只能无奈地摇头 尹少是吧 擅闯五盟协会可是重罪 你不知道吗 第1075集 隐盲摇人 字画一出 隐盲瞬间笑得前仰后合 哈哈哈哈 重罪 那你让汪会长把我抓起来呀 来 汪老三 你这同事都说了 我可是犯了五盟协会的重罪 快 把我抓起来呀 说着 他便将双手的手腕合拢在了一起 一个劲地往汪老三的身上凑去 至于后者也只能面带尴尬地陪笑着 隐盲少您别闹了 在盘阳这边谁敢抓您呢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隐盲原本嬉皮笑脸的模样瞬间一收 面带绿色地盯着林墨 哈哈哈哈 小子 听到没有 这翻阳就是我的天 想抓我 你敢吗 说完 见林墨没有回话 隐盲更是得意地走到了后者的身前 美女 你好 比人隐盲 做个朋友怎么样 你还年轻 见识不深 有些人啊 看着穿着制服风光无限 实际上 就是一个小杂兵而已 不妨今晚和我共进晚餐 我带你做我的不家敌 看看这翻阳的风景 说着他也不等许半下回答 直接抬手伸向了后者的脸颊 只是这样的动作刚刚举到一半 手腕便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 给老子松开 林墨一手捏着对方的手腕 同时面带寒光地说道 擅闯五盟协会 其罪为一 调戏五盟正月使家手 其罪为二 对了 还有辱骂正月使 其罪为三 你可认罪 此时的隐盲的全部注意力 都集中在了剧痛的手腕之上 哪顾得对方说话的内容 而随着林墨的话音落下 隐盲痴疼之下 直接怒骂道 土鞭 给老子松开 不想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只是 他无论如何挣扎 林墨的手掌 如同是铁钳一般 死死地捏着他的手腕 咱们也挣脱不开 死不悔改 说完 林墨伸手便是一巴掌 重重地甩在了他隐盲的脸上 吃力之下 后者直接被扇飞了出去 捂着松动的大槽牙 隐盲的双目已经充满了血丝 吞了一口血痰之后 他静止走出宴会厅 看着架势明显是要去摇人了 一直到他的背影彻底消失之后 一直陪笑的汪老三 此时也恢复了正常的脸色 对于这汪会长的变脸技术 林墨都不由得有些敬佩 前一秒还是卑躬屈膝的样子 等着人一走 马上就换上了一副嘴脸 开始疯狂地奉承起了林墨 不过想想他所处的大环境 其实也能理解 若不能左右逢源 他也不可能在这有名无实的 会长之位上赶这么久 这既是人家的生存之道 林墨也不好多说什么 没有接对方的话 林墨只是平静地说道 时间不早 我也该去休息了 没什么重要事情的话 汪会长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汪老三瞬间会议 林老人 手下已经为你们准备好的住所 来 这边请 另一边 在武蒙协会这边吃了亏的隐芒 急匆匆地来到了恒山赌场 此处作为隐家名下最大的赌场 自然是集聚了无数的打手 隐芒静止走到了后院 阿狗 耗子 点上人头 跟我出去一趟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阿狗低头哈腰地跑了过来 看着隐芒脸上的掌印 他下意识地问道 隐少 您这是怎么了 然而回答他的只有隐芒的恶语 问个腿 被一个外地武蒙寻味给干了 赶紧点人 跟我一起找回场子 此言一出 一众正在打牌抽烟喝酒的打手们 直接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竟然还有人动我们家隐少 兄弟们 抄家伙 哪只手打的 老子给他卸下来 一时间 整个庭院瞬间喧嚣了起来 而这嘈杂的声音也引来了隐天豹的注意 随着他的身影出现 原本嘈杂的后院立马安静了下来 为什么 警力这么网上 竟然不想休息 今晚你们 全部给我看通宵的场子 此言一出 一众打手瞬间沮丧了起来 通宵看场子 可是最累人的活 但豹爷的话就是圣旨 他们断然不敢提一个不字 唯一能做的便只有将目光聚集到了隐芒的身上 如此之下隐芒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前 大伯 我本来是去武盟协会那边的宴会厅给我女朋友过生日的 一时间气不过便想着找阿狗和耗子帮我找回场子 说着他便放下了手掌露出了那浮肿的腮帮子 真丢人 行的阿狗 你就带人处理一下 就算我尹家的人 就算再无能也轮不到外人来教训 尹天报此话也同时是在指桑骂怀 然而尹芒即便听出了话语间的意思 也不敢做任何顶嘴 尹家之中他最害怕的便就是这位大伯了 大伯 我们就去武盟协会那边一趟 很快就会回来的 绝不会耽误 阿狗他们看场子的时间 说着他便要领着一众打手冲向攀阳式的武盟协会 而当他提起武盟协会之时 尹天报突然眉头一皱 随后便叫住了尹芒 等一下 你刚刚说的是什么地方 一脸懵懂的隐芒也是老老实实地交代着 武盟协会那边啊 大伯你可不知道 现在汪老三是有多猖狂 我们宴会厅他完全是当成自己的一样 为了撑场面 竟然还在那里宴请自己的武盟同事 我不过是说了他几句便动手伤我 而他絮絮叨叨的话语换来的只是尹天报阴沉的脸色 所以说你今儿刚刚失去武盟那边到事了 蒙逼的点了点头之后 正当他准备回话 脸颊之上又传来了一阵剧痛 随后整个人便被直接扇飞了 落地之后隐芒顿时觉得头昏眼花 带着疑惑的情绪 他只能向着大伯投去了委屈的目光 而尹天报却没有多做理会 只是冷哼了一声 你可知道王会长今天宴请的可是何人 那宾客和是武盟嘴心上任的正月无事之首 坦山市更是梁省会长 那可是武盟总部的新兴 手握十群之人 你以为是那些联手那些废物会长 就算是我都不敢与其正面起冲突 你怎么敢竟然还前去闹事 不务正业有手好闲就算了 只会给家族惹麻烦 明天给我乖乖去道歉 完事之后给我老师待在家里 说完隐天报大手一挥转身离去 独留原地一脸郁闷的隐芒 许久之后阿狗见他没什么动静 便尝试地问道 尹少爷我们还去吧 老子去你个腿给我滚 说着他便捂着被扇的左右均匀对称的脸颊 郁闷地离开了此处 林末那边在汪老三热情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给林末等人安排的攀阳室内的大别墅 当然这也是尹家提供的 将林末等人送到之后汪老三便告辞道 林大人一路轴刹劳断 你们先休息一会儿 有什么事情随时可以联系我 我这边就先不打扰你们了 说完他直接便转身离去 一直到他的身影消失之后 寻味队陈队长便走到了林末的身边 只是正等他打算说话之时 突然被林末抬手阻拦了下来 见后者指了指自己的耳朵 随后目光又看向了别墅四周 陈队长瞬间便明白了他的意思 经过了漫长且仔细的搜查之后 五人这才回到了林末的身旁 这个时候林末才开口说道 陈队长先是点头表示明白 而后才说道 说着他便将手中的文件递了过去 第1076集 杨家家眷出事了 然而林末接过之后 看都没看一眼便将文件丢到了一旁 汇报上去也没有什么用的 谢千山只会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一个死人 到时候五盟没有确凿的证据 也动不得他们谢家 听闻此话 陈队长也是目露惊奇 从林末的话语之中他便明白了 这谢百合已经死于林末之手 不过杀了也就杀了吧 反正已经是死罪之人 回过神后陈队长补充道 李大人 如今这边的形势已经感到了不容得观的程度 为了大人和夫人的安全着想 属下打算向总部申请一些人手 对于这样的提议 林末也是直接拒绝了 不必了 大学联省这边本来就积极排外 招来太多的五盟巡位 只会积极普通居民的反感 这样吧 麻烦陈队长申请一支安卫 保护我妻子的安全变革 不用太多 十人变革 最好除了耸布 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是 是我想明白 这边聊完之后 林末回到了房间 妻子已经收拾完毕了 看着满脸疲惫的林末 她温柔地说道 累了吧 抛个澡吧 我已经帮你放好热水了 听闻此话 林末心中一暖 只要妻子在到哪里都是家 简单的动作 朴素的言语 便是冲刷疲惫最好的药剂 走上前 林末轻轻地将妻子搂在怀里 一切无言 唯有淡淡的温暖相互交织于此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林末刚刚来到一楼 陈队长便气喘吁吁地赶了回来 林末 不好了 你让我调查的杨角官的家人 好像遇到麻烦了 小园村 破旧的土房之外 此时已经围拢了满脸凶相 身材魁梧的壮汉 杨妈 你身体不好 火气不要这么大 我们也是带着草衣过来的 你不妨考虑考虑 单脚踩在床榻之上 李飞窜着眉宇一脸坏笑地问道 而床上的杨母此时已经被气得满脸通红 滚 你们给我滚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把金彩山卖给你们的 一时气急之下 她忍不住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见状徐佳佳自然是急得不行 只是此时的她已经被人控制着 在对方两名铁塔一般的壮汉面前 她就像柔软的小鸡仔 根本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而床边的李飞见到杨母这番模样 尽是幸灾乐祸的神情 杨妈 你这就有点不惊人情了 我好歹也是为了你好 你是瞅瞅你们这个破房子 你瞅瞅你们这落魄的生活 你就算是不为自己想想 也要为自己的儿媳妇想想 人家年纪轻轻嫁到你们杨家 可是要吃一辈子的苦 这的是一千万 只要你松口了 你们婆媳俩往后也就直传不愁了 子言一出杨母的火气瞬间消散了不少 看了一眼徐佳佳脸上顿显异动之色 然而正当李飞面露得意 觉得此事可成之时 身后的徐佳佳突然着急的喊道 妈你不要听她的 金采山可是杨家历代祖先买骨之地 说是卖出去了杨家祖先死不瞑目 而且狗盛马上就要回来了 我们的好日子也要到了 妈 正当她打算继续诉说之时 李飞上来扬起手臂 直接就是一个巴掌 甩在了徐佳佳的脸上 臭婊子 上你多嘴 此时徐佳佳虽然嘴角带血 但依旧目光死死的盯着李飞 眼神之中没有任何屈服之意 而见她这副模样 脸上却突然露出了吟笑 小娘们 生气的模样 还倒是更加动人的呢 说着 她便抬起手掌 伸向了徐佳佳细嫩的脸颊 破旧的土房之内 此时李飞正捏着徐佳佳的平滑的下巴 哎哟 没想到呀 养狗上那个沙才 竟然有这么好命 能娶到你这么个融化死欲的媳妇 带着吟笑 她便将鼻子凑上前 贪婪的绣纹了起来 也就在此时 徐佳佳直接呸了一声 吐了李飞满脸的血痰 老子他妈是给你脸了 擦了擦脸 李飞瞬间满脸怒气 而后又是一巴掌 甩在了徐佳佳的脸上 臭婊子 待会儿我就让兄弟们给你那什么呢 座椅上 徐佳佳面对他的威胁之语 根本就没有畏惧之情 等我狗盛哥回来 你们一个都别想好过 李飞勃然大笑 杨狗盛吗 你或许还不知道啊 那个杀财已经死在京都了 现在的话可能尸体啊冻在京都了 等你这一辈子都等不到他了 此话一出 床榻之上的羊母瞬间脸色一暗 这次的咳嗽变得更加的严重 一口鲜血直接将被套染成了星红之色 这一幕急得徐佳佳直接哭了起来 妈 你不要听他瞎说 狗盛肯定会回来的 你先不要着急 这烂人就是想故意刺激你的 妈 你千万不要上当啊 话虽这么说 但他心中也出现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这些人虽然之前就看上了金彩衫 但有狗盛哥在 他们也不敢过多的放肆 想到这里他抽了抽鼻子 赶忙摇了摇头 不可能的 狗盛哥不会出意外的 磨了这么久的时间 此时的李飞也渐渐失去了耐心 来到床边之后 他直接放弃了劝说恶语相向 老婆死的东西 你要是再不同意 长出金彩衫 我直接就抢了你的儿媳妇 别指望你儿子了 他已经死在京都了 不然的话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他都爬回来了 随着他越说 养母的情绪也变得越来越激动 原本变暗沉的脸色渐渐的开始发黑 嘴上因为剧烈的咳嗽 更是浸满了鲜血 对面的徐佳佳心急如焚 强忍着脸上的刺痛 哭喊道 李飞 你个混蛋 有什么事冲我来 不要为难我娘 不然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李飞转过了身子 双手已经放在了裤腰之上 好啊 既然你有这样的要求 我自然就满足你 兄弟们 我们也有同伴死在养狗生手上 我就让他媳妇给还债 你们说好不好啊 一时间 房间里的其他几名壮汉 瞬间开始起哄了起来 嘿嘿嘿 小美颜 我叫先尝尝鲜 等会大家都有份 满脸吟笑之下 李飞直接解开了裤腰带 床榻之上的羊母虽然有心 血液无理 只能满脸不甘的伸着瘦弱的手臂 意图能阻止李飞 只是她的身子过于虚弱 加上急火攻心 一时间两眼一黑直接倒了下去 妈 伴随着徐家家声嘶力竭的呼唤之下 一道人影迅速穿梭狭窄的房间之内 眨眼之间便来到了床边 而后伸手直接扶住了羊母 为了防止鲜血灌入气管 来人先是用枕头垫起了羊母的腰杆 随后才掏出树枚玄针 飞速刺入了羊母的各个穴位 等到后者气息稳定之后 来人这才停止了手中的动作 你们这么一群男人欺负孤儿寡母 不觉得太不要脸了吗 李莫一路紧赶慢赶之下 总算是赶到了羊狗圣家这边 然而没想到的是 这边羊狗圣尸骨未寒 便被别人欺负上门了 并且看他们这咄咄逼人的样子 显然是不将羊家婆媳逼死 是不甘心的 如此林莫自然也没必要跟他们客气 而李飞一行人看着突然出现的林莫 假之他的嘲讽之言 脸色瞬间落了下来 你小子又是谁啊 隐家办事实相的就给我滚一边去 不然让你和他们婆媳点一起陪葬 隐家又是隐家 林莫来到攀阳市不过一天的时间 便两次遇上了对方的势力 看来这隐家在攀阳还真是只手遮天的存在 你不用管我是谁 你只要知道 杨家婆媳的事情我管定了 说着 林莫抬手指了指徐佳佳 给你五秒的时间放给他 不顾对方的回答 林莫只是五指一握 随后十指弹了出来 一 二 还没等他三字说出来 李飞便怒骂道 我无你大爷 给老子去死 说着 他便一个剑步冲到了林莫的身前 抬手就是一拳轰向了林莫的脑门 第1077集 林莫的打算 而他的上前的速度快 倒飞的速度更快 都没等其他人看清林莫的动作 那李飞便直接被踹飞出了门外 倒在地上 双手抱着小腹 痛苦的哀嚎 放狠话的力气都消失殆尽了 机会我已经给了 要怪 只能怪你们自己不争气了 说着 林莫缓缓抬步向前 此时 徐佳佳身旁的几名大汉 瞬间怂下了气势 就从林莫刚刚那一脚 160多斤的李飞 直接被踹飞三丈的距离 完全将他们吓得冷汗直冒 这是个硬查 此时的几名壮汉 只期待着门外的兄弟们 赶紧冲进来给自己壮胆 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所盼望的十几名同伴 早就被林莫进门之前 已经轻轻松松收拾了 而随着林莫的不断靠近 其中的一名大汉 直接伸手捏住了徐佳佳的脖子 你再敢往前走一步 我就直接捏碎这娘们的脖子 似乎只有这样做 才能给他带来一丝 微弱的安全感 然而林莫只是嘴角一勾 那诡异的笑容 令壮汉不由的浑身一抖 下一秒 眼前的林莫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而壮汉也只感觉眼前一花 紧接着便是手臂之上 传来了钻心的疼痛 低头一看 他怀中的徐佳佳已经消失不见了 而他原本控制住徐佳佳的手臂 已经被拧成了四五节不规则的形状 视觉上的冲击 让他原本就难忍的痛感更加的剧烈了 再看林莫的冰冷的目光 壮汉直接单手捂着肩膀 浑身颤抖的逃跑出了房间 其他同伴见状 自然也急忙跟着飞奔而逃 这少年太可怕了 再多待一会儿 他们都觉得自己随时小命不保 只是没等他们走出几步 身后的林莫便叫住了他们 等一下 而他的声音似乎拥有魔力一般 原本飞奔的几名壮汉 瞬间停下了脚步 把你们同伴带走 躺在这里暗眼了 听闻此话 壮汉忍不住松了口气 随即他们赶忙扶起倒在地上 或是痛苦呻吟 或是昏迷不醒的同伴 迅速的逃离了 一直等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远处之时 徐佳佳直接跪了下来 林莫见到徐佳佳突然下跪 赶忙闪身来到一旁 随后单手将其扶住 徐佳佳带着满满的恳求之意 眼含热泪 黑人 求求你 求求我妈妈 他刚刚见到林莫救治杨母的手法 便认定林莫必定医术不凡 固然才想着跪地求林莫 帮忙救治自己的婆婆 林莫此时也收回了满身的力气 若非是担心吓着杨家婆媳二人 他都打算对那带头的李妃 下杀手了 此时听到徐佳佳的请求 林莫微微一笑 不必如此 放心吧 我会救好阿姨的 而见到对方脸颊两边的红肿 发暗的指印 眉头微微一皱 这是我自己研制的金创药 对于外伤有很好的修复效果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就先敷敷脸吧 说着他掏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药瓶 塞进了徐佳佳的手里 不等他恢复 林莫便转身来到了床檐 经过一番诊脉 观色之后 他便确认了杨母的病因 肺劳 大体是常年操劳 加之本身就有轻微的支气管炎 积劳成疾之后 逐渐形成的病情 当然此病对于林莫来说 不过是小菜一碟而已 随着他停下来手中的检查工作 一旁捧着药瓶 满脸焦急的徐佳佳便赶紧问道 哎呀 怎么样 我妈的病情是不是很严重啊 林莫带着笑容淡淡地回答道 没事 不用担心 阿姨只是一种积劳之苦 等我为其疏通血脉 再服用一些草药 休养一段时间便可 话音落下 徐佳佳顿时激动地笑了起来 只是他那副泪珠连连 左右脸颊浮肿的模样 加之笑容顿显凄惨 也让人不由的心疼 谢谢恩人 谢谢恩人 救命之恩 说着做事便又要下跪 如此林莫自然依旧躲开了 杨嫂 你不必如此 我与杨狗盛本就是朋友 出手相助也是分内之事 你万万不可再下跪了 这动不动就要跪屑的 林莫也属实遭不住 徐佳佳这才抹去了眼角的泪水 带着浓浓的感激之情说道 瞧我这脑子 我还不知道恩人贵姓呢 林莫 林大哥 我叫徐佳佳 狗盛的妻子 那你先坐着 我去泡点茶水 不等林莫开口拒绝 徐佳佳便转身走出了房子 前往后厨 坐在破旧的板凳之上 林莫这才抬头观察房间的环境 或许是为了防止养母受寒 整个房间所有的窗户都被塑料钉上了 这样做虽然是保暖了 但费疾之人却最忌讳如此 浑浊的空气会直接加重养母的病情 看来是要给他们更换一个新的环境 来此之前 林莫并没有想这么多 以为将养狗圣的魂匣送到之后 交接完五盟的一些抚恤措施 此事也就此了结 然而事情确实没那么简单 且不说养母婆媳二人的居住环境 生活水平 单看着上门闹事的李妃众人 便也能就此预料到 若是林莫一走了之 这婆媳二人恐怕凶多吉少了 若是没有遇到也就算了 但如今这情况 林莫不可能不管 养狗圣可是为五盟战死的 四十岛屿之中有他的一份荣耀所在 杨兄弟 你别安息吧 身后知识 我会帮你了结的 呢喃一句之后 林莫便也决定了下来 还是先将此事处理完 再去南岳河内 而当林莫做下决定之后 还有一件更头疼的事情需要处理 那便是养狗圣的死讯 徐佳佳倒也好说 但看看养母如今的身体状况 若是知道儿子的死讯 报不起直接就过去了 正当林莫纠结之时 徐佳佳已经端着茶水上来了 来恩人喝点茶水吧 接过茶水之后 林莫便勉强地挤出了一个笑容 杨嫂 你不必恩人恩人的 你直接叫我林莫便好了 这个提议自然是被徐佳佳直接拒绝了 那怎么行啊 我还是叫你林大哥 林莫见拗不过对方干脆也就放弃了 然而怕什么来什么 等到林莫接过茶水放下之后 徐佳佳便犹豫地问道 林大哥 有件事我想问你一下 来了 随着此言一出 林莫心中顿时一紧 都不用对方继续说下去 他便知道了徐佳佳想要问什么 这样吧 你先把药膏敷上吧 等会不要打扰阿姨休息 我们去外面谈 随着林莫走出房间 此时的他也需要一些时间来组织语言 来诉说这个沉重的事实 房子内 徐佳佳的脸色也开始慢慢的消极了下来 门外坐在车上的巡卫陈队长见到林莫出来之后 他便也从车上跳了下来 林大人怎么样 需要我将浑霞交给他们吗 林莫微微摇头 再等一等吧 他们婆媳俩的状态不太好 可能一时之间接受不了如此大的冲击 话音落下 陈队长点了点头 在他的事宜下 原本那辆搭载浑霞的越野车便慢慢的启动了起来 随后消失于此 另外陈队长 你去寻找一辆宽敞一些的车子 杨母的病情不能在这边住下去了 就让他住我们别墅那边吧 等他病情好一些了 再看看住哪里合适 随着林莫有条不紊的安排着事小 身后的徐佳佳也走了出来 虽然脸上的浮肿消除了很多 但却见不到什么喜悦之色 见此林莫也只能微微叹气 看来养狗圣的妻子应该已经猜到了什么 杨嫂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林莫原本都已经组织好了言语 只是说着说着 他便莫名的顿住了话语 看着身前眼眶泛红 满脸憔悴的徐佳佳 林莫眉头紧皱 最终他还是决定换种说法 杨嫂 阿姨还需要照顾 你不能倒下 想忍着眼泪 徐佳佳已经微微哽咽 狗圣 是怎么走的 面带沉重之际 林莫的语气也变得严肃了起来 为国而战 被敌人偷袭 杨嫂 请节哀 简短的两句话 便成为了压垮徐佳佳的最后稻草 第1078集 突然出现的表姐 这一刻 满眼悲伤的泪水再也无法止住 源源不断地涌现而出 蹲下身子之后 他顿时眼面痛哭了起来 见状 林莫原本还想说些什么 只是画到嘴边又被他咽了回去 微风溅起 垂落片片黄野 南方的天气虽然不像京都那般寒冷 却微风扫过 依旧冻得手脚生疼 反复纠结之下 林莫也只能长叹一口气 看着徐佳佳单薄的衣着 林莫带着沉重的情绪 他走到了徐佳佳的身旁 脱下了背上的绒毛披风 盖在了后者的身上 这一天 原本冷清的小园村响彻了女孩的哭声 只是除了哭声之外 再无其他声响 没有人天生的坚强 不过只是一次又一次的硬扛罢了 人死灯灭 但活着的人还是要继续活着 流进泪水之后 徐佳佳也缓过来了一些情绪 而当林莫提起搬家之时 徐佳佳也只是红着双眼 满脸忧伤的点了点头 为了杨家婆媳的安全 林莫直接将他们二人接到了别墅之内 这样也正好方便林莫治疗养母 阿姨的身子太虚 这样的消息 她可能承受不住 等到阿姨恢复了 我们再与她说吧 而徐佳佳刚刚经过丈夫身亡的打击 已经是六神无主了 对于林莫的建议 她也只是认同的点了点头 门外的陈队长便快步走了进来 林大人 外面来了一个女子 说是养狗官的表姐 消息这么灵通 自己这前脚才刚到家 这亲戚就找上门了 当然 不管是不是有心 但毕竟是养狗胜的亲戚 林莫便让陈队长将对方带了进来 伴随着一阵急促的高跟鞋脚步声 一位身着各类名牌 金银首饰的女子 便出现在了眼前 而且看着她那幅盛气凌人的模样 显然也是来者不善 一进门 此人便斥声指责道 谁允许你们把我三姨带走的 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瞬间皱眉 倒是一旁的徐佳佳直接上前反驳道 王灵 你有什么资格来这里大呼小叫的 一口一个三姨叫得这么好听 妈卧病在床的这段时间 你都没来看过一次 现在林大哥给我妈换一个更好的环境方便治疗 怎么 心急了 被徐佳佳话语这么一击 王灵脸色被气得脸色发青 哼 徐佳佳 你就是用这样的口气跟表姐我这么说话的吗 要知道 这些年为三姨治病的医生 都是我帮忙联系的 此言一出 徐佳佳更是上火 原本忧伤的脸色更是多了几分怒火 联系医生 你也有脸说吗 其中的龌龊之事需要我一一点名吗 明明一百多的药 你介绍的那个医生收一千块钱 而且妈的病情不仅不见好转 还日益严重 要不是你介绍的黑心医生 一直趴在狗生哥的身上吸血 我们一家人也不会露到如此田地 再次提起自己的丈夫 杨佳佳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对面王灵似乎因为被戳中了心思 脸色不油的一红 你 你瞎说 冯老 可是我们拍阳是出了名的名医 你竟然敢如此侮辱他老人家 狗咬吕洞兵不使好人心 你就等着吧 到时候他老人家一发话 整个拍阳就不会再有人帮三姨治疗 到时候三姨要是发生意外了 就是你徐家家害的 发现意通知后王灵也冷静了下来 你们让开 我要找三姨妈带她去治疗 这个时候 一直未曾发言的林墨突然抬起了手臂 将对方拦了下来 抱歉 阿姨现在需要休息 另外 我在病人康复之前 谁也不能把她带走 王灵停下脚步 鄙夷地看了林墨一眼 你又是何人 我们杨家的事 你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插手 林墨也并没有生气 通过徐家家的话语 他大概也明白了两者的关系 带着平静的笑容淡淡地说道 鄙人华国一圣 林墨 听到林墨自报身份 王灵先是愣了一会儿 随后便捧腹大笑道 哈哈哈哈 就你 猫头小子 也敢妄称医圣 你要是医圣啊 我还就是医圣他妈了 哎呀 好了别装了 杨家的事情不是你所能指染的 别以为租个别墅 整点江湖郎中的狗皮膏药 就以为能骗过所有人 见林墨没有回话 王灵还沾沾自喜 自认为已经戳穿了对方的骗术 台步便要继续往前走去 然而 林墨那只悬空阻拦的手臂并没有放下 这个女士 我身份的真实性 并不需要你的肯定 但现在 请你出去吧 你 王灵气愤地举着手指 正打算再说些什么 一旁的徐佳佳直接打断道 王灵 都是女孩子 给自己留点脸面吧 不要让事情变得更加难堪 此时的王灵 气得直接浑身发抖 只是看着对方人多势众 她也不好发作 你们 会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到时候 你们不要后悔 放下一句狠话之后 她气冲冲地离开了别墅 养狗胜的表姐王灵上门闹事之后 林默一门心思全都放在了治疗养母的身上 这几天 尹家的少爷尹芒倒是在汪会长的带领下 上门赔罪 只是林默直接闭门不见罢了 在此期间 有着在妻子许伴下的陪伴与开导之下 徐佳佳的情绪也稳定了许多 虽然见不到什么笑容 但是也不再如最初那般生无可恋之态了 至于林默这边 这几天的交流下来 她也大体明白了 为什么之前李飞会上门闹事的起因 原来是杨家祖山金彩山被人发现了陈铁矿脉 自那之后 尹家便早就盯上了这一块香饱饱 想把矿山全部买下来 奈何金彩山乃是杨家先辈的买骨之地 多次交涉之后 皆被养狗圣拒绝 后来尹家发现软的不行 便打算要来硬的 然而他们却低估了养狗圣的实力 以及那不要命的精神 几次冲突之后 尹家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甚至不少打手死在了养狗圣的手上 而尹家似乎也不想闹大 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事情的转变发生在养狗圣附京之后 随着尹家暗琢琢地勘探金彩山之后 竟然发现这些陈铁矿下 竟然掩藏着丰富的鳞铺赤铁等等 各种稀缺且珍贵的矿彩 而其中最让人疯狂的便是彩金了 加上得到养狗圣命运京都的消息 尹家便直接派人找上了杨家婆媳 打算使用非常规手段拿下这金彩山 之后的事情 林默赶到杨家之后 心身经历了 得知了事情的内幕之后 林默也是暗暗的折舌 但也不是他垂涎紫山 而是这金彩山完全就是一座金山 尤其是那彩金 可以说是奢侈品首饰当中最顶级的材料了 并且这种金属若是融入兵器之中 也能大大的提升兵器的迁导力 品质直接上升一个档次 当然了 徐佳佳对于林默的医术也是瑜伽的信服 不过短短几天的时间 原本半只脚已经踏进阎罗殿的杨母 如今不仅气色大好 咳嗽都很少再出现了 并且若是天气晴朗的时候 在徐佳佳的搀扶下都能下地走路了 当然 林默为了防止养母意外 获知养狗上的死讯而伤心过度 便偷偷地在养母的汤药之内 加了一些安神补脑疏通心血的药物 如此 徐佳佳的心情也渐渐好转了一些 虽然很多时候会独自一人偷偷抹眼泪 但最起码脸上已经慢慢有了笑容 一切似乎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当然若是王陵没有再次上门那就更好了 毕竟是自己亲姐妹的女儿 见到王陵之后 杨母也做不到像自己儿媳妇那般坚决的态度 三姨 你就听林林一句劝吧 潘阳是被尹家看上的东西就没有他们得不到的 那金彩山就算你不卖 他们也有办法把山挖空的 你不妨考虑考虑 就算是为了你们婆媳二人今后的生活了 第千零七十九集 我的儿啊 意识到她即将说不该说的话 徐佳佳突然目寒怒火地打断道 王陵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徐佳佳就算是死 也不会让尹家动我们杨家祖先的买骨之地的 此话不仅仅是防止王陵说漏嘴 养狗生的死讯 同时对于这位表姐提议的不满 而王陵见徐佳佳这副焦急的模样 眼珠子一转 而后脸上便出现了狡黠的笑容 三姨 狗生的事 佳佳没有和你说吗 听到此话 原本一直闭目不严的杨母突然睁开了双眼 见状 徐佳佳心中一解 妈 你不要听她瞎说 如今狗生好着呢 在京都五盟总部当教官 妈 你先养好身体 过段时间 说着说着 她脸色俱变 由于着急 加上这段时间心绪不宁 此时徐佳佳一开口便说漏嘴了 毕竟王陵也没有说狗生什么不好 倒是她自己直接暴露了 汤靠在床头的养母似乎也注意到了这点 预想中的情绪崩溃并没有出现 养母愣愣地看着房间的天花板 她挥手制止了正准备解释的儿媳妇 灵灵啊 三爷有些累了 你先回去吧 床边王陵自己的目的还没达成 现在就要离开 自然心有不甘 只是当她见到徐佳佳 杀人一般的目光 她也只是兴兴地站起了身子 那三爷 我过几天再来看你 说着便面带不满地失望离去 许久之后 杨母虽然脸色苍白 但确实异常地装作 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 她开口问道 佳佳 你老是和妈说 狗盛是不是真的去参加五盟大会了 是不是死得其所 就在徐佳佳打断回话之时 房间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阿姨 杨教官为五盟战死了一台 伴随着声音响起此时房间之外 林墨已经患上了一身震月使的正装 李茂正前方刻印着一个繁体的太子 平整的大衣之上 两道红鹰散落肩头 带着肃穆之情 林墨正声说道 此战 华国营下窝国四十座岛屿 其中之一便是有杨教官一份功劳 特此 五盟镇月使 泰山使林墨 送杨教官回家 敬礼 随着林墨大喝一声 身后同样穿着正装的五名巡卫 脚下一盒 伴随着整齐华衣的声响 五名挺直身干 左手背腰 右手垂胸 送 杨教官回家 此时 林墨双手捧着魂匣 迈着均匀的步伐 一步步走到了杨母的身前 阿姨 请节安 这一刻 杨母看着魂匣之上 儿子那灿烂的笑脸 强忍着的情绪瞬间崩塌了 带着止不住的泪水 在儿媳妇的搀扶之下 她挣扎的从床上爬了起来 颤颤巍巍的接过魂匣之后 她一把抱在了怀里 我的儿啊 撕心裂肺的哭喊之下 她直接瘫软在了儿媳妇的怀中 一时之间双目失神 泪流满面 既然杨狗盛的死讯已经弹漏 下葬之举也是势在必行 在林墨与陈队长的安排下 按照武蒙的特殊礼节 将杨狗盛葬在了金彩山上 此地也是杨家的祖坟 杨母比林墨想象中的要更加的坚强 墓碑上依旧是杨狗盛的灿烂的笑容 墓碑前黄纸不断燃烧 寥寥火光照彻杨母的悲痛万分的脸颊 去了那边 告诉你爹 你比他优秀 另外告诉杨家的列祖列宗们 你狗盛出息了 如今已经是武蒙教官了 还有 记得保佑你媳妇身体健康 一个人到了那边 要照顾好自己啊 世间总有万难时 醉苦白发送黑发 杨母一边捎着黄纸 一边念叨着各种嘱咐 身后林墨等人自然是一脸严肃地等待着 直到日薄西山 满满的一大箱黄纸 此时也燃烧殆尽了 就这样 杨狗盛的后事也处理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 杨母便叫来了林墨 感谢镇月氏大人为小儿送行 我和佳佳一穷二白的 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于你 唯有这份金财山的祖气了表心意 一为送行之恩 二为救命之恩 还请镇月氏大人莫要嫌弃 说着杨母便掏出了那份隐家心心念念的地契 递给了林墨 此物林墨当然不可能收下 阿姨 长幼有序 你直接叫我小莫便好 这大人大人的 只有煞晚辈了 另外 这祖气乃是你们杨家生存之根本 还请阿姨收回 我与杨兄弟也是朋友 这些不过是分内之事罢了 然而面对她的推辞 杨母依旧没有改变心意 坚持要将这金财山的祖气赠予林墨 林先生 说句实在的话 我那外甥女说的也没错 金财山在外人看来是价值连城 但在我娘俩手上并不是宝 而是一份祸患 所以希望林先生不要推辞 收下她吧 这样阿姨我也能安心了 没想到 这杨母竟然有如此格局 而她说的也确实没错 单凭她们婆媳俩 想要收住这金财山 根本就是无忌之谈 思索了一会之后 林墨便开口说道 这样吧 祖气之事 阿姨你还是先收着吧 等下午 我去那边看看形势 之后再做计划吧 此时她心中隐隐已经有了计划 这金财山若不开采出来 杨家婆媳就一日不得安宁 与其如此 倒不如自己开发出来 其中所带来的收益 正好也能给她们婆媳保障生活 杨母界拗不过林墨 也只能收回了祖气 此件事了 林墨第一时间便换来了汪会长 这位师大人 不知您怎么如此着急找我来 是有什么要事吗 上次她作为引荐人 带隐盲过来道歉 被拒之门外之后 显然心里有些不爽 语气之上也差了不少 当然 林墨对此并不在意 总的来说 这汪会长人心不坏 尤其是那一套奉承之术 更是远超常人 汪会长 我这边有一发塞大忌 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下 汪老三也是个聪明人 联想到杨家婆媳二人 他赶忙摇了摇头 这位师大人 属下就是雄无大志 只想安安稳稳 守着自己的一抹三分地 此言拒绝之意自然也很明显了 而林墨只是淡淡一笑 若本使保证 此事事了之后 五盟可不如正规 蒸蒸日上 有阁下坐镇 无人行月祖带袍之事 不知汪会长可否可以改变心意 担任潘阳市十几二十几年的 世纪五盟会长 汪老三一直都认为自己已经认命了 安安静静地填好尹家 守着自己的一抹三分地 最终一直到老 安享晚年便是他的人生了 可如今听到林墨的话 他那颗原本平记的心 竟然不由自主地疯狂跳动了起来 即便是呼吸都无意识地开始慢慢加重 察觉到这一切 汪老三咽了咽口水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以后 他又露出了那标准的职业陪笑 对面是大人 说笑了 属下一无能力 二无手段 三无志气 况且 人家在盘阳 举手折天的这么多年 无人撼动 属下不敢奢望什么 虽然汪老三百般推辞 但眼神之中却不断放光 而且虽然是推辞之眼 倒不如说是汪老三在向林墨阐述其中的难处 等对方说完 林墨嘴角一勾 汪会长 说一句实话 你也不要介意 你在连省待的太久了 未能看到我泱泱华国之惊涛大事 年轻一辈的人才 如雨后春笋一般 疯狂窜出 五盟实力突飞猛进 连省整顿 与彻底归附 这是大势所趋 但有左五盟之路的肖小 皆要捏成粉末 说到此处 林墨周身气势一震 脸色也瞬间严肃了起来 小小隐家 也敢染指五盟之事乎 就算连省之行 我林某人未能成功 允命于此 但我身后 还有千千万万个正月事 汪会长 信与不信 皆是你的选择 少年强则国强 在林墨的气势震慑之下 汪老三愣愣的失神 在林墨的身上 他看到了五盟的缩影 确实如今华国的迅猛发展 令人不由的折舌 第1080集 汪老三与尹天报喝茶 待至许久之后 他的眼神也慢慢的清明 随即也更加的炙热 大事所趋嘛 这位是大人 汪某明了 本会长也想看看 连生彻底归附之后的 庄地河山 说到此处 他原本沟楼的身影 也微微的挺拔了起来 见此林墨欣慰的一笑 只要腰杆子直了 观念也就直了 汪会长 你是个聪明人 我林墨人向你保证 我泱泱滑果 未来山河尽秀 必不负你所愿 说完 林墨便站起了身子 抬手伸向对方 汪老三不做任何犹豫 随即起身 双掌一握 两人彻底达成合作 而汪老三有所不知的是 这次简单的握手 将会给他的未来 带来天翻地覆的发展 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 二人既然已经达成了共识 林墨也不做拖沓 时间不等人 汪会长 我就直说了 这位是大人 大人说无妨 点了点头 林墨直言道 我这边几件事 需要汪会长协助一下 第一 麻烦汪会长帮我物色一家 矿石开采的公司 人员一点要可靠 第二 我需要尹家在潘阳的势力 分布明细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尹家这只蓝鹿虎 必须要清理出去 将事情与汪老三交代完后 林墨又马不停蹄地联系了宋直蓝 所有计划的实施 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 而等到林墨联系上宋直蓝 阐述目的之后 对方二话不说 直接表示 处理完手头上的钥匙之后 便立马赶过来 趁着其中的空档时间 林墨与陈队长一同前往金彩山 打算亲自勘查一遍 以便日后实施计划 尹家大宅 尹天豹正懒洋洋的摊坐于虎皮唐蚁之上 至于他身前则站着养伤而回的李飞 你是说那李墨把杨家婆媳接到我安排的大宅之中了 有趣 真是有趣 这镇月石大人的事情办得有些不地道啊 一便笑着 尹天豹抿了抿手中的茶水 李飞拱了拱手恭敬地说道 老大 这李墨是首武蒙之名 抢在叔父联手的 要不要手下派人把它做了 反正我盘阳底下也埋了不少武蒙之人的骸骨了 正当他得意地诉说之时 尹天豹缓缓地眯起了双眼 那瘆人的目光顿时便让李飞指住了后面的话语 你在叫我做事 随着冰冷的话语响起李飞顿时吓得冷汗直冒 随即他赶忙跪地 老大 我不敢 尹天豹不懈地瞥了李飞一眼 淡淡地说道 做人不要太猖狂 有些事可以做 但不可以说 下次我从你嘴里听到这话 你就去陪他们吧 而这个他们所指的 不就是攀阳地下的亡魂吗 李飞瞬间被吓得浑身发抖 一个劲的死命认错 在尹天豹手下做了这么多年 他自然知道老大的脾气 这段时间你不要轻举妄动 给我顶紧领帽就行 武蒙真月是可以死 但绝对不能死在我们盘阳境地 对于尹天豹的吩咐李飞立马应声 是 属下明白 说完 他便死里逃生一般 赶忙告退了 而等他离开不久之后 另一道身影又走了进来 见到来人 尹天豹又一次换上了笑脸 站起身子之后 他快步迎了上前 王会长 你这人不地道呀 我不邀请你来喝茶 你都不知道 来探望一下老哥 说着他便抬手 一把搂住了汪老三的肩膀 那热情的模样 好似生死兄弟一般 汪老三也是陪着笑说道 尹老大 你也知道 那这月室虽然只是个毛头小子 但身份摆在那儿 我若是招待不住 他回总部打我小报告 我这也招待不住总部的做法呀 说着汪老三便面露苦涩 银天豹哈哈一笑 汪会长言中了 在这盘阳景地儿 谁敢责罚于你啊 只要汪会长说一句 老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让他们有来无回 此言一出 汪老三故作害怕连连摇手 小弟行行戏过也老大 带着杀人之事 可是万万使不动啊 而他越是害怕 隐天豹的笑声越是大声 汪会长 以我情同兄弟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说谢什么的 生份了 来来来 先坐下说 我们过点也有一段时间 没一起喝茶了 听到此话 汪老三忍不住 暗脆一口 兄弟你妹啊 是兄弟 你残害我武盟手下 是兄弟 你把我架空 让我这个会长行图虚手 是兄弟 你私下派人散步消息 禁止任何人加入当地的武盟协会 当然这也只是汪老三的吐槽之言罢了 表面上他还是满脸的奉承之意 只是正当他打算如往常一般点头哈腰之事 突然心中意紧 往常这行云流水的动作突然便异常难受 微微吸了一口气之后 他强行压制了心里的别扭之情 嬴老大 你太客气了 能让您请喝茶 是我汪某人莫大的荣幸啊 虽然只是一个被架空的会长 但毕竟身份摆在那里 被汪老三这么一拍马屁 尹天豹的笑容顿时便更加的灿烂 二人落座之后 尹天豹也是为自己的侄子 之前闹市宴会厅的事情道歉 随后便开始旁敲侧击 有意无意的点汪老三 老弟啊 听说今天 你莫今天私下于你了 都不用说明其中之意 汪老三便瞬间明白 哦 你说那个毛头小子呀 私下于我 无非就是给我旋馆一下 他的雄心壮志呗 听完此话 隐天豹眉头一挑 哦 看来这枕月师大人 是想拉拢汪老弟啊 这么好的机会 汪老弟难道没有点行动 汪老三可不仅仅指挥溜须拍马 查颜观色之术亦是钻研深刻 随着对方话音一落 他瞬间便明白了 这隐天豹虽然像是在说笑 但实际上却是在试探自己的态度 脑海之中快速闪过 他不做任何犹豫 直接回答道 隐老大你说笑了 我汪某人虽然少年纪了 审时独度的目光还是依旧独辣 在盘阳境内 他领我是龙也得给我握着 是虎也得给我趴着 只要隐老大你在的一天 这隐墨就别想翻起什么大浪 汪老三是聪明的 在阐述事实的同时 他暗暗的来了一波彩虹屁 此话且不说能不能打消隐天豹的疑虑 但是确实让他格外的开心 这也是隐天豹一直留着汪老三的原意 无他主要是这小老弟说话格外的好听 而且没等隐天豹提问 汪老三便主动交代 对了 隐老大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这李莫似乎从养母那边捞到什么好处了 请养拜托我给他找一家矿产开采公司 您这边怎么看 他已经答应了林默 这件事日后必定会被人知晓 与其日后暴露 倒不如现在主动坦白 这样正好也能博得隐天豹的信任 果不其然 当汪老三说完之后 隐天豹心中的猜忌也明显淡了许多 带着笑意 他缓缓地说道 既然是正月师大人的要求 也要是他的下属 自然得乖乖遵循了 没关系 就按照林默的意思去办好了 一生的老人画饼 此话一出 汪老三也是明白地点了点头 您老大放心 我们晓得该怎么做 喜交矿产公司不是快要倒闭 人都跑得差不多了吗 我们正月师大人不忍心见到这样的场面 投资接手了整个喜交矿产 隐天豹也是喜笑颜开 和聪明相处啊就是轻松 那我们便以茶代酒敬 真月师神明大义 茶杯相碰之际 林默所求的矿产公司之事 就这样被二人定下了 只是隐天豹不知道的是 虽然西郊矿产濒临破产 整个公司员工跑得跑散的散 如今诺大的工厂已经不足百人之数 但这公司背后的控制人 实际上就是汪老三的子职 从一开始谈话之时 汪老三便已经开始有意无意地引导隐天豹 最终以收拾烂摊子为由 将这家公司送到了林默的手上 此季倒也算完成得顺利 毕竟相处了十几年了 汪老三对于隐天豹的性格脾气 已经拿捏得死死的 此人虽然心狠手辣 但也是心高气傲之人 虽然恶事做尽 但却是那种既要从事服务行业 又要立标志性的建筑的性格 至于他们商谈的主人公林默 此时也来到了金彩山 第1081集 偷盗金彩山的人 金彩山实际由三座不矮的山峰构连而成 其中除了杨家的祖坟之地 其余两座皆被荒废了 若不是被发现了矿脉 这片区域根本就没人会在意 而当李默与陈队长一同来到金彩山附近之时 还没有靠近便听到了嘈杂的声音 快点快点 你们勘探组是吃白饭的吗 磨磨叽叽的 就你们这速度 什么时候才能干完 设备部门让你们采用的开采设备呢 一个星期之前就让你们准备好了 到了现在还没有新的消息 等到李默走近之后 便见到巨石之上 正站着一位红色安全帽的领头人 只见他手中拿着扩音器 满脸凶神恶煞的催促着 而在底下 忙碌的工人们正各司其职 清理的清理 勘探的勘探 完全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 而随着林默不断靠近 高处的领头人也发现了林默的身影 你们他妈是什么人 赢家办事 剑杂人等技智靠近 给老子滚 伴随着他的大声呵斥 所有工人的注意力也转移到了林默身上 一时间整个场面瞬间安静下来 不一会儿 十几名身着黑色制服的壮汉打手 便气势汹汹的朝着林默围拢而来 这位先生 此地是尹家的地盘 请你们赶紧离开 看着他们几人 林默挑了挑眉 哦 尹家的地盘 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边是杨家的祖山吧 什么时候变成你们野家的了 此言一出 这时几名壮汉瞬间拉下了脸色 你他们来闹事的 林默耸耸肩肩头 闹事什么的我不知道 我不过是阐述事实罢了 此言一出 对面的十几名壮汉 也不打算与林默多废话 小子 你在找死 话音一落 最前方的一人便抬起砂锅大的拳头 朝着林默迎面砸来 呼呼作响的拳风 携带凶猛之势 若是普通人被此拳击中 必定头骨碎裂 不过林默不在于此裂 既然对方已经动手了 林默自然也不会客气 侧过身子 躲开拳影的同时 他便朝着对方的胸口 一个肘击 咔咔 一瞬间 胸腔骨破碎的声音 兴兮可闻 而那名壮汉 则直接到飞而出 重重跌落在地 操 小子你竟敢动我影家之人 兄弟们 干他 随着一名打手突然喝倒 其余同伴瞬间起手 始于双拳影 纷纷向着林默砸落而去 然而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林默的身影突然一晃 下一秒 他们便听到了 一阵阵剧烈的哀嚎之声 定睛望去 只见那群打手 正面露痛苦地握着自己的臂膀 而在他们每个人的小臂之上 皆出现了一个细小的血孔 不断地渗出血液 战斗并没有停止 随着这十几人失去了战斗力 身后又冲上来了几十名同伴 然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人数多少显得有些无力 陈队长 活动活动坚固 随着林默突然而来的提议 陈队长也是面露兴趣地点了点头 下一秒 两道身影起飞而出 不过是四五分钟之后 林默与陈队长便同时停下了身形 一面云淡风轻地拍了拍手掌 而在二人四周 几十名壮汉打手已经躺在地上 痛苦地哀嚎 如此一幕可谓是惊呆了所有的工人们 这么娇小的身姿是如何爆发出 这么强的力量的 看着所有打手都倒在了林默二人手上 红帽领头人皱着眉头 漫步走了过来 阁下究竟是何人 林默一边抖落身上的尘土 一边漫不经心地回道 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 你只需要知道 这边是杨家的祖山 下一次你们隐家若是再有人私自开采山脉 受伤的可就不仅仅是手臂了 话音一落 那领头人眼前一花 只听到力剑归翘的声音 他便发现自己的脖颈之处 出现了一道细小的血线 只要对方手一抖 握着剑锋再往前进一毫米 他便隐命当场 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他 不由地脚下一软 领头人强撑着身子 倔强地问道 我们可是隐家之人 这位先生你真的想好了吗 小兄弟 听说一句劝 你虽然实力不凡 但只有我们引脑袋一句话 整个攀阳便再无你们容身之力 面对他的国造 李末并没有回话 只是将手掌缓缓地搭在剑柄之上 而领头人见状 顿时被吓得一机灵 算你狠 我们走 说着他便转身带领那群工人们 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此处 等到此间恢复平静之后 陈队长不由地吐槽道 这隐家还真是无法无天 人家的祖山说完就完 对此 林末倒是不慎在意 大区连省这边 像这样的势力并不只有隐家 当然也不必在意 秋后的蚂蚱而已 蹦到不了多久了 陈队长也深以为意地点了点头 随着这群强盗的离去 林末终于也能安心地查看金彩山的环境了 然而不看不知道 林末不过是随意地逛了一圈 便发现这金彩山的大山之内 坦露在地表之上的稀有矿石 已经不下于四五种 陈队长跟在林末身后 此时也是一头雾水 这镇月使大人 为什么对这杂草这么感兴趣 兴致满满的不断采摘这四周的花花草草 令人震惊的是 林末一边采摘 一边还要将那些青草红花放在嘴里咀嚼 随后便是一脸兴奋的模样 大人你要是饿了的话我们早点回去吧 这山野之间的杂草可能对人体有害的 你才饿了 你们全家饿了 陈队长你不要忘了 我可不仅仅仅是武蒙真月使 同时也是华国新一任医生 这金彩山真的是绝了 不仅矿产丰富 而且还蕴藏着繁多的天然草药 像这醒神草 醋雪花 白蝶花等等 都是名贵的种草药 要是背靠这金彩山 开家药铺 都能发家致富的 说起草药之说 林末的情绪也变得有些亢奋 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这个时候陈队长也是恍然大悟 对呀 镇月使大任可是医生啊 当然这也不能怪他 毕竟林末的武道天资过于卓越 让人不由自主的忽略了这一点 而且言者无心听者有意 等林末话音落下之时 陈队长的眼珠子一转 镇月使大任 既然如此 你不妨在这里 创办一个中药馆呢 此话一出 林末顿时双眼放光 对呀 为什么自己不能在这边开一家中药馆呢 之前他便有这个打算 只是碍于杂事缠身 一直没机会实现而已 如薄西山 蚕鸟归巢 逛完了整个金彩山之后 林末与陈队长也回到了别墅 一进门 他便直接找上了杨家婆媳二人 杨嫂 阿姨 我有件事想和你们商量一下 是这样的 今天和陈队长去金彩山逛了一圈 等到林末将金彩山所欲之事说了一遍之后 杨母的脸色顿时激动了起来 这群人正是强盗 这可是我们杨家先被留下的产业 他们简直是无法无天 见杨母情绪激动 林末便赶忙劝道 阿姨 你先不要激动 我这边已经派人联系了矿产开采的公司 等那边有了消息 我打算将除了杨家祖坟那边 其他两座大山的矿迈全部挖掘出来 这一方面断了他们隐家的念头 另一方面也好为你和嫂子积聚一些资产 所以想问问你们的意见 第1082集 不要那么爱管闲事 杨母点了点头认同地说道 这金彩山 我本来就是打算送给你林先生的 怎么处理 林先生您自己拿注意便好 听完 林末继续补充道 还有一件事就是 金彩山上不仅仅含有矿产 这各种天然的草药也同样丰富 所以 我打算以嫂子的名字 在攀阳市这边开一家中药馆 到时候为你们留下一份产业 而杨母对于林末的此番提议 自然也没有拒绝 对了 由于我这边事情比较多 这中药馆的打理 还需要阿姨和嫂子帮帮忙 回来的路上 林末也考虑过这样的问题 虽然说有着养狗 剩得每月不低的抚恤金 他们婆媳二人往后的生活 也不会过得太拮据 但是人闲下来了 心思也就多了 为了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林末便打算将中药馆的全拳 就给他们婆媳二人打理 只要忙起来 自然也不会时时刻刻 惦念着故王的杨狗胜了 随着杨家婆媳二人连连点头 此事也就算是定了下来 剩下的便是招人 以及店铺的选择事项 另一遍 隐天豹与汪老三刚刚谈完事情 还没等他起身送人呢 手下的阿狗便急匆匆的带来了消息 隐老大 不好了 浩子带去看见金彩山的那群人 被人收拾了 还没等他说完 隐天豹五指一捏 手中的茶杯直接四分五裂 好啊 好的很 看来是我隐某人这段时间过于低调了 以至于什么人都敢在我头上拿屎 此时他周身已经充满了煞气 脸色也是阴沉的可怕 一旁 王老三全程听完之后 心中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在这攀阳室内 这么针对隐家势力的 或许也就只有那个人了 想到此处 他便出言劝说道 隐老大 少安武造 不妨让他们先查一查 对方可有什么来头 毕竟这攀阳室内 敢和隐家作对的人 现在都在这下面了 说着他便伸手指了指地面 王老弟说的在理 阿狗 你先去查查此人究竟是谁 另外金彩山那边的事 咱先先放一放等我同志 随着林墨突然的到来 原本的计划已经全被打乱了 而这林墨镇月使的身份 毕竟摆在那里 隐天豹自然不可能像对待那些人一般 直接管沙管埋了 隐老大 若是没有其他事情 我先回去了 此时隐天豹的心情也是不佳 对于汪老三的离去 他也没有多做挽留 客气一句之后 二人便也散场了 回去的路上 汪老三走着走着 脸上不由的露出了笑意 看来这震月使道人是铁的心 要与赢家死抗到底了 当然 林墨越是如此 他汪老三越有信心 而当他抬头之后 天空已经慢慢的积聚了乌云 起风了 这雨也快来了 呢喃一句之后 他便加快了脚下的步伐 视线回到林墨这边 与杨家婆媳 商量金彩山以及中药馆的事情之后 林墨便马不停蹄地开始行动起来 只是挑选了多间门店之后 这些老板看他是外地人 纷纷满天要价 林墨虽然不差钱 但也不可能当肥羊 如此看了多家门店之后 皆是以失败告终 大人 要不你先回去吧 我再逛逛看 要是有何事的 我再联系你 面对陈队长的提议 林墨摇头拒绝道 算了 既然都出来了 那就再找找看 只是等二人还没走出两步 便看到不远处正围着一大群人 走近一看才发现 被众人所围观的地方 正是一家名为康德的中医馆 并康仁德也算是一个好寓意 而且大门两边的牌匾也有些破旧 不过这并不影响 后期简单翻新一下就可以了 只是如今医院之中的场景 却不是那么美丽 十几个穿着黑衣的壮汉 此时正围殴着一位满身带伤的中年男子 见到这般装扮之人 林墨直接眉头一皱 不知为何 他对于这样装扮之人 天生就没什么好感 而等到黑衣壮汉停手之后 领头一人带着戏谑的笑容 缓缓蹲下了身子 张老板 我劝你还是识相一些 和我们作对 潘阳经内和我们作对的 没有一个好下场的 这笔费用啊 你已经拖了我们快半年了 大家都是生意人 欠债还钱 可是天经地义的呀 至于那名张姓老板 此时正哭丧着脸 极力地辩解道 耗子哥 钱我老早就还给你们了呀 听完此言 名为耗子的男人 面带遗憾之色 摇了摇头说道 张老板 你是不是忘了 我们协议之上 可是写得清清楚楚的 你还的只是本金 利息还一分没动呢 听闻此言 张老板呼噪着脸争辩道 耗子哥 我签协议的时候 年利率只有百分之十 现在怎么可能变成 月利息百分之十了 而且还是利滚利 此时耗子直接收了笑容 脸色也变得阴沉了起来 张老板 白纸黑字 写得清清楚楚 怎么你现在可是想赖账吧 他 说着便是一巴掌 重重地打在他的脸上 而此时围观的人群之中 也发出了微弱的舆论之声 这不就是抢买抢卖的高利贷吗 真可恶呀 那怎么就没人管管他们吗 真是无法无天呢 噓 你们不要命了 他们可是赢家的人 他们这些年 最近用这样的方法 抢账了好多人的资产呢 我也是听说了 前几天 东郊那边一家矿彩设备的老板 就是因为不愿配合 第二天就消失了 据说 现在人还没找到呢 林默听到身旁几人的议论 眉头也是越皱越深 来到攀阳之后 从一开始到现在 尹家的风声就没断过 这并非是巧合 如此现象说明 这尹家在整个攀阳境内 已经是无孔不入了 而此时的医馆之中 耗子甩了甩手掌 冷哼了一声 哼 在这攀阳之内 又没人敢来我们尹家的宅 天王老子也不行 说完 耗子见张老板脸色愤懑 一会儿青一会儿红的 他突然朝着身旁的几名手下 使了使眼色 后者会议之后 直接将攀倒在地的张老板 死死地按住 在围观者们惊恐的目光之下 打手随即便掏出了一把 寒光四射的开山刀 张老板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呀 既然如此 今天先留你一只手 明天我们再来 要是还没有还钱 你便拿你的医馆抵债吧 等耗子说完 手下也不做任何犹豫 在张老板的哭嚎声中 高高扬起了 眼看就要落刀之时 突然传来了一阵喝止之声 住手 随即林墨便钻出人群 走进了医馆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也太无法无天了 你们就不怕受到武盟的制裁吗 或许是出于意外 这一刻 耗子以及他的那群手下 都不由的愣了愣神 作为尹家的四大打手团之一 耗子在攀阳为非作歹这么些年 还头一次遇到这种愣头青 而当他缓过神来之后 倒是没有生气 反而哈哈大笑道 哪来的愣头青啊 竟然敢在我面前装好 喜欢逞英雄是不是 那就由你为张老板受着吧 随着他眉头一挑 那名手握开山刀的打手便气势汹汹的 朝着林墨走了过来 小子 以后眼睛放亮一点 不要那么爱管闲事 说完 他便再次扬起了开山刀 朝着林墨的肩膀重重的砍去 眼见一桩血案就要发生了 第1083集 1600万的欠款 围观的众人众 胆稍小一些的 都不由的捂上了双眼 而林墨这边亦是满脸的愤怒 这是你们自找的 话音一落 他直接贴身而前 既然对方想要他的命 林墨自然不会心软 一出手便是杀伤力极强的 白家散手 这名打手都没回过神 便感觉胸口之上 如同被急驰的大卡车 迎面撞上了一般 吃腾之下整个人直接被腾飞而起了 在其他同伴惊愕的目光之下 这名打手重重的砸在了墙上 整个医馆都为之一铲 而那些身旁的打手 先是看了一眼倒在地上 不知生死的手下 看力量 感动我尹家人 不等耗子吩咐 他们便直接拿起手中的砍刀 直接冲了上去 只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人数不过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围攻之下 十几人竟然无一人能进林墨之身 此间交战之际 众人都不曾察觉的情况下 不远处的楼房之上 一位身子窈窕的少女 正站在窗户前 面带好奇地看着此间的搏斗 这少年狼身手不错呢 阿叔 你若是和他交手 胜负几何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少女身旁 一位手持紫砂壶的中年男子 也站起了身子 来到少女身旁 男子先是看了一会儿 医馆这边的情况 作了一口茶水之后 顿觉无趣地砸了砸嘴 随后才说道 大小姐 这名少年大体异常的实力 都没有试出 而且此子 体内紧积了一层不鞋 手中长剑看似普通 确实不犯 看不清他全部的实力 我也不好往家揣测 此话若是被林墨听到 必定震惊不已 仅仅摇看了一会儿 他便能看穿自己的根底 想来必定也是一方 深藏不漏的高手 听完阿叔的话 少女面上好奇之意 变得更加的浓郁 阿叔 等会儿要不要 我去试试她的水平 这个时候 他身旁的男子 已经满脸无趣地 坐回了位子之上 听到少女的问话 他随即摇头说道 不可 我们此番出来 可是为了赵老的病情 不好惹是生非 随着男子的话音落下 少女也只能失望地 鼓起了金鱼嘴 这阿叔虽然是以保镖的名义 保护自己的安全 但实际上 他就是爷爷的贴身管家 要是自己一意孤行 阿叔去爷爷那边告状 他少不了要被训斥一顿 回头带着恳求的目光 少女满眼见显寒霜 只是那男子对他这卖萌之术 早已免疫了 唉 这茶呀就是没有酒香 我去得很 说着便自顾自地摇头 根本就不理会少女 如此 少女便也只能放弃了内心的冲动 扭头继续观看医馆的搏斗 几分钟后 林墨便干脆利落地 解决了身前所有的打手 一脸轻松地拍了拍手掌 脚下十几打手正倒地不断地哀号 此时耗子惊恐万分 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这么强悍 但从其出手之间的所散发的气势 都令他不由的心颤 你究竟是何人 林墨则是淡淡地耸了耸肩膀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得有只青年而已 刹那之间 凌冽的气势呼天盖地地向着耗子席卷而去 此时的耗子不由地呼吸一致 此时似乎心脏都被人揪住了一般 而这种强大到令人绝望的气势 即便是在天暴歌身上都不曾有过 一时间耗子直接被吓得连连地后退 你可知道我们那是尹家之人 只是他的计划显然是要落空的 尹家的名头对于别人来说或许为之如虎 但对林墨来说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 等对方说完之后他只是云淡风轻地回道 路不凭有人产 事不凭有人管 你们尹家胡作非为 自然有人来收拾你们 说着他右手倾台往前一推 耗子整个人便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重重砸落在墙壁之上 此话一出围观之人惊呼不断 这年轻人谁呀勇气可嘉呀 大厅广众之下 敢如此和尹家唱反调的 我还是第一次遇见 年少轻狂而已 到最后尹家不过是手上 又夺了一条人命而已 随着众人议论纷纷 耗子这边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感受到体内钻心般的疼痛 他满眼的绝望 精脉寸断 此后他便是一个废人了 而这一切不过只是林末的随手一击而已 这就是恶行的代价 见识到林末的强大 那群打手也不敢多坐停留 架着耗子直接就往门外走去 也就在此时 林末突然口喊道 站住 耗子猛然心惊地抖了几抖 有气无力地被人拖着回头 只见林末缓缓开口道 协议留下 形势比人强 耗子欲哭无泪地乖乖照做 林末也并没有理会对方 只是自顾自地扶起了张老板 取出一颗疗伤丹药 为后者服下之后 这才问道 你手上有借款的合同吗 张老板一脸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们把合同全部拿走了 一份都没有留给我 果然如此 听闻此言 林末眉头紧皱 他不向对方 可以这般肆无忌惮地耍横称浪 没有合同在手 这张老板终究是理亏的一方 想到这里 林末便扭头朝着耗子问道 这张老板欠你们多少钱 我替他还了 此话一出 耗子恶狠狠地说道 本金加上利息也就一千六百二十万 怎么样 小子还打算帮还吗 我可以给你去个零头 一千六百万便扛 如今他经脉进毁 心态也变得更加极端了起来 只是令他没想到的是 听到如此巨额的欠款 林末眉头都没皱一下 随即便从怀中掏出了一张支票 一千六百二十万 合同留下 耗子看着眼前的支票上 那一长串的数字 一时间突然发愣 要知道 就算卖了这康德中医馆 也远远值不了这个数字 当然尹家也并不是差钱 最主要的便是想拿下这中医馆 形成医药市场的垄断 如今被林末这么横插一脚 这中医馆显然是可能被他拿下来了 只是话已经说出口了 他手上的合同白纸黑字 也写得清清楚楚 再想要反悔根本就不可能了 耗子死死地盯着林末 眼神之中尽是满满的怒火 小子坏我好事 只是纵有万般无奈 他也只能阴沉着脸接过了支票 随后便是将手中的那份借款合同 丢了过来 小子你会后悔的 冷哼一声之后 耗子便带着一众手下 快步地离开了此处 等到他们身影消失 林末便转身回到了张老板的身边 快速地为其处理了一番伤口 张老板 你感觉还好吗 此时的张老板也是愣愣地出神 原本以为是必死的局面 没想到竟然被一位陌生的年轻人所救 只是眼前的这名少年 他却从来都没见到过 见对方没有回话 林末又呼唤了一声 这个时候 张共这才回过神来 带着愧疚的脸色 和慌忙地招呼道 感谢小哥救命者 彼人张共 没想到此事将你拖得进来啊 对此 林末倒也没有太在意 自打他来到攀阳之后 他与尹家的敌对局面便已经注定了 说得严重一些 林末要想保护杨家婆媳 要想整肃攀阳五盟之威 他与尹家便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像如今这样的冲突 不过是小事而已 不用客气 张老板 林末最讨厌这种欺凌弱小 为非坐胎之事 第1084集 招聘护卫 此时的张共长叹了一口气 哎 这又不是我看不起的小哥 只是这尹家在攀阳市里 庞大都令人绝望 如今你与他们起的冲突 事后他们肯定会找你麻烦 只是说着说着 他突然眼神放光 随后话方一转 李先生 听你口音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等到林末点头之后 张共突然激动了起来 李先生 听张某一句劝 这攀阳水太深了 你年纪轻轻把握不住 这样 小哥趁现在他们还没有对你下手 也赶紧离开吧 那欠下的钱 我会把医馆卖了 然后再想办法跟你凑上 然而林末只是笑着摇了摇头 张老板 我林末既然敢出手 自然就不怕他们隐家 你就放心吧 说着他便拍了拍后者的肩膀 此人心性倒也善良 对得起康德这块招牌 没等对方回话 林末便接着说道 而且既然张老板你打算出手这中医馆 不如就将这医馆传给我吧 至于那一千六百万 我们便一笔勾销 如何 此话一出 张共慌忙地摆手拒绝 这是如何许的 我这医馆 就算一家出售 都不过是个零号 不行不行 李先生 这样 我在盘养还有几套房子 到时候我全部抵给你 应该也能操够 林末也笑着问道 房子都给我了 张老板你可是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只是面对林末的玩笑 张共满脸的愤恨 这狗狮的盘养就不是人的地方 林家根本就不给我们活路 没得这些固定资产也好 我也就省心了 过几天我就去内地发展 伴随着他的一通抱怨 林末也突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在这引家的压榨之下 不愿与其沆瀣一气的张家 必定会逃离此处 如此原本就经济落后的攀阳士 无疑是雪上加霜 等到时候 连省这边整顿完毕之后 百废待兴 正是需要招商引资 想到这里 林末心中突然有了主意 这样吧张老板 你毕竟开医馆也这么多年了 而我正好也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人 不妨张老板你留下来 帮我打理医馆 面对林末的邀请 张贡也是满脸的犹豫之色 从本心来说 他对攀阳这边早就已经失望透顶了 尤其是经历过这次生死之后 更是已经绝望了 故而他宁愿卖了所有的家业 也不愿意留在这攀阳市 而这位救命恩人忽然出言相邀 他也不好拒绝 此时林末显然看出了他的心情 转了转眼珠子 林末慢慢的压低了声音 张老板 你若是信得过林某人的话 我这里有一句话相赃 张贡见他这幅神秘的微笑 一时间也是心生好奇 林先生 您请说 林末凑近之后缓缓开口 尹家不过是一地方小势里而已 相信我 他们只是秋后的蚂蚱 蹦得不了多久了 张老板 不妨同我一起看看 尹家倒台之后的景象 言毕 林末便端正了身子 一脸微笑的等待着对方的答复 此时的张贡也是满脸的震惊 不过转念一想 虽然不知道这林末的身份 但从其谈吐言行来看 此人对于尹家 根本就没有丝毫的畏惧之情 念头至此 张贡带着好奇问了一句 李先生 可否告知 从何处而来 京都 张老板可认得 此话一出 张贡瞬间瞪大了双眼 如此一切便解释得通了 再回想林末之前的那番话 张贡的眼神也越来越炙热 好 我张贡今日就舍得这声标 与林先生一同看看 这攀阳未来的新景象 激动之下 他直接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只是他忘记了自己还是带伤在身 此番动作直接疼得他呲牙咧嘴 林末见事已成也是微微一笑 他执意将这张贡挽留下来 也是有自己的考虑 想得杨家婆媳并无从商经验 有着张贡在医馆之内把持大局 林末倒也不用操心这边的运营情况 另外 等到日后尹家倒台 攀阳走上正轨之后 这张贡也能为攀阳的发展 助一分力 当然 医馆已经拿下 但他林末的事情还没做完 此间正好围观人数众人 他干脆便借着这热度 直接将原先计划的招聘告示贴了出去 招聘医馆护卫人数不限 月薪一千五 随着众人读完告示 不由地扑斥一笑 这人也太抠了吧 一千五的月薪 我出门要饭赚的钱都比这多 真的是 看不起谁呢 而且你们要知道 这医馆可是得罪了尹家的 真的做了这医馆的看护 不就是和尹家对上了吗 对啊对啊 我说怎么还人数不限呢 原来如此 他妈的 就一千五的月薪 就让人这么卖命 我呸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讽刺之声 原本看热闹的人也渐渐散去了 康德医馆招人之事也被传得越来越广 一时之间 这微薄的薪资变为了一个攀阳式的笑话 而在医馆之内 陈队长也是满脸的疑惑 大人 要不我们把这薪资条件往上提一提吧 你看这门外根本就没有硬批那个之人呢 然而他的提议直接被林默给否决了 不急 先让消息扣散一会儿 说着他便再次找上了张贡 对于此人与尹家的纠纷 林默觉得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的 而张贡得知林默的来意之后 也没有任何的忌讳 将他与尹家的纠葛完完整整的复述了一遍 从张贡的口中林默得知 原来此人的医术并不差 准确来说也算得上是一方神医了 只是在去年年初之时 因为医馆之内需要采购一批药材 那时候正好张贡家里卖了几套新房子 一时之间资金链有些供应不上 得知这一消息之后 尹家那边直接来人 说是自己手上正好有一批张贡需要的草药 并且客气地表示 可以让张贡先欠着物资款 等到有钱了再还也不迟 一年10%的利息也算不上高 加上张贡当时确实急需那批药材 于是乎他也就直接同意了 并且当时双方签完合同之后 对方以需要家主过目为由 将原本一世两份的合同 全部收了回去 而张贡见药材质量数量都没问题 心里也没多想 也便同意了对方的要求 然而几天之后 对方突然拿着合同找上了门 原本的年利率突然就变成了月利率 并且还是利滚利的那种 这时候张贡也突然意识到自己这还是上当了 只是碍于对方是大 他虽然气愤 但也只能打碎了牙 往肚里咽 想着将房子买了之后 抓紧将钱还上 只是他依旧低估了对方的无耻 等他打算买房之后 所有中介机构都接到了尹家的消息 根本就不给他受理 更可恶的是 这尹家还疯狂打压他医馆的业务 完全不给他还债的机会 至于原本生意上的好友 更是见他如瘟神一般 逼之不及 哪会借钱给他 如此 原本五百万的采药欠款 不过一年时间便利滚利到了一千六百万 听完张贡的附数 林默点了点头 看来这尹家不仅将五盟压制的死死的 商圈之内亦是全大滔天 而且他的最终目的 想来便是要收下你这中医款 达到整个医药界的全面垄断 一边说着 林默也在默默分析 第1085集 徒步而来 看来这尹家是打算 将整个潘阳市打造成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商业王国 甚至更缺切的来说 是他的私人王国 野心甚大呀 此人真当无门无人了吗 而伴随着林默这边 与张贡探讨尹家 原本冷清的医馆门口忽然来了一群破烂衣衫的少年 一进门 领头的少年便盯着林默等人问道 你们这里招人是吗 见起来应聘之人竟然如此模样 陈队长便准备赶人 然而还没等他行动 林默突然站了起来 先是大量了一番身前十几名少年 随后他便满意地点了点头笑着说道 招啊当然要招了 对方领头之人见林默竟然年长不了自己几岁 先是一惊随后便再次问道 抛去薪资 你们这里管饭不 管 要多少人 你们有多少我们就招多少 有条件限制吗 只要年龄在二十五以内 皆可 一问一答之下 对方领头的少年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之后 顿时面露喜色 那好我们要应聘护卫 说着他便凑到了身旁小伙伴的身旁 贴着耳朵吩咐了几句 随后那个人便屁颠屁颠地跑了出去 这个时候林默带着满满的兴趣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迪云 来自河内白凤山 此言一出 林默瞬间面带惊讶地与陈队长对视了一眼 河内白凤山距离攀阳这边 可是有一千四百多公里的路程 而看他们这风尘仆仆的模样 夹着那双已经磨烂的破鞋 林默心有所感突然问了一句 你们徒步而来 面对林默的疑问 迪云直接了当地点了点头 中间一路走走停停 差不多 花了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吧 此言一出 林默顿时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徒步行走一千四百多公里 那是什么样的概念 而且看对方这架势很明显还有其他的同伴 想到此时林默再次问道 这是为什么 按理来说你们河内那边农产丰富 畜牧业也很发达 为何要不远千里来到攀阳市 提起此事 迪云原本憨厚的面容突然猙獰了起来 带着满满的愤怒说道 还不是因为那群吸血鬼 他们打着整合统一管理的名义 将我们所有的田地都收了回去 每年不仅要交三成的收成给他们 甚至每家每户 还有按成员缴纳人头税 壮丁更是加倍 如此的清醒之下 我们这样的壮年 反倒成了家庭的累赘 于是便想着 出来谋一份生路 听完 林默淡淡地点了点头 行吧 你大体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 等待了一会之后 迪云那名跑出去的同伴 此时又跑了回来 让林默意外的是 他身后竟然还带着数百名同伴 而且那破烂衣衫的模样 像极了传说中的难民 林默朝着迪云问道 这些人你都认识 见到后者点头之后 林默不由的眉头一皱 并不是他嫌人太多 通过现象看本质 这类人数越多 说明河内那边普通人的生活 越艰辛 真是无法无天 对于那些当地势力的做法 林默也是厌恶不已 但饭要一口一口吃 路要一步一步走 当务之急 还是先把攀阳这样的事情处理完毕 死地稳定之后 才算真正打开大渠联省的大门 而迪云见到林默这副表情 心中顿时一慌 老板 我们对工资的要求不高的 只要管口饭就行 住宿的问题 我们也会自己解决 一路上 他们被拒绝了太多次了 对方一看他们是河内那边逃出来的 根本就不敢乱收 加上他们这副模样 更是被人拒之千里 若是再找不到活干填饱肚子 他们很多人就要饿倒下了 这个时候 林默也回过了神 看着对方焦急的脸色 他重新恢复了笑容 没事 不用着急 除了你 还有你 一一点名之后 林默这才继续说道 除了你们几位 其他人 我全收了 而此时被点名的那几人 顿时面带不满的走上了前 凭什么 我们哪点不如那群相伴佬 见此林默冷冷一笑 就凭你们心术不正 潘阳市内随便找个保安 都远远不止一千五的工资 况且还明知此间与尹家有冲突 怎么还要我继续往下说吗 被点破了身份 原本还嚷嚷不休的几人 瞬间低着脸逃离了此处 知道此事 陈队长这才明白了 林默开出这种超底心的目的 这看似随意之举 其实就是一道筛选的门槛 除非是走投无路之人 不然是别有用心 而在迪云那边 听到林默的决定 众人不由的面露激动 唯有迪云脸色阴晴不定 满满的仅是纠结之色 总的来说 林默对于迪云这个少年 还是很满意 虽然接触的时间不长 但从细节看得出来 此人有责任心 有担当 领导能力也很强 而此时林默见他心事重重的模样 便出言问道 怎么了 你可有什么疑惑 犹豫了一番之后 迪云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下定了决心说道 啊 老板 我还有一些伙伴 因为饿了很长时间 人已经倒下了 来不了这边 所以 我想着 说到这里 他犹犹豫豫的看了林默一眼 唯独怕惹的林默不高兴 将这好不容易能填饱肚子的机会给丢失了 虽然话还没说完 但林默也猜到了对方想要说什么 站起了身子后 他面带认真的说道 迪云是吧 这样 同你一起从河内过来的伙伴 你竟可以全部带过来 不论长幼 我都收下了 不过我的要求就一点 这些人的跟脚必须干净 你懂我的意思吧 要是没有其他问题 明天这个时间 我们就在此碰头 听完 迪云瞬间眼含热泪 重重的嗡了一声之后 做事便要转身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同伴 而还没等到他迈步 林默便叫住了他 等一下 先去买点吃的 别到了明天 饿得走不过来了 说着 林默便从陈队长那里 取来了一打现金 递了过去 只是迪云并没有收下 老板 我们还没有正式开工呢 这钱我们要不得 看着对方真挚的眼神 林默微微点头 看来自己没有看错人 心性纯正 不错 憨糊 这是提前预付的工资 你可以当做订金 你要是不收下 我怕你们明天跑了 如此别脚的借口 自然瞒不住迪云 抬起那破旧的袖子 他直接抹了一把眼泪 而后才伸出双手 接过了现金 谢谢老板 明天我们一定准时到 说完 他便红着眼睛 转身跑了出去 而当他刚走到门口 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在林默好奇的目光之下 迪云直接跪了下来 重重的磕了头之后 这才快步离去 此时 张贡看着此人离去的背影 出言提醒了一句 李先生 你也不要怪我多嘴 这些人身份不好做呀 要是河内那边找上门 恐怕也有大麻烦 身在攀阳多年 张贡接触过许多次联省的势力 对于他们的行事作风也是心知肚明 若是对方知晓了自己势力内这么多青年逃离 必定会找上门的 到时候这群少年便是一个祸患 然而李默对此 却是不以为意地摆了摆手 无妨 既然我敢收下他们 自然就有着底绩留下他们 确切地来说 这群少年也就是一个意外之喜 第1086集 西郊矿产公司 原本李默纯粹只想 招几名根脚干净的护卫而已 没想到却招来了这么一群少年 最主要的是他们人数众多 之前一直埋在心底的计划 如今也可以实施了 想到这里他不由玩耳一笑 在南京和京都没有实现的两个规划 没想到来到大区连省之后 竟然连续实现了 带着愉悦的心情 林默交代了一番张贡 大体也是一些店铺布置装修的事项 伴随着林默这边交谈 门口突然又来了一位陌生人 你好 林先生 我是汪会长的助理 您叫我小银便可 汪会长说 矿产公司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让我带着你们过去 随着这名叫小银的年轻人说完之后 林默吃惊的一笑 没想到这汪会长的办事效率还挺高的 这才过去了一天 事情便已经办好了 张老板 那医馆这边的事情就劳烦你了 听到林默对自己的称呼 张贡连连摆手道 叫我张叔或者老哥都行 这老板只说就算了 放心吧 这边我会找看好的 行 那就麻烦张叔了 这里有两份我自己研制的内伤药和疗伤药 张叔记得服用 告别一句之后 林默便跟着小银 驾车一通离开了医馆 而随着车辆渐行渐远 林默几人便来到了西区 一下车陈队长便忍不住抱怨 这是什么才空分公司呢 一路过来设备看着无数 工人却见不到一个 林默我们是不是被骗了 此话一出 林默暗中朝他摇了摇头 事意稍安勿躁 二人的互动也被小银看在眼里 不过对此他只是淡淡一笑 林先生没关系的 陈队说的没错 这西郊矿产公司 本就是一家即将倒闭的企业 此言一出 陈队长顿险不悦 而正当他要发飙之际 林默再次拦住了他 先听听他怎么说的 对方既然是你汪老三派来的人 必然是不可能 只是来让自己难堪的 小银笑着朝林默点了点头 继续解释道 哈哈哈 汪会长 让我给林默先生带一句话 因为有人看着 这是他所能做到的极限了 而且汪会长特别交代 要是在交际的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 都可以找矿产公司的老板 也就是汪会长的外甥汪小春 当然 二人的关系 外人并不知晓 所以也请林先生为其保密 听到这里 林默瞬间明白了过来 这一手明修战道 暗度陈仓的把戏玩得好啊 不愧是能在攀养五门会长位子上 混了这么久的老油条 要不是有外人在 林默都忍不住想要为汪会长拍手了 他林默最需要的 并不是什么实力强劲的矿产工厂或者公司 而是一家可以让自己完全放心的企业便可 这西郊矿产正好符合自己的心意 小银先生 代我向汪会长传达 林某对这矿产公司十分满意 感谢他的鼎力相助 而从小银几句简短的话语 林默便听了出来 此人与汪会长的关系匪浅 不然不可能知晓这核心的秘密 林先生 客气 我就送你们到这里了 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联系王小春 温文尔雅地说完之后 小银便告辞离去了 而林默同陈队长一起 进入到这西郊矿产 一踏进大门 整个大厅不能说冷冷清清吧 准确来说是空无一人 唯一能见到的活人便只有门卫亭内 那位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的保安 敲了敲窗户 其内保安只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别闹 然后继续他的睡觉 这一刻林默突然觉得自己有点草率了 既然没人管 林默索性静直地走进了公司 一直来到了二楼 这才出现了几个穿着工装呼呼大睡午休的工人们 听到这边的动静 其中几人睡眼朦胧地爬起了身子 嘿 兄弟们 来人了 随着其中一人的出言提醒 一众工人飞速爬起身子 而后仅仅几个呼吸之间 数十人便站得笔直三排 这素质令林默不由地折舌 好快啊 这真的是工人吗 而在林默惊讶的目光之下 数十人整齐划衣地弯腰鞠躬 老板好 这声音惊天动地 而在话音落下之后 电梯那边突然传来了声响 叮 电梯门打开了 一名年轻人着急忙慌地冲了过来 一边整理着服装 一边提着皮鞋 在林默意外的目光之下 年轻人快速整理好了着装 带着激动的神色 他急忙握住了林默的双手 林老板欢迎欢迎 我是汪小春 日盼夜盼终于是把你盼来了 此等场景 林默只觉得有些熟悉 实锤了 这年轻人确实就是汪老三的外甥 林默看着这不着边际的汪小春 抽了抽嘴角 呵呵笑着 你好 汪总 这一刻他更加觉得自己草率了 什么汪总不汪总的 叫我小春就行 事情的大体经过 舅舅那边都和我说过了 我们这边都是人和物都已经配权了 林老板 您放心 眼前这样的老员工都是我舅舅一手带出来的 完全信得过 只要你们资金一到位 我们随时可以开工 随着他话音落下 身后的一群老员工满脸期待的盯着林默 等待林默的回复 原本林默还以为交接着矿产公司 需要费一番手脚 没想到对方比自己还积极 如此当省下了不少事情 放心 启动资金 我一会就打到你们公司账户上 等林默的话音一落 对面众人瞬间欢呼而起 尤其是那汪小春 此时都已经开心的蹦跶了起来 OK 老弟们 我们有钱加油了 老鬼头 等会前一到位 你们赶紧去买几桶油回来 我心爱的到鸡超跑 终于又能上路了 是 汪总 说着一群人继续欢呼雀跃了起来 没办法 半年多没开工 再这样下去 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障了 而林默这边也算圆满的处理了采购的前期事项 这个西矿产虽然人数不多 但仅开采着金采山来说已经是完全够用了 最主要的是都是一群信得过的工人 用着也放心 当然要是这矿产公司的老板能再靠谱一点就好了 这边事情解决完之后 林默见他们还在互相庆祝便也不再打扰 简单打了一个招呼之后便离开了此处 而当他回到家里的别墅之时 刚一下车还没走进大院 几道人影便突然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五盟暗卫见过真月使大人 十道身影 着装整齐华裔 而且从藏匿的手段来说也是顶级的存在 若不是他们主动出现 林默第一时间都没有发现他们 客气了 接下来这段时间便要劳烦诸位帮忙照顾佳琪了 职责所在 一手别腰一手垂胸 行完五盟之礼之后 几个人身影一旦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而此时林默也特意感知了一下他们的气息 几个人已经不知所踪了 好胜心作祟之下 林默灵力一转 六感神通 开 直到此时 他这才感知到 四周薄弱且又飘忽不定的气息 如此他也放下心来了 有了他们的暗中保护 妻子的安全倒也有了保证 与妻子简单交代了五盟暗卫之事后 林默第一时间便将五千万的启动资金 打到了西郊矿产公司的户头上了 第1087集 想杀又不能杀 而经历过白天与张贡的沟通之后 林默突然明白了 若是自己想要在攀阳顺顺利利的设立自己的第一座中医馆 必须同时设立一家医药公司 以此来保证中医馆的物资供应 当然想要设立一家医药公司涉及的资金量也是庞大的 此事倒也不急 入夜 月上柳梢 尹天豹穿着睡衣 眉头紧皱的摊坐在客厅的沙发之上 自从林默来到攀阳之后 他似乎就没有一件事情顺利过 最可恨的是 这些事情皆是和林默有关 而听到手下汇报上来的消息 尹天豹也是面露疑惑 这小子 找那么多人做事 难道他打算带着这些难民 横扫大缺点审不成 楠楠自语一句之后 他又失笑的摇了摇头 这群难民都是河内身份 与自己并没有什么瓜葛 如今他隐家想要之物 其一是金彩山 其二便是那老字号的 康德中医馆 不巧的是 此二物都被林默抢先一步拿下来 最让尹天豹不爽的 是自己手下两名得力干将 耗子和李飞都被这林默给废了 打狗还要看主人呢 这新来的镇月使大人 种种的行为已经彻底激怒他了 而在一旁的阿狗 见天豹哥脸色阴晴不定 心急之下便直接坦言道 老大 实在不行的话 我直接出手做了他吧 如今阿宝和李飞都被他废了 我阿狗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大不了 宰了这小子以后 所有的责任 我一个人全都扛下 对于阿狗的忠心 尹天豹还是很欣慰的 只是对于他的意见 尹天豹则是直接拒绝道 都要天真了 吴梦的人并不傻 虽然我也恨不得将这小子埋了 但李莫斯在我们盘养 哪怕不是我们出手的 我们也别想逃过追责 有些事情必须要杀人才能决定 但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如此 行了这事你就别操心了 明天一早去把我的好兄弟请过来 就说我有事想找他帮忙 见老大心意已决 阿狗也不再多说什么 默默的退了出去 第二天一早 林莫便直接赶到了康德医馆 至于张贡在指挥着装修公司 重新翻修店铺 由于尹家的压迫 整个店铺所有的员工早就跑完了 所以什么事情都需要张贡亲力亲为 见到林莫直呼 张贡热情地走了上前 李先生来得这么早啊 再次见面 他对于林莫更加的信服了 亲眼见识过林莫的身手之后 他自是敬佩不已 而最让他折服的便是林莫的炼药之术 昨晚睡前 他尝试性地服下了林莫临别前的丹药 万万没想到 第二天就恢复了大半 而满身的于青也在涂抹了外伤药后 消散不见了 从医这么些年 他也是头一次遇到如此良药 一时间他看向林莫的眼神都奇异了起来 而林莫对于张贡这炙热的目光 一时间也有些适应不过来 摸了摸自己的脸 确认没有任何异常之后 林莫开口问道 张叔 我是脸上有花吗 而对面的张贡直接问道 哎 李大师 昨天那刁伤药真的是你自己颠指的吗 见林莫一脸正色的点头确认 张贡顿时目光灼灼的盯着林莫 李大师 请收我为徒吧 林莫自然没想到 这张贡昨天还都是好好的 这仅仅一夜便变成了这番模样 而且对方的年龄都是自己叔父同辈的存在 林莫说什么也不可能收对方为徒 而面对依依不舍的张贡 林莫最终也只能无奈地表示道 张叔 收徒我是绝对不可能收徒的 不过往后我会经常医管做陈的 到时候你若有心可以旁观 有什么不解之处我也可以教你 得到这样的结果之后 虽然不能拜林莫为师有些美中不足 但能如此也足够张贡欣喜不已了 带着激动的情绪 他转身便走到了装修宫那边 哥几个手脚麻利一点 咱争取尽快装修烦心 结束之后 张某人自有红包风尝 如此激励之后 他依旧感觉不满足 直接亲自动手帮忙 而林莫这边见状也只能无奈地摇头 当然 作为自己名下的一家中医馆 梦想实践的开始 林莫自然也不会讲究 对于医馆的布局 与装修风格 他也带着浓浓的兴致参与其中 这边热火朝天的忙碌着 远处乌乌乌的人群已经朝着这边赶来 而周围的路人见到这群衣衫破烂 蓬头垢面的少年们 厌恶的捂着鼻子 随后便躲闪到了一旁 若是放在以前 迪云还会有些不好意思 而今时不同往日了 他今天也是已经有工作了 以后不再是过街老鼠一般 等他们靠近之后 林莫也停下了手上的活 是的 他自己指挥着指挥着 也加入了装修大队 来了 擦了擦额前的汗珠 林莫静止走了出去 眨眼一看 这密密麻麻的人群 竟然不下八百之数 只是有超过一般的人 脚底轻浮 脸无菜色 显然只是饿了很久 身体营养不足的表现 所有人都来了吗 面对林莫的疑问 迪云认真的点了点头 而林莫自然也不嫌人多 相反的 他还觉得隐隐有些不够 按照他心中的打算 最理想的人数 大约在一千人左右是最好的 不过贪得无厌的林莫 也是知道的 不足的人数 往后慢慢补上就是 心里这般想着 林莫面带笑意的走上前 我这边的情况 迪云都已经和你们说过了吧 就在昨天 我可是得罪了 潘阳市最大的势力 你们要是担心遭到报复 现在退出还来得起 随着他话音落下 然而过了数分钟 这群少年只是正正的盯着林莫 无意人说话 很好 既然如此 那你们都跟我来吧 对于这群少年的表现 林莫也很是满意 且不说他们资质如何 心性才是林莫最看重的东西 就这样 在路人诧异的目光之中 林莫带着众人走了近一个小时的路程 这才来到了郊区一家废弃的厂房 你们人数众多 时间也有些紧 我只能给你们安排这样的住宿条件了 而且很不幸 废弃的厂房 今天才被陈队长买下来 想要改成住所 一切都需要你们自己动手 说着 林莫便朝着对面 站在厂房顶楼的陈队长挥了挥手 而此时 这群少年虽然累得已经额前冒汗 但眼神之中确实透露着向往的神色 相比于披天枕地的日子 能有一个遮风避雨的住所 他们也就无比满足了 而且至此少年们也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此番表现也证实了 林莫是真心想要留下他们的 伴随着隆隆的抽水机不断作响 整个废弃的厂房里被里里外外完全清洗了一遍 虽然依旧有些老旧 但却也格外的干净 而林莫这边也是忙得满头大汗 人数太多 时间太急 八百多人的伙食 也只能由林莫亲自出手解决 搬运好所有的装修隔离材料 林莫便让迪云带着一阵小伙伴开始用餐 林老板 没想到你厨艺这么好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本身就鸡肠碌碌 加上刚刚又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狼吞虎咽完林莫所熬制的药膳粥后 原本汗流浃背的少年们 竟莫名地感觉身体异常的燥热 迪云大哥 我好热呀 我也是 感觉自己好像跳进了火炉一样 而为首的迪云 此时也举着木板不断地煽动 第1088集 林之堂正式开张 这可是三九寒天呢 更离谱的是 他还仅仅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短袖 却感觉不到一丝良意 见他们这副模样 林莫也只是暗暗偷笑 正了正脸色 恢复神态之后 他便嘴角带着坏笑的提醒道 热啊 厂房东边有条大河 这个时候应该还没有结冰 你们要是实在热的受不了的话 可以跳下去凉快凉快 等他说完 少年 少年们顿时眼前一亮 二话不说 他们立马站起了身子 一边脱下外套 一边冲向了林莫所说的大河 陈队长见到这一幕 带着担忧的脸色走到了林莫的身边 当然 他们这样会不会动坏身子呀 毕竟这天气已经是深冬了 林莫则无所谓的摆了摆手 无妨 随他们去吧 我偷偷在他们食物里加了一些草药 吸出体内寒气 增补元气的同时 也好让他们清理一下自己 说到此处 林莫抬手在鼻子前挥了挥 带着玩笑的语气说道 你没闻到吗 他们要是再不洗洗澡 都要馊了 然而身旁的陈队长 则是一脸认真的点了点头 随后哈哈大笑了起来 此间二人相谈甚欢 大河那边 以敌云为首的少年人 便像是下饺子一般 扑通扑通的连连下水 即便是其中的女孩子 也穿着衣物一同蹦了下去 而后欢声笑语响彻四周 看着他们朝气满满的样子 林莫淡淡一笑 他们的基础生活物资 我已经安排好了 等会他们就会送过来的 他们的衣食住行 就先麻烦陈队长了 这段时间陈队长费费心 等他们养好身子了 我再过来 说完 林莫急匆匆的离开了 没办法 手下办事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如此也只能麻烦他们 一同从京都跟过来的巡卫们 而他自己则需要赶回医馆 为接下来的事情做准备 不得不说的是 张贡的催促的确立竿见影 等到傍晚 林莫再次回到医馆之时 当初的康德中医馆已经完全变了一番模样 焕然一新的装修风格 也完全是按照林莫的规划实施的 李先生 趁着现在他们装修的雕刻师傅还在 不妨把我们的门脸和店的店名定下来吧 到时候好让他们抓紧时间赶制出来 我们争取明铁就能开业了 这么一说 林莫也觉得有几分道理 沉思了一会之后 他便让张贡取来了纸和笔 快速书写完 便直接交给了木雕师傅 日出东方朝阳当空 掐着时间点 张贡立马点燃了身前的鞭炮 巨大的声响 瞬间引来了路人的注意 不一会儿 整个中医馆前便围满了观众 定睛望去 墨青色的大门两块硕大的木质门帘 左边造化一方不依天下 右边包治百病去病消极 而门扁之上则披着一张鲜艳的红筹 这边是新开了一家中医馆吗 听说以前是康德中医药馆 前天得罪了尹家 这波立马就改头换面 太天真了 得罪了他们尹家就别想在盘阳换下去了 倒是可惜了 这张中医啊 他为人还是不错的 伴随着众人的讨论之声 张贡便兴奋地领着林墨来到了大门中间 老板 以后你就是我们中医馆的大掌柜 节目吧 说着他便把手中的红绳递了过去 林墨看着手中的红绳 微微有些出神 之前他便打算将中医馆开遍世间各个城市 没想到这第一家中医馆的分馆 竟然是在这人生地不熟的攀阳市 虽无宾客场面也不盛大 他也是实现梦想的第一步呀 想到这里林墨的心情大好 用力一扯手中的红绳 红绸缓缓的滑落 一瞬间 雕刻着林之堂三个金光闪闪大字的门匾 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好 伴随着围观人群中一声大喝 不管认识或者不认识的 所有路人都鼓起了掌 老板大吉大利啊 老板不施记重 不管看不看好这林之堂 众人也纷纷送上了祝福 凑一份热闹的同时 也讨一份彩头 此时林墨也是带着满满的笑意 朝着大家拱了拱手 感谢诸位 林某也再次祝大家身体健康 哎 林老板 我们若是身体健康了 你不是没生意呢 伴随着一句起哄之声 整个大家都不由的笑了起来 整个场面也热闹非凡 林墨先是笑着 朝那起哄之人点了点头 而后便豁达地表示道 林某开医馆 只为驱禀消极 不图功力 若是没有生意 我反倒开心 感谢大家前来捧场 新馆开业 林某承诺 前三天至临堂 免费会诊 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喝彩叫好 而前来帮忙的许半夏 以及杨家的婆媳 也端着茶水甜点 分发了起来 当然 还有陶采头的红包 也一一派发了出去 如此 整个现场也变得更加热闹 然而并非所有人 都能见得林墨的好 方王子大 谁给你的勇气 得夸下着保治百兵的海口 伴随着一位老者的怒声喝斥 原本热闹的场面瞬间安静了下来 扭头之际 只见到人群外三名身着长衣的老者 带着一众弟子缓缓走来 方老 蒋老 贺老 我们盘养医术最强的三老 都亲自见来了 三老对于攀阳的医疗市场 本就野心满满 听说他们早就有打算 整合攀阳市的中医馆 归拢自己名下 现在支灵堂一开 他们自然要上门敲打一番 这下可热闹了 窃窃私语的套路下 众人瞬间为三位老者让开了路 正门中间 林墨见到三人之后 不由的眉头一皱 看着来势汹汹的模样 林墨可没愚蠢到 会认为他们是来贺礼的 而此时的张贡 脸色瞬间一变 来到林墨的身旁之后 一一指明了三人的身份 一般来说 即便是双方关系不好 也很少会出现对方开业当天 便上门闹事的事情 这是完全将人 往死路上逼 而当林墨知晓了对方的身份之后 心中的不满之情也变得更加的浓郁 大区连省这边 医学水平落后 是整个华夏公认的存在 这些老中医 每天不想着好好发展医道 整天将心思放在这种尔虞我诈 勾心斗角之上 医学之道本就是百家争鸣 相互学习相互进步的 而三位老中医却一门心思的忽在利益之上 想来也不是什么良人 而就在林墨思索之际 三位老者已经来到了他的身边 由于医圣大赛结束不久 攀阳这边又比较偏远 加上才归附不久 与华国的交流并不紧密 所以三人只知道 华国出现了新一任的医圣 至于姓神名水 则是一无所知 更不要说长相了 所以即便是迎面相对 这三名老者也并没有认出林墨来 为首的冯老中医冷哼一声之后 淡淡的瞥了一眼 随后便带着不屑的语气 他淡淡的说道 你情人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长公的医术水平 连我们三老的十分之一的水平都不紧 你保之百病的招牌 我劝你还是摘下来了 免得除了意外 罗罪于身 你说呢 说着他便傲然的抬起了下巴 静静的等待着林墨的回复 他身后的另外两名老者 更是全程带着满脸的厌恶 闭目连连摇头 第一千八百零九集 攀阳三老 张公听着冯老的话语瞬间脸色黑了下来 而对方见他这副模样冷冷一笑 怎么着 说你还不服气是吧 就你那医术水平 也就勉强撑起这家小医馆 就这包之百病 你配 你 一时气不过 张公直接走上前和冯老中医准备理论 只是刚等他开口 身旁的林墨便将他给拦了下来 随后朝着张公暗暗摇头 对方看似是在针对张公 实际上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压林墨 而对于这样的人 林墨自然也不需要客气 三位老先生 今天是晚辈医馆的开业集日 若是来做客庆祝的林某欢迎 随后他的语气便一转 当然 你们若是来闹事的 抱歉 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 今天开业集日 我也不想惹是生非 请吧 说着 林墨便直接抬手 做了一个请离的手势 此话一出 三老身后的弟子大步上前 放肆 汉阳室内 不知有多少人 想请我师父都请不来呢 你们竟然出言不逊 二师兄不用和这种人生气 井底枝蛙而已 只要我们师父说句话 便能让他们在攀阳寸步难行 先是得罪影家 现在又得罪我们攀阳三大老中医 我看着这支灵堂 离倒闭也不远了 等到冯老示意 一众弟子才停止了嘲讽 年轻人 年轻起盛 并不算坏事 只是 也得有个度 人最基本的尊重长辈都不懂 一关很难开的长远 小伙子 说到这里 冯老的语气之中 已经隐隐地假带了威胁之意 林末此时也眯起了双眼 那你们又想如何 这本该是林末不耐烦的表现 而在对方听来 却以为林末是认怂了 高傲地抬着下巴 冯老中医这个时候 倒是闭口不言了 而他的弟子 则是拾去地走上前头 做起了师父的传声筒 原本师尊 只是想让你卸载这包治百病的招牌 扯下来 不过现在嘛 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你竟然对师尊出言不逊 跪下 磕头道歉 我师尊 也就不再追究你了 此刻的张贡 再也忍不住了 冯老 你们实在太过分了 此时位居深厚的蒋老中医 突然将目光聚集到了他的身上 掌控 我们没有找你麻烦 想不到你倒是自己先跳出来了 经攀阳中医组织协会讨论决定 你掌控学义不清 为了防止你害人 保证患者的利益 故此决定扯出你的行医资格 你若失去一些 就夹着尾巴乖乖的待着 不然这潘阳将再无你的生身之地 那副嚣张的模样 似乎已经掐死了张贡的命脉 殊不知 若非是林墨的挽留 他张贡早就离开此处了 哪里轮得到他们驱逐 看着他们嚣张拔骨 鼻孔朝天的模样 林墨额角发黑 这些人究竟是哪来的自信 不好意思 打断一下 行医资格证是由华国一盟专属认定的 你们那个什么狗屁协会 根本就没有这个权利 而且 有一点你们想差了 这包治百病 说的不是张贡张忠义 而是笔人 林墨 听到他前半句话 三老这边还有些愤怒 然而随着林墨后半句说完 几人直接愣了愣神 盼着林墨年轻的面孔 也不知是谁突然扑斥一声 连锁反应之下 众人瞬间捧腹大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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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我了 就你 也不撒抛尿罩罩 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 草药百里知道不 妄文问妾知道不 迎针去病知道不 就你这样子 也敢夸下如此海口 好了 都静一静吧 虽然冯老也强行压制住了情绪 但嘴角依旧带着淡淡的嘲讽之意 哈哈哈哈 李小勇 你这笑话很成功 或许 医药行业并不适合你 但你的娱乐天赋 倒是不凡 伴随着他的话语 身后又是传来了一阵哄笑之声 对于林墨不知天高地厚的言行 他们自然是鄙夷不已 而当事人林墨则是假装愤懑地抬了抬手说道 既然说实话没人信 那就手底下见真章吧 我林墨再次摆下道来 就鄙视医术 你们可敢 那副模样像极了恼羞成怒 失了志的人 到了这个时候 一直未曾说话的三老之一 贺老中医忽然眉头一挑 既然林小勇有这么有信心 我们倒也不是不可以 陪你玩一玩 只不过嘛 我们身为攀养医学代表 若是纯粹的比斗 似乎有点自讲身份了 不妨我加点赌注 林墨见对方上钩了 心中不由的一喜 当然此时他的脸上 依旧维持着那幅表情 毅然决然地说道 行 你们说 堵什么 见状 另外两位老中医不由的暗中朝贺老 竖起了大拇指 随后便是相互一笑 那小勇 这样办 堵住太小 我们也拿不下这个面子 我这三人的名下 刚好有一座新建的大楼 我们就让你占点便宜 我们若是赢了 这医馆便归我们 你们若是赢了 那就是你们的了 而听到这样的堵住 身后的弟子们忽然脸色一急 这样的堵住 双方差距明显太过悬殊 而冯老则是无所谓的白首 示意他们稍安勿躁 随后才补充道 当然 你小勇你要是输了 从此以后便离开派阳市 从此不再踏足大去连胜一步 对于三老提出的堵住 林默假装犹豫了一番 之后才答应了下来 而此时的三老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在他们看来计划已经成功了 只要拿下林默这家中医馆后 他们在攀阳整合医药行业的计划便算是基本完成了 剩下零零碎碎的医馆 并不像张贡那么难解决 只不过是一些软骨头而已 当然 唯一令他们比较疑惑的是 那神秘人为什么这么执着的 要将林默赶出大区连省境地 不过是一个矛头小子而已 三言两语就被成功激将的小孩子 也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 当然了 这一切他们也并没有多在意 毕竟 对方可是为此拿出了五个亿的天价报酬 财博动人心 只是正当他们满心欢喜的一迎着胜利之后的场面之时 林默突然发话了 既然如此 那也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反正赌注已经下了 比试的方式也由你们来定吧 省得说我欺负老年人 一听他说什么老年人 三老身后的弟子做事便要上前责骂一番 见状冯老则是满不在意的抬了抬手 年轻人口说之理而已 不必在意退下吧 不过林小友有一点倒是说的没错 我们也不想浪费时间 那 沉吟一会之后冯老微微一笑 不如便以文斗作为用以比许的方法吧 不予对自己医术水平的绝对自信 另外二老倒是无所谓的点头同意了 反正比什么都能赢 而这文斗的意思其实就是一时双方就要理或者病理之学 互相提问互相解答 直到一方回答不上便算是输了 听到这样的比斗方式 林末也是直接点头答应了下来 而三老相互对视一眼之后 微微点头 其中赫老缓步上前 两位难得有如此好的机会 我就先与林小友对答一番 若有不合理之处 也请二老为我指正一番 对面两位好友自视含笑问道 呵呵呵呵 和老情绪了 你可是我们排阳行走的遗书 我们可没有这个能力 相互吹捧之下 他们根本就没把林末放在眼里 第一千零九十集 林末出题 看着他们这自大的言行 林末也只能微微摇头 一个个上太费时间了 你们三个一起上吧 此话一出 三老顿时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扭头将视线集中到了林末这边 小子 你还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 老家 不要动怒 既然林小友有这个自信 我们的神尾长辈 理应同意才是 冯老说得在底 那便应林小友之说 一唱一和之下 三位老中医便也假装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 带着一脸的坏笑 蒋老率先开口了 嘿嘿 护汤内服 蒋老再问 人鱼肉要理 姓维温 胃酸色 用以补以肝肾 色惊故托 防风草 姓温 胃苦心 去风 除湿 解毒 齿痛 在双方的一问一答之下 原本还面带不懈地看着林默 等待着此人出丑的机会 而伴随着蒋老问题的不断加深 众人的脸色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 涉及的草药越来越偏门 很多弟子都已经面露难色 而反观林默这边依旧只是云淡风轻 有条不紊地从容回答 大师兄 这小子好像真有几分实力啊 有可能 瞎说什么 不过是看过一些中草药的书籍而已 要知道 我们师父可是号称攀阳行走的医师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这位被众人称为大师兄的弟子 此时也是面露难色 一直到蒋老问起 蝉除梅芝之时 大部分弟子已经是两眼抹黑 不知其所言了 大师兄 蝉除梅芝又是何物呀 面对师弟们的疑惑 此时的大师兄也只能眉头紧皱地摇了摇头 几人看他面色不善 便也立马放弃了追问 而后 将目光转移到了林默这边 静静地等待他闹笑话 连大师兄都不知道 这林默又怎么可能知晓呢 对面 林默听到此物 微微点了点头 像这样的中草药已经是极其偏门的种类了 看来这蒋老中医确实也是有几把刷子的 当然这样的问题依旧难不住林默 整理了一番思绪之后 他倾咳了一声 而后慢慢地说道 蝉除梅脂取之 蝉除皮线 有之开窍醒脑之功效 混之白面和黄丹 可作萧宠之用 混之巴豆 杏仁 可治疗风筑哑痛 混之 酒炒 添麻 可防破伤风 原本蒋老还在沾沾自喜 这蝉除梅脂也是他从一门极其冷门的偏方找到的 对于林默所言的前几种蝉除梅脂的功效 他还了解一些 但随着林默不紧不慢 越说越多 蒋老渐渐慌了 之后的后面的几种功效 他也还是听都没听过 而当林默说到第二十一种功效之时 蒋老已经忍不住额前爆汗了 这小子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 然而 等他回过神来之后 对面林默已经停下了嘴上的话语 蒋老 我说的可还对 此话一出 一众弟子的注意力便集中到了蒋老身上 带着满满的期待之情 希望他能斥责林默 点出其错误 然而此时的蒋老自己也是较苦不迭 对于蝉除梅脂的功效 他所知道的也不过六七种 而且已经被林默说完了 至于其他十余种功效 他也不好评判 最主要的是他也不敢验证 一旦被证实林默所言属实 自己的这张老脸可就丢得彻彻底底了 纠结许久 他偷偷看了一眼其他两位老中医 后者也只是阴沉着脸朝他摇了摇头 想来他们的想法也与蒋老相差无几 如此他最终还是选择保留乙方的面子 你莫说的没错 此言以出 众皆哗然 这小子难道要理基础有这样的水平 就刚刚那一番对答如流的实力 已经碾压了他们所有的弟子 尤其是关于蝉除梅芝的药理 三老都自认为知道的没有林默的多 而正当众人处于满满的震惊之时 林默开口了 蒋老先生 是不是该轮到我了 此时的蒋老立马恢复了傲然的深情 一切到来 说着他便大袖一挥 竟待林默能翻出什么幺蛾子来 而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林默只是缓缓地 从怀中掏出了一个精致的金丝楠木盒 此物我林某人花的大价钱 从一伤人手中逃来 周围老先生 请品鉴 说着他便面带笑意地 将盒子摆在了桌上 三老一听 脸色也瞬间认真起来 等到贺老小心翼翼地 打开了木盒之后 只见里面静静地摆放着一片 颜色鲜艳的红色花瓣 乍一看平平无奇 仔细一看 还是平平无奇 这 看到这样的花瓣 三老眉头一皱 若是没有见识过林默的药理水平 他们也只当着 还是一片普通的花瓣罢了 但看着林默此时 自信且又风淡云青的模样 三老一时之间 心里也没底了 此物包装如此精致 加上这小子肯定想为难我们 此物必定不简单 二位可不要掉以轻心 被贺老这么一提醒 其他二人顿时恍然大悟 好狡猾的小子 怕点儿就让自己上当了 念头至此 三老便更加仔细地观察起来 然而 大约十余分钟之后 三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皆从对方的眼神之中 看到了满满的疑惑 而作为领头者 两位同伴便将目光转移到了冯老身上 目露询问 一时之间 冯老也是面露蓝色 这花瓣 他自己也不认识呀 左思右想之后 他突然眼珠子一转 随后轻咳了两声 此物确实不凡 那好昨夜 我没能休息好 思绪有些紊乱 来 江老 我们三人之中 就属你较的水平最高 你得给他们讲解讲解 顺便也让林小友 解释一下我们盘扬中医大家的实力 当冯老提及自己之名时 江老便顿感要糟 果不其然 随着冯老说完之后 一众弟子的注意力 便都集中到了自己的身上 那一双双求之满满 期待感十足的眼神 让江老原本脱口而出的借口之词 又迅速咽了回去 硬着头皮 他小心翼翼地说道 此物 来是几杯血红花 说完 他便赶忙将目光 瞥向了林墨 而后者 在他说完之后 脸色突然出现了变化 此举顿时 给了江老无限的自信 居然猜对了 这般想着 一股澎湃的自信 瞬间涌上了心头 在弟子们崇拜的眼神中 江老泰然自若地 捋了捋胡子 血红花 顾名思义 极为不血之用 据本草经所记载 此花百年已现 据说 有起死毁生之功效 说到此处 他忍不住地补充了一句 不过 那也只是传说而已 到底是此花 具有极强的不血功效吧 说着 他傲然抬头 看向了林默 极北雪红花 并非是他的胡邹之眼 此物也是才从一本 片门的神话故事书中 见到的 没想到 今日竟然起到了大作用 而林默这边 等对方说完之后 他突然抬手鼓起了掌 厉害厉害 不愧是攀阳中医大师 面对林默的夸赞 蒋老神色更是傲然 冷亨一声之后 他便将头扭到了一旁 那副高傲的模样 像极了真正的大师 而冯老贺老二人 此时也是对蒋老刮目相看 没想到 这老头子要理水平 竟然又突飞猛进了 自己都难以忘其项背了呢 随着大师兄说完 其他弟子也是疯狂地叫嚣 滚出攀阳 垃圾玩意儿 还以为有多少本事呢 没想到只是个癩蛤蟆插大葱 装什么大一把狼啊 然而 面对众人的不断嘲讽 林默只是淡淡一笑 谁和你说的我输了 谁又告诉你们 蒋老说对了 随着林默说完 一时间 整个场面哗然而起 你自己都夸赞了我师父 怎么怕输 不敢承认了 小人 你今天要是敢耍诈 就别管我们不客气 看着他们那丑陋的嘴脸 林默只是淡淡地摇头 你们想多了 就算蒋老说对了 那也只是平局而已 另外 我夸蒋老 也并不是因为他说的正确 而是纯粹地佩服他瞎猜的本事 蒋老瞬间脸色一变 胡说林默 你说我瞎猜的 就拿出证据来 此话就是几杯血红花 林默淡淡叹息 摇了摇头说道 看来 蒋老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张叔 去把我们医馆的红梅搬上来吧 等他说完 一旁已经憋得满脸通红的张贡 赶忙小跑出去 而此时的三老心中大感不妙 被林默这么一提醒 他们瞬间反应了过来 难怪一开始 他们便觉得此物有点眼熟 面面相去之下 三老此时只想早点离开 只是在弟子面前 周围还有那么多围观群众在 已经是将他们架在火上烤了 而不久之后 张贡便捧着一盆鲜艳的红梅走了出来 而树枝之上正长着密密麻麻鲜艳的红梅花 哎 也不知道今天是为什么 这梅花红得格外的艳丁 怎能不妨一同品鉴也凡 一边说着 张贡便将整盆梅花摆在了众人的眼前 而那些梅花 在三老看来竟然是那般的刺眼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结局已经很明显了 三老也是羞红了脸颊 既是愤怒又是羞愧 而蒋老此时也将怨恨的目光 投向了领头的冯老 若不是他一开始出言提醒 他也不至于被带跑偏了 而被蒋老这么盯着 冯老中医一时之间也不知做何见识 唯有恼羞成怒地朝林墨说道 林墨 你小子竟然敢狂骗我们 林墨不屑地一笑 骗 冯老先生 您可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你们三人可是攀阳最有名的医师啊 仅凭晚辈的一句话 就能把你们打眼了 连梅花花瓣和草药都分不清了 真是华天下之大吉 随着林墨说完 围观的众人此时也开始了指指点点 我还以为三老有多厉害呢 原来只是个绣花枕头啊 连最基本的药理都不知道 竟然还干涉别人开医馆 还老中医呢 推我推 以后谁还敢去他们那里看病啊 连草药都分不明白 那不是吵死吗 听着周围的窃窃私语之音 冯老脸色一黑 冷哼一声之后 便是大袖一挥 林墨 今天的梁子 我们算是计较了 来日方长 你给我等着 我们走 说着 他转身便要带领弟子一同离开 然而 还没等他抬起脚步 身后林墨突然阻止道 等一下 冯老先生 冯老眉头一皱 转过了身子 怎么 还有事 被林墨此番羞辱之后 他的语气 顿显浓浓的不耐烦 林墨并没有在意 只是笑着 取来了一打一尺 有余的厨方 老家 冯老先生 请看一下 这些是不是出自你手 见到此物 冯老原本愤怒的脸色 瞬间转化为了惊恐 摇了摇头之后 他赶忙否认道 这不是我写的 与我不关 此番变故 更让众人心中生疑 面对冯老的拒绝 林墨双目一瞪 怎么 冯老 敢做不敢当吗 不知道 你可还记得杨家婆媳 随着林墨此话一出 徐家家便搀扶着自己的婆婆 漫步而来 冯老神医 许久不见 可还记得我们 此时冯老见到他们二人 便如同大白天 见了鬼一般 脚下忍不住地往后退去 这杨母 不是早就应该死了吗 自己开的那个厨房 开始假的逼得了 他为什么还活着 各种复杂的思绪之下 冯老此时只感觉天旋地转 若非身后弟子眼疾手快 上前搀扶 此时的他已经颠倒在地了 杀人者 人横杀之 此时的林墨也没有半分心软 木带冷色 带着淡淡的杀意 他缓缓开口道 杨母明明是废牢 你竟然敢开黄皮 乌子 蓝褶花 这种伤费之药 你居心何在 伴随着林墨的大声呵斥 诗神的冯老 惊慌失措地摇头否认 不是我做的 你血口喷人 你这是污蔑 污蔑 风老 你可还真是有脸皮说这种话 你数倍的价格卖给杨母 我也就当你财迷心窍了 可你千不该万不该 竟然还在其中加入了蛇宫国 你该死啊 文言 不论是路人还是三老身后的弟子 纷纷变色 哪怕是不懂草药理学的普通人都知道 这蛇宫国 可是专门用来灭杀虫鼠的毒药呢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 冯老依旧是死不承认 拼命地辩驳 林墨 你胡说 我没有这么做 见状 林墨也懒得多费口舌 白痴黑字 处方之上签的可是你的大名 你还想抵赖 说完 他便将厚厚一打处方 直接砸到了后者的脸上 若非看到徐佳佳拿出来的处方 林墨也没有想到 身为医师心能黑到如此地步 鬼迷心窍也就罢了 最可恶的是 竟然还想要杀人灭口 其心可诛 此时微风拂过 满天飞舞发黄的纸张散落四处 看着那处方之上冯老的签字 众人也是满脸愤怒 没想到 平日里受人景仰 专为富贵人家坐枕的冯老 竟然是这样的黑心一事 而身为同伴和弟子 也是没想到 平时那个备受他们景仰的师尊 竟然是这般蛇蝎心肠 一时之间 众人看向冯老的目光 也变了眼色 急火攻心之下 冯老顿时感觉喉咙一腥 噗 猛地吐出一口鲜血之后 他的脸色瞬间萎靡了下来 原本精神异异的面貌 顿时苍老万分 而他这副模样 并没有得到众人的同情 恶有恶报而已 冯老张了张嘴 还想说些什么 但话到嘴边 又被他咽了回去 此时的他 心中只有无尽的悔恨 早知如此 他就不该听从 那个女人的劝说 不该财迷心窍 不该再来招惹这个林墨 悔不当初啊 慢慢的 富情绪直冲脑海 一时一沉 冯老整个人 便昏迷了过去 这就是报应吧 活该 这种狠毒心肠的医师 就该添大雷劈 我推 什么医师 人家还差不多 蛇鼠一握 攀养三老 就是一个笑话 本身没有 救救的害人 伴随着众人的连连斥责之下 冯老身后的弟子 便赶忙垂头丧气地 背着十尊逃离了此处 另外两名老者 也只觉晚节不保 带着弟子 在路人的怒声斥责下 跟着冯老一同逃离了此处 李先生 他们还没有兑现赌注呢 看着他们狼狈离去的背影 张贡出言提醒道 而林墨则是满不在乎地摇了摇头 无妨 他们还是要脸的 说着 他便转身来到了养母 以及陈佳佳的身旁 第1092集 支林堂火了 阿姨 嫂子 这边债务给你们讨回来了 身体恢复之后 养母的气色也好看了许多 握着林墨的双手 满脸感激 却又不知说些什么 而此时围观的群众 突然开始起哄 林老板 你说得三天免费做人 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当然 欢迎诸位 这林墨话音落下 一群人瞬间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而此间的消息 飞速扩散至了整个攀阳 一时间 原本高高在上的攀阳三老 瞬间成了过街老鼠一番 与此相反的便是 支林堂老板击碎了三老之后 彻底大火了 得到三天免费会诊的消息之后 大量人员闻讯而来 一时间 整个支林堂门庭若市 你该戒烟了 再这样坐下去 你就不仅仅只是咳嗽了 往后肺长肿瘤了 说什么都晚了 收回银针之后 林墨嘱咐道 而停在病床上的患者 坐起身后 立马深深地吸了几口气 哎呀 林深奕啊 你真的是神了 这个病都咳得快一年多了 没想到被你几针就解决了 好久都没有呼吸这么顺畅过了 行了 记住我说的话就行 那必须的 我回去之后就立马戒烟 谢谢林深奕 带着满满的喜悦 患者开心地走出了医馆 处理完今天最后一名患者之后 林墨忍不住地伸了一个懒腰 瞬间满身的骨头嘎嘎作响 柔了柔发胀的眉心 抬头一看 明月已经高挂半空了 几点了 已经午夜十二点半了 将米粥放在林墨的身旁之后 许半夏便是满脸责怪之意地抱怨道 你还真当自己铁打得不成 别到时候患者没有治好 你自己就先倒下了 林墨挠了挠后脑勺 露出了满嘴的大白牙 笑着回答道 这可是我名下的第一家中医馆 自然要好好经营了 对了阿姨 徐佳佳还有张叔呢 听到此话 许半夏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 你以为他们都和你一样啊 不要命 忙活了一天 我让他们都先休息去了 星星一笑 林墨便收拾了其桌子上的物品了 行了行了 我知道错了 这就去休息 而当店铺关门 整个医馆灯光全灭之后 街道的转角之处 两道黑影缓缓地走出 前头少女看着支林堂眉头紧皱 阿叔 你说这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吗 少女身后 咪等着双眼满不在乎地说道 应该不是吧 不过结果的三个垃圾一说而已 一蒙之内随便一抓都能抓出一道吧 而且根据消息 那人应该早已经抵达南越两手了 听闻此言 少女淡淡地摇头 我们的人都会将那边翻个底朝天了 根本就没有那人的消息 算了 过几天我们去问问影天报吧 说是还没有那人的消息 我们就直接前往京都 话音落下 身后哈气连天的男子 忍不住拍了拍嘴巴 也行吧 大区这边消息闭塞 华国那边的消息很难传过来 实在不习惯 我亲自去京都一趟 谢谢阿叔 哎 谢个锤子呀 都是一家人 说着 二人便转身 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第二天 趁着支林堂热度飙升 林末干脆把招募公告 也发出去了 支林堂 这是要招募医师和学徒的呀 我瞅瞅啊 年龄二十岁以下 十二岁以上 天父不信 心思纯正 一致坚定之人便可 我家小宝不就可以吗 读完公告之后 一名中年妇女 快步离开了人员 随后便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了爪娃大军之中 等到医馆再次开门 林末也被眼前的景象 吓了一大跳 相比较于昨日 今天来的人更多了 医馆前头的街道 从头到尾 已经占满了人群 有的迫不及待的 等着林末坐枕 有的怎么满脸期待的 牵着自家的孩子 准备应聘 这是什么情况 简壮 林末不由震惊地问道 一旁的张贡解释道 李先生 你昨天击败三郎 假之揭穿了 风老的真面目 整个潘阳都知道了 加上昨日免费坏诊之后 所以患者反馈极好 都说你是神医 只经过一夜发酵 整个城市都在传你 是潘阳第一神医 于是就这样了 说着张贡便指着大门之外 无奈地耸了耸肩 草率了呀 这乌泱乌泱的人群 自己可得忙到什么时候啊 然而海口已经夸出去了 公告也张贴在了大门之外 此时的林末 也只能硬着头皮顶上去了 另一边 尹家大宅 接到尹天豹的邀请之后 鲁夜郎忙完手头上的事情之后 第一时间便赶了过来 天豹老弟啊 这是吹的什么风啊 竟然邀请老哥上门做客 说着 鲁夜郎便走上了前 抬手一拳 砸在了后者的肩膀之上 而尹天豹也是同样的反击 双方打过招呼之后 便哈哈大笑了起来 老哥呀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是你自己一直忙着处理商会的事情 怎么能怪我不找你啊 伴随着尹天豹的一声埋怨 鲁夜郎打了一句哈哈 便应付了过去 没办法 身为商会会长 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 对了 过来的路上 我听说南街那边 新开的一家中医馆 听说三楼都说在他们手里了 提起这几人 原本喜笑颜开的尹天豹 脸色突然转阴 那三个徒有其名的老不死 早就该早点下土了 好好养老不想 偏要扰乱 盘养医药界的秩序 提起此事 他更加来气 哼 要不是这帮老不死的还在 我和陆老哥 早就统一整合整个盘养了 也不至于像现在这般 毫无秩序可言 应着尹天豹的话语 鲁叶郎也是面露不愤 老弟啊 你说的没错 可惜啊 这些老不死的虽然无能 但声望还在 我们也不好直接下手 算了算了 咱哥俩好不容易聚一次 不提这些不开心的 来 走一个 说着 他便端起了酒杯 同尹天豹对碰 连连两杯下肚 火辣的酒精 贯穿全身 重重呼了一口气之后 原本不悦的心情 也瞬间好上了不少 此时 鲁叶郎也好奇地问道 哎 老弟啊 看你心事重重的样子 似乎遇到什么 不顺心的事情了 来和老哥说说 我保证给你摆平的彻彻底底 尹天豹先是叹了一口气 随后才皱着眉头说道 此事啊 说来便是和那李末有关 自从这小子来到攀阳之后 便处处和我作对啊 许久之后 隐天豹便将所有的事情 完完整整地复述了一遍 正因为如此 老弟我可是挤亏损了大量的资计 同时又舍得不少手下呀 说完 他烦闷地端起了酒杯 一饮而尽 对面鲁叶郎听完整个过程之后 也是眉头紧皱 对于这种有身份有背景 实力不凡的年轻人 确实有些不好处理 杀又杀不得 动又动不得 当然不好对付也是相对的 鲁叶郎拍了拍前者的肩膀之后 豪爽地表示 老弟啊 你不用担心 这件事老哥帮你摆平了 他尼莫不是想发展吗 在我老郎面前 我让他蹦都蹦不起来 直到这个时候 隐天豹的眉头 才渐渐地舒展来了一些 那就多麻烦老哥 费费心了 台北之间 清脆地碰撞之声 响彻了房间 划分两头 此时忙得焦头烂额的 林莫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人给盯上了 和张贡二人忙碌了 一上午之后 所有前来应聘的孩子 经过一一筛选之后 最终留下了四十二人 原本林莫其实只打算招收十人 就已经顶天了 然而在张贡的嘴见之下 暴露了林莫打算亲自培养的打算 那群家长瞬间炸开了锅 一个劲地恳请林莫多开放一些名额 架不住他们的死缠烂打 无奈之下 林莫最终收下了四十二人 那些如狼似虎的家长们 这才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当然话语之间都是对自家孩子的告诫 吓得这群才刚刚收进门的孩子瑟瑟发抖 当然其中也夹杂着几名学过几年医术 年龄稍长一些的少年 虽然医术不咋地 但林莫也不指望攀阳市这种地方 能培养出医道天才了 一切还是需要自己培养才是王道 而下午便是免费坐诊的时间 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 林莫只觉得心里憔悴 到了这个时候 他都不知道是该责怪 还是该感谢三老 将支林堂的名声打得这么响亮 张叔 下午的时候 你负责带着这些孩子 虽然现在什么都不懂 不过可以让他们多跑跑退 负责处方 以及药材的运输工作 至于那六名有医学经验的孩子 就跟在我身边就好了 这样的话 一方面可以缓解人手不足的问题 另一方面 也可以让这群还没入门的孩子们 多接触接触医道 吩咐完后 林莫连饭都顾不得吃 你们六人跟我来 等会就在我身旁打下手 记住 少说多听 能学到多少 就看你们自己本事了 等到六名孩子乖巧地点头之后 林莫便带着他们 马不停蹄地前往会诊室 诊断病情之时 切记草率 很多时候 有些疾病症状相似 很容易误诊 所以一定要耐心 细心 小心 内热 主要表现在气短 自寒 舌苔发白 但是你们要注意 内热 分内湿热和内虚热 分类不同 症状也不同 切脉之时 有些病患可能因为身体状况 脉很弱 我去 大姐 恭喜你 怀孕了 一边会诊 林莫一边通过实际案例 以望闻听切的手法 从初诊到确诊 再到配药 以及后续治疗整个过程 耐心的讲解 而林莫凭借高超的医术 对待各种病情 总是能一针见血 化繁为简 虽然拖慢了会诊的时间 但六名学员的医术水平 正以飞快的速度 不断地增长 经过前两天的忙碌 免费会诊的最后一日 排队的人员也少了很多 忙碌到中午 店内突然来了三老的弟子 将昨天的堵住对线之后 他便急匆匆地逃离了此处 张贡翻阅了一番文件材料之后 脸色一喜 哟 这不是三老名下的医邪大厦吗 听说他们原本是打算 用来当做攀养医邪总部的 嘿嘿 没想到 给林先生做的嫁衣啊 林默瞥了一眼之后 心中亦有异动 之前他便打算 为自己的支林堂 准备一个药草的供给公司 如今这送上门的大楼 正好为这个计划 添加了不小的助力 想到此处 他处理完上午最后一名病患之后 转头便找到了杨家婆媳 阿姨 我打算创办一家药材公司 你们也知道 草药对于质量的把控要求很严格的 而我自己又没有时间管理 交给别人又不放心 所以我想着让嫂子帮帮忙 将草药公司挂在嫂子的名下 让嫂子成为公司的董事长 帮忙管理公司 一听此话 杨母都没有发表意见 徐佳佳直接推辞道 林先生 我连一天班都没上过的人 怎么可能管好一个公司啊 不行不行 若说农活 他当人不让 而且手脚比大部分男子还要利索 但若是让他管理公司 他完全就是两眼一抹黑 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 林默笑着说道 没事的 到时候我请专业的管理人员过来 嫂子 你只需要检查他们的工作是否认真 致请工作是否到位就行 等他说完 一旁的妻子许半夏也帮忙劝说道 是啊 佳佳 管理一个公司 听着很难 实际上很简单的 我就是负责管理我们广阳许氏集团 你看我现在 说着他便轻松地张开了手中 一幅惬意无所事事的模样 然而即便如此 徐佳佳依旧面带犹豫 半夏 既然如此 要不还是你来负责吧 管理公司我真的不行啊 许半夏不施一笑 我和林墨 下一站还要去河内南越两省 那边还有更多的事情 等着我协助林墨呢 你就帮帮忙 我们在攀阳 也是人生地不熟的 在夫妻的联合劝说之下 徐佳佳许久之后 这才犹犹豫豫地答应了 这个时候 林墨与妻子对视了一眼 暗暗松了口气 而徐佳佳所不知道的是 林墨其实是打算 能将整个药材公司都赠予他的 当然此事 林墨并没有说出来 不然徐佳佳说什么 都不可能同意的 此事完成之后 林墨便立马联系了 远在京都的宋芷兰 安排好资金 以及专业的管理人员 到了下午 医馆之内 已经不像前两天这么忙碌了 林墨索性 便将会诊的任务交给了张贡 而他自己则带着妻子 以及徐佳佳 一同前往三老的新建办公大楼 至于那些学员 则被安排给张贡打下手 已经疏通 背诵药理基础类的知识 驾车来到了市中心 整个办公大楼的毛胚 便出现在了林墨一行人的眼前 大楼一共13层 每层大概1000平米左右 说不上大 但作为药草公司来说 已经完完全全足够了 剩下的便只有装修事项了 简单参观完后 林墨便直接发布了公告 一方面是大楼的装修公司招标 另一方面则是招合作公司 然而这则公告一出 却如同石沉大海一般 参观完大楼之后 林墨便让妻子带着徐佳佳 一同回去了 而他自己则独自一人来到了 郊区的废弃厂房 经过几天的改造 如今的厂房已经是焕然一新 变成了与林卫预备役的新家 没错 就是与林卫 这也是林墨谋划许久的打算 以前在广阳以及京都 一直没有实施 一方面是因为各大势力的制约 另一方面是没有机会 也没有人手来满足他的这个计划 而来到大渠联省之前 师尊百老也和他分析过局势 想要构建自己的势力 手下必须要有一支信得过的 高战力的组织 为自己披荆斩棘 如今这一计划 也被林墨慢慢地落实 等林墨走近之后 陈队长以及他的队员 正在给这群少年 训练体能 加快脚步 还有三公里 大吼一声之后 陈队便快步地朝着林墨走去 双方靠近之后 林墨关心地问道 陈队长辛苦了 怎么样 这群孩子天赋还行吗 一身正装的陈队长 也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笔子都不错 经过这几天的修养 外加基础训练 他们的潜能 也在慢慢地被开发出来 不过具体有几斤几两 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等他说完 林墨也将目光转向了那群正在慢跑的少年们 原本面无菜色的八百多人 此时脸色已经红润了不少 挥洒汗水之下 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确实不错 这几天 先护陈队长了 林墨 这只是属下的分内之事而已 说不上辛苦 说完 陈队长攻身行礼 他如此尽心尽职 其实也并非没有私心 第1094集 鲁叶狼的狂妄 虽然年不过四十 但他的任职时效 也即将到期了 此次武盟换届 彻底结束之后 他也将面临离职 或者吊岗的选择 若是放在之前 他也就随遇而安了 但如今 经过长辈点拨之后 他看到了新的路子 那就是林墨 这位年纪轻轻 便已经败为 镇月史之首的天才少年 故此 陈队长这才会千方百计的 带着几名心腹 陪着林墨 一同来到了大渠联省 为的就是那从龙之功 当然对于这一点 双方都是心照不宣而已 看了一会之后 林墨便转身告辞了 随后他又去了一趟西郊矿产公司 汪小春此人虽然性格有些不着调 但办事效率还算不错 以及再过几天就能完全开工了 诸事顺利 林墨也放心了不少 然而 当他傍晚回到家之后 妻子却是眉头紧皱的 端坐在电脑之前 怎么了 这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 走到半夏身后 林墨弯腰伸手 将妻子搂在了怀中 轻声问道 许半夏先是指了指电脑 随后才不悦地回到 从中午 我们的招标信息 以及合作公告发出去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收到任何一条回复 若是合作的话 没人理会倒也算合理 毕竟我们是新公司 但这装修招标 这块没人回复 便是存在异常了 按常理来说 像办公大楼这么庞大的工程 那些装修公司应该是趋之落物 争先恐后的 但如今的情况 却是无一人回复 听完之后 林墨笑着给妻子捏了捏肩膀 没事 这事交给我来处理就行 累了一天了 你先去休息吧 说着 林墨低头 在妻子额前亲吻了一口 随后便推着他去休息了 等到妻子上楼 走进房间之后 林墨直接上门找到了汪老三 而当他刚进门 汪老三便猜到了林墨的来意 这也是大人 可是为了三老 拿新建的办公大笼儿来 和聪明人说话 就是方便 点了点头之后 林墨也毫不客气 直接便坐下了身子 静待对方的后门 而汪老三一边给林墨侦查 一边朝着自己的心腹小银 使了使眼色 等到后者退出 把守四周之后 汪老三这才耐心解释道 具体的内情 我并不知晓 我所了解到的消息 是鲁叶郎那边已经发话 全方面封建林大人的传言 为家前几天 你与尹家之事闹得沸沸扬扬的 整个盘养都知道 你与尹家有矛盾 而他们畏惧尹家如同虎豹 所以即便有心 他们也不敢与林大人合作了 林墨听到此处 也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饮了几口茶水之后 他便面带疑惑地问道 这个鲁叶郎又是何方神圣 此人乃是盘养举父 同时又是盘养商会会长 最主要的是 他与尹天堡二人是指交兄弟 为人满行把护 整个商会都是他的一眼堂 沙发之上 林墨冷冷地一笑 原本我还想着 等忙完手头上的事情 再去与这尹天堡好好碰一碰 没想到 他自己竟然先跳出来了 既然如此 我便陪他好好玩玩 谢谢汪会长提供的消息 我就先回去了 而等到林墨起身之后 汪老三突然提醒道 李老人 这段时间你要小心一些 这鲁叶郎心狠手辣 行事极端 虽说他不敢正面动你 但不排除 他会对你身边的人动手 我明白了 谢过汪会长 等攀阳安定之后 答应给你的 林墨一定会实现 说着 林墨便直接抬步 离开了此处 独留原地 效益满满的汪老三 一个劲的客气挽留 而林墨这边 刚走在半路之上 一个个坏消息 接踵而至 先是陈队那边联系上了他 表示预备役的物资供应商 纷纷单方面撕毁了约定 不再给他们这边销售任何物资 同一时间 张贡也传来消息 他去采购药材的所有人 都闭门不见了 即便是汪小春那边 之前已经预定好的 开矿辅料突然缺货 无法及时供应 哼 看来这些人的效率 还真是高得很啊 既然你找死 就不要怪我林墨了 喃喃自语之后 林墨再次拨动了 宋芷兰的电话 第二天一早 大腹便便的鲁叶郎 边穿着宽大的睡衣 春光满面的来到了客厅 昨日一人战三女 硬是让对方败得连连求饶 想到此处 他不由得更加得意了 而客厅内 尹天报早已等候多时 见到来人之后 他便满脸兴奋的迎上前头 老哥厉害啊 不过是一天时间 林墨名下所有产业的物资 全部被掐断 这个时候 他应该急得直跳桥吧 面对他的夸赞 鲁叶郎只是不屑地一笑 一个毛头小子 也敢来我盘阳场为法 要不是有着五蒙成腰 他现在早就埋在盘阳地下了 老哥所言是日儿 还是老哥守得高明 如此一来 这林墨变成了龙中之鸟 量他有通天本事 也别想分出老哥的手心 被尹天报一顿狂舔之后 鲁叶郎不由得 有些飘飘然 老弟啊 你就放宽心吧 他林墨前来的路上 有多么风光 我就让他滚出盘阳的时候 有多狼狈 京都时间上午九点三十五分 此时的太阳 开始慢慢温暖了起来 送走了上门 特地来夸赞的尹天报之后 此时的鲁叶郎 正悠闲地享受着深冬的暖阳 然而就在他闭目养神之际 远处突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卢总 卢总 不好了 有人突然开始疯狂抬高 我们叶郎集团的股价 来人正是鲁叶郎旗下 首席股票交易大师 能让此人都能着急忙慌的 显然也不是小事 双目一睁 鲁叶郎立马坐直了身子 而身旁的股票交易师 急忙将手中的平板递了过来 上面显示的 正是他名下的叶郎集团 不断上涨的股票 而且每一秒 都是以千万级的数量 疯狂地买进 而伴随着如此凶猛的涨势 一众散户也纷纷跟进 虽然交易数量只有几百几千 但也架不住人多呢 一时间两方齐头并进导致股价上涨的势头 更加的凶猛 短短三分多钟的时间 成交量已经达到了数十亿 擦 哪个不怕死的 跟东破坏我夜郎集团的股价 虽说股价上涨之后 整个夜郎集团的市值也在不断地高涨 他鲁夜郎的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 但是这种异常的波动并不稳定 一旦这撬动股价的势力开始抛售 他夜郎集团整个股价将瞬间崩塌 到时候不仅分文不转 还要面临着巨额的亏损 想到此处 鲁夜郎的双眼通红 带着满腔的怒火 他疯狂地嘶吼道 快 赶紧破除我们手头上的股份 将这掌势给老子压制住 他妈的 不要让我知道抓到这背后的黑手 不愿我让他生不如死 愤怒之下 鲁夜郎全身都不由地颤抖了起来 手中的酒杯更是直接被他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而那交易师接到命令之后 赶忙开始飞速操作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之后 股价异常上涨的趋势 才逐渐稳定下来 擦了擦额前的冷汗 交易师重重地松了口气 卢总 股价已经被压制住了 看来对方的资金储备跟不上 直到这个时候 鲁夜郎也稍稍放松下来 暗脆了一口 他伸手便拿起一旁的红酒 猛灌了几口 咔 就急吧这点本事 也敢动我夜郎集团 第一千零九十五集 野狼集团破产 既然对方资金储备不多 他也不需要担心了 说着 鲁夜郎便吩咐道 先把股价慢慢压下来 注意节奏 对方刨多少 我们就吃多少 总之 不能让散户出现的恐慌情绪 是 陆总 而远在京都那边 宋芷兰正一脸平静地看着电脑屏幕不断跳动的数字 一边喝着早茶 时不时地 他索然无味地打起哈欠 而在他身旁的助理满脸疑惑地问道 宋总 就这种不起眼的小企业 你交给股票交易部门的人去做就行了 不用这么一直盯着 不过就是百亿级别的公司而已 在宋总办公桌边上 随便抽出一份合同 价值都是其数倍的存在 而此时的宋芷兰 则是面带满意的笑容 挥了挥手 去去去 你个小姑娘懂什么 这可是我为数不多能帮到她的机会 听闻此言 助理突然眼前一亮 随后便如同好奇宝宝一般 凑了上去 他 宋总 您说的是谁啊 此时宋芷兰也意识到 自己说漏嘴了 摆正了脸色之后 她满脸得意地说道 小姑娘家家的 打听这么多干嘛 看好这盘口 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失误 一提正事 原本调皮的助理瞬间面露认真之色 随后 她便拿起手机下达了宋总的指令 一时间 整个股票交易部门上百名行业精英闻讯而动 花开两朵 各表一支 此时鲁业狼手下的交易师还在有条不稳地控制着股价 然而下一秒便双目一瞪 惊恐地看着那一长串的交易数据 乍一看 他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 一直等到将屏幕端尽仔细看之后 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咦 这是什么玩法 单笔交易以五亿的数额飞快地买卖 交易师对于这种现象也是第一次见到 按照这种速度 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涉及的交易总量 便足以买下整个夜狼集团 这完全就相当于 你拿着弹拱进攻 对方直接扔过来一个导弹 这还怎么玩呢 这种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的对抗 已经不是技术可以弥补的了 一边擦着满头不断爆出的冷汗 交易师手上也在敲击屏幕 快速地操作 一旁的鲁业狼此时脸色阴沉的 都已经能滴出水来 你这边先把控局势 我去想办法莫及资金 我罗业党就不信 对方资金源源不断 说完他便拿起电话 飞速地联系着各储蓄机构 在以名下现有资产的情况下 他以杠杆的方式 迅速获得了500亿的贷款 可当他自信满满地 将这笔资金注入到股市 跟着一边买进增加筹本之后 那什么神秘财团也再次加注了 一时间单笔的交易额 从一亿猛地增长到了五亿 而那原本忽高忽低的股价 再次凶猛地往上窜 几秒之后突然停了下来 不等鲁业狼反应 眨眼之间 那股价便以断崖式的趋势 疯狂地下降 此刻鲁业狼终于意识到了情况不对 中气了 赶紧跟着剖售 不然我们血本无归了 然而等他说完之后 已经来不及了 市场恐慌已经形成 大批的散户 跟着一起剖售的情况之下 鲁业狼手头上的股票 根本就抛不出去 完了 看着那不断下降的出售价 再看看自己手上 那挂的老高的成本价 鲁业狼只感觉天旋地转 大脑一片空白 怎么可能 我十几年的积蓄 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怎么可能 此刻鲁业狼只感觉 自己的灵魂被抽出了身体一般 心如死灰 而一旁的交易师 起初还关心地呼唤了他几句 但见其毫无反应 便是眼珠一转 看着别墅之中 那些名贵的装饰品 他的心思也变了 作为行内之人 他比谁都明白 此间的一切 只要那些股份抛售不了 那就只是一堆数字而已 说得简单一点 那就是鲁业狼破产了 而且还欠着储蓄机构 五百亿的巨款 想到此处 交易师索性也不再伪装了 陆总 我为野狼集团 尽心经历了这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我只是拿走我该拿的 低声呢喃了一句之后 他便抱着价值数百万的名表首饰 快步逃离了此处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仅仅一天一夜的时间 鲁业狼破产的消息便席卷了整个攀阳 正所谓强倒众人推 加之当初鲁业狼鼎盛之时 嚣张拔固 下手狠毒 得罪了一大批人 得知此消息之后 成批成批的供货商 以及被收割的散户 还有那些债主 源源不断的涌向了鲁业狼的别墅 一时之间 曾经风头无两的攀阳俱赋 瞬间便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得知自己的好兄弟落魄之后 尹天豹第一时间的赶了过来 只是刚靠近别墅 他立马停下了脚步 当初那攀阳最奢靡的别墅 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空架子 依稀可见的是 还有不少人扛着桌椅板凳 骂骂咧咧的从别墅里出来 更狠的是 有些丧心病狂的古民 自觉是鲁业狼害得他们亏损了 有一个算一个的 正咬牙切齿的 蹲在墙角挂大白 如此景象 吓得尹天豹都不由得连连后退 老狗 你保重吧 老弟我心疑到了 默默的在心中安慰了自己一句之后 尹天豹快速便撤离了此处 至于此时的鲁业狼 只是失魂落魄的 半跪在空荡荡的别墅之中 盯着身前那张天价欠款 他一笑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 他依旧不知道 究竟是谁害了他 众汉亲离之下 他已经心灰意冷的 彻彻底底了 向来我鲁某人风光一世 那些害我的 我做鬼也要找到你们 提着破碎的酒瓶子 鲁业狼摇摇晃晃地站起了身子 视线回到林默这边 忙完所有的事情之后 稍稍空闲之后的林默 开始亲自统一教导医馆的所有学徒 至于教学内容 则是简单的 不能再简单的死记硬背 三本厚厚的罗厚约一尺左右的医书 一个月内全被熟记下来 完成不了的直接剔除 并非是林默颜柯 而是这群少年 正好是学医的黄金年龄 只是他们入门太晚了 若不奋起直追 往后也只能是一介普通的中医 但既然入了林之堂 林默自然是采取精英原则 当然 只要他们能够刻苦学习之人 偏资之事 林默自然有办法解决 正如那群雨林卫的预备役一半 只要通过心性一关的考核 林默自然有大造化送给他们 然而 正当林默教学之时 门外张贡着急地走了进来 医生 卢业狼 跳楼自杀了 听到这消息 林默也是面露惊讶之色 走 一起去看看 而后对着学徒们说 你们先将书上的内容读书 有什么不懂的 问张叔就行 虽然张贡的医术水平有限 但教导这群刚刚入门的新手 已经绰绰有余了 花音落下之后 林默便快步离开了医馆 等他来到了目的地之后 此间已经围满了 看热闹的路人 而人群中央便正躺着满身鲜血的鲁叶狼 而当众人察觉到 有人挤进人群之后 原本还面露不耐烦之色 而当他们看清来人的身份 竟然是林默之后 瞬间自觉地往两边缩了缩身子 小道消息已经传出来了 这鲁叶狼正是因为之前 针对着林默的名下的产业 结果这没几天就跳楼自杀了 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众人对这位攀阳第一神医 既是敬重又是畏惧 林默见众人纷纷让路 也是朝着大家礼貌性地点头示意之后 便来到了不知生死的鲁叶狼身旁 蹲下身子 先是探了探此人的脉象 微不可查 再看看检查了一下心跳 意识微弱无比 至于伤势 不用检查都能知晓 必定是巨大的冲击 震碎的内脏血管 还有的就 即便是半只脚踏进了阎王殿 林默也有信心将其救活 随即 他便从怀中掏出了 独孤九玄针 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手速 飞快地扎入鲁叶狼的体中 将其即将消逝的生机 彻底锁住了 而周围众人见状 瞬间变了脸色 林神医 这鲁叶狼已经死了 您就别白费心思了 是啊 林神医 此人作我夺端 奇而弱小 本就是该死之人 此人本就是该死之人 或者也是社会毒瘤 议论纷纷之下 看起来只有鲁叶狼死了 对于大家来说才是最好的结局 只是面对众人的劝说 林默再次取出了银针 诸位放心 我只是尽力一事而已 这是我身为医师的职责 就算林某侥幸救了鲁叶狼 他也只是一个废人了 到时候他再想作恶 也没有那个本事 随着他话音落下 围观的众人这才闭上了嘴巴 不再言语 当然对于林默的救活一说 在场无人相信 只是因为林默如今的社会地位 没人敢出言嘲讽罢了 林默这边 解释完后便全身心地 将注意力集中到了鲁叶狼身上 独孤九针 加持自己的造化神针术 双重作用下 鲁叶狼那仅剩的一丝生机 被死死的锁住 如此也给了林默 更多的治疗时间 止血 化瘀 护脉 索气 所有治疗手段 一起呵成 等到鲁叶狼的状态稳定了之后 林默这才取出了 之前从金采山下 采摘下来的天然草药 研磨成枝之后 他便将这蔚蓝色的药枝 送入了垂死的鲁叶狼口中 这些药枝不仅能护住心脉 同时对于内伤 也有着极强的治疗功效 你说灵神医 会不会真的能把鲁叶狼救回啊 这怎么可能 你当灵神医是真的神仙吗 死人都能救活 但是看他这架势 好像真的有机会 别瞎想了 你这是疯天了吗 林默此时所有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鲁叶狼的身上 根本就没听到众人的质疑 当然就算听到了 他也不会在意 等到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 太阿出窍 长剑一挥 寒光过后 鲁叶狼的胸口之上 便出现了一道细细的伤口 与此同时 林默再次甩出飞针 将这伤口周围的穴位封住了之后 确认没有鲜血渗出 他这才将手按在了后者的胸口 下一秒 只见林默手臂一抬 无数的震碎的内脏碎块 以及细小的断骨 在凌厉的牵扯下 飞速被取出 此时现场的路人 已经脸色渐渐发白 毕竟 这血腥的一幕实在引人不适 而等林默缝合完伤口之后 单手一拍鲁叶狼的胸口 在凌厉的作用下 那颗原本已经停止跳动的心脏 瞬间一抽 直到此时 已经死去的鲁叶狼 突然重重地喘了一口气 而后 嘴中不断地渗出暗红色的淤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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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见鬼了吗 鲁叶狼真的活了 看着这惊恐的一幕 众人忍不住连连后退 毕竟 一个已死之人 突然开始喘气吐血 但凡正常人 一时间都难以承受 林默也没有理会他们 直接叫了林之堂的几名学徒 送来担架 将这鲁叶狼抬了回去 而众人见到林默离去 其中一位胆子稍大一些的男人 先是咽了咽口水 压制内心的恐惧之后 这才上前叫住了林默 林神医 麻烦问一下 你刚才使用的草药 手上还有余祸吗 随着此人开口 身旁其他围观的路人 也瞬间反应了过来 一时间 纷纷向着林默 投去期待的目光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这句话说得一点没错 在林默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之下 在场之人 皆认为林默只是在为鲁叶狼止血 缝合伤口 已经做了一个开枪手术而已 真正使其起死回生的作用的 便是林默在治疗过程之中 取出的草药 而面对这种 能让自己多一条命的宝物 谁人能不垂涎呢 此时的林默一门心思 都放在了鲁叶狼的身上 虽然将其抢救回来了 但还有很多后续的治疗工作要进行 面对路人的询问 他也没有多想 直接回答道 这草药已经没有 不过过段时间 我将设立一家医药公司 到时候 你们想要的话 可以直接去购买 说完 他便跟着学徒们快步离开了此处 然而 令林默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原本只是他一句无形之言 却在攀阳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暴 一时间 嘉胜医药公司生产 起死回生药草的消息 瞬间席卷了整个城市 这一切 林默暂时还不知晓 等将鲁叶狼送到支林堂后 他便立马为其开始了后续的治疗手段 当然 林默这般做 并非说他有大公无私 以得抱怨 纯粹只是之前汪老三和他说过 鲁叶狼此人 可能与大区连省的大势力有关系 留他一命 纯粹也只是想从他口中 套出一些有用的消息 外边嘉胜医药公司的盛名 飞速传播 而得到消息之后 成群结队的药材商 医馆 装修公司等等 总之 之前受鲁叶狼压迫 而不敢和林默合作的商人们 纷纷找上门来 林沈亿 之前只是都怪那狗事的鲁叶狼 我们这种小生意也多不过他 林沈亿 你要不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啊 是啊 若非此人 我们早就上门寻求合作了 林沈亿 再给我们一次 同嘉胜医药公司合作的机会吧 面对众人炙热的眼神 以及苦苦哀求的语气 林默并没有心软 像他们这样的软骨头 强头草 你越是给他们好脸色 他们越是会蹬鼻子上脸 冷哼一声之后 林默淡淡地说道 早知如此 当时做什么去了 想要和嘉胜医药公司合作 没问题 只要你们获得 徐董市长的同意便可 说着 他便将目光转向了不远处 一脸懵懂的徐佳佳 在场众人皆是头脑灵活的生意人 见林默此番言行 他们瞬间会议 而后一大群人便冲到了徐佳佳的身前 而头一次面对这种情况的徐佳佳 又怎么可能应付得了这样的场面呢 带着求助之意 他只能扯了扯身旁 许半夏的衣袖 夫妻同心 许半夏当初也是执掌诺大的许氏集团 面对这种情况 他立马便明白了丈夫的意思 面带坏笑之下 他凑到了徐佳佳的耳旁 他悄悄地说道 佳佳 你不用害怕 挺直腰杆 拿出你的气势来 你就当他们是 隐家那群大灰蛋就好了 六神无主之际 徐佳佳脑海之中 不断地回荡着许半夏的话语 一瞬间 他原本唯唯诺诺的气势 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当一众药商苦苦侃求之时 徐佳佳只是面带冷色地回复道 你们回去吧 如果有需要 我自然会联系你们 吵吵闹闹的像什么样子 我们医馆还要不要做生意了 说完此话 徐佳佳便有些后悔了 原本他只是受到许半夏的蛊惑 想到隐家这段时间的欺压 一时之间怒火中烧 这才说出了那些话语 第1097集 传授心法 然而 当他满心担忧 害怕因此影响到 林恩人的计划之时 预想中 对方这一群人翻脸的场面 却并没有发生 反而在他的一阵冷言呵斥之后 这群商人脸上的讨好之意 更加的浓郁了 与董事 这是我们草物医药公司的一点心意 您收下 若有需要 千万记得联系我们 放下沉甸甸的盒子之后 此人又取出了名片 故意打开盒子之后 将里面硕大的珍珠显露之后 他假装将名片放入其中 这才赶紧盖上盖子 不等徐佳佳开口 便带着满脸的讨好之意 飞速离开了 有一便有二 随着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 完成了之后 身后那些商人也紧随其后 名贵中草药 金银首饰 名牌装饰等等 这种价值昂贵的礼品 一股脑的塞了过去 而在许办下的阻拦之下 徐佳佳也并没有拒绝 照单全收了 等到所有的药商离开之后 许办下耐心地说道 这些呢 你就安心收下来便是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安心 你瞅瞅他们那高兴的样子 你若是不收下 他们便觉得没有合作机会了 反而不美 被他这么一解释 徐佳佳在结合之前 他越是冷语相对 对方越是讨好的场景 此刻的他似乎渐渐明白了什么 但具体是啥 他心里并不清楚 那还是一种很模糊 很缥缈的名物 而且徐佳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之下 他周身的气势慢慢的发生了转变 虽然很微弱 但依旧被林默捕捉到了 与妻子对视一眼之后 夫妻俩默契的一笑 而林默这边也差不多应完了 关于嘉胜医药公司的事情 徐佳佳已经处理完毕 其他想要找林默合作的公司 他直接大手一挥 让他们各自去找陈队长 以及汪小春潭 正好也给他们干巴的生活 带去一点油水 短短一个下午的时间 林默名下原本停滞的产业 瞬间恢复了正常 而且是以一种迅猛的速度 飞快的发展 至于金彩山那边 等到汪小春的挖掘部队赶到之后 林默便让陈队长 带着那群预备艺少年 前往那边拉链去了 正好也能帮忙守护那边的安全问题 医药公司那边 则有妻子与徐佳佳二女一同负责 当然 许半夏的主要职责 便是在嘉胜医药公司竣工之前 尽可能地将自己的管理经验 传输给徐佳佳 到了这个时候 林默反倒是成为了最空闲的人 每天教教学徒 顺便去看看那群预备一孩子的身体状况 了解一下训练进度 与此同时 在尹家那边 北晋族许久的尹芒 终于被尹天报放了出来 原因无他 正是因为尹芒在大区那边 认识的几名同龄伙伴 即将来攀阳做客 至于对方 那可是大区顶级势力的少主小姐之类的存在 而尹芒重获自由的第一时间 并非是安排接待事项 而是第一时间换来了阿狗 赵小姐 孔绍和阮公子他们什么时候抵达 面对尹绍的问题 阿狗自然是知无不言 根据消息 赵小姐据说已经在攀阳了 而孔绍和阮公子 得到消息之后 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大约三五天就能到了 得知这一消息 尹芒的面上 突然浮现了猙獰的笑容 阿狗 你派人去林墨身边的人 等我朋友一到 火腰上林墨 生不如死 从被打到道歉 后来又禁足 隐忙什么时候 受过这样的窝囊气 此刻的他 只想着好好的报复林墨一番 而对面的阿狗 听到隐忙的命令之后 面露纠结 犹豫了一番之后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应少 天报阁那边 不是让我们 不要去主动招惹林墨吗 而当他话音都没落下 回答他的 只有一个响亮的巴掌 操 你他妈现在是翅膀硬了是吗 连本少的话都敢不听 你也不打听打听 我朋友可都是跺跺脚 整个大渠都要震动的存在 大伯老了 胆子也变小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阿狗看着隐忙 没露凶光 下意识地咽了咽喉结 随后便连连点头 直到此时 隐忙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聪明的人才能活得更久 我劝你识相一点 说着 他便伸手拍了拍后者的脸颊 对于这一切 林墨毫不知情 此时的他 还在等待着宋芷兰的回复 一直到了下午 珠子上的电话才传来动静 真人那边说 逍遥觉只能传给门下之人 若是泄露了出去 到门必定出手 得到这一消息之后 林墨脸上也瞬间露出了笑意 待我谢过玉树真人 挂断电话之后 林墨便马不停蹄地 前往预备役的训练基地 迪云 你过来一下 听到林墨的呼唤 刚刚训练完满头大汗的迪云 便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 加上林墨提供的药膳 原本便人高马大的迪云 此时变得更加的壮硕 明明不过十七八岁的年龄 隐隐地已经高出了林墨半个头 靠近之后 迪云看向林墨的目光 洋溢着浓浓的感激之情 而若非是恩人出手 他们这批同伴 一大半人要饿死他乡了 而且林恩人提供的生活条件 那是他们之前想都不敢想的 至于他们 只需要乖乖配合那陈队长 以及其他几名寻味训练便可 风衣足食之下 他们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强壮 想到此处 迪云不由地眼眶一红 恩人 感激地唤了一声之后 他做事便又要下跪磕头 至于林墨则瞬间将其拦了下来 怎么 陈队长没有教过你们 武蒙的行李姿势吗 此话一出 迪云立马反应了过来 挺直腰杆 一手别腰 一手垂在胸口 巨大的力量之下 直接在其胸口 传来了一阵闷想 属下 迪云 见过郑月使大人 直到此时 林墨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 气势不凡 记住了 以后在我面前 不准磕头 而回答他的 只有一个嘹亮的 是 很好 看来你已经适应了 跟我来吧 说着 林墨便将迪云 带到了一个偏僻的角落 你们未来的方向 陈队长 应该都跟你们说过了吧 点了点头 迪云态度严肃地回答 我们将成为 郑月使大人手中的利刃 为大人 披荆斩棘 属下 属下感念恩人之情 誓死追随 虽然不知道 郑月使意味着什么 但他也有个模糊的概念 那是他们这群山里的孩子 一辈子都难以触及的存在 经过陈队长的不断宣讲灌输之下 假之救命恩情的感激 忠诚于林墨的那颗种子 已经在这群少年的心中 砸下了根 满意地看着眼前这位 自己认定的人员 林墨的脸色也渐渐地严肃起来 坐下吧 本是赐你一场天大的造化 虽然不知道他的目的 但迪云还是乖乖地 盘腿坐了下来 下一秒 他便感觉一只厚重的手掌 抵在了自己的天灵盖上 不用紧张 放松身体 放空思绪 随即 迪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 整个人也慢慢地放松了下来 然而下一秒 大脑便传来了一阵剧烈的障痛 如同被人硬生生地凿穿了一般 忍住 舔过去 就是人上人 舔不过去 你未来 就只能当一辈子被他们欺压 任人鱼肉 伴随着林墨 如雷贯耳的提示 迪云脑海中不由地浮现了 全家人在那些势力面前 任由欺凌的画面 而回忆之中 被人踩在地上 鞋底踩脸的少年 突然睁开了双眼 第1098集 又是尹家 我迪云要捅穿这层天 伴随着一阵低吼 那股让人生不如死的痛感 瞬间消散了 大脑一瞬间变得无比清明 与此同时 两股信息 飞速融入到了他的记忆之中 造化诀 逍遥诀 低声呢喃了一句之后 迪云顿时激动地颤抖起了身子 紧紧呼吸之间 他便能感受到 曾经他只能仰望的武道大门 如今已经触手可及了 强压着心中的狂喜之意 迪云快速起身 朝着林墨重重地磕了个头 这次林墨并没有阻拦 武道心法灌顶 他便是迪云名义上的师父 受他拜也是情理之中 谢过师父 而这个时候 林墨的脸色也有一些苍白 以他如今的实力 动用这种灌顶之术 明显还是有些勉强了 若非经过独孤九玄珍淬炼了精神力 此刻的他 早已经昏厥在地 当然令他比较意外的是 这毫无五道根底的狄云 意志力竟然如此坚定 无妨 既然你能扛下来 接受完整的心法 也是你的造化 不过你要谨记 没有我的允许 心法禁止外传 如有为者 力战不赦 另外 我还没有请示过我的师尊 我只能收你做记名弟子 师徒之说 暂先不提 淡淡的杀鸡 来得快 去得也快 迪云只感觉一道寒光刺穿周身 打了一个寒战之后 他便面露正色回答道 是 迪云明白 去吧 请勉为上 勿赘我林某人的名上 说着 林某便双手后背 缓缓离开了此处 原地迪云甩了甩头 看着师尊离去的背影 再次跪地 磕头谢恩 第一次收图 心中突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承载了他人一生的武学之力 他只觉得 肩上的责任变得更重一些了 当然 这也是考察了这群孩子许久之后 他才做出的决定 造化绝 堪称逆天改命 提升天资 逍遥诀 盗门高级心法 提升修炼速度 有了这两套心法 迪云落下的脚步 也能慢慢地跟上 当然未来能走多远 就看他们的造化了 这般想着 他便慢慢地回到了别墅 只是还没等他走进院子 身旁一道人影 缓缓地现身 朕院士大人 我们抓到了几只 尾随监视夫人的老鼠 你要过目一番吗 听闻此话 临摹的眉头一皱 带路 话音落下 他便同负责保护妻子安全的五盟暗卫 一同消失在了原地 密林深处 大人 这几人从今天早上开始 就一直尾随监视着夫人 简丹回报了情况之后 暗卫便退到了一旁 而在他身前 石渔明被绑得严严实实的小混混 此时正跪在地上不断地求饶 大人 大人饶过我们呀 大人 我们知道错了 林墨见他们这副模样 眉头越皱越深 原本愉悦的心情 瞬间浸染了雾霾 说 谁让你们来的 伴随着严肃的语气 震震杀鸡 瞬间锁住了身前的十余人 而他们终究也只是小混混而已 被石鸣手持兵刃的暗卫死死包围 他们可曾见过这样的场面呢 此时被林墨立声地质问 立马争先恐后地 全盘交代了出来 是 是隐盲那个混蛋 任人指示我们的 他们 隐家的阿狗 给了我们十万块钱 说让我们监视林墨身边的人 大哥 我们这只是拿钱办事啊 而且 只是负责监视而已 饶顾我们吧 又是隐家 原本林墨还打算 等手头上的所有事情落定之后 再去收拾对方 不成想 对方倒是先动手了 既然如此 杀心突起的林墨 也不打算等了 感动我的家人 准备好林墨的雷霆之怒吧 想到此处 他下意识地捏了捏手中的太鳄 正 随着常见出窍 十余名混混身上的绳子 应声而断 当然 一同落地的不仅仅是麻绳 还有他们的手指头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倘若再见面 落地的 便是你们的头颅 滚 最后一字落下 混混们顿时感觉到心脏一抽 顾不得那钻心的疼痛 他们直接接起地上的手指 连滚带爬地 逃离了此处 离开密林 回到别墅 林墨先是收拾了一番情绪 这才推门而进 与妻子以及杨家婆媳 打了一声招呼之后 他便直接联系上了汪老三 汪老三听着电话里 林墨那不悦的语气 也是满脸的疑惑 这尹家大概又作什么妖了 已经认为好了 我这就让小银给你送过去 对了 我不久前才接到消息 银听到那边说 过几天尹家家宴 让我把情帖给你送过去 要不我直接给你推了 汪老三毕竟是个聪明人 通过林墨的言语之间 以及不满的语气 他便明白了 这林墨是打算 咬伴尹家的意思了 所以汪老三 最后才会多嘴一句 但林墨却并没有拒绝 反而领了下来 不用 告诉尹天豹 本室会准时参加的 说完 他便挂断了电话 而若是让尹天豹知道 林墨此时的想法 必定大呼冤枉 毕竟 此事都是尹盲私下操作的 就算他尹天豹 自己也被蒙在鼓里呢 此时的他 正不耐烦地敲击着桌子 有没有 罗夜郎那边 有消息了吗 身前阿狗躬身回复道 老他 根据路人下所言 卢总跳楼自杀之后 原本已经死了 不过 又被林墨给救活了回来 我也派人假装看病 刺探了国之灵堂 并没有发现卢总的踪迹 听到此话 尹天豹瞬间站起了身子 手中的茶杯 一把摔碎在了地上 荒唐 这种鬼话你也信吗 真当林墨是神仙不成 赶紧给我去调查清楚 我卢老哥现在的情况 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尹天豹平复下情绪之后 烦躁地捏了捏眉心 另外 大区内军大少爷不久之后 就要到了 假眼方面的事情 一定要细致 给足对方面子 还有关于警帖 该邀请的人 都邀请到了吧 尹天豹自知斗不过林墨 加上自己的好兄弟 又折在了对方的手上 他便想着通过这次家宴 联合大区的一众顶级的富二代们 压一压林墨的气焰 对面的阿狗回复道 邀请名单上的人 请天都已经送过去了 另外 原本他还想将 隐瞒吩咐的事情说出来 不过想到对方的警告 加上此时老大的情绪不太稳定 他便突然止住了话语 要为什么 隐天豹见属下话说到一半 不耐烦地反问了一句 没什么 属下刚刚只是一时分心而已 既然没事 就赶紧把事情搬下去吧 说着 隐天豹便再次坐回了沙发 莫名的 他总有一种莫名的危机感 摔了摔头 端起身边的威士忌 猛灌了一口之后 打了一个酒阁心情这才稍稍舒畅了一些 光阴流逝 三天之后 尹家家宴正式开始 市区之内 赵紫燕在阿淑赵宇的陪同下 朝着尹家缓步而行 绝美的面容 引得路过的男子纷纷侧目观望 尤其是那双修长的眉腿 在牛仔裤的包裹下 更加凸显了其玲珑的身段 咽了咽猴节 已经有无数的年轻男子 想要上前搭讪 只是见到赵紫燕身后 木带凶光的保镖 瞬间便粘了下来 多日寻找无果之后 赵飞燕已然放弃了 阿叔 你说的没错 看来还是要倚仗当地势力 从最初的打算来说 他本不打算找尹天豹帮忙的 毕竟爷爷的情况 他不想透露给外界